所以 你想带朱玉剑走 他难道没和你说 正后续的安排吗 片殿中 刚接受完百官恭贺 心情非常不错的朱友简 瞧着眼前跪倒在地的朱器 圣父子脑门瞬间大了 一边下来 想要将朱器圣扶起 一边给朱玉剑递了个眼神 你他娘的在干啥 没解释清楚吗 朱玉剑瞧见 只能是苦笑着 轻摇了下头 他说了呀 但是爹不信 那就没办法了 陛下 遇见他天资愚钝 这个计划他并不适合 还请陛下 能够看在亲戚的份上 放他回去 臣 叩谢了 然而朱器圣却是压根不起来 反倒是一个头磕了下去 这下轮到朱玉剑尴尬了 半赏才倾吐了口气皱眉道 这 难道封王不好 那沃国虽然远了点 但国土面积很大 足够你们潇洒了 何必待在唐王府 当一个门都出不了的王爷 朱尤简有些不理解 是他给的条件不够好 这十全封王 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臣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臣就想待在封地 当一个逍遥王爷 然后 看着遇见取其生子臣 就很满足了 至于封王一事 又或者备胎一事 这些都已经超过了 臣这一家能处理的范围 还请陛下看在我等 都是亲戚的份上 放我回去 然而朱器圣依旧不为所动 态度很是坚决 就是要带着朱遇见 离开这京城 这一下可给朱尤简搞郁闷了 眉头微拧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则 朱器圣 果然有其子必有其父 也是个聪明人 你是认为 朱尤简这小子 开不出封王这等大饼 是个陷阱对吧 那如果这个饼是咱话的 可还有什么问题 就在偏殿内的气氛 有些结冰时 突然 一阵略带调侃的声音 传进了大家的耳朵 朱器圣愣了半秒 赶忙抬头看向了四周 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陌生 还有 这谁啊 敢直呼陛下的名字 不想要脑袋了 然而 他刚一抬头 就看见前方太祖画像中 倒到金光聚拢 随后化作一须影飘了出来 看那样吗 不是太祖 又能是谁 啊 这 鬼 有鬼啊 朱器圣几乎是下意识地喊了出来 然后 他就看见那鬼二话不说 脱下鞋子就甩了过来 鬼你个头啊 好好看清咱是谁 奶奶的 不笑玩意 鞋子自然是没法对朱器圣造成任何伤害 旁边朱玉剑赶忙上前拍了拍老爹的后背安抚道 爹 那是太祖 你这话多少有点大逆不道了 见太祖冒了出来 朱玉剑也瞬间有些紧张了起来 他也没想到自己老爹这么讲 死活听不进去他说的话 现在好了 把太祖闹了出来 大家一起丢人 太 太祖 太祖你还活着 这 这怎可能 朱器圣文言瞪着眼 死死看着画像前的虚影 嘴里哆嗦着 满脸震惊 一旁的朱玉剑 见状倾笑了两声 这才上前用力将朱器圣扶起来 放到了旁白的椅子上 然后简单地开始做着解释 半小时后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朱器圣 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跪在地上 额头直冒冷汗 靠 坑爹啊 太祖显灵你 倒是和我说啊 要是知道这大饼是太祖化的 他岂会跑来闹腾 太 太祖 我 我知错了 你放心 遇见这小子 你随便用 我绝无意见 有道是 实时务者 为俊杰 朱器圣很快就认清了局势 干脆地耸了下去 若是朱有俭的安排 他还可以仗着辈分过来闹一下 但如果是太祖的安排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 他家一脉地偷偷过来 也得跪在地上 啊 你倒是跪得快 行了 咱也懒得和你多扯 两件事 第一就是备胎 这是你不用管 咱不会害了你这儿子 让他跟着咱学 就算以后做不上大明宗家的皇位 后续也可出海封王 开创属于你们一脉的根基 这是咱给你们的保证 第二便是 咱这是不可和其他人说 你们还得要做好榜样 让其他王爷都能瞧见 你在宗家这所得的好处 做好了记你一宫 做不好 那就别下来见来咱 李晨已经懒得多废话了 白白手干脆地说道 朱器圣哪敢拒绝 敢忙磕头领命 既然是太祖花的饼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朱有俭他是信不过 但要是连太祖都不相信 他怕是不想进祠堂了 又聊了两句 朱器圣这才颤颤巍巍地 跟着朱玉剑离开了偏殿 太祖 还得你是出面才真的住 这朱器圣压根就不信我 唉 瞧着朱器圣走远 朱有俭这才有些无语地摸了摸头 这是闹的 当真是让他有些脸面无光 啊 这不废话 咱可是这儿八经 封过十全王爷 而你吗 作为朱老司那混账的嫡系后代 你告诉咱 他为何要信你 朱有俭 成祖爷干的事 和我有啥关系 有本事骂成祖爷卷 撇了撇嘴 朱有俭闷着头 走到了画像边 手一伸 就将太祖画像给取了下来 干啥 正飘着李晨 看着这小子的动作 忍不住愣了下 朱有俭却是咧嘴一笑 指了指门外 太祖爷 该出去吹风了 接着天气很好 忠义慈外 可是挤满了百姓 我们要再不去 可就要让百姓等久了 干啥 他还能干啥 太祖说啥就是啥呗 不过算算时间 也到了该去忠义慈 祭天祭地的时候了 则 那就去吧 去看看这忠义慈 修得如何了 忠义慈啊 李晨看了眼窗外的天色 这才点了点头 确实已经快到中午了 要不是被朱七圣南 愣祸耽误了一阵 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到位 既如此 那就走吧 也是时候昭告这方天地 属于大明的新时代 即将开始 这人也太多了吧 终于词啊 我要是能被刻上去死了都知 做梦吧 除非你能参军 我倒是想啊 金银他不收我 金银的录取标准确实高 要不还是去辽东吧 能加入东将军 一样可以获得机会 东将军啊 那可是个赚钱的好地方 此时 忠义词外 听说当今圣上 要在今日祭拜园中 为国捐躯的军事 不少想要围观圣上风采的百姓 全都聚集了过来 忠义词自从开宫之时 就备受京城百姓关注 尤其是后面陛下 在忠义词内大杀特杀后 其名气更是直逼京都皇宫 哒哒哒哒哒 就在百姓们 围在忠义词外议论纷的时候 外面的大道上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了过来 上百名骑兵先一步赶到 手持利刃将入口处戒严 而在他们身后不远 大量锦衣卫护着一辆 造型奢华的明黄色马车 正朝着大门口缓缓驶来 陛下 到了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周百姓见状 立马跪地高呼 声音洪亮 神情诚恳 一看就是对陛下爱戴有加 虽然此时这马车很严实 并无法看清陛下的容貌 但能如此近距离接触到陛下 那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 一直等到马车缓缓驶入忠义词内 跪地的百姓们 这才起身 眼神中全是激动 陛下有令 今日斜百官祭奠 忠义烈士 往后年间 只要朝廷还在 便会一如既往 风雨无阻 愿他们的阴魂庇护大鸣 一名传令的公公 此时走了出来 在门口高声喊道 为了陛下的安全 这些百姓 现在是不能进入忠义词的 但陛下在里面的所作所为 都会有人来门前通报 听着这短短几句话 百姓们立马爆发出了一阵欢呼之声 他们对于朱有俭 那自然是信得过的 从陛下下令永不加父开始 他们就相信 陛下肯定是爱民如子 至于那些文官说 陛下杀人如麻 那肯定是那些读书人不甘人事 惹恼了陛下 陛下这么好 怎么可能滥杀无故 而此时的忠义词内 随着马车停稳 朱有俭带着一帮护卫 从旁边的侧门走了进来 外面的马车只是个幌子 他可不敢这么大摇大摆地 在街上晃悠 而早就在这等候着 文官们还有那些王爷薰贵 看着从另一侧走来的朱有俭 全都没忍住 白眼一番 很是无语 行 钓鱼是吧 我看你这人 是越来越不要脸 朱有俭还不知道 自己又被文官们骂了 笑呵呵地走过来后 这才手一挥 带着众人 先来到了中义词广场上的 老歪脖子竖前 看着这颗老歪脖子时 朱有俭不由地摸了摸脖子 轻吐了一口气 仿佛又跨过了时间长河 看见了他在历史上的惨状 打扮 宣读罢 站在这颗老歪脖子竖前好一会 朱有俭这才手一挥吩咐道 一旁早就准备好的王承恩 立马走了出去 朝着文武百官 还有那些王爷们 展开了一份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即日起 封此树为大名祥瑞 赐名老歪脖子 赏宦官实名用心照料 不得有误 轻辞 啥 朱有俭的这个封赏 让大伙都有些猝不及防 包括那些王爷们在内 全都傻了眼 好家伙 这么玩的 尤其是那些文官 基本都仗红了脸 敢怒不敢言 祥瑞 去他娘的祥瑞 没看见这树干 都有微微泛红了 你管这叫祥瑞 还有谁家祥瑞身上挂着七八具尸体的 辟邪 想警告我等就明说 何必这么倒腾 奈何虽然他们心里骂骂咧咧 但到底是不敢在这时候出眉头 只能是捏着鼻子朝着这束拱手行李 陈琳指 见过大名祥瑞 朱友简看着低头行李的百官 心里冷笑了两声 这些人嘴上说着一套 心里怕是恨不得把这树砍了 给他当棺材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大家都已经摊牌在玩 那就看最后谁被扫地出局 上香 供放 带到百官们行完里 朱友简这才挥手 让人搬来一张桌子 在上面摆满了瓜果点心 并在桌子前布置了个顶炉 从王承恩手中接过三柱点燃的香 朱友简第一个上前 朝着这老歪脖子树败了下去 老树啊 朕有了太祖 怕是不能上去 吊着陪你了 但朕保证 每隔一段时 就送几个上来 你老多辛苦点 长得再大一些 只要我大名国运还在 你将涌降我皇家香火 朱友简心里默念着 败了三次 这才将香烟插在了顶炉里 正飘在空中默默看着的李晨 见着这一幕 不由地摸了下头 大树 尸体 香烟 供奉 这多少看着 是有些诡异了 带到一阵微风吹过 整个树枝微微摇晃着 似乎是在回应朱友简的话 好好干 我这永远有你一个位置 嗨嗨 赶紧摇摇头 把脑子里那奇奇怪怪的思绪 给晃了出去 李晨这才又看向那 不断盘旋上升的烟气 他能察觉到 自己那仿佛挂机一般的破系统 好像有了反应 就像之前重创打子时一样 李晨能感觉到 这大明国运 正在不断加强 而且 好像 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半个时辰后 随着最后一炷箱插满 朱友简这才又带着众人走到了广场后方 忠义词的占地面积很大 除了前面的广场以外 后面还有一片相当于十个足球场的巨大空地 空地分为四个区域 由一横一竖两条十米宽的青石路分割而成 此时在进门左右两个区域中 几块高十米的巨大石碑已经被树立起来 上面刻写着一个个人名 包括他们的籍贯以及功勋 这些都是在之前和打子作战中阵亡的将士 每一个石碑面前还都摆有一个小巧的炉子 以供他们的后代祭拜所用 而在最里面 中央大陆的尽头 则是一座刚刚搭建好的宫殿 此宫殿没有供奉任何神明画像 有的只是一面面军企 这是李成专门和朱友简商讨后做出的决定 进入崇祯元年后 每一支军队都将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旗帜 目前拥有旗帜的军队一共就四支 分别是金银 东将军 百杆军 以及天雄军 待到后续有新军成立 自然也会将其军旗放入殿中 吹号 泪谷 三军列阵 站在这殿门之中 朱友简的神情立马严肃了许多 随着命令发出 广场上 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五百名精英士兵 齐齐掏出了号角 阵中更是放有六面巨大的战鼓 不光如此 在那中央词外的士兵里 也有不少人同样掏出了号角准备着 咚咚咚 就在围观的百姓们有些奇怪时 沉闷的古典陡然从中央词中传出 如同惊雷般将天地震动 而后 京城四方各处早已等着的其他战鼓 也全都配合着敲动了起来 一时间 整个京都内到处都是大鼓沉闷的声响 再然后 呜 呜 呜 悠扬的号角声如同利剑划空 伴随着鼓声将浪潮推到了巅峰 京中报国 先祖庇护 唯我大名 日月永存 中央词外 那些没有掏出器具的将士们 齐刷刷将手中兵器处在地上 脸色激动 阵臂高呼 那狂热的神情让中央语内的百官们 不由地瑟瑟发抖 他们现在才突然发现 这位小陛下竟然竟然在军中 已有如此声望 而与之对比的则是那些咸鱼勋贵们 仿佛被点燃了什么东西一般 原本木讷的眼神中仿佛有一团烈火 开始被点燃了起来 大明朝毕竟是从一片废墟里创建起来的 这些勋贵的祖上 谁还不是个乱世猛男 看着这狂热的军队 再联想到之前英国公张维贤 找他们说的那一番话 不少勋贵后代已经是捏着拳头 神色战红 不知是羞愧还是激动 但有一点他们知道 今日之后 只要陛下不出问题 勋贵崛起已成必然 若是想加官进爵 此事不动 更待何时 金钟报国 先祖庇护 唯我大明 日月永存 突然 那勋贵王爷的人群中 一名少年站了出来 双手一张配合着高呼道 不少官员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想要瞧瞧 是哪个玩意在拱火 结果这一看 又纷纷把头转了回去 这个少年不是别人 乃是第十二代前国公的嫡子 穆天波 穆家 惹不起惹不起 穆英的后代吗 倒是差点把这一家子给忘了 如果说大明末期 还有一家的中兴 能够和英国功夫比肩的话 那应该也就只有他们了 穆天波 好小子 有前途 半空中 同样瞧见这一幕的李成 立马拍得下脑门 倒是差点把这一家子给忘了 虽然穆天波的爹是个混账 但穆天波在历史上 那也是忠贞到了最后一刻 这对于急需人手的李成来说 又是一个可用之人 虽然穆天波 现在才十二岁 但稍加培养几年 必然能够成为大明的栋梁 默默将这位小少年 记在了心里 此时的中医殿内 朱油简已经带着百官上玩了香 听着门外那震天的声浪 朱油简此时 也早已是红光满面 一脸自豪 都好好看看 以后 谁TM再敢说 朕是暴君 朕就让你们去 好好问问这些将士 他们要不用大耳瓜子抽 你都算朕 这钱白花了 祭祀大礼 倒算是过去了三分之二 等到战鼓和号角平息 朱油简从中医殿内出来 便又带着官员们 前往最后一个地点 半个时山后 眉山之上 元老歪脖子树移植 一个高18米的台子 此时已经搭建完毕 在祭台最上方 早已摆满了 祭天祭地的各种公平 最显眼的 无疑就是被困得 动弹不得的两人 不管是豪格 还是周延如 此时都早已被折磨得 愈先愈死 比如豪格 在知道今日要被祭天后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有时候死了 也是一种解脱 反倒是那周延如面露恐惧 一直在发抖 不多时 朱油简便带着太祖画像 以及场卫三人组上 到了祭台 没有搭理地上 神情复杂的两人 朱油简自顾自地 先将太祖画像 挂在了旁边的木架子上 最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不孝尔孙朱油简 再次祭拜天帝先祖 朕本是京城一闲散王爷 奈何天命加身登上地位 此并非朕所求 然 作为朱家后代 朕不能逃避朕的责任 既已登基 朕必将以天下苍生为重 秦朕爱名 驱逐达鲁 还我大名江山 一个朗朗乾坤 朕绝不会当那王国之君 也绝不会让那达子入主中原 若违背 天谴之 朱油简的声音并不大 但却格外地坚定 后面的王承恩 听着已经是心疼得不行了 自家皇爷年纪轻轻 就背负起了这大名江山 好好一逍遥王爷 登基之后 却再也没听过一次戏曲 放过一天假 就这 偏偏还被那些混账文人 说成是暴君 当真是该杀呀 而旁边的魏忠贤 则是脸色复杂地看着朱油简 天启也有个好地点 大名忠心有望了 或许谁都不知道 其实天启也并不愚笨 若是愚笨之人 又如何能将木匠一徒 走到登峰造极 从他敢用自己这个老奴才 去制衡百官就能看出 他也有心 想要维持着大名江山 奈何 就是在他准备重启变法的时候 便不幸落水了 终启原因 还是因为天启也不够狠 若是天启也能够像崇祯爷这样 先收拢君权 又何至于落到这个下场 不过还好 后继有人 他的弟弟比他更加聪慧 更是有着不弱于太祖的狠辣 只要能活过十年 大名必然忠心 魏忠贤此时也已经想开 只要这位小皇爷还敢用他 那他这一辈子 都会和那群混账文官不死不休 而此时 已经朝着太祖画像 刻了三个响头的朱油简 从地上站了起来 停顿了两秒后 突然转身走到了魏忠贤的面前 魏忠贤 朕可能要食言了 记得小时候 朕和皇兄在花园里玩 那时候朕还小 笑着问皇兄 这皇位为何物 我能作否 皇兄笑了笑说 他做几年就给朕做 听着朱油简说的 魏忠贤也有些沉闷地点了点头 他那时候就在旁边伺候着 自然是听见了 那时候他还在感慨 这两兄弟感情真好 谁知 唉 一语中地 还记得皇兄走之前 拉着朕的手说 吴帝当为尧顺 朕实在惭愧 皇兄这一辈子不争不抢 不贪酒色 不胡作非为 对朕更是如同父兄般 而就是这么好的 一个皇兄 却偏偏死在了这些混账的手里 朕每当想起 都如同刀割一般 所以 你能把这刀给朕吗 朕想让他们也尝尝 这刀割一般的感觉 魏忠贤懂了 这位小皇爷 是想亲自动手 宰了那周延如 之前朱有俭说过 要将这周延如 交给他来处理 结果现在看来 应该是忍不下去了 皇爷 你贵为天子 岂能随意沾血 这 旁边王承恩一听 有点急了 他也听明白了 朱有俭话里的意思 这是要亲自动刀的节奏 麻蛋的 这可不行 作为皇爷的大伴 他可太了解朱有俭 他的这位皇爷 别说杀人 连他娘的鸡都没有杀过 这一刀下去 怕不是要出事 说着 还朝旁边的太祖话 向地眼神 然而李晨此时 却是没有说话 朱有俭 这显然是 已经下了决定 既如此 那就随他去吧 再者 就现在这个局面 能见血的皇帝 或许才能更好地存活下来 而此时被盯着的魏忠贤 看着朱有俭那泛红的瞳孔 半赏才点了点头 无视了王承恩 那杀人一般的眼神 反手将自己 腰间的刀解开 递给了朱有俭 这是天启爷 当年送给老奴的 既然皇爷有此心 那就请吧 他当然是想将周延 如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 别人来他肯定不愿意 但如果是朱有俭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是他的皇爷 也是朱有俭的皇兄 为兄报仇天经地义 好 朱有俭看着那把刀点了点头 小心结果 朱有俭不由地 抚摸了下那木制的刀柄 还有刀鞘 这刀他当年见过 是当年皇兄亲手雕的 刀鞘上还刻有魏忠贤的名字 虽然这木柄看起来有些奇怪 但却是魏忠贤 最为真实之物 朱有俭没有再多说废话 转头便朝着周延如走了过去 你 皇爷可没杀生过 要出了问题 咱家和你没完 瞧着魏忠贤 竟然真的将刀给了朱有俭 王承恩嘴角微抽 凑过来低声说道 想要晚这天下 若是不敢持刀 可是不行的 放心吧 你的这位皇爷 比咱家那位更强 他是天生的帝王 魏忠贤听见后 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一个杀伐果断的帝王 岂会因为一点血 就被吓到 你 王承恩顿时有些语色 作为少数几个知道太祖存在的人 他很清楚 自家皇爷压根就不是什么天生的帝王 真正的天生帝王 是旁边挂着的那位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确实没法阻止了 总不能让皇爷在太祖面前丢人吧 你要不拿刀还好 拿了刀不敢动手 怕不是第一个要骂娘的 便是那太祖了 你 你杀了我也没用 天下读书人皆为一体 不是你一个黄口小就能阻隔的 就算是你家太祖洪武皇帝 也得优待读书人 不敢如同你这般乱杀 你倒行密师 必将自取灭亡 周延如看着朱友简 竟然亲自提刀过来 差点没尿裤子 极端的恐惧下 忍不住又是朝着朱友简一阵输出 朱友简听完 只是冷笑一声 缓缓拔出了刀 朕今日杀你和读书人 并无多大关系 只是因为你害死了朕的皇兄 至于什么洪武皇帝 优待读书人 你真当朕不读书是吧 就你这种人 去了洪武朝门活过半天 朕着名字以后 便倒过来写 多说无意 受死吧 你也好意思提红武二字 朱友简懒得再和这人废话 直接举起刀便朝着他的脑袋砍了过去 只见刀光一闪 周延如那惊恐的眼神便伴随着脑袋滚落到了地上 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 周延如看向了不远处的画像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仿佛看见洪武大的朝着他伸出了一根中指 扑斥 漫天的血喷洒在了朱友简的脸上和身上 刺鼻的血腥味让朱友简脸色苍白 很是反胃 终于 朱友简没忍住站在高台边朝着下方干呕了起来 他说到底也才不到二十岁 黄爷 黄爷你没事吧 快快快 弄点水来 瞧着朱友简那苍白的脸 王成恩下的赶忙跑了过去 一边拍着朱友简的后背 一边喊道 然而朱友简却是反手 按住了他的肩膀 无妨 朕 无妨 就这样 朕就这么下去 填尔庚 砍下好个人头 然后将这两人尸体缝合后 铸成铁人 朕要让他们永生永世 跪在那终于词的广场上 干呕了片刻 朱友简总算是缓过来了些 按住了躁动的王成恩 朱友简快速下了命令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填尔庚点了下头 麻溜地走到了豪格面前 手中绣春刀一扬 便将其人头砍下 整个过程下来 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陈灵指 砍下豪格人头后 填尔庚这才单膝跪地领命 朱友简深吸了口气 储着刀缓缓站了起来 最后看了眼地上的豪格 还有周延如 这才转身朝着祭台下走去 下方 正等的有些烦躁的百官们 看着陛下走了下来 立马站直了些 不过很快 他们脸上就露出了一丝震惊 陛下为何 浑身是血 英国公张维贤 还有流星座见状 赶忙冲了上去 刚想说些什么 朱友简却抬手摆了摆 打断了他们的话 朕无事 只不过是手刃了 杀害皇兄的凶手罢了 今日祭奠已完 回宫吧 啊 听见朱友简说的这话 张维贤两人 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随后齐刷刷 看向了后边的王承恩 王承恩见状苦笑着点点头 算是证实了 黄爷所说不假 好 够重 张维贤和流星座 见此事为真 不由得全都面露笑意 不愧是老朱家的后代 果真是一脉 相承得很了 而那些文官 在听见原由后 却是齐齐面露难看 这陛下 原本只是王霸之气 现在却已多了一丝杀气 那是真正杀过人后 才能有的杀气 这对于朱友简来讲 估计又是一场蜕变 以后的日子更难了呀 朱友简没有和百官们 再多说什么 等到回宫后 便习惯性地先去了偏殿 刚进门 才突然想起什么 猛地停下了脚 随后面露惊慌地 看向了旁边的王承恩 呃 大伴 太祖爷在你哪儿吗 太祖 王承恩愣了下 随即脸色也变了 卧槽 光顾着心疼黄爷了 忘了那祭坛上 还挂着一位大爷 瞧着王承恩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杀人都没腿软的朱友简 差点没眼前一黑晕过去 玩犊子 把太祖爷丢山上了 太祖爷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当时 脑子有点昏旺了 太祖你 还在上面挂着 抱歉抱歉 几个时辰后 偏殿内 已经重新洗了一遍的朱友简 略带尴尬地 站在了太祖画像面前 发现把太祖爷漏了后 朱友简就赶紧让王承恩 去把太祖请回来 这不 太祖刚进屋 他就跑过来请罪了 啊 你咋不把字都忘了 咱那么大一个人看不见吗 到底是老四家的种 干得是当真是让人火大 李晨坐在椅子上 撑着头很是无语 这都能忘的 你知道那山上有多冷吗 哪个 太祖以前不是说过 说成祖爷最像你了 那我作为成祖爷的嫡系 这也是随太祖你 朱友简轻壳了一声 摸着头善笑啄 想要开个玩笑 缓解下尴尬 哪知这话说完 太祖的火气更大了 狗屁 咱不是 咱没有 别瞎说 小心咱到你诽谤啊 朱老四能干出那种事 那就是他有反骨 怎么就像咱了 还想甩锅 这和我有啥关系 太祖你是造反起家 成祖爷不也是造 可 竟然起家 这不就能证明成祖爷像你 都是那么的不畏强权 有担当 英勇 果决 朱友简咧嘴笑了笑 拱着手拍了个马屁 和太祖待久了后 他倒是没以前那么拘谨了 太祖虽然在自家书籍中 被写的是杀神在世 铁血无情 但真正熟悉后 他却能感觉到 太祖那对于后代的亲近 就像是老翁对于孙辈那种 虽然严厉 但却并不难接触 所以 开个玩笑什么的 他现在已经赶了 再说 反正这玩笑 是在成祖爷身上 挨骂的也不是他 朱友简算是已经发现了 只要有挨骂的迹象 把话题转到成祖爷身上 准没毛病 太祖把成祖骂一顿 气也就消了 他也就安全了 滚蛋 别拿朱老四当靶子 小心他醒过来揍你 下次再敢 把咱丢在梅山上 你看咱怎么收拾你 李晨哪能听不出 这货是在转移仇恨 白了眼毫不客气地骂道 看着被拆穿后 善笑着的朱友简 李晨叹了口气 这才把话题接了过去 行了 别处着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咱之前不是说 和这大明国运绑在一块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咱已经能感觉到 这大明国运越发强盛 今日你祭奠完后 咱手里就多出了这个东西 懒得再和朱友简扯犊子 李晨随手掏出了一小册子 丢了过去 朱友简瞪着眼有些好奇 结果看了眼 却是脸色一变 春 春宫108图 嗯 李晨愣了两秒 立马手一挥 将小册子收了回去 然后手掌一翻 重新丢了本出来 嗨嗨 拿错了 是这本 今日李晨在朱友简祭拜完后 便感觉到体内多了两个小团 一个便是那春宫图 说是专门给帝王学习后 用来造小人的 毕竟家族延续 对于皇家来说 可是最大的事 不过 李晨考虑到朱友简现在没空 所以暂时没打算给他 先让本老祖替你保管片刻 至于第二个光团 里面同样是一小册子 高炉练铁法 这 这是炼铁之术 朱友简虽然很好奇 那春宫图里的内容 但瞧着太祖那眼神 到底是不敢张嘴 只能是重新看向 太祖掏来的小册 这可是好东西 算是后世的一种 大规模炼制金铁的方法 有了它 大明将再也不缺金铁 瞧着朱友简有些疑惑 李晨黑黑一笑 指了指小册快速解释道 他也没想到 这死了几个月的系统 竟然还能给这东西 果然 在垃圾的系统 那也是系统 以后多来点 老子就不问候你了 什么 炼制金铁 还是大规模 这 仙法呀 朱友简一听 竟然是能大规模 炼制金铁的技术 那眼睛差点没瞪出来 他已经不是几个月前 刚刚登记的 萌星小皇帝了 金铁对于大明来说 那可是绝对的战略物资 刀剑盔甲 火冲 枪炮 这些全都需要上好的 金铁来打造 如果真的能大规模生产 金铁 那对于大明的战力提升 简直不可估量 什么仙法 这叫科学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格物之道 这东西 一定要好好把控 千万别流传出去 只要运作得好 咱估计最多两年 整个大明朝的武器 都能换一场 而且也可以加快 火虫大炮的普及 先罚 李晨不懈地撇了撇嘴 这才哪到哪 要是让朱尤俭知道 后世的飞机坦克原子弹 怕不是能把下巴掉地上 是 太左 这东西 我会亲自安排人去弄 绝对不会流传出去 朱尤俭小心翼翼地 将小厕子塞进了胸口 随后才很是严肃地答应到 他又不傻 这等利器 岂能让他人知晓 那就好 等工厂搭建起来 就让徐光启负责吧 也该搞一个 大规模流水化的军工厂了 建筑油简如此上心 李晨很是满意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有了今天 大明的火器 终于可以迎来 突飞猛进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 连后续蒸汽机的研制 也有了依障 要不然 就算把蒸汽机搞出来 没有足够的钢铁 也没法去铺设铁路 就现在大明这链铁技术 全国加起来的产量 都还没后市 一个小链铁厂的产量高 真要一根一根地 去折腾那铁路 也不用搞了 好 不过这徐爱卿身上的活 会不会太多了些 又要管土豆番薯 又要管火冲火炮的改良 现在又塞给他链铁法 我真担心他吃不消 听着又是徐光启 猪油简不油地摸了摸头 这安排好是好 但问题在于 徐光启他就一个人啊 总不能砍成八段来用吧 没办法 大明朝的能人就那么多 谁叫他是六边形战士 能者多劳 不过 你倒是可以给他开个特权 让他可以把自己的什么 师兄徒弟 全拉过来干活 待遇网高了给 只要钱到位 能让莫推鬼 你记住了 对于他们这种搞研究的人来说 从来都不会怕活多 只会担心 这研发用的资金不够用 只要钱管够 他们能睡在工地上 李晨当然也知道 这么用 徐光启不太地道 想了想 这才又给了个办法 有道是物以类聚 大佬的朋友 基本也是大佬 那就让徐光启自己去拉人 皇家负责给钱就行 随着祭奠结束 京都也正式进入到了一年中 最为热闹的几天 到处都是红红火火 喜气洋洋的人们 而在距离京都不远处的白鹤村里 今日一早就有人驾着十几辆马车进了村中 奉陛下令 为庆贺新年 凡金银将士可再次领取白鹤无量 腊肉十斤 麻不良匹 烈士家属亦可领取同等礼品 等车队在村中小光场上停稳 为首一人拿出个小锣 一边敲一边喊道 什么 礼品 真的假的 好家伙 全是肉和银子 这金银的福利待遇也太好了吧 快 快去叫你爹 皇爷送东西来了 随着那人喊完 周围正围观着的村民们 齐齐瞪大了眼睛 等到反应过来后 各种酸酸的表情 那都快溢了出来 这金银的福利待遇 当真是有些夸张 给钱 给你不说 甚至等到士兵轮换回家休息时 还可以把当日食堂没吃完的馒头 带一些走 那可是上好的白面馒头 过年才能吃着的 结果这还没完 大过年的陛下 竟然又送了东西过来 靠 当真是馋死我等了 啊 队长 你怎么来了 今日不去上坟吗 我去 好多肉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 不多时 白鹤村内七八十名撞小伙 就跑了过来 看着围首那人赶忙抱拳行李 他们本来都在家里躺热炕上休息 听见有人找还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这刚到广场 就瞧见了他们的小队长 嘿 陛下有令让我等尽快将这些过年物资送来 赶紧排队领完 俺还得去下一个村子 快点快点 瞧着自己手下的兵崽子都过来了 那小队长很不客气地招呼了两句 一边说 一边从兜里掏出了一本册子 那些士兵听见也赶忙排了起来 很是激动地伸长了脑袋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很快 随着这小队长一个个点名 在场的七十六人 全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礼品 瞧着手中堆积在一块的物资 这些壮汉们此时全都有些瞳孔为红 白鹤村可不是什么有钱的地方 在进入金银之前 他们中很多都还是单身 虽有点薄田 但也只能是养活自己 不被饿死 然而 自从加入金银后 他们的生活就彻底变了 高额的响应 极为丰厚的待遇 不过短短两个月 他们就成了京都四周有名的香饱饱 每次回家轮休 那说亲的媒婆 都是一趟趟的来 很多人都在这短短几个月内 结婚盖楼 甚至有的都已经造上了小人 正是为家族留下了血脉 而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来自于陛下的恩典 是陛下改变了这一切 作为村里人 他们大都不善言辞 只能是默默将陛下的好记在心里 同时按发是 以后如若真有上战场的机会 必将笑死力 好了 东西拿了就回去用 该天什么天什么 不过别玩得太开心 忘了回营的时间 明年陛下可能要对达子用兵 大家也都趁着这个机会多 和自家婆娘亲热亲热 留下后代 毕竟上了战场那刀剑可不长眼 好了 我再看看 赵小花在吗 那小队长见东西都已经发完 这才开口提醒道 说着 又看了看四周喊道 赵小花 周围正流着口水的村民 互相对视了眼 这才齐刷刷 看向了一侧的某位中年妇女 那妇人听见自己的名字 有些意外 不过还是拘束地 牵着两个小孩 上前了几步 官爷 俺就是赵小花 你赵安有事吗 那小队中 转头看了眼 这才笑着拱了拱手 你丈夫就是孙大郎吧 刚刚不是说了 凡烈士后代 皆可来领取一份 这是你的 收好吧 以后每年都会有 当真是给我的 赵小花看着递来的银钱和肉 愣了好几秒 这才突然跪了下去 声音有些颤抖 民女谢过官爷 快快 都给官爷跪下 说着 还要将那两小孩 给拉地上 啊 那小队长一看 吓得赶忙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摆着手很是无语 大姐 这是皇爷的赏赐 你要谢就谢皇爷 我可没那本事 替皇爷受贵 你要真想谢 就冲着皇宫的方向 磕一个吧 你可别贵我呀 我就是个送货的 这车队里 可还有锦衣卫 她要敢受着 指不定回去要被怎么写 是是是 是名女唐突了 来 老大老二 朝东边磕个头 多磕几个 赵小花听完 赶忙点点头 这才又拉着小孩 朝着东边跪了下去 这一磕就是好几个 只把额头都弄得有些脏了 好了好了 大过年的别搞脏了脸 你们也都听着 大明将士乃是一家 以后在村里 要多多照顾 另外 皇爷有令 从三月起 将在京都周边 修建三十余所学堂 凡军中将士的后代 皆可免费入读 当然 也包括烈士后代 皇爷的赏赐 你们可都听见了 回头训练时 可得加倍努力 那位小队长 瞧了瞧 天色有些不早 这才把最后一件事 讲了出来 学堂 周围本就已经震惊的 步行的村民们 此事已经有些麻木了 读书在古代 可是一件相当吝啬的事情 陛下竟然自讨腰包 公军中将士的后代读书 这可是天大的恩典 我的天 我家小崽子 能去读书了 妈爷 这要是出个秀才 俺家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谢皇爷 谢皇爷 四周村民尚且如此震惊 就更不用说那76名精英士兵了 没得说 打今日起 我们这条命 就是陛下的了 万死不回 而如此场景 不光是在白鹤村 整个大明朝内 到处都在上演着这一幕 锦衣卫和东厂 算是清朝而出了 就为了保证这些银钱物资 能够真正落入将士的手里 一时间 整个大明朝内 那都是一片欢呼雀跃 而在大明朝的北边 和大明国内此时的欢腾不同 皇太极正坐在门板上 脸色阴沉得可怕 短短几日 后京父帝 就被突然冒出来的铭蛮子 给斩杀三千多人 其中不少都是青壮年 花了好几天时间不停打探 他这才知道 原来是那铭蛮子的小皇帝 对他们后京下了悬赏令 此时 毛文龙的皮岛 已经彻底运转了起来 正在将无数杀财 通过各种方式 投到后京的国土之内 该死的铭蛮子 俺敢如此欺辱本汉 区区两万人 就赶来后京劫掠 本汉看他们事都不想活了 沈阳宫内的帐篷中 皇太极坐在守卫上捏着拳 神情极为阴沉 他还真没想到 这铭蛮子会这么晚 大汉 当务之急 是赶紧将四周的部族收入城中 以防被这些铭蛮子 进一步劫掠 他们都是些游兵散勇 没有能力攻城的 大仗右侧 范文成兼自家主子 都快气出心梗了 赶忙跪地给出了建议 然而 这话才刚说完 另一边的阿敏 却是瞪着眼力声道 放屁 要我后京勇士 去学那名蛮子 聚成而守 不过是一群 被前蒙了眼的傻子 直接围剿不就行了 论野战 他们就是一群垃圾 开什么玩笑 进城必战 这里可是后京 连皇太极听完 也都是连连摇头 进城是不可能进城的 他们后京本就擅长野战 现在看着有点惨 那也不过 是被偷袭罢了 真要正面打起来 皇太极相信 那些人绝不是 后京勇士的对手 范先生 我等并非名蛮子 何须一打起来就进城 本来还在琢磨 要怎么报复一下隔壁 现在好了 送上门的人头 这些人既然赶来后京劫掠 想必肯定带有粮草 正好 一举两得 传本汉命令 让后京的勇士们 也都倾巢而出 告诉他们 那些名蛮子身上 有着过冬的粮草 谁杀的归谁 另外 只要是能将人头取回者 赏白银 半两 半两 下面众人不由地 多看了皇太极几眼 奶奶的 这差距有点过大了呀 皇太极间大伙都在偷看他 心里也忍不住苦笑一声 他倒是想多给 奈何手中无钱啊 就这半两的悬赏 都得从牙缝里往外挤 嗨嗨 都看着本汉干啥 还不赶紧的 区区两万人 本汉非得让对面的名蛮子知道 离开了城池 他们连个屁都算不上 被盯得有些难受的皇太极 猛得一拍桌子 看啥看 滚去干活 瞧着皇太极发了火 众人这才纷纷收起了 鄙视的眼神 起身告辞 唯有那范文成 神情有些担忧 他虽然已经投靠了后金 但并不代表 他就是个傻子 皇太极虽然很自信 但他却并不看好 明朝将士的战斗力 是和钱挂钩的 要是真的雷若不堪 红武永乐二朝 为何会能压着草原打 还不是君想够了 呼 怕是要吃亏啊 不过也好 等你们吃了亏 就知道老子的重要性了 一帮没脑子玩意 范文成默默在心里 嘀咕了两句 虽为狗 但作为读书人的傲气 还是让他天然地 看不起这些蛮子 整个后金都是我在C 不听我的 那就等着倒霉吧 事实证明 范文成还是有两把刷子 随着皇太极 将命令传出后 整个后金内部 就在短时间内 掀起了一股杀鸣蛮子的热潮 然而 这热潮仅仅持续了不到五天 就出现了变化 因为出城的人发现 这些名蛮子 貌似和他们记忆中的名蛮子 大不相同 这些人 太狠了 和他们在边关遇见的羔羊 完全不同 这些名蛮子 不光穿戴着十分精良的装备 而且形式手段极为狠辣 投毒 偷袭 下陷阱 各种下九流的招式 层出不穷 而且大部分都擅长丛林野战 只要遇见大部队 就直接躲进群山之中 然后半夜再悄悄摸出来偷袭 如果只是这样 那也就罢了 但更让他们胆寒的是 哪怕他们围住了些 腿脚慢了点的名蛮子 那些人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惊爆了他们的眼球 就昨日 四十几名骑兵 围攻一个十三人小队 而这十三人 竟然借助四周村落的掩体 将这些骑兵斩杀三分之二 据跑回来的人说 这些人不光行动敏捷 还能在野外摆出一个极为诡异的阵法 其手持武器 多为七家刀 勾连枪 短刃枪翼 或者三尖两刃刀 面对骑兵时 进退有度 丝毫不落下风 最后这十三人大杀一番后 全身而退 躲进了群山中 而这还不是个例 在其他地方 虽然名蛮子的人也有损伤 但基本都打出了一比一 甚至一比二的战损比 也就是说 号称天下无敌的后京勇士 在这些游兵散涌面前 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 反倒是被拉扯的头皮发麻 而村落中 对于这些名蛮子 也恐惧到了极点 因为一些极端的名蛮子 在抓住外围的后京族人后 直接是扒皮抽筋 一些被洗劫的村子残的 连他们都不敢进去 这哪是名蛮子啊 简直就是一群 无法无天的野兽 已经有很多部落受不了 开始朝着城内转移了 他们只想远离这荒野之地 要不然晚上是真不敢闭眼 而此时沈阳城内 听着不断会中过来的消息 黄太极坐在木板上 陷入了沉思 他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 眼睛出了问题 这是名蛮子 名蛮子要TM有着战斗力 那往日为何会被他们按着锤 这不科学 一定是幻觉 大汉 还是聚成而守吧 这些名蛮子擅长游击 大部分又都是猎户出生 再加上这高额的悬赏 早已让他们红了眼 和他们硬碰硬不值当 见大仗内 气氛有些压抑 自觉该站出来的范文成 这才吐了口气 拱手说道 早和你们说了 收拢士兵 你们不信 现在舒服了 该死的 有钱了不起啊 这么浪费 本汉倒想看看 那名蛮子的朝政 能支撑多久 去 传令将各地部落收入城中 没本汉的命令 不得外出 皇太极一脚 将眼前的桌子 踹了出去 语气有些暴躁 丢人啊 堂堂后金勇士 竟然被一群名蛮子 给欺负了 当真是丢人 大汉千万别急 这些名蛮子 仗着四周山地 多才能如此行事 硬碰硬 还是大汉的勇士 更胜一筹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想办法 解决这些游兵散勇 我有一计 或许可行 看着已经烦躁起来的 黄太极 范文成整理了一下 衣服略带儒雅地说道 然而等着他的 却是一个飞来的酒杯 赶紧说 再卖关子 本汉砍了你 被酒杯 直接砸出个大包的范文成 揉着脑门 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暴怒的黄太极 赶忙弯下腰 神情惶恐 我不就是想装个逼 咋就直接动手了 一群野蛮人 毫不知脸 大汉 奴才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对方是以皮岛为据点 那我们完全可以对皮岛下手 只要能把皮岛打下来 那不光可以获取大量的军用物资 更是可以拔除掉这颗钉子 而失去了皮岛 那些冥蛮子 再想如此轻易地进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打皮岛 黄太极听完 眉头瞬间拧成了一团 上次攻击冥蛮子的京都后 整个国内的将士损失惨重 皮岛又是一座独岛 四面环海 现在去打 岂不是找死 范先生 这皮岛岂是那么好攻的 我族勇士本就不擅长水战 更无大型战船可用 如何能破支 这话听着就像是放屁 黄太极强压着火 有些不满地看着范文成 你要是说不出个123来看本汉怎么收拾你 奴才当然清楚 那皮岛不太好打 但话又说回来 那毕竟只是一座孤岛 虽有防守之力 但也同样身处险地 如果能切断登来和皮岛之间的运输路线 在勒令朝鲜不得救援 那皮岛必断粮断水 围他个十天半个月 不攻自破 范文成却是很有信心地走到了地图旁 快速指了只解释道 强攻肯定不行 但却可以将其围起来 喂 黄太极盯着地图看了半想 听起来似乎不错 但 没这么多人 就算把族内所有青壮拉上 最多也就能凑出八万 哪怕加上汉奴 也不会超过十万 就这点人 想要同时拦住登来 并围困毛文龙 怕是有心无力 他们后金可不是名蛮子 没那么多人能用 登来守军 虽然能战者不多 但也有近五万的兵力 加上毛文龙手中六万 那就是整整十一万的人马 就他手上这点人 敢摆到中间去 怕不是要被两面夹击 光凭我们肯定是不够 但大汉可以勒令 让周边诸如西伯族等 中立部族出兵相助 如若不出 皆可灭之 光是我们周边 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部族 就能凑出不低于五万人马 有了这五万人 大汉只需再添三万 就可将登来彻底牵制 其余兵力便可全力围攻皮岛 让其动弹不得 可能唯一需要担心的 便是那朝鲜 得先派人让他们臣服 范文成听完 却是笑了笑 伸手又指向了地图上周边的几个部族 光凭后京 确实很难完成这么大的一场战役 但如果再加上周边诸部 倒是应该够了 作为很熟悉大明内部情况的带路党 范文成清楚 此时大明真正能战的 也就那两三支部队 现在白杆军和精英都在守卫皇都 如相声的人 则需要防范蒙古 辽东一地最能打的 也就只剩下毛文龙了 若是能将此人除掉 那局势将瞬间逆转过来 那些部族可不太听话 指望他们拼命不太现实 而且我们也没那么多粮草 范文成说完 前面的黄太极立马有些心动 他是真的看着毛文龙不顺眼很久了 一天天地就知道在后面偷屁股 不把他弄死自家 根本不敢全力进攻大明 只是想要指望周围那些人 出攻又出力 这也是个麻烦事 不需要他们出多大力 作为主力的毛文龙 会被我等围困 他们所需要面对的 就只有雷弱的登来守军 同样以围困为主 不需要他们强攻 大汉只需要许诺 将周边劫掠所得 净数归于他们 这些人必然愿意 至于粮草 既然都已经答应给他们 劫掠所得了 但自然是由他们自己出 范文成却是摇摇头 补充了两句 以现在后劲的战斗力 周边不足不服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若不想被打 只能是乖乖出兵 说完这话 范文成只恨手中 少了一把扇子 这要再摇一摇 形象就完美了 好计谋 范先生不愧是读书人 本汉受教了 那如此看来 最大的问题 就只剩下这朝鲜 皇太极快速将范文成所说的 重新琢磨了好几遍 这才点点头 神情放缓了不少 到底是名蛮子那边 过来的狗奴才 有文化 只是这朝鲜 可没那么好说话 这狗日的 恨不得任大明朝当殿 指望他们配合 怕是难啊 如今大明示威 以朝鲜理事的眼光 应该不难看出 此时的大明 已经没有庇护他们的能力了 既如此 大汉便直言就是 明摆着告诉他 若是赶坏了好事 便会联合周边部族 灭了他家 但若作弊上官 那就算我等欠他一个人情 待到大汉入主中原时 可封其为国公 想来 他们是不敢乱动的 对于朝鲜 范文成也早有了解决办法 此时的朝鲜国力很弱 也就养了不到五万人马 这点人连自保都不够用 若不是大明和后金 再不断拉扯 他一个小小的朝鲜 早就没了 好 威逼利诱 何众连横 范先生简直就是当代孔明 鬼谷在世 有范先生相助 何愁大业不成 这话说得好听 区区朝鲜若是敢坏事 那就顺势灭了 打不过当爹的 还打不过你个龟孙 皇太急看着地图 脸色已经彻底红润起来 好计谋 当真是好计谋 若此继承 毛文龙这货 怕是在劫难逃 范文成见自家主子的心情终于好了 心里也是 尝输了一口气 不由得也有些嘚瑟 孔明 哼 等我福佐等夺取大明江山后 区区孔明一个失败者 又算得了什么 大汉 既如此 我们便可加快行动了 那毛文龙的皮岛 每日都有人敢去投奔 若是真让毛文龙凑齐十万大军 可就是大麻烦了 既然皇太急都说 计谋不错了 那就赶紧动手吧 去掉了毛文龙 等来也就是一盘菜 随便吃 好 本汉这就召集将领 商讨出兵之事 这次说啥也要给那名蛮子一个教训 皇太急捏了捏拳 立马答应 正好也可报一波 沈阳被徒之仇 几日后 大明京城内 朱尤俭此时 还并不知道皇太急的打算 他正看着毛文龙送来的战报 一脸的笑意 这才短短几日 后经那边便已损失惨重 光是目前被割回去的 就有近六千人 据战报上说 那些杀财涂掉了近百个村落 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别说活人了 连蚂蚁窝都给烫掉 而更让朱尤俭意外的是 这些游兵散勇 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从折子上看 这后经打子 可是把大部队派出来 准备抓猪 结果 人没抓到几个 反倒是自己折了不少人手 眼看着好像打不过 现在已经开始 将人尽数往城内收拢了 好啊 打得好 之前一直是这些混账 游击我大明 搞得我大明边关鸣不聊生 现在终于可以让这些混账 也常常被游击的感觉了 朱尤俭看着这战报 只感觉一股爽气 直冲天灵盖 输他 虽然这也代表着 小几十万两出去了 但朱尤俭觉得很直 这才是他心目中 大明朝应该打出来的战况 太祖 这打子怕是废了 本就平洁 现在还不敢出城 要不要多久 我看都得饿死 片殿里 朱尤俭在看完后 很是兴奋地朝着太祖说道 旁边 正在帮忙批奏折的朱尉剑 同样神情激动 那可是困扰边关 好多年的打子 结果在太祖手里 硬是没能翻起什么风浪 现在更是被压的 连城门都出不来 这样看的话 怕是没几天活路了 正常 别忘了 毛文龙手中 都是些什么人 其一位东将军救部 常年和打子作战 血仇很深 其二是之前破审阳时 从解救出来的汉奴中挑选的壮士 这些人更是恨不得 把打子的脑袋砍下来 当球踢 哪怕是近日才去的那些游兵散勇 大多也是从辽东周边地区过来的 十个里面 估计有九个都和打子 有着大仇 咱估计有一些人都不是抱着赏金去的 就只是单纯想要杀打子为父母兄弟 欺女侄报仇 就这一帮子人 去了厚金的地盘 根本不会有任何留守的可能 打子那边以为来的都是羔羊 结果撞见了才知道 这是一群已经被仇恨彻底激发的杀神 再说了 真要论狠 这偌大的汉族又岂会比他们差 也该让他们回忆一下 被汉族支配的恐惧了 这战报里程也看了 并没有任何意外 毛文龙手里的那支东将军 估计是现在大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就算是金银已经开始整顿 短时间内想要追上东将军的战斗力 也很难 尤其是这悬赏另一出 等到毛文龙将其中精锐人士收入囊中后 其战力还会飙升不少 这可都是见过血杀过人的 不过 还是要让毛文龙多做准备 后金并没有彻底失去战斗力 小心他们狗急跳墙 那些游兵散勇仪少对少 自然没啥问题 但如果真的撞见后金主力 肯定不是对手 说到这 李承摸了摸下巴 又开口补充了两句 那群打子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得小心他们玩什么花招 太祖放心 我会叮嘱毛文龙 小心行事 但想来那群打子 也拿毛文龙 没什么办法 皮岛四面环海 外加周边还有登来守军可以支援 除非有大型舰队围攻 要不然想拿下皮岛 基本不可能 朱有俭点点头将太祖所说记下后 这才又笑着摊了摊手 皮岛那地可是一手难攻 达子又不懂什么造船之法 只能是看着皮岛骂娘 嗯 倒也是 不过 你倒是提醒咱了 咱没记错的话 朱老四的正和宝船图纸皇宫里 应该有吧 那玩意可是很重要的 可别丢了 一听见船这个字 李承突然一拍脑袋 转头问道 如果说 大明最让人遗憾的是什么 那肯定就是近海政策 如果没有近海 靠着朱老四留下的家底 此时大明的航海业 怕是已经超过西边老大一截了 正和宝船 我记得 那图纸应该是在永乐大典里 太祖是要重启宝船的建设吗 朱有俭愣了下 思索了好几秒 这才回答道 宝船是他家老祖搞的 不用想 肯定是被收录在永乐大典中 难道太祖现在就要准备造船了 嗯 把图纸找出来整理好 先组织人手 去一趟天津 挑选合适的造船点 这造船厂一定要大 建好后 就先以正和宝船的图纸进行制作 这件事千万别耽误 海军的建设比陆军更加费事耗钱 但一旦建成 就可惜全天下的财富 这件事就交给玉建区负责吧 毕竟后面打窝国就需要用到这些战船 李晨吐了口气 点头说道 造船厂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要是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支撑 那不管是打谁 都能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 海军这玩意本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训练 越早搞出来 就越能提前享受到好处 一旦海军形成规模 就可以顺势开启海上丝绸贸易之路 那才是真正的聚宝盆 就是可惜了 自己手中并没有风帆战列舰的制作工艺 要不然 就可以从起步开始 就达到世界顶流水准 正和宝船虽然非常不错 但硬帆设计 还是比不过西方的软帆设计 毕竟这宝船是从内陆船上延伸来的 并非为了大航海而生 但李晨也不着急 先积累造船经验 再慢慢升级就行 实在不行 就去国外挖人 总归是能搞定 甚至有可能再过二十年 这风帆战列舰 都得给铁甲舰让路 谢太祖 逐于见见太祖 竟然将这是交给他 脸上立马浮出一丝喜色 这造船厂对他来说可太重要了 毕竟以后能不能打下窝国 就全靠他了 既然太祖如此信他 那他必然会全力去弄 这不光是为了大明 也是为他的后代 嗯 造船厂需要大量的物资 你让朱友简再给你发个旨意 让皇家银行的负责人 配合你行事 顺便就由你来 当这大明皇家银行的第一任总行长 把这事交给朱遇见去做 李晨还是很放心的 顺带还可以 让他监督银行一事 他本就是王爷并不缺金钱 对于受贿这事 抗性很高 再加上有着沃国封地作为诱惑 相信他肯定不会乱来 没必要为了那么一点破钱 搭上自己的前程 大明皇家银行 我 朱遇见邓卓颜 有些不敢相信 他这几天 通过和朱遇见配合办公 早已知晓 这大明皇家银行 是做什么的 那可是未来皇家的钱袋子 据天下财富的地方 太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地方 交给了他 这多少是有点让朱遇见受宠若惊 太祖 我 别废话 咱现在没几个能信任的人 总不能又把这事派给徐光起吧 厂卫虽然能监督 但那帮人抄刀子行 指望他们看账本 那还是算了 所以 咱需要有一个文化人 去帮咱盯着厂子 你比朱遇见聪明 又是皇室宗卿 交给你咱放心 当然为了防止你被忽悠 咱从明日起 传你一套新的记账查账之法 可助你管控全局 见朱遇见想说些什么 李晨直接白手将其打断 现在朝廷内 根本没几个可信的人 那些宦官场位 又基本没啥文化 看来看去 貌似也就朱遇见这小子 有时间了 总不能让朱遇见来管吧 先不说脑子的问题 关键他也没这时间 所以这件事非他莫属 至于记账法 李晨以前在查阅各种资料 和那些轻吹对线时 就了解过一种 极为特殊的记账办法 名为龙门杖 这应该是仲华家 古代最早出现的 富世记账法 大概是在明末青初时期 就诞生了 比起以后 从西方引入的 富世借账记账法 不光时间上提前了几百年 其先进程度还在其上 李晨在查到这个资料时 出于好奇 还仔细研究了一下 没想到 竟然能够在今日派上用场 而他要交给朱遇见的 自然不是最早的龙门杖 而是发展到民国时期 已经趋于大成的龙门杖法 是 太祖 我一定认真学 绝不辜负太祖的一番好意 朱遇见见太祖都这么说了 也只能点头答应 还有朱有俭 你也跟着一起学 这龙门记账法 以后肯定是要推广出去的 你作为最大的股东 要是看不懂账目 回头被人坑了都不知道 另外 等朱遇见学会后 再抽调一些锦衣卫和东厂 先一步学习 见朱遇见不再拒绝 李晨这才满意地挥了挥手 这就对了 堂堂大名诸家弟子 岂能畏畏缩缩的 太祖 我知道了 朱遇见状 也赶紧起身拱了下手 他虽然很忙 但也清楚 太祖所叫绝非凡品 再者 他也不想手下都会了 就他不会 那岂不是丢人 好 不过还有个事 这银行开门后 自然是需要发行新的纸钞 朱遇 咱让你准备的都搞好了吗 看着两人都没啥问题 李晨在椅子上扭了扭 这才又问了另一件事 受限于古代的技术问题 这银行是不可能走存折路线的 只能是继续选择发放纸币 既然是发放纸币 这房伪就非常重要了 太祖 我已经让锦衣卫 寻来了全国最出名的六名制纸大师 就这几日 便会有第一板纸币的底纸出炉 按照太祖你说的 拥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并且不易被其他东西污浊 你要的那些矿物 我也凑齐了 晚点就能送来 朱友简摸了摸下巴起身 回答道 早在银行创立时候 李晨就已经让他悄悄去成立了一个 制造钱币的部门 专门负责研究一种 拥有一定防水防务能力的新式纸币 并且给那些造纸大师 开出了最高自觉的世袭爵位 这可是铁饭碗 那六名大师傅也很给力 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 就直接睡在了造纸厂里 带着几十名锦衣卫不停地研究着 根据各种古法 以及他们自身的手艺 已经快搞出第一版合适的纸张了 好 记住 只要纸张确定 这六人以后就只能住在京都了 除核心人员外 任何人不得随意接触这特殊的造纸术 给他们安排24小时侍卫 并安排专人 伺候日常起居 听着这个消息 李晨脸上立马露出了一丝笑意 越是了解历史 李晨就越不敢小瞧这些古人 尤其这还是种花家的老祖宗们 单论创造力 他们如果说第二 那就没人敢成第一 这个我知道 听说这新纸币的防伪 一共采用了36道工序 其纸币本身的造价都相当高昂 而且还采用了各种内压密压的方式 填入其中 相信短时间内 不会有人能仿制出来 对于新纸币朱油碱 那也相当上心 这兑换的可都是国库的钱 出了差错 那亏的只能是朝廷 嗯 那就好 不过短时间肯定不够 咱让你收集的那些东西 就是打算再加一道保险 你去搞定纸张 咱来搞定变色油墨 相信有了这油墨 只要秘方不外传200年内 都很难有人仿制 没错 让朱油碱收集的那些矿物 就是为了制作变色油墨 这东西难度并不高 李晨自己以前就搞来玩过 不过是将一些光明的矿物 按照比例混合起来就行 只要能搞定这变色油墨 李晨琢磨着 至少在信息化开始之前 应该很难有人将其破解 变色油墨 那是什么东西 能变色的墨水吗 朱油碱听着这极为陌生的词 微微歪了下头 天下还有能变色的墨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了 没事的话就都散了吧 毛文龙那边要是有什么消息 记得立刻通知过来 咱这眼皮一直跳 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李晨黑黑笑了两声 并没有多解释 等弄出来后一看就知 朱油碱两人见状 也没多纠缠 又闲聊了一会 这才告辞跑去批阅奏折了 则 哎呀呀 总算没人了 今日无事 勾拦听去 娘的也该好好享受下了 等到两人走远 李晨这才伸了个懒腰 笑着往宫外飞去 这段时间 他精神都一直紧绷着 好不容易空闲了些 李晨决定出去放松片刻 要不然天天在宫里憋着 旁边还放着朱老四的画像 迟早要憋疯掉 当然 李晨可不认为这是去腐败 只是去批判一下 封建社会下的各种不良风气 好为后续的改革做准备 短短五日后 随着朝堂再度开始运转 朱尤俭就已经明显能感觉到顺手了许多 不过这日大朝会上 朱尤俭坐在椅子上 看着下方只剩下不到二十几人的队伍 还是没忍住 缓缓吐了口气 还真是大清洗啊 算了 先盘点下手中能用之人吧 从今日起 这朝堂必须要改天换地了 虽然人是少了不少 但朱尤俭此时 至少是看着顺眼了许多 目前的那个首府温体人 已经彻底倒向了自己 将世家视为茅房的粪坑 丝毫不敢沾染 而赐府之中 又以施奉来为主 这人之前乃是燕党 而现在燕党偷偷为忠贤 对他那是毕恭毕敬 自然施奉来也是 站在自己这一头的 至于其他赐府 周延如被杀后 其余几人便被他直接解散 将位置空出来 留给后续有用之人 而六部中 吏部尚书周家摩乃是老陈 当年被魏忠贤陷海 在太祖没醒来之前 他便将此人官复原职 此人按照太祖所说 可用 历史上 他曾弹劾前国公墓昌作 轻占明天八千余寝 对于外部 也一直是主战之人 算是少有的有骨气的文臣 护部尚书 这头是郭允厚 虽然屁股也不干净 但至少要比周围那些混账 好上不少 而且 此人是老狐狸 对于朝堂局势 动若观火 这几个月下来 护部在他的整顿下 已经肃清了许多 既如此识向朱有俭 便暂时不准备动他 至于其他几部 礼部尚书黄景 算是目前 众人中最为奇葩的 此人似乎是海瑞那种人 在魏忠贤当道的时候 他便是刚正不阿 绝不服拥 听太祖说 此人在京都被破后 毅然再度出山 辅佐南明君主 然他能力有限 并无法力挽狂澜 不过一直到南明覆灭 他都没有和清廷 有过任何合作 算是忠臣了 兵部尚书崔承秀 此人得患 这祸乃是燕党五虎之首 如果只是这样 朱有俭也懒得动他 毕竟燕党什么的 他现在还真待怕的 但问题在于 崔承秀此人并无多少能力 而兵部又总管天下兵马 已经完全认识到 兵权重要性的朱有俭 岂能让他继续掌管此位 刑部尚书逢阴 这人倒也算是可用之人 听闻此人也极为刚正 太祖说过 这祸在以后甚至感应刚温体人 倒是可以用作牵扯内阁的助手 公部尚书张凤祥 这人 有点小透明 连太祖都说 对他并无多少印象 只记得今年后半段 他就寝辞跑了 正好 反正他的位置 已经预定给了徐光启 再加上西厂头头 兼掌印太监的王承恩 东厂头头魏忠贤 锦衣魏头头填耳羹 现在这朝堂 才算是勉强回到了黄泉之下 朱有俭坐在高位上 默不作声 一双眼睛不断扫视着下方 而下方百官们 则全都低着头 不敢轻易出声 又过了好一会 朱有俭的声音 才从上方传了下来 各位爱卿 今年便是崇祯元年了 俗话说 一个好的开头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 朕希望今年能够少杀一些人 朕也并非残暴之人 只要爱卿们 能够本本分分做事 你们所要的公民爵位 朕都能给 朱有俭这话说的 还是比较走心 他是真的有点杀累了 虽然在知道 历史上自己的结局后 他变得果断狠辣了许多 但本质上 朱有俭并不喜欢如此 眼下朝堂既已掌握 那或许可以 稍微尝试着 收一收刀子 要不然 这朝堂上人人自危 也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 朱有俭虽然说得不错 但下方百官们 除了答应了一声以外 并无多大反应 哪怕是温体人 此时也都是一副 我听见了 但我又没听见的表情 信你 指不定明天就去中一次报道了 则 行吧 既然各位爱卿都无话可说 那朕就再说两句 今天 是崇祯年后的第一次大朝会 朕不想动刀 所以 朕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觉得自己庸弱 不堪大用 随时可以站出来请辞 朕不管你们之前做过什么 既往不救 但朕也把丑话说在这 若是告老还乡后 敢祸害百姓 朕必将恕罪并罚 同样 如果觉得自己渔国 渔民还有用 那从今日起 就给朕在位置上好好干活 不得再行贪污受贿之事 朕会给你们施展胸中报复的机会 让你们成为全天下读书人的榜样 干得好 不光可以进内阁 更是可以封国公 入忠义词 朕会在忠义词内 单独设立一地 设为朕这一招的 林烟阁 和那盛世大堂一样 共有24个位置 文臣武将皆有机会入阁 名垂青史 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 大半 点箱吧 你们有一炷箱的时间考虑 什么 朱油简话音刚落 下方百官们 齐刷刷抬起了头 哪怕是温体人这种千年老狐狸 此时瞳孔中 都散发出了一丝害人的光亮 林烟阁 林烟阁 他没听错吧 若是能入此阁 死而无憾 正坐在大殿房梁上的里晨 瞧着下面陡然一遍的气氛 不由地轻笑了笑 儒家虽已腐朽 但有一条却是深入了所有读书人的心理 那便是 寒窗苦读十余年 风向拜侯入史书 大唐林烟阁内那24人有多大声望 作为读书人的他们比谁都清楚 如此大的功名 何人不想要 李晨正式抓住了这一点 再度让朱油简给他们画下一张大饼 一张足以让所有读书人疯狂的大饼 陈虽老 但依然有一颗全权报国之心 若陛下不弃 臣愿笑死力 率先跪下的便是温体人 作为首府 外加左驻国 如果真的开设林烟阁 他可以说 距离进入此阁 只有一步之遥 如此大的诱惑 压根容不得他有任何矜持 当即跪下 表明了忠心 只要皇家不嫌弃 他能在这首府的位置上 干到死 中军报国 乃是我们读书人的本分 陛下无需纠结之前那些败类 臣必忠于陛下 老臣尚绝有力 岂能在国家危难时退缩 陛下若有需要 尽管吩咐 臣等愿辅佐陛下 臣不朽伟业 温体人此话一出 就像是信号般 引起了无数附和 一些本有退出之意的官员 此时也全都收拢了心思 退 退个屁 现在朝堂上官员空缺极多 不光内阁缺人 连六部核心位置都缺人 虽然给这位陛下打工 是有些危险 但 那可是林烟格啊 谁又能放下这等诱惑 能在几个月的朝堂大逃杀中 活下来的众人 谁不是几百个新眼子 他们虽然是不喜欢 朱尤俭疏远读书人 和宦官武将走得太近 但以他们的眼光 自然也能看出 朱尤俭并非暴君 朱尤俭所杀之人 全为贪官兼狗 所用之人 即是真才实干 只是之前碍于党争 他们嘴上是 绝不能认可这些人 自然也不会说 陛下是明君圣主 然而现在 局势彻底不同了 陛下所花大饼 已经大得 让所有文臣 都无法把持 在林烟格的诱惑下 后续朝堂上的文臣们 都会是互相对立的存在 毕竟人人都想进去 但却阁楼里 只有24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 如果所有文臣 都不甘于他人之后 又如何能结党 送你进去了 老子在外面干瞪眼吗 所以 只要还想往上爬的 此时非但不会退 反而会越发凶猛地往前挤 再说了 他们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熬到当下这位置 还逃过了前几个月的 朝堂大屠杀 此时要是退了 那前几个月 岂不是白被担惊受怕 那可就亏大发了 至于屁股不干净这事 反正大家屁股都不干净 要死一起死 他们现在只能是再赌一把 赌只要好好干活 那朱友简就不会翻旧掌 再者 一些文官本就无意党争 只是之前的朝堂 若不加入某个派系 基本混不走 这才被迫卷了进去 现在 终于有了施展兄中报复的机会 岂能一走了之 他娘的 拼了 先入六部 再进内阁 当上左驻国 入驻林燕阁 只要胆子大 温体人都给他薅下来 臣 愚钝 想辞去兵部尚书一职 还请陛下准远 而就在文官们表着忠心 不断拍马屁 身怕慢一步被筛掉时 一道违和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这一下 原本热闹的朝堂上 瞬间安静了 一道道杀人的眼神 疯狂朝着开口那人 汇聚而去 朱友简也愣了两秒 看着跪地请辞的崔承秀 有些意外 他原本还说等会找个借口 把他给卸了 没想到这人如此拾去 竟然自己站了出来 崔爱卿 你确定 要是今日请辞 这兵部尚书之位 可就要让给别人了 你可想好 敲了敲龙 以朱友简不由地问道 旁边 温体人等人的眼神 已经快凝成刀片了 该死的烟党 你若是赶快 我等入林烟阁的机会 老夫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放过你们 陛下 臣想好了 并非陛下的问题 是臣愚钝 实在无力担任 这兵部尚书一职 如今天下未定 还请陛下派有 十支人接管此位 臣只想告老还乡 不再插手着朝堂之事 崔承秀却是很干脆地 将官帽摘了下来 眼神隐晦地 看了眼不远处的魏忠贤 这才拱手回答道 上方的李承 默默看着这一切 立马懂了 看来是魏忠贤让他辞的 显然魏忠贤是看出 朱友简要收拢兵权的决心 即如此 崔承秀的位置 必然会成为朱友简的眼中钉 与其让陛下动手 不如主动退下 留个体面 好 既然这样 朕同意了 崔爱卿再朝这么多年 也算是劳苦功高 朕赐你白银五千两 你做养老 退下吧 算你识趣 朱友简点点头 导也没再纠结 看在你如此懂事的份上 滚蛋吧 谢陛下 崔承秀深吸了口气 磕头谢恩 然后起身毫不留恋地 离开了这朝堂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但他有自知之明 以他的才能 注定无法在今后的朝堂上 站稳脚跟 既如此 还是早早脱身为好 不出意外 这往后朝堂上这些文官们 必定会打成一团 老臣也想请辞 还请陛下准许 然而这还没完 公布上书张凤祥 此时也站了出来 想辞职走人 这下朱尤俭更猛逼了 咋回事 心想事成 好事成双 先不说朱尤俭内心的喜悦 旁边温体人他们已经快疯了 大哥们 你们要此一会再次行不 如此不给陛下面子 要是惹恼了这林烟阁 指不定就没了呀 张爱卿 你这又是为何 朱尤俭咳嗽了一声 故作疑惑地问道 陛下 老臣不是愚钝之人 而且 老臣和徐光启相熟 也知道他的本事 从陛下急招徐光启 入京老臣就知道 他是来接任老臣的 老臣虽然不解党营私 但也并非栋梁之才 那林烟阁老夫 是没本事进去的 既如此 为何不留个美名 主动将位置让出 也好留个佳话 还请陛下成全 张凤祥摸了摸胡须 一脸淡定地解释道 他本就有意跑路 今日陛下都这么说了 那他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虽然他平庸 但盛在有自知之明 徐光启他是知道的 此人之才 根本不是他能比 更不用说 徐光启 今日所栽培之物 他也有所耳闻 如此神物 由他之手而出 陛下这是在给他扑路啊 既然如此 不走等着陛下抄刀子吗 要知道 他的屁股一样不干净 好吧 张爱卿倒是看得通透 既如此 也赏张爱卿 白银五千两 梁田三百亩 算是挣给你的养老钱 记一词 那便留下官帽 官印退下吧 老狐狸 朱有俭眉头微皱 不过很快便有了决断 算了 看在他和徐光启 相识的份上 饶他一命 不过这一下 六部之中 就缺了二人 得赶紧补上才行 兵部 公部不可荒废 既如此 张国公 就由你出任兵部尚书 从今日起 朕不想再从兵部口中 听见任何软弱之词 首先是管辖天下兵马的兵部 朱有俭看着下方众人 想了想 朝着张国公张维贤开口道 按照太祖所说 明末时期 其实并不缺少将才 但不管是毛文龙义 或者秦良玉 后续都需要去各地助手 算来算去 也就张维贤适合当着兵部上书了 论资历 他祖上乃是成祖爷旗下大将 论能力 张维贤精通兵法 擅长练兵 而且他对大明忠心耿耿 做事又沉稳妥当 正是朱有俭和李晨都满意的大将之选 这 陈以领衔经营 在担任这兵部上书 怕是不妥吧 听见陛下叫他 张维贤愣了两秒 赶忙上前拱手说道 他可是很清楚 陛下对军队的重视程度 这兵部上书做不好 可是要被嫌弃的 而且他是世袭国公 又管着偌大的经营 要是在领衔这兵部之手 怕不是要成为无数人眼红的对象 张国公 你祖上乃是成祖爷旗下大将 这么多带下来 一直对大明忠心耿耿 朕一横扫江外 驱逐达鲁 缺得正是你这样的忠心的功勋之后 当然 朕知道 你畏惧国公 早已封无可封 所以 朕在这承诺 只要你忠于大明 待朕灭了达子后 这林烟阁中 必有你一席之地 同时 朕还要加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做军将之首 总领军政 掌征伐 就是不知堂堂张府之后的你 可敢接此重任 天下兵马大元帅 大元帅 我 张维贤本来还有些紧张的神情 瞬间呆滞了 他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有 被封兵马大元帅的一天 尤其是陛下最后一句 简直是让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空间 他这要是敢拒 岂不是承认自己弱 那等他百年之后 怕不是要被祖上给吊起来打 丢他自己的脸无事 但不能弱了自家祖先拼杀出来的名头 陈灵芷 跪地 磕头 张维贤没有再做任何推托 好 秦良玉 马祥林 刘星座 出列 朱尤简看着张维贤硬了下来 这才笑着又喊了两声 旁边 正一脸羡慕 看着张维贤的母子二人 赶忙出列半跪在地 马祥林更是兴奋地浑身微斗 封秦良玉为兵部左侍郎 兼四川提督 朕今日要组建四项军团 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各自代号 这四个军团将为大明一等军团 福利待遇与金银一致 所以 朕现在赐白杆军白虎齐一面 希望白杆军不要弱了这四项军团的名头 另次秦良玉为世袭伯爵 封号白玉伯 赏白银一万两 良田一千亩 大明不灭 绝未永存 封马祥林为四川总兵 领昭勇将军 你等母子二人 就好好操练那白杆军 赠给你们五万的名额 大手一挥 一个伯爵 一个总兵 外加昭勇将军的名号就出去了 虽然马祥林母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当这些封赏真正到头上时 还是感觉有些不现实 尤其是秦良玉 以女子身 官拜兵部左侍郎 可以说是让无数男子 瞧得目瞪口呆 谢陛下 母子两人激动地跪地磕头谢恩 朱尤俭点点头 又看了眼已经微微着急的流星座 流星座 阵风 以为兵部右侍郎 外加经营总兵 至于爵位 朕以前说过 你得拿五万打子的人头来换 可有意见 没有让流星座多等 朱尤俭停顿了两秒 这才将他的职位告知了下来 最臣 谢陛下 右侍郎加总兵 这个职位可不小了 虽然没有爵 但流星座哪敢贪心 他本就是有罪之人 能高居此位 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好 朕看好你 兵部尚书张维贤听直 朕要加封毛文龙 为皮岛提督 赐东将军青龙齐一面 位列一等军团 加封卢相声为大同总兵 领昭义将军 告诉卢相声 把天雄军给朕扩充到五万人马 朕赐玄武齐一面 也是一等军团 再有 让孙承宗担任辽东大都督 统领辽东一切军务 朕封 他为定国将军 拜二品 朕在给他三万名额 扩建辽东铁齐 赐朱绝齐一面 同为一等军团 另外 朕在从私房钱里 掏出五百万两 交由孙将军 再把登来巡抚孙国珍 以及孙传廷调拨给他 这三位都姓孙 朕希望他们 能如同成祖时期的三羊一般 为朕撑起一片天 叫出张维贤 朱油简巴拉巴拉 又是一通风降 张维贤听完后 暗暗心惊 陛下这手笔 也太大了 不过他对此 没有任何的意见 毕竟托某个战神的福 大明朝的武将功勋 早已腐败 他这个兵部尚书 手中可用之人并不多 陛下此举 也是在为他添加人手 就这一会 大明朝便有了四大军团 而且所选之人 也都是正八经的懂兵之人 相信要不了多久 大明朝的武力值 必然能够恢复过来 呼 倒是差不多了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将领 想来应该可以稳住边关 房梁上 看着意气风发的朱油简 正侧躺着的李晨 不由地倾笑了两声 组建四项军团 是李晨最近才考虑好的 分别是持白虎旗的五万白干军 持青龙旗的五万东将军 持朱雀旗的三万辽东铁旗 持玄武旗的五万天雄军 四军加一块总计十八万 兵不在 多而在于京 李晨相信等着四项军团彻底成型的那一刻 便是后京的灭族之日 妈的 老子现在可是把整个明末时期最牛逼的将领 全部集中了起来 三孙就不说了 秦良玉 马祥林 卢相生 毛文龙 这些哪个不是猛将 除非这后京开挂 要不然必死无疑 本来李晨还想把红城筹拉来 但想了想 最终还是算了 这货到底是降了满清 对于看不透的人 李晨现在一概不想用 当然 除了这四项军团以外 李晨还准备单独再设立一军 用于替代经营 成为新的皇宫禁军 而这支禁军将率先使用 李晨还未传出的新式训练法 以及各种昂贵装备 比如火炮 火冲等 预计每年投入将超过一千万两 这才是以后 朱尤简手中绝对的核心力量 陈林指 张维贤快速上前一步 拱手接下了命令 他能感觉到 此时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不过这反而是让他兴奋了起来 想要入纳林燕阁 岂能容易 大唐二十四宫城里 那些武将若无灭国之宫 都没脸上去 他要是太拉胯 怕不是要被后世所耻笑 嗯 那就拜托张国公了 另外 从今日起 六部将稍作改革 如遇战事 兵部将自动成为六部之首 其余部门 必须优先为兵部服务 同时 兵部独立于六部之外 由皇帝亲自管理 朱尤简白白手 示意张维贤 不用多理 略微思索片刻后 这才继续说道 而这话一出 其余六部的老大 全都愣住了 什么 一打仗 兵部就当老大 这 郭允厚等人 显然有些不乐意 不管如何 他们作为读书人 都不愿意看见兵部崛起 这时就这么定了 有问题也把嘴闭上 读书人管江山设计 军事管国家安危 然 国家安危高于一切 若是有外来之敌 必先灭之 还有就是 金银从即日起 为京都守备军 朕需要重新组建 一支禁军 此军朕已经想好了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 朱家军 持帝王明皇龙旗 或大明江山 此军初步编制为五万人 暂时只招收大明朱家后裔 朕亲自为其统帅 各部不得插手 然而 朱有俭却是没有给他们 任何逼逼叨道道的机会 不习惯 那就学着习惯 反正兵部的权力他提定了 和太祖待了这么久 他也早就厌烦了那些文人毛都不懂 还喜欢指点江山的毛病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文官为笔 武将为道 两者相辅相成 缺宜不可 是 一切听评陛下 臣无意义 一直没说话的温体人 这时候站了起来 第一个表示了支持 既然陛下提升武将地位的决心已定 那就别再拦着了 反正他是无所谓 只要这天下不打仗 兵部就是老二 无非这几年要看兵部脸色形势罢了 但那也好过被陛下记着 回头给自己穿小鞋 温体人这一同意 施奉来也赶忙上前一步 奶奶的 这舔狗动作是真的麻溜 不过 陛下今日封这么多将军 怕是又要引起外界那些读书人的不满了 唉 罢了罢了 陛下威望已成 连周延如都没能把他拉下水 他施奉来可没那么大的胆子 拿九族开玩笑 既如此 那就听军命 为军分忧吧 文官们再无异议 这下张维贤算是彻底成为了皇帝之下的第一人 不由的张维贤脸色又是微微一苦 自家老祖保佑 保佑我这后世子孙能不负陛下的期望吗 他娘的 回去就把老祖留下的兵书全翻出来 老子要复习 嗨嗨 兵部一事就先这样 接下来是公部 徐爱卿何在 兵部弄到这基本就OK了 接下来就需要时间来证明太祖的眼光没有错 比起这个 朱尤简更看重的还是公部 陈在 后面 一直没说话的徐光启整理了一下衣帽站了出来 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要升任公部上书 不由的心里有些忐忑 徐爱卿 朕本来是打算等你培育好那两种梁后再加封于你 奈何现在公部职位有缺 加上接下来几年大战不断 公部这边绝不能没有领头的 所以 朕今日便封你为公部上书 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新重梁的推广 将土豆和番薯彻底推入大明朝 其次 朕这有一本炼铁法 你拿去后好好阅读 此法可以提高金铁的产量 你学会后 需要将这些金铁用于新式火冲以及火炮的研究和生产 朕听闻你和西方那些人比较熟悉 既如此 你可以联系那些人去采购西方的火器 买回来后 加以仿制和升级 同时 朕需要你大兴格物一道 深入研究算学 天文 地理 机械等诸多领域 朕许你举荐的权利 公部之内所有的职位朕不会管 力部也管不着 你自己去挑人 把你的同门师兄弟都给朕叫来 朕每年还会给你五百万两白银的研究费用 保证这福利待遇 全国最好 这些钱你尽管拿去用 朕就一个要求 以最快速度 把上好的火器给朕搞出来 五百万两 又是五百万两 别说是徐光起了 周围的同僚们 全都是倒吸一口气 满脸复杂 这徐光起又是谁 为何会如此受陛下喜爱 陛下 臣臂不如使命 就是不知 陛下需要什么时候 用这些火器 若是急需 臣三个月内 必能拿出小改后的成品 但如果想要大规模优化 那所需时间和金钱臣 无法估量 徐光起作为搞研究的 听见那五百万两白银后腿 都磨不动了 这不就是他一直想找的 甲方爸爸吗 同意 必须同意 他本就苦于无钱研究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 他说什么也不会放过 朕的朱家军 需要三个月时间来筹备 既如此 就以三个月为限 先小改一下进行生产 等后续有了重大突破后 再做替换 对于火冲和火炮 朱油简肯定是急着要用的 主要是太祖那边 已经劳到很久了 动不动就是一句 真理在大炮范围之内 要不就是大慈大悲 加特灵菩萨 一息三千六百转 朱油简也听不太懂 但能感觉到 太祖对火器的重视程度 既如此 那就弄 砸锅卖铁 也要搞出来 陈灵指 三个月吗 徐光起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答应 那自信的神态 也是让朱油简更加喜欢 看看 这才是朕想要的人才 而就在朱油简琢磨着 要不要再给徐光起 发点奖赏时 突然 一传令兵冲进了大殿 爆 锦衣卫急见 后经打子方向 开始聚集兵马粮草 裹挟周边二十三个大小部族 起兵十三万有余 恐有大动作 什么 朱油简原本的好心情 顿时没了 他娘的 还真让太祖给猜着了 这帮混账 果然要搞事情 朱油简现在 对于这达子的恶感 已经快压不住了 这狗日的是真会挑时间 上次是趁着他刚登机 想跑来周边打草股 这次又是在大过年的时候 过来找麻烦 怎滴 这么会挑日子 咋不给自个算上一挂 看看你们这帮混账 什么时候死 十三万 后经打子 乃来的十三万人马 陈估计也就七八万人 其余的 都是各部落凑出来的杂牌 刘星座听见的第一反应 就是摇头 随即上前一步拱手道 作为目前朝堂上 对后经最为熟悉的人 他太清楚 后经那点家底了 七八万 这里面应该还有汉军八起 真正后经主力 估计只有三万不到 问问刘星座 让他分析下后经的动向 这时 太祖的声音 也在朱尤简脑中响了起来 听见后经打子果然忍不住了 李晨倒是兴奋了起来 这些人要缩在城里 那还真不太好办 但既然赶出来 那操作空间可就大了 朱尤简不动声色地 瞥了头顶一眼 这才摸了摸下巴问道 这里面应该还有汉军八起 刘星座 你是这里最懂后经的 说说你的看法 看法 刘星座低头思索了起来 好半天才吐了口气 开口道 陈部觉得这达子 敢再度攻击京城 陛下 你也说了 这里面还有一大半是汉军八起 战斗力并不强 而那各部族 所凑出来的五万杂军 也并非和后经同心同德 陈估计 后经此时起兵 应该只是想解决那些 跑他们家打秋风的人 顺带再截掠些粮草 朱尤简听完 点点头没有吭声 他在等太祖的分析 不过刘星座这话说的 倒也没啥问题 朱尤简也感觉 这后经短时间内 应该是不敢再乱来 嗯 暂时看不太出来 这样吧 你先让毛文龙做好准备 再让孙成宗 赶紧去辽东上任 组织周边城防 先用老办法 兼闭亲眼 给朕把边关外围的百姓 都收回来 还有把那些 正在打秋风的 也都叫回来 李晨也琢磨了好久 但暂时没看出 这群达子想干啥 再次接到蒙古 打金多 哼 先不说 金银现在已经 扩充到接近八万人 光是现有的百杆军 就足够将其拒之门外 再来一次 无非还是同样的结局 而且 上一次后经大败后 这次再想接到蒙古 那林丹汉 也不会答应 既然接到不行 那达子 想要攻过来 就先要面对辽东防线 这崇祯元年的辽东防线 可还没有腐朽到 一统就破 尤其是现在 三位孙姓大佬 正在加速前往 有了他们三人坐镇 想进来 做梦 再加上毛文龙 在皮岛上的兵力 后经除非疯了 要不然绝对不敢 正面攻击辽东防线 所以 目标是谁 毛文龙 朝鲜 还是单纯的 只是想肃清下 内部那些游兵散勇 李晨有些想不通 但不管目标是谁 先做好准备 肯定没错 是 太左 朱有俭听完太祖说的 也不由地捏了捏拳 战争啊 可以说 现在的每一场战争 都关乎国运 这一打起来 他是真有点紧张 让毛文龙 先将散出去的人 收回加强防御 通知孙成宗即刻上任 通知登来巡抚孙国珍 现一步收拢百姓 赶紧兼臂清野 不可给达子留下 劫掠的目标 按照太祖所说 朱有俭迅迅速下达了命令 张维贤和刘星座等人 赶忙领命 对于朱有俭的安排 并无意见 现在敌人动向不明 先防守一波 是很不错的选择 反正达子撑死了 也就这点人手 总不能一波打进来吧 朝会开到这 朱有俭便让大伙散去 赶紧做准备 本来还想再说点其他的 现在也没了心情 这后经达子一日不出 国无宁日啊 而此时朝鲜国内 后经的使者已经悄悄抵达 现任朝鲜国君主李宗 在宫殿内进行了接待 对于后经使者的到来 李宗显得有些忐忑 作为发动宫廷政变上位的人 他和前任并不同 从骨子里 他是更认可大名 当自己的大哥 但是现在大哥家情况 有些不太对 所以李宗也只能奉行 不主动招惹后经的政策 期待大哥缓过进来后 带着他嘎嘎乱杀 不知李君王可想好了 大名气数已尽 往后必是我建州女贞的天下 若此时投奔 我家大汉必会重赏 那后经使者进屋后行了一礼 随即便直接到明来意 坐在主位上的李宗 看着这人脸色很是难看 不光是他 周边的文武官员们 此时也忍不住对着这伙怒母而逝 大名对于朝鲜来说 那就是再生父母 岂可反叛 呵 是吗 我怎么听说 等在京都下被打得丢盔弃甲 连贵国的长子都被抓了 就这也好意思说 大名气数已尽 李宗摸了摸胡子 憋了好几秒 才冷笑着开口嘲讽道 我这距离大名可不远 当日你们被追击的时候 老子可是目送你们回去的 自己被打成什么样 心里没点数 就这也好意思 来我这饶舌 区区一次小失败 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这些年的整体交战来看 那名蛮子并非我等对手 迟早是会败的 后经使者见李宗如此不给面子 脸色瞬间阴沉了不少 狗日的 喜欢街上巴士吧 当即反驳了两句 那就等你们打败了大名 再来和本君主说这些 若无事 使者可回了 李宗文言 却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他可不相信 一群野猪皮 能够打进大名 别看大哥现在内部有点问题 但体谅在这摆着的 以小国对大国 要真那么好打 历史上也不会是汉族 在一直主宰中原了 看来贵君主是不信我们 行吧 那此事可以往后再说 不过眼下我等 将在辽东地区展开行动 希望贵国不要出兵插手 若是坏了大汉的好事 大汉能不能灭了明蛮子 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能灭了你朝鲜 见李宗一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那使者半眯着眼 面露降凶光 但最终还是吐了口气 没有再抢球 他也没指望 现在就能让朝鲜来投 只要能确保朝鲜此时 不会出兵就行 你在威胁我 李宗一听此话 瞬间忍不下去了 猛地拍了下桌子怒道 好大的狗胆 你当你是我大哥 敢这么和本君主说话 这不是威胁 只是劝告 大国博弈 贵国想要加奉求生 这我能理解 但可千万别插合进去 否则结果可就难说了 那使者笑了笑 一脸的不以为然 威胁 这还就是威胁 区区一个朝鲜点你脸了 本国虽然为小国 但却明忠义 大明朝代我等如再生父母 若大明有需求 我等必将效力 我可不是你们这种 连书都没读两本的蛮子 当年若不是大明扶持你们 剑奴女真 怕不是还在哪条山沟里捕鱼 妄恩负义 果然是一群蛮夷之辈 李宗深吸了口气 强压下了胸口的火气 还大国 你家算哪门子大国 若不是当年大哥扶持 你算了什么玩意 这么说 李君主是打算和明蛮子 一条路走到黑了 就不怕把你这小小朝鲜 推入深渊 你应该知道 此时的明蛮子 自身难保 没空管你 后经使者这时候也有点怒了 这李宗当真 使给脸不要脸 好好说话听不懂 非要挨两巴掌 老子就算收拾不了明蛮子 打你家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作为大明的附属国 就算大明暂时没空 我等也应该为大明分忧 而不是学你们这样起兵反之 若无忠义 必无好下场 我也想劝劝你们家的那位大汉 既然已经得了好处 最好是见好就收 大明朝的那些皇帝 脾气可一向不太好 既然撕破脸 那李宗也懒得在卖笑了 狗日的 大明乃是我爹 你让老子 反老子就反 李宗的态度很强硬 摆明了 老子就是不听你们的 而这态度 也让那后经使者 是又怒又气 操 那明蛮子 是给你们灌了迷魂药 不知道有句话叫做 时时物者为俊杰 行 今日之事 我们记住了 希望李君主不要后悔 聊到这 这天算是已经彻底聊死 那后经使者 最终也只能撂下 两句狠话 然后摔门而去 他怕再不走 这李宗会把他绑了送出去 这朝鲜的忠心程度 明显超出了自家大汉的预估 说不得要重新做打算才行 一直等到后经使者离去 李宗的脸上 这才散去怒气 浮现出几次忧虑 虽然刚刚那些话说着很提气 但问题却依旧摆在这 此时的后经确实不是他家能够应付的 确 即刻派人联系大明皇帝 就说那帮白眼狼恐有大动作 让他们做好准备 不管如何 我朝鲜必站在大明这边 又过了好久 李宗这才轻吐了口气 下达了命令 下方静等着的百官们文言 也全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默默将刀收了回去 作为大明的小弟 朝鲜的官员们 自然也有着天生的优越感 他们可看不上 那群缺乏教养的野猪皮 不多时 一封密剑便从朝鲜 急速发往了大明京城 等到朱友简收到信件 已经是七日以后了 看着朝鲜君主李宗发来的信息 正在批阅奏折的朱友简 顿时心里一暖 洋洋大明 到底还是有忠意之事 这朝鲜 可比那狗达子懂事多了 若是以后真能解决危机 必中赏之 正在旁边看着地图的李晨 听见这话后 不由地笑了笑 朝鲜确实是大明的铁杆小弟 这点不用怀疑 毕竟大明朝灭亡后 他们还将重振的年号 沿用了两百多年 行了 朝鲜虽然忠心 但实力太弱 他们家也就三万兵马不到 估计连后金的一旗都站不过 这打铁还需自身硬 狗达子是 我们养出来的 就只能靠我们来解决 李晨揉了揉脸 摇着头有些无奈 朝鲜但凡战斗力强点 辽东局势也不会变得如此棘手 也就只能当个气氛组了 撑不起大台面 是弱了些 不过忠心可佳 太祖 你看出什么来了没 朱尤俭捏着下巴表示赞同 若是弱了点 不过这么忠心的小弟 可不多见了 朱尤俭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全力保他周全 这是当大哥的责任 所以眼下这当务之急 还是要分析出 这后金达子到底要干什么 有点眉目了 你看 根据现有情报 后金达子将那各部族 凑出来的五万军队 摆在了边关外围 显然这是想要切断 从内地运往皮岛的补给线 一旦辽东方线全面收缩 周围野地 必将任由打子驰骋 到那时候 一厘米都很难再运入皮岛 李晨轻吐了口气 点点头指向了地图 这几日 辽东地区的情报 一直在过来 随着大把大把的钞票 砸进去 锦衣卫已经开始 展现出争容了 不光摸清楚了 后金的进军路线 还顺带将 大致的部署方案 给寻了过来 显然 那些部族和后金 也并非一条心 锦衣卫找上门去 基本都卖了个面子给大明 切断不及 他们不会是想 强攻皮岛吧 这 这疯了不成 朱尤俭这时也凑了过来 看着地图有些疑惑 切断不及 显然是想针对皮岛 但皮岛四面环海 岂是那么好攻的 这帮狗达子 可没有大船 而且本身 也不擅长水战 不一定非要打 如果后金 把主力部署在皮岛周围 进行围困 你觉得 毛文龙手中的粮食 能撑多久 围困 朱尤俭愣了两秒 神情陡然严肃了起来 这 能围住 皮岛距离陆地并不远 还可以得到山东半岛 登来二洲的水陆支援 更不用说 后面就是朝鲜 如何围困 应该围不住吧 朱尤俭看着地图有些紧张 毛文龙手中的东将军 可是目前大明朝 最为精锐善战的军队 一旦皮岛出事 那整个辽东战线的防御压力 便会陡然巨增一大截 皮岛确实能够得到二洲的支援 但问题在于 这后金达子 可能等的就是你的支援 整个辽东防线 总兵力也才五万 分散到各个节点后 兵力更是松散 只能是借助城防和图堡进行防御 两洲如果想要支援皮岛 不管是运兵还是运粮过去 能抽掉的人手都极其有限 我们就算一万人吧 后金此时主力还有八万 都在用于围困皮岛 就算后金再如何不擅长水战 八万打一万 那都是随便打 别忘了 我们也不擅长水战 他奶奶的 要是朱老四的正和监队 还在就好了 李晨微眯着眼捏了捏手背 后金这行动 一看就是有人指点 范文成吗 倒是有两把刷子 就是可惜 这屁股做歪了 李晨的话 让朱友简更紧张了 看了看地图 他也发现 太祖这话说得很对 二洲虽能增援 但所能动用兵力有限 一旦脱离城镇 那可不就是送人头 要不趁现在 让毛文龙率军撤离皮岛 目前打子兵力 还未不说好 来得及 只要撤入辽东防线 那打子 若是还赖着不走 尽管出击便是 朱友简盯着地图 看了半天 这才有些急迫地说道 东将军不容有事 而且他才刚刚 册封东将军 为四项军团之一 这要被人打没了 岂不是成了的笑话 撤 你小子还是太急躁了 遇见 你来说说看 李晨瞥了朱友简一眼 有些无语 这小子学了这么久 还是这么着急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心乱了 那自然就离战败不远了 太祖 我觉得 毛文龙不能撤 一旦撤走 达子的战略意图 也就达到了 他们必然会乘机 占领皮岛 而皮岛这地理位置 不光对于达子是个威胁 反过来对我们 也同样有很大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 一旦被占领 我们想要反攻回来 难度也很大 毕竟皮岛一手难攻 一直没说话的朱玉剑 看着地图好半天 这才摇了摇头 不能撤 要是失去皮岛 那后面可就太被动了 你看 玉剑都比你看得长远 皮岛是不能丢的 至少不能这么轻易地就丢了 朱玉剑的话 让李晨很是满意 不由地表扬了两句 这倒是让朱玉剑 有些不好意思地饶了饶头 太祖 我虽然觉得皮岛不能丢 但我想不出 如何才能又保住东将军 同时还能保住皮岛 而且我和陛下的看法一样 东将军是要比皮岛更重要 若是只能选一样 我也会选择祈祷保住东将军 这后半截话 立马得到了朱有俭的共鸣 他当然也知道皮岛的重要性 毕竟太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安抚毛文龙 但问题在于 如何同时保住这两样啊 就是就是 若有可能 朕也不想失去皮岛 但奈何东将军更为重要 看着附和的朱有俭 李晨黑黑笑了两声 这家伙倒是符合得快 咱当然知道 这皮岛极为重要 但在做出决定之前 不能过于草率 尤其是这种战略要地 更是要好好思量 不可来点事 就轻易放弃 李晨当然清楚 这皮岛的重要性 历史上 若不是这皮岛卡着 辽东防线能不能抗住 都还是个问题 他想要提醒的是 朱有俭做事过于急躁 一有风吹草动 就准备放弃要地 这也太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都认真听好了 你们的选择没有错 毕竟存人失地 人地皆流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然 放弃要地的前提的是 手中已无太好的选择 尤简 之前咱不是教过你 御事之前先判断 分析对手的意图 那现在 后经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为点打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清点手中 能够动用的所有力量 李晨轻咳了一声 音量拉高了不少 朱尤简和朱玉剑两人 立马脸色一速 认真听了起来 他们知道 这是太祖 在叫他们行军打仗 首先 还是老生常谈的两大点 兵力和粮草 对方共计13万人 粮草最多能维持一个月 而皮岛上的粮草 因为悬赏令的原因 最多能维持15天 这应该是那些 达子看准的点 因为悬赏令 那些初级的散兵游泳 基本都会携带 10日以上的口粮 而这就导致短时间那皮岛上 存粮不多 既如此 我们便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果 那就是 皮岛的存粮不足 若要坚守 就必须要在15天内解决问题 否则一旦断粮 皮岛和东将军 一个都保不住 李晨没有去管 两人神情的变化 快速指着地图分析了起来 打仗先看粮 这是最基本的 有了这个基础结论 那我们所有的计划 都必须要在15天内完成 且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找出一个 能够在15天内解决麻烦的计划 让达子自己滚蛋 第二便是让毛文龙 在两日内撤出皮岛 撤离先不说 如果想采用第一个方法 那这计划的成功率 必须要高 否则很容易 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现在要做的 就是清算手中的所有战力了 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办法 首先 金银有5万 百杆兵有3万 总计8万人马 其次 卢相声那里还有天雄军可以调用 骑兵步兵 加一块算2万吧 再加上毛文龙的5万 以及辽东防线的守军 如果全力施展 我们能集结20万人 这还是没把卫所的兵力算上 从总兵力上来看 我们是肯定有优势的 但问题在于 卢相声那边的兵力 不能动得防着蒙古 京城这边 也需要留最低3万人负责防守 否则就有可能出事 这么算下来 保守起见 我们最多只能调集5万人 支援辽东防线 那家一家 在辽东地区正常情况下 我们只能聚集15万人 在队上达子的13万 这优势就并不大了 李晨的分析非常细致 朱尤检两人 全都听得极为认真 太祖的思路 果然要比他们清晰多了 这么一分析下来 他们也清楚地 看清了整体局势 呼 不好搞 辽东的人马战力不高 毛文龙又被围困 金银又是新兵需要磨练 真正能打的 只有白杆军 且白杆军中有一半多也是新兵 正面打 不一定能打过 朱尤检顺着太祖的思路 总算是看懂了些 顺着太祖的话 往下接着说了两句 说完 脸色更加难看了 虽然达子那边 也是优良参半 但后金和那些不足的人 都是半兵半龙 若都是新兵 肯定战斗力 要比自家猛上一些 在东将军被困疲倒的情况下 就算是白杆军全出 也很难占到便宜 对 说得没错 正面打不一定能打过 而且也不能为了救援东将军 而拼光白杆军吧 那就算打过了 和输掉也没区别 这些达子精明得很 若咱没猜错 这达子的八旗主力 必然是在外围 你想打都打不着 要是用白杆军 去冲击那五万杂牌 狗达子怕不是能孝醒 大不了就退回沈阳 压根不会有任何损失 所以 这种局面非其招不可破 其招 什么其招 见太祖这么说 两人都有些猛逼 这种局面 还能有其招的 不约而同 全都将眼神 对准备了太祖 咱 都看咱干啥 动动你们的脑子行不行 既然正面不可硬碰 那就换个方向 他们之前不是借到蒙古 偷袭了京城 那为何我们不能也借到蒙古 反向袭击他们的腹底 李晨 见两人都看了过来 有些气急 好好用用你们的脑袋瓜子 行不 那不是个摆设 有些无奈地伸出手指 李晨快速在地图上 蒙古所在位置 用力点了点 这局面又不难破 正面不好打 那就不打了 偷他家去 这 太祖 怕是不好偷袭吧 达子的主力 这次可没有深入 就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最多两日 就能撤回腹底 要是一旦 攻城没攻下来 那就要面临野战了 朱尤简听见太祖说的 脸色有些疑惑 不过对于太祖的想法 他却是相当佩服 不愧是太祖 脑子里只有进攻这两个字 只是 这次达子并没有深入 怕是不好偷吧 哼 想要掌握战局 首先就要掌握主动 只要咱派兵攻打他后金腹底 那这群达子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是继续围困毛文龙 还是撤走宝家 而当对手开始做选择时 主动权就已经不在他的手上了 李晨摆摆手 依附你还是太年轻的表情 说着就再度伸手 指向了地图上后金的区域 按咱说的来 首先 派前两万百赶军 外加四万精英士兵 组成正面军团 让刘星座带领 再派出马祥林当先锋 咱没记错的话 前段时间后金 因为没吃的 还截略了林当汉是吧 那路过蒙古的时候 就去通知林当汉一声 让他起四万兵马 随我大名主力 一并杀进去 凡他们所抢的东西 我们一概不要 他娘的 谁还没个盟友了 李晨冷哼一声 开始排兵布阵 首先就是摇人过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林当汉才被打劫完 肯定不介意把东西抢回去 有了林当汉的帮助 那正面军团的战斗力 必然飙升 说完这点 李晨又指向了辽东地区 等这一路大军杀过去后 达子必然会回原 因为他们没得选 不回去家就没了 总不能在皮岛上安家吧 那咱倒是不介意了 既如此 等达子撤走后 立刻通知毛文龙 率领东将军进行追击 再让孙成宗派出一万辽东守军 负责接应并提供粮草 这一次 咱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们 咱在的军队都需要历练 告诉毛文龙 刘星座还有马祥林 从上下两个方向 给咱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给咱在野战上好好和这群达子碰一碰 防守 防个屁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这次李晨说什么 也要给后金达子一个教训 他娘的动不动就举全国之兵跑来闹腾 真当大名无人了是吧 这次不拆他两面墙以后 这群混账还敢这么玩 等到李晨将整个计划说完 朱友姐二人全都倒吸一口气 夹击 这方法当真不错 太祖的战略眼光 确实比他们高出去不知道多少 要这么操作下来 那些达子怕是又要吃个大亏了 至于野战能不能打赢 朱友姐对此很有信心 太祖 我这就去告诉张维贤 让他立刻派军直接北上 默默将太祖所说记在心中 朱友姐猛地一拍大腿 说着就要跑出去 李晨健壮赶忙喊道 记住 后金八旗战斗力还是挺猛的 让毛文龙先干掉那五万杂牌 那些部落不是喜欢凑热闹 那就别让他们回去了 告诉全军 这些玩意的狗头和打子人投掷一样的钱 给咱放开了啥 朱友姐听完也是咧嘴一笑 懂了 妥妥的 冲着太祖点点头 朱友姐这才大步跑了出去 兵贵神速 他们这边也必须要加快了 毛文龙那头支撑不了太久 要以最快速度派兵北上 太祖 要不我去看看 或许能有帮上忙的地方 此时 偌大的偏殿内就只剩下一人一鬼 朱友见见太祖转头看向了自己 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他对于这个状态的太祖 还是本能地有些害怕 然而 太祖却是直接挥手道 打仗的事 你不用操心 今天继续学龙门记账法 这朝堂上你也看见了 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银行这事不能再拖 赶紧学会了 给咱赚钱去 呃 好吧 朱友姐摸了摸鼻子 识趣地坐在了椅子上 太祖都这么说了 那就学呗 相信朱友简 应该不会把事情搞砸 毕竟太祖 都把计划如此详细地告诉了他 这要能砸手里 他不是能把太祖给弃活过来 另一边 大殿中 张维贤被朱友简紧急叫了过来 等到朱友简将整个计划全盘拖出后 张维贤不由地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陛下用兵入神 臣佩服至极 如此必然能解着皮岛之威 还能顺带教训下 那不听话的达子 这计谋当真是不错 压根没给那达子任何选择的余地 就冲这份大局的掌控力 还有观察力 朱友简都当得起 军事大家这四个字 嗨嗨 爱卿过誉了 不过朕有些担心 白杆军还好 东将军朕也有信心 只是此次北上的主力 是金银的四万兵马 一旦后金回原 你们将面对的必然是其主力 能抗住吗 朱友简有些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声 陈寅两秒 这才有些担忧地问道 金银这段时间可是出尽了风头 极好的待遇早已在京城四周传遍开来 但待遇好训练好 不代表战斗力就一定高 这一出门就撞见后金主力 朱友简担心会出事 陛下放心 金银已不是之前的金银了 陈敢用人头担保 这些汉子没有一个是贪生怕死之辈 他们既然是陛下您精心培养的金锐 自然应当打最恶劣的仗 张维贤神情一速 站直了身子 很是干脆地回答道 金银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他自然再了解不过 虽然这支部队中 不少人都还没见过血 但一个个都是绝对的好汉 后金打子又如何 金银从创立之初 不就是为了扫清这些混账 岂能害怕 好 既如此 只要这次能成功凯旋 朕便赐金银麒麟起一面 希望你们别让朕失望 此次 四项军团动了三个 百杆军 辽宁铁骑 东将军 都是战场老手了 作战经验丰富 但朕相信 朕的清军 不会比四项军团差 只要你们 能打出当年金银的风范 未来你们便是 这四项军团之手 四项之手 张维贤捏着拳 狠狠点了下头 这是必须的 堂堂金银 岂能被地方军团给比下去 太祖知道啊 怕不是都得七跳起来 陛下放心 若战败 臣提头来见 节日还未过完 京城内便再度紧张了起来 打子起十三万大军来袭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京城 一时间 所有正在休假的官员 齐齐结束了假期 开始按照朱油简的计划 疯狂加班着 现在的朝堂 虽然人数少了三分之二 但效率比之前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无数命令 从朱油简口中传出 在国内阁六部之手 最后以极快速度 传达到了各地 短短半日 整个国家机器便迅速开动 一日后 经营大本营内 张维贤站在教场的高台上 看着下方的将士们 神情肃然 各位 保家卫国的收到了 今日便是启程之日 也是经营苦等许久的机会 世人都说 经营早已腐朽 但本将军不屑 你们都是本将军 一手挑选出来的好汉 经历了最严格的选拔 拿的是大明朝最好的装备 告诉本将军 你们怕吗 张维贤的大嗓门 传遍教场 而回应他的 则是一声声干脆的怒吼 杀 杀 杀 怕是不可能怕的 他们甚至还有点小兴奋 唯有战 才有功 他们中很多人 已经不甘心于那每月的军饷 人的贪心 都是很大的 钱有了 那就想要功名 功名有了 那就想要绝位 而作为官兵 想要往上 爬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上阵杀敌 这不光是为了他们 更是为了后代家人 好 希望本将军 没有看错你们 那便出发吧 本将军等着你们凯旋 激励的话 不用说太多 适量就好 张维贤抬头看了下天空 这才转头 朝着流星座点了点头 马祥林已经带着百杆军 先一步赶往蒙古 他们得赶紧追上才行 那帮子杀 才可是唱着歌去的 走晚了 怕是连口汤都喝不到 而此时 已经率领军队 正式进入大明地界的皇太极 还不清楚 他家已经再度成为了 大明军队的目标 他现在正站在一条小船上 朝着前方 皮倒疯狂输出 毛文龙 听说你疯了提多 本汉特地来给你道喜了 喝不出来一见 我这可有上好的酒水 另一头 看着江面上 起起伏伏的小船 毛文龙皱着眉 冷笑了两声 来得倒是挺快 不过 你有胆子功吗 哟 这不是皇太极吗 想要和本将军聊聊 可以啊 把你大院送来本将军 就和你聊 至于酒水就免了 本将军对马尿没兴趣 毛文龙作为混混口舌上 自然不会落入下风 这一张口 就给皇太极气得不行 大院你妹啊 一个个都打我大院的念头 过分了呀 呵 毛将军 实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大明气数已尽 何必替那小皇帝卖名 来本汉这 本汉可封你为国公 不气不气 老子不气 皇太极深吸了两口 这才有高声喊道 来之前 他还怕毛文龙提前跑了 那他就只能含泪收下皮倒 结果没想到 这么轻易 就将其围了起来 好好 只要围住了 则计谋可称 至于朝鲜那边 他已经让戴扇 带着一期前去赌门 就朝鲜那点战斗力 压根入不了他的眼 国公 本将军可没兴趣跑 但他臭脚 要不你干脆想来 本将军这正好还缺个养马的 国公 听见这两字 毛文龙直接就是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这国公二字 从你嘴里说出来都 TM掉价 不识好歹 等你山穷水尽时 希望你还能这么猖狂 到时候 可就没这么好的待遇了 见毛文龙 丝毫没有投降的打算 皇太急冷哼一声 暂时也放弃了招揽的想法 等着吧 有你求我的时候 呵 傻逼玩意 跑皮倒来喊话 怕不是脑子被门夹了 看着皇太急 乘着小船溜了 毛文龙摇摇头 不由地暗骂了两句 在被围的前一天 他就已经收到了飞鸽传书 知晓陛下的作战计划后 毛文龙虽然还是有点荒诞 至少镇定了些 呼 希望流星座那混蛋动作 能快点吧 本将军这的粮草 可真的不多了 长吐了口气 毛文龙披着大衣 干脆回屋开始睡觉 急也没用 先养精蓄锐吧 相信流星座 不会让他失望的 而在大同方向 卢相声在看完密信后 整个人瞬间也躁动了起来 他娘的 天雄军也入选四项之一 这可是天大的荣耀 只是 如此大的场面 为何不让他参加 是我家天雄军 比那三位差 连经营那帮毛头小子都去了 简直忍不了 这部 卢相声二话不说 直接发了 飞鸽向朱油简请站 很快就收到了朱油简的回信 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他稍安勿躁 守好这边关 防止蒙古找茬 蒙古 这蒙古的主力 都和流星座一起跑去打劫了 谁疯了 找我麻烦 防空气吗 看着来信 卢相声人都骂了 好半天 才又回了一只飞鸽 给朱油简 意思很明确 兄弟部队 都去了我天雄军 必须得帮衬一下 这样 步兵我一个不动 就派三千骑兵支援 顺带还说 这金银都是毛头小子 他这骑兵去了 也能闻妥点 说来也好笑 这鸽子落地时 正好朱油简 在和张维贤开会 看着纸上内容 直接把张维贤给气笑了 好你的卢相声 首养就明说 别这么不要脸心不 不过最终 朱油简 还是同意了 卢相声的请求 让卢相声 率领三千铁骑 支援流星座 接到命令的卢相声 兴奋地直接连跳三下 快 去取我战甲 再把杨婷林那小子叫来 麻溜的 不多时 门外一小将便跑了进来 看着已经穿戴好 战甲的卢相声 不由得愣了愣 朝廷准了 卢相声咧着大嘴 嘿嘿笑了笑 哈哈 准了 我这就率领三千铁骑 支援流星座 如此大战 我的天雄军 岂能坐壁上官 接下来就有你带我守城 切记要严查边防 不可给蒙古半分机会 卢相声笑呵呵地说着 说完还拍得下杨婷林的肩膀 这 杨婷林嘴角微抽 眼珠子一转 突然拱手 将军 此行怕是要与达子主力对决 你可是这天雄军的支柱 岂能轻易冒险 要不还是你坐镇城中 由末将率领骑兵前往之 话还没说完 杨婷林就瞧见卢相声的腿 已经抬了起来 赶忙闭嘴 朝着旁边躲了过去 将军 我这是为你好 哪知卢相声 却是瞪着眼笑骂道 滚蛋 你那算盘打的 当我听不见是吧 想要军功等下次 现在老老实实给本将军守城 要是出了事故 拿你是问 这臭小子 想上战场 还这么多借口 老老实实待着吧 你也 林丹汉 陛下的意思就是如此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所掠夺之物 按陛下所说 都归你们所有 宽大的王杖内 马祥林坐在一侧 一边吃着羊肉 一边和林丹汉聊着天 他需要在这等等后面的精英 主位上 同样正用小刀切着羊肉的林丹汉 听完马祥林的来意后心里 已经有了决断 那帮混账打子 之前被打回去后 竟然发兵截略了蒙古草原上 大量的牛羊 这无疑是在打他这个大汉的脸 老子可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一群荒野渔夫 俺敢如此欺我 要不是草原格局混乱 他非得要这群混账 好好尝尝马鞭的滋味 自然没问题 本汉也早就想找那皇太极的麻烦 一切都听凭大明皇帝差遣 如果只是他自己 那肯定是不敢和后金打子争斗 但现在 大明朝的精锐尽数出动 不出意外 这后金的老家是要遭殃了 这个时候 不跟上去抢劫一番 岂不是辜负了老祖宗们留下的手艺 抢 必须抢 最好是连羊毛都不给他们剩下一根 瞧着极为实去的林丹汉 马祥林满意地端着麻奶酒 朝他进了进 聪明人 就是懂事 那就有劳林丹汉出手了 对了 这次连带卢相声手中的天雄军 也会参战 有句丑话 本将军要先说在这 陛下肯定不希望 看见在我们两家联手罚金时 还有不长眼的 跑去大同边关稿事 为了我们两家长久的合作 还请大汉 务必约束好手下 既然林丹汉 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马祥林这才又提醒了两句 正喝着的林丹汉 听见这话 不由地善笑了两声 放心放心 本汉已长生天启事 若是有人敢在两家联手之时 攻击大明边关 本汉亲自砍了 他给大明皇帝赔罪 林丹汉说得很是果决 也没有丝毫作假的意思 毕竟这次可是两家组队前往 如果真有哪家部族 乘机跑去打草谷 怕不是这白杆军和天雄军 立马就会持刀把他给宰了 而且他虽住在草原上 但消息并不闭塞 他可不想被大明朝的皇帝 悬赏人头 这草原本就混乱 都不用十万两 挂个五万两 悬赏在他脑门上 那他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那就好 既如此 就请大汉赶紧起兵跟上 本将军一会等到金银后 即刻便会北上 就我们喝酒这功夫 皮倒的毛将军可还被围着的 饭吃了 话也说了 马祥林起身拱了拱手 便准备先行告辞 金银距离并不远 最多两个时辰就能赶来 一旦会合 他们就得以最快速度 从北边攻击后进的边关 好 你们尽管先去 本汉随后就到 林丹汉笑着点点头 并无意义 从北边借到他家 打向后金距离并不算近 大明军队又多以步兵为主 就算是强行军也要五天 他有充足的时间 去召集散开的不足 反正他家都是骑兵 聚拢后很快就会赶过去 两个时辰后 马祥林与赶来的流星座 成功会合 稍加修整后 便裹挟着烟尘直扑后金而去 又过了半日不到 卢相声率领的三千铁骑 抵达了林丹汉的王帐 听闻马祥林他们 正心夜奸诚往前赶着 卢相声想了想 没有着急 而是先在林丹汉这休息了一晚上 再吃掉了林丹汉家不少马草 外家要了一堆肉干 到了第二日清晨 才继续往前追着 而如此大的行动 自然是瞒不过后金的哨兵 乔治这名蛮子 竟然不按剧本来 这些看门瞬间慌了 虽然此次皇太急学聪明了 主力所在的位置 很是方便撤离 但那也只是针对沈阳所在的方向 边关可不在短时间 能支援的范围之内 快 快去通知大汉回原 我们边关的守将 加起来还不到一万 根本防不住 发现明蛮子动向的后金赤后 简直快疯了 他们只是照例在边界 监视林丹汉 但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在这瞧见了 明蛮子的主力 显然 这些人马是冲着广宁 和西平二城去的 必须立刻让大汉回原 然而 在古代这个通讯 极为落后的时代 通讯基本靠马和飞鸽 在跑死了好几匹千里马后 事后的情报 才终于是传到了 黄太极的手中 碰 偌大的帐篷内 黄太极捏着情报 直接将桌上的碗筷 扫到了地上 该死的明蛮子 竟然不按剧本来 如此偷袭 和小人有何区别 四弟怕是得撤了 经营 百杆军 蒙古骑兵 再加三千天雄军 光是这支军队的总人数 就已经来到了十二万 边关两城并非兼城 且守军只有区区一万步道 还多是老弱 这要真让他们杀进去 整个后金腹地 必将彻底乱成一团 下方 戴扇皱着眉 赶忙上前一步劝道 他虽然很愿意 看见黄太击倒眉 但却不能坐视后金境内 被那群名蛮子给杀穿掉 本来就穷 要是编程再别劫掠一番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该死的 这毛文龙 已经成了问中之变 最多几日 皮岛上必然断粮 若是能成机拿下皮岛 那可真是解了心头大患 本汉不甘心啊 撤 黄太极心中有些滴血 范文成所抓住的这个机会 当真不错 就是吃定了此时 皮岛上粮草不足的空岛 悍然发动了围攻 此时 辽东方面的守军 被堵在山海关出不来 外围的城堡 也同样是坚守有余 进攻不足 只要再拖一个星期 毛文龙必然会被困死在皮岛上 到那时候 不管他是举兵突围 还是与皮岛共存亡 对于黄太极来说都是 可以接受的 甚至他都已经想好了 只要冥蛮子敢强行增援 那就在山海关外 和其打上一场 让那冥蛮子 好好回忆一下 被外族支配的恐惧 但是现在 那小皇帝的出兵路线 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这压根就没救援 毛文龙的意思 而是再度起兵 朝着自驾杀了过去 操 被困的可是毛文龙 要是东将军被毁于皮岛 那整个辽东将再无牵制后京的力量 到那时候 这外地老子能一年来食趟 这名蛮子当真是敢赌啊 报 事后来报 白杆军前军已逼近广宁 报 探查到林丹汉有意 好像是冲着那些不足的老家去了 报 沈阳城外 一百五十里地界出现骑兵 全都穿有重甲 应该是如相声的三千天雄军 报 山海关有意 半个时辰前有铁机杀出 斩杀百余人后撤走 然而就在皇太极有些割舍不下时 一风风急报 如同讨债一般 在短短半个时辰内蜂拥而至 尤其是当听见天雄军已经逼近沈阳城外时 皇太极彻底坐不住了 脱毛问龙 还有刘星座这两个混账的符 此时的沈阳城本就破败 要是再让冥蛮子进去烧杀一番 那怕是以后别想再用 大汉是奴才考虑不周 不过还请大汉即刻退兵返回沈阳 都城不能再沦陷 否则后京的威望将彻底成为粪土 周边部族也必会升起二星 一直没说话的范文成 这时也忍不住了 站出来跪地磕头 他此时心里也当真是憋屈的厉害 原本以为能够借助此战拿下茅文龙 并彻底打响他诸葛在世的名号 结果没想到明朝小皇帝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眼下他看了看也没辙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阳谋 要是自家还在这和茅文龙号着 刘星座那混蛋必然能将整个后精灵地烧杀一空 到那时候总不能举家搬来皮捣住吧 而且那几个边关小城也不能出事 否则后京之前从蒙古那里劫掠来的粮草 全都得吐出去 退 必须退 先保家再说其他的 太可惜了 明明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便能报那日沈阳之仇 皇太极瞪着眼脸色极为难看 捏着拳头牙根都快咬出血了 他当真是恨茅文龙恨到了骨子里 还有那刘星座 狗日的 老子不去找你麻烦 你还赶回来 当真欺我后惊 无人不成 传我命令 大军即刻开拔撤回沈阳 命令山海关外的五万人快速撤出 随本汉夹击刘星座 这群人既然赶来 那就别放他们走 毛文龙是杀不掉了 虽然皇太极恨不得弄死他 但和沈阳比起来毛文龙就是个屁 好在这次虽然没有什么收获 但也并无太大损失 就当是活动了下筋骨吧 不过 既然毛文龙这混账 暂时弄不死 倒是可以先去找找刘星座的麻烦 夹击刘星座 大汉 那大军里可还有马祥林率领的两万百杆兵 真打起来 我们的损失怕不会太小 本来还在高兴 皇太极能收住脾气的戴扇 一听这货 还要去夹击刘星座 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奶奶的 那边可是有百杆军在 就算啃下来 他们损失也必然不小 现在家里本就不富裕 能不能别乱搞了 呵 本汉自有安排 传本汉将令 让那五万人先一步出击 拖住刘星座 八起子弟随本汉掠阵 带到对方疲软时 再冲杀过去 谁能活捉刘星座 本汉赏白银千两 皇太极当然知道 这白杆军不好惹 但这忙活了大半天 总不能啥都没捞到吧 先让那五万人去试试 要是实在不好打 他还可以直接 躲入沈阳城内 见皇太极心意已决 戴扇也只能是 拱拱手领命而去 心中对于皇太极的不满 也是越发严重 他总感觉 要是再让这货当大汉 后经迟早要完 皇太极撤走的速度非常快 在决定回援沈阳后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痕迹 毛文龙是一直等到 岸边来了传信的小船 才清楚 这达子早已溜了 靠 跑得还挺快 之前那么牛逼 搞半天就这 得知皇太极连夜跑路 坐在中军大仗内的毛文龙 不由地松了口气 此时 皮岛上的存粮 只够四日的用度 要是流星座那边还没能抵达 那他就要考虑强行突围的事了 这也是陛下飞鸽传过来的意思 皮岛可以丢 但东将军一定要留下火种 毛文龙将军听令 传陛下圣旨 这毛文龙即可率领全军 由皮岛出击 配合辽东守卫 追击后金打子 这次 朕要你们和流星座一起 在野战上好好给后金一个教训 要让后金知道 从今年开始 攻守一行了 寇可往 朕一可往 给朕往死里打 大仗中 负责传令的锦衣卫 手持圣旨快速宣读道 毛文龙跪地听完后 赶忙磕头谢恩 结果圣旨揣入怀中 毛文龙不由地咧嘴一笑 陛下不愧是陛下 文化人 说的话当真是霸气 就这句子 必将名流轻视 那锦衣卫 听着毛文龙拍的马屁 顿时嘴角一抽 好半天才咳嗽了一声 压着声音提醒道 毛将军 这话是汉朝汉武帝说的 并非陛下之言 果然是个魂人 这么出名的话 毛文龙竟然不知来处 当真是让人有些吁吁 啊 没事 回头本将军就去把 写历史的人抓来 让他们改成陛下所处 不改就割了进宫当太监 毛文龙听见此话 脸色顿时红了不少 妈的 太歪了 不过作为混混出身 毛文龙的脸皮 还是相当厚的 这不很快就摸着头 说了几句魂语 磕了 那锦衣卫倒吸一口气 赶紧摆了摆手 你可当真是什么都敢讲 也不知道 陛下是怎么看上你的 锦衣卫眼中的鄙视 自然是逃不过毛文龙的眼睛 不过毛文龙也不在意 作为武将 能打仗就行 其他的 无所谓了 拍了拍胸甲 毛文龙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才朝着门口大喊道 去 泪骨 告诉皮岛的弟兄 想赚钱的 给他们半个时辰准备 那达子装了逼就想跑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今天本将军就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 有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旁边 那锦衣卫小官听见后 又是一抹脸抹脸的神情 这人以后要是回了朝堂 怕不是能把那些文人给欺诈了 不过有一说一 改代还算有两分气势 毛文龙可不知道 自己又被那锦衣卫给鄙视了 在吼完这一嗓子后 直接抓起佩刀 就往轿场跑去 抓鸭子得赶紧 这帮子人激动力不弱 要是让他们归缩进城里 那可就不好办了 走走走 快点 我刀哪去了 谁看见我刀了 你刀不是在你背上吗 老子三把刀 还有一把被哪个瘪犊子拿走了 妈的 再不走一会 就只有挂票了 皮岛内 随着毛文龙一声吼 原本安静的内营外营 瞬间沸腾了起来 尤其是外营那帮子人 本来他们抓鸭子抓得好好的 结果还没爽够 就被收了回来 一时间 这满肚子的火气 硬是没地方发现 只能每天看着海对岸 那厚金鸭子的营地流口水 而现在 机会终于来了 将军 小心些 皇爷的命令是追击 尽可能斩杀 但如果遇见危险 一定要优先保住队伍 东将军此时已是四项军团之一 切不可被人轻易灭掉 港口处 毛文龙已经率先登上了战船 那过来船令的锦衣卫小官 则是站在一旁不断提醒道 只有切身实际地 走进这东将军营地 才算是能真正感觉到 这支军队那强悍的气息 要知道 皮岛已经被围困近七日 但从他登岛那一刻 所看的士兵 亦或者那些游兵散涌 基本是瞧不见任何害怕的神色 仿佛被困的不是他们吧 他还特意去问了几个 前来砍打子赚钱的汉子 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的回答大都一致 那就是 怕个锤子 大不了就是死 死了老子 也能上中一次 血转 作为锦衣卫 他能很清楚地分辨出 这些人并非是在作秀 而是真正地 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这种人是最为可怕的 因为他们连死都不怕 所以他们可以突破任何限制 所行所为 不受任何拘束 难怪陛下如此看重这东将军 一帮狼仔子啊 他是真担心 这帮子人杀上头后 收不住手 最后被人算计 放心 区区达子还灭不掉我们 劳烦你回去告诉陛下 此次东将军 必然会给那厚金达子 一点颜色看看 走 出发 毛文龙听完 却是笑了笑 达子 他这五万士兵 可不是经营那种半成品 尤其是现在要钱有钱后 就算是和八旗主力野战 他也丝毫不锁 后经到处倒腾 才搞来这区区十三万人马 就算是把他包围了 他也有自信 带着部队厮杀出去 说完 毛文龙便朝着船头挥了下手 不多时 一阵阵沉闷的鼓点 便在船头位置被敲响 四周早已准备好的船只 听见鼓声后 纷纷扬起了风帆 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海船 借着风 快速朝着对岸直扑而去 在登陆点上 毛文龙没有选择去山海关登陆 而是直接朝着松山而去 此时 达子的五万杂兵 正在朝这个方向撤离 没得说 先截住他们 那可都是军工和钱啊 岂能让他们跑了 而此时 山海关内 由于孙成宗 还在前往辽东防线上任的路上 所以 此时山海关的老大 是刚刚赶到没几天的孙国珍 作为天启年间 收复澎湖列岛的老将 孙国珍在看见达子准备撤走时 便第一时间召集了山海关的守军 目前辽东防线五万人 有近三万人 驻扎在永平城周围 而这三万人中 就有辽东铁骑的全部主力 共计八千人 此时的辽东铁骑 虽然没有等来大呼有缘重换 但作为辽东方面的主力 装备却并没有差多少 披甲 火器 双马 都是能占之人 再确定皇太急真的已经撤走 孙国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配合毛文龙一举击溃这五万杂兵 苟日的达子赌门也就算了 这些小部族也赶来找麻烦 当真是不给脸了 既然不给脸 那就只能自己把脸给找不回来 此时山海关内 偌大的叫场中 八千名重甲骑兵已经准备妥当 看着面前这八千名好汉 孙国珍不由地生出了万丈雄心 作为巡抚的他 可以说是常年与达子作战 而这八千人就是辽东防线最大的屏障 一直以来 不管是谁掌管辽东防线 都会对这支部队极其爱护 而爱护的后果就是 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让他们放开手去杀敌了 各位 天色已经不早 达子正在火速撤离的路上 毛文龙毛将军也正率领东将军全军 紧急赶往松山 而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拖住那五万杂兵 别让他们跑出锦州 队伍中很多人应该都是好几代 效命于辽宁铁骑 相信你们也感觉到了 当年威震天下打的蒙古蛮族 枯爹喊娘的辽东铁骑 现在已经变成了城里的金戈的 到处都有人说 说我们辽东铁骑早已腐朽 现在全靠东将军 才能守住这辽东一片 你们说这能忍吗 孙国珍站在台上 双手高举 语气有些激动 这可不是他在瞎说 此时的辽东铁骑 已经多年没有大规模出动 周边的各种留言 更是传得满大街都是 尤其是在毛文龙大破沈阳后 更是有人提议 干脆解散辽东守军 让毛将军入住算了 这种话 无疑是让辽东守军的上上下下 都倍感丢脸 但没办法 现在辽东地区能占的主力 就这么一支 必须要护着点用 所以 哪怕被人翻白眼 大家也都在默默忍着 但是现在 今天 机会终于来了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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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国珍一番话 瞬间引起了下方 无数将士的共鸣 他们可是辽东铁骑 世代守护着辽东 这片苦寒之地 毛文龙的东将军是很猛 但他们也不差 好 那就让世人都看看 当年明镇天下的辽东铁骑 还没有死 区区五万杂兵而已 尔等可赶随本将军将其撕烂 看着下方一双双赤红的瞳孔 孙国珍振臂一呼 拔出了腰间佩刀 而回应他的 则是漫天的喊杀声 杀 杀 杀 声浪震天 杀气凌然 好 尔等便随本将军出战 杀他一个天翻地覆 全军列阵 出戒 孙国珍见下方无一人害怕 脸上同样闪过一丝疯狂 他早就想和达子正面来一战了 尤其是这次四项军团齐出 连天雄军的骑兵主力都全部出动 这要是不打出点成绩来 他们有何脸面 去面对陛下所赐予的朱雀奇 此战 便是我等翻身之日 快点快点 别耽误了撤退速度 他娘的皇太极 说来就来 说跑就跑 把我等当成什么了 如此仓皇撤离 对面要是杀将出来 岂不危险 而就在孙国珍带着八千铁骑 杀出山海关时 距离锦州不远的塔山附近 达子那边的五万杂牌军 已经撤到了此处 再往前走 越过小林河 便算是入了后京的地盘 此时 队伍最前面 七八名各部落的组长 正聚在一起 一边撤一边数落那皇太极不当人 大冷天的 不在家里抱着老婆热炕头 跑至地和大明打仗 打也就算了 还非要拉上他们 咋地 要死一起死是吧 要不是打不过这混账 他们早就先捉走了 现在好了 打劫没打到 还和大明交恶 党真是亏成了牛马 唉 没办法 我等距离后京太近了 就算想要投靠大明也做不到 只能是希望这大明朝 不要与我等计较 还是快快撤走吧 我总感觉这外面的风凉嗖嗖的 一名组长长叹了口气后 有些无奈 这就是小部落的悲哀 他们压根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这话说完 立马得到了周围好几名组长的认可 他们本就不想出来 现在既然能撤了 那就赶紧走 爆 传大汉令 命令等以最快速度支援沈阳 拦截流星座率领的明朝主力 必须要将他们拦截在沈阳城外 就在几人商量着 要不要在加快点时 一名传令兵冲了过来 高举着皇太极下发的命令 一听这话 众组长的脸色立马变了 其人太甚 我们已经答应 帮你堵住山海关的军队 你这混账 竟然还想让我们去和明朝的主力死磕 如此行事 当真是有些过了吧 我们的补给粮草已经不多 需要赶紧回到部族 还请告知大汉 就说我等实在是有心无力 众组长互相看了看 其中一人这才吐了口气 抱拳说道 然而那传令兵 却丝毫没有给他们 任何拒绝的机会 直接摇了摇头 大汉说了 众位就算是饿死 也得死在沈阳城外 若是沈阳城有失 而等便准备承受后金的怒火吧 相信各位应该懂的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摆明了 黄太极就是吃定了他们 想不去 那就等着挨打吧 那传令兵说完 也没等众人的回话 直接拍马离开了此地 只留下众组长 脸色铁青地捏紧了拳头 要我说 干脆咱们行军慢点 让流星座和毛文龙 将那黄太极的主力 给直接夹死 听说流星座此行 还带来了蒙古族的人手 黄太极手中那点人 威胁我们够用 但想要打赢 大明朝可没那么容易 就算不死 也会实力大损 过了许久 一人才开口给出了建议 去沈阳城下 和流星座 死磕那肯定是不可取的 与其那样 还不如坑黄太极一手 来不及的 大明军队以步兵为主 又是从蒙古借到过来 就算是强行军 也不可能敢在黄太极 返回沈阳之前 赶到城下 若是我等耽误了 黄太极 完全可以带着主力 躲入城中 流星座此次 是为了解救 被围困的毛文龙 眼下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肯定不会贸然攻城 等他们退去 倒霉的还是我等 然而 这个建议刚说出来没两秒 就被旁边一人给否了 来不及的 而且 哪那么容易就躲过了 现在这大明和后金 他们只能选择一个 眼下大明还无法压制后金 那他们这些闲散部落 自然是不敢得罪黄太极 若是慌乱形势 怕是会迎来杀生之祸 罢了 去沈阳 我可不想被黄太极事后算账 大不了就把手下全拼光 那也能为族中换来十几年和平 终于 有一位族长苦笑着摆了摆手 他已经懒得多想了 说着就要挥动马鞭加快速度 然而就在他准备抽下去时 突然间四周的地面开始微微震动了起来 地面上无数尘土不断跳动着 四周的树木也开始微微摇晃 仿佛有地龙翻身一般 嗯 有骑兵 大家都是混荒野的老游子 立马分辨出这情况是有骑兵逼近 而且数量不会太少 当即就有几人翻身下马 将耳朵贴在了地上 这一下他们听得更加清楚了 马踢上 无数的马踢声正从他们后方直扑而来 快快快 快走 是辽东铁骑 骑兵来的方向是山海关 而明朝在此地唯一的骑兵便只有辽东铁骑 看着架势 估计是清朝而出了 瞬间 一抹恐慌开始在这些不足老大的脸上浮现了出来 辽东铁骑 那可是他们中不少人而识的噩梦 走不了了 对面是骑兵 我们这边有三万多都是步兵 跑是跑不掉的 就地散开 和他们拼了 辽东铁骑最多只有不到一万人 我们有人数优势 听见有人提议要跑 立马就有组长高声反对道 跑个锤子 一群步兵还能跑过骑兵不成 若是不节阵 被骑兵咬着尾巴 刹那才是要出大事 对对对 快传令结阵 区区几千骑兵也敢冲击我们 不想活了 此人的一番话 很快将各个组长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大家都不傻 瞬间反应过来 这就地结阵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否则骑兵冲锋将势不可挡 尤其 这还是他奶奶的重骑兵 一时间 无数命令飞速下达了出去 正在快速撤退的五万军队 接到命令后 也是瞬间炸锅 无数人开始将马车牛车布置在外围 然而 留给他们的时间太过仓促了 远处 某山坡之上 伴随着一面军骑出现 无数黑影如同洪水般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随之响起的还有一声声厚重的号角 不少熟悉大明军队的蛮子 听见此号叫声都不由地浑身抖了两下 那是大明军队发动总攻的命令 此号响起 军队死战 若无骨声 绝不后撤 这只骑兵 是来和他们玩命来了 何为重骑 人马皆披甲 冲锋不可敌 连号称骑兵克星的长枪方阵 也无力抵挡众骑兵的冲锋 古代最巅峰的兵种 冷兵器时期也占的绝对王者 骑兵本就昂贵 众骑更是骑兵中堪称吞金兽的存在 以大明的此时的国力 也才勉强维持了这一支八千人的众骑 而此时 多年未曾上阵杀敌的辽东铁机 刚一冲锋 就展现出了众骑兵团 那极为恐怖的杀伤力 八千人从山坡上俯冲而下 借助地势将速度升到了极致 如同黑色洪流般 在短短几个呼吸内 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前 火气 放 冲在最前面的孙国珍 反手拔出了背后的三岩火冲 在冲入五十米的距离后 立刻激活了火气 四周骑兵 骑骑照作 一时间 漫天的火气声 如同倒到惊雷般响彻战场 只是瞬间 那五万杂兵的阵地上 就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到处都是惨叫和哀嚎 等到三岩火冲打完 重骑兵的头部 已经来到了敌方阵地的最前面 拔刀 杀 孙国珍抽出马背上的长枪 再次大喝一声 控制着战马 从对方掩体的衔接处 冲了过去 只是一瞬 十几名重骑 就在敌人的防线上 撕开了一条口子 而一旦被撕开口子 那敌人将要面临的 便是来自重骑兵的 无情践踏 这些部族本就穷得要死 想要对付重骑 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长柄马刀 针对马匹的蹄子 然而 这些部族连短柄武器 都尚且稀缺 哪有钱财去购置 专门针对重骑兵的 长柄武器 面对已经冲锋进来的重骑 他们能做的 也只有四散逃跑这一条 八千对五万 短短小半个时辰不到 整个敌方军阵 便已被彻底搅乱 孙国珍率领重骑 来来回回冲杀了十几次 直杀的这些人 哭嘀喊娘 奈何 战况虽然不错 但这毕竟是整整五万人 他们能够冲烂军阵 却很难做到全部围杀 撤 快撤 去小灵河 这些骑兵过不了河的 瞧着自家队伍一碰就碎 那几名组长 也立马急了起来 不断下令 让自家队伍脱离大部队 从四周撤走 只要过了小灵河 这些骑兵也就废了 事实上 他们的决定并没有太大问题 虽然五万人 被这八千人马 杀的是头都抬不起来 但仗着人数优势 分开逃窗后 孙国珍也暂时 没了太多办法 猪太多了 抓不过来啊 传令 让队伍以百户为单位 分开追击 哪人多冲啊 不用去管那些落单的 往人堆里打 孙国座只恨 现在手中人手不够 无法彻底 将这些人绞杀在此 若是能再多八千铁骑 他就可以从两个方向 进行穿插夹击 那杀伤力 想想都没得冒炮 可惜现实没有如果 眼下 他也只能是让部队 也散开 尽可能地杀伤 对面有生力量 这一追一逃 便是大半日过去 达子的五万杂牌兵 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角力还是不错的 此时 已有近三万残兵 抵达了小灵河的外围 只要能跳进河里 那些该死的骑兵 就再也拿他们没办法了 快快快 过河 几名组长 此时也都看见了 生还的希望 过了此河 便是后京的领地 皇太极的主力 距离这边可不算太远 而且 他们在被袭击的那一刻 也已经派人先一步 去请求支援 算算时间 应该快到了 只是 越接近小灵河 这几位组长的脸色 就越是难看了起来 因为 在那个滚滚江河的岸边 一个黑脸汉子 正带着一大堆人 乌泱泱地堵在那头 看着那军旗上 袖刻的巨大毛字 这几位组长瞬间明白 是毛文龙到了 该死 怎么来得这么快 完蛋了 我们被堵住了 要不投了吧 这根本打不了 毛文龙的出现 直接让这只杂牌军的士气 跌落到了谷底 不少人 甚至已经想要 丢掉武器投降 后面有八千铁机 前面是毛文龙率领的 东将军主力 这怎么打 他们不过是一群凑热闹的 还真给那皇太 急效死命不成 毛将军 我等此次前来 并没有劫略大明百姓 只是因为那皇太 极威逼利诱 所以才犯下错误 还请毛将军 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 事后 我们一定派遣使臣去京都 给大明皇帝赔罪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作为本地人 他们很清楚 东将军的战斗力 尤其是 现在他们额头上 还挂着悬赏 更加没法打 事气上 就不是一个档次 既然不好打 那就只能低声起降了 大明朝既然是 礼仪之帮想来 应该不会为难他们 放你们过去 啊 你怕不是睡昏了头 当我大明朝是毛测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没劫略百姓 要不是陛下兼臂亲也 而等帕氏早就将周边 劫略一空了 不过 也不是不能放你们过去 一个人头五十两 交了钱就可以活面 毛文龙站在一石头上 杵着刀 很是鄙夷 想走 早干啥去了 不想得罪达子 难道我大明就是好欺负的 简直搞笑 毛将军 你的人手还不齐吧 我想你应该是走水路 赶过来的 就你现在这两万人不到 想要拦住我们三万人 你觉得可能吗 困兽之斗 你应该懂的 五十两 你看 老子这一身肉质五十两不 不想让他就明说 装什么笔 此时 一位组长已经冷静了下来 仔细观察后 立马发现了问题 东将军的总人数 已经逼近六万大关 而此时毛文龙周围的兵力 绝对没有这么多 而恰恰这时 不远处的河面上 又出现了不少船只的身影 立马的 这位组长反应了过来 这毛文龙的主力还齐 他是在拖时间 想来应该是皮倒的船只 无法一口气 将六万人全部运过来 如果就这区区两万人 用力冲杀的话 肯定能活出去不少 哟 被发现了 不过所谓困兽之斗 前提被困得得是猛兽 但你们 冲其量也就是一群 价值无两白银的猪罢了 东将军全体将士听令 奉陛下旨意 诛杀打子 为辽东多年受苦的百姓 报仇血恨 给本将军杀光他们 困兽 毛文龙仿佛听见什么 天大的笑话一般 大笑两声后 猛地拔出了腰间佩刀 朝着前方悍然一指 老子纵然现在只有两万兵嘛 但打你这三万残兵 也足够了 而且 后面的重骑兵 也就要赶到 只要他能拖住 接二个都别想活着过去 杀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东将军中将士 在得到进攻的命令后 一个个如同出笼的疯狗般 嗷嗷叫地就冲了上去 他们早就有些按耐不住了 这哪是人啊 全是长了腿的银子 陛下可是给了 这五万人和打子一样的待遇 相当于这支部队头上 顶着整整二十五万两的悬赏 如此高额的奖励 如何不让人眼红 至于人少打人多 他娘的 那不更好了 少人瓜分人头 岂不美哉 混蛋 这毛文龙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各位组长 既然这货不给活落 那就让他好好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部族勇士 我们联手给他的教训 瞧着毛文龙竟然一言不合 就拔刀砍人 这些部族的头头 也是瞬间火了 狗日的 他们拿中骑兵 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但对付毛文龙手中的步兵 自觉还是有一战之力 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个肩膀 他们又被逼进了绝路 既是困兽之斗 谁赢谁输 还真说不准 好 船本组长命令 冲过去 对对 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些重骑兵 很快就要追过来了 我们必须要赶紧和毛文龙的军队 冲杀到一块 这样那些重骑兵 才不敢肆意冲锋 说的有道理 既是近战搏斗 我们有何拒之 被毛文龙激怒的重组长 此时也发了狠 纷纷传令 让部队加速上前 要战就战 谁怕谁啊 此时 另一边 刘星座率领的大军 现在已经越过了广名 作为北上军团的总指挥 他在帐篷内 和卢相声 还有马祥林 讨论了好几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后京肯定已经得到了 家被偷的消息 既如此 此时毛文龙的困境 应该已经解除 那他们的战略目的 就算达到了 那接下来 他要考虑的 便是后续的攻击目标 各位 现在毛文龙那边 应该已经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便是将这广宁和西平二城 彻底摧毁 然后伺机而动 第二 就是再次强行军 直插沈阳 以我对后京打子的了解 要是继续加快速度 我们可能会获得 大概一天的攻城时间 沈阳城并不算多坚固 且内部防守 也必然空虚 正面强攻 有很大可能 再次将其拿下 只要能拿下沈阳城 我们就可以聚城而守 到那时候 就算达子的主力 到了 也拿我们没法 不过这成功的几率 只有不到五成 万一计算错误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 沈阳城下 遭遇达子主力 刘星座站在地图旁 将他所想的两种 进攻计划 都讲了出来 下面作者的卢相声 和马祥林听完 全都微眯起了眼 按照他们所想 这来都来了 肯定是挑大的打 沈阳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打沈阳 只要这后金达子 没有提前进入沈阳城 那就可以打 甚至可以用沈阳城为诱饵 逼后金达子的主力 过来决战 达子的粮草并不多 若是九宫我等不下 最终也只能放弃 沈阳退守俯顺 或者铁领 到那时候 我等便可以再次 将这沈阳城烧抢一空 而且陛下走的时候 还找我聊了聊 说是上次沈阳城破后 听闻那皇太极 现在只能睡在木板上 这让陛下非常生气 还说毛文龙做事不妥当 竟然还留了木板子 这不 陛下悄悄和我说 要是有机会 就把那木板给震批了 木板 刘星座和卢相声 齐齐愣了两秒 这才不由地摸了摸头 好家伙 陛下这匪气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人家都穷得睡木板了 竟然还不放过 嗨嗨 虽陛下所托 但还是要谨慎些才行 除了这后金主力 达子尚有五万杂牌军在手 要是被围攻 就算是我等 也不见得能讨到好处 这样吧 我提先联系毛文龙 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再做打算 卢相声虽然还未见过 这位刚登基没多久的小皇帝 但从最近各种各样的听闻来看 这铁钉是个杀法果断的主 要是有机会 他也愿意将皇太极的木板 给先飞掉 只是 现在战局不明 毛文龙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尚且不知 贸然行动 要是中了埋伏 可就麻烦了 兵贵神速 要是等情报 这铁钉是赶不上 一旦后金主力进入沈阳城 我等再无攻城的机会 再说了 就算那五万杂牌军 其出又如何 正好一并收拾 马祥林眉头微皱 摇了摇头 他能理解卢相声 不想冒险的想法 但他作为年轻人 身上最不缺的 就是冲劲 年少疯将 何人不狂 而且他也有狂的资本 手握两万百杆军 他巴不得和这达子 来一场正面对决 精锐又如何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年轻人 陛下并非要我等在此地决战 此次出兵 一来是为了解救皮刀 二来就是顺带给达子一个警告 然后继续削弱他们的力量 你如此意气用事 万一葬送了百杆军 如何向陛下交代 如相声倒也不气 只是语气平淡地提醒到 他早已过了年少轻狂的年龄 现在大明局势一片大好 没必要和这达子 争一时的长短 只要拖着 不让达子恢复元气 迟早能耗死他们 如将军 难道你觉得我手中百杆军 不如那厚金达子 我可不是什么毛头小子 百杆军的战斗力 我很清楚 马祥林 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清楚 如相声的提议 并无多大问题 但他也能感觉出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攻机会 虽然是有些冒险 但行军打仗 又岂能过于保守 再说了 整体实力差距不大 就算被拖住又如何 毛文龙的东将军 又不是在后面当挂剑 只要拖住几日 必然能够等到东将军的救援 到那时候 达子若还不走 那就等着被前后夹击吧 是 百杆军的战斗力是很强 但经营战斗力如何 那就不清楚了 然而如相声 依旧是一副不赞同的神情 刘将军 我这人说话 比较值你别介意 经营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血 上了战场 能发挥几成战力 尚且不知 大家都是职兵之人 应该清楚 这见过血的军队 和没见过血的 那是两码子事 不管训练多少 人在生死关头 本能的就会恐惧 这个没法避免 只能是通过不断作战 来磨灭这种本能 我不觉得 这次出击 就和达子主力硬碰硬 是个很好的选择 若是经营没抗住 白杆军两万人 便要面对后金达子的全部部队 到那时候 白杆军就算能抗住损失 也必然不小 这只是一次救援 没必要为了一座 才被截略过的城市 搭上我们大明朝的主力部队 卢相声这话 让流星座 也微皱起了眉头 倒不是反感卢相声说的 经营有多少战斗力 他很清楚 若是永乐年间的经营 他早就带着这帮人 杀到沈阳城下 别说区区几万达子 就算达子凑出来十万精锐 老子一样敢打 但问题在于 现在经营早已不负往日的战斗力 虽然这段时间勤家训练 但就如同卢相声所说 毕竟没见过血 一旦经营没能抗住 那白杆军就只能被迫以少敌多 这也是他在这有些纠结的原因 打还是不打 那该死的毛文龙 到现在都还没传过话过来 搞得他现在上不上下不下的 要是能清楚知道东将军的动向 那很多事情就方便许多了 卢相声这话让马祥林也闭上了嘴 他对于自家队伍肯定有信心 但经营 则 一时间整个大仗内的气氛有些僵硬 又过了一会 马祥林这才开口 我还是觉得可以打 相信毛将军肯定会咬着打子的屁股过来 那帮子人可都是要赏钱不要命的 马祥林始终是不想放弃 若是能再次打入沈阳 那厚经这名头算是彻底毁了 也能给其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值得冒险 报 收到锦衣卫八百里极箭 就在马祥林坚持自己的想法时 大仗外 一传令兵快速跑了进来 手中还握有一封没有打开的信封 瞬间 帐篷内的三人齐齐站了起来 刘星座更是大步走下来 一把将信封拿到手中拆开 快速看完内容 刘星座猛地一拍大腿 好 孙国珍将军率领八千辽东铁技 出城迎战那五万杂牌 毛将军也已经顺着小林河提前部署到了岸边 算算时间 这五万杂牌 怕是已经被堵在小林河那动弹不得了 没有这五万杂牌 光靠那后金八旗 外加汉八旗的五万人马 正面作战 我们没有劣势 看着信中所写 刘星座整个人瞬间兴奋了起来 没想到 他们这还没开战 辽东方面就先配合着打了一波 毛将军竟然没去追击后金主力 反倒是去了小林河 他这速度好快 竟然能堵住这口子 好 好 这是机会 大机会 我提立刻攻打沈阳 马祥林听完赶忙跑到地图边查看了下 从地图上看 毛文龙这行军速度当真有些夸张 提到赶往小林河的距离可不短 就算是坐船这时间也相当紧张 毛将军是个聪明人 他应该是担心追不上后金的主力 这才决定先围剿这五万人 就算没拦住 毛将军的部队也能快速越过小林河直插沈阳而来 可以打 刘星座算是对毛文龙比较熟悉了 知道这回用兵最喜欢的便是利益最大化 围困皮倒的乃是后金主力 毛文龙手中又无奇兵 真要硬追怕事只能在后面吃灰 既如此 去围攻这五万杂牌也就不奇怪了 这确实是个机会 没有了这五万杂牌 能赶到沈阳城的也就只剩下后金的主力 打还是不打 一时间两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卢相声 虽然刘星座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但他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卢相声的意见 从官位上来说 卢相声可是天雄军的老大 比他还有马祥林都要大上一个档次 从能力上来说 这货作战经验丰富 多听听总归是没坏处 见两人都看了过来 卢相声轻笑一声 摊了摊手 我要是说不去 岂不是显得怂啊 既然已经知道毛将军的动向 那就打吧 不过为了小心起见 最好还是给毛文龙发个消息 让他拦截完后 即刻北上支援 若是那群打子 真要和我等死战 那就将其绞杀在沈阳城外 这下 卢相声没有再拒绝 他只是喜欢稳妥 又不是耸笔 此次带着三千人来 不就是想打出点名堂 既然毛文龙都已经杀到小灵河了 那还担心什么 直接动手吧 好 刘将军 下命令吧 我们不能再拖了 瞧着卢相声 总算没有再拒绝 马祥林的脸色 瞬间笑成了一朵花 旁白 刘星座见状深吸了口气 这才点点头开口道 既然两位都没意见 那就答 卢将军 你的骑兵多为轻其行动矫健 就由你先行一步探路 为大军指引所需方向 马将军 你率所有白杆军为前锋 紧随卢将军出击 若遇见后金达子的主力 立刻将其拖住 不得放其进入沈阳城 我率领精英 押解所有粮草在后 一旦拖住其主力 立刻通知过来 卢相声和马祥林 听完没有任何意见 齐齐朝着刘星座 拱了拱手 这安排没什么毛病 那就赶紧行动吧 而这时 小林河方向 达子的五万杂牌军 已经朝着毛文龙冲锋了五六次 却依旧没能冲开毛文龙的阵地 在他们后方 无数的黑旗 已经堵住了他们的退路 孙国珍看着 已经和这杂牌交手上的毛文龙 并没有急着帮忙 此时达子已经和东将军 杀成了一团 他手中的重骑兵 冲杀起来可不认队友 真要杀进去 那才是帮到忙 所以干脆 孙国珍让自家骑兵在外围堵着 抓杀那些逃出来的达子 顺带近距离观察下 这名镇辽东的东将军 到底有何能耐 好一群汉匪 当真是战斗力超群 难怪陛下会任命东将军为四项之一 如此战力 比起当年的金银帕士 也差不了多少了 站在某小高地上 孙国珍看着下方的战场 不由得有些感慨 那些达子虽然比较拉胯 但塞外之地 民风本就飙悍 现在又被断了生路 困兽之斗战力 更是能飙升好几城上去 然而 毛文龙仅靠手中这两万人 反倒是压着这三万残兵在打 整个军队虽然阵形摆得 不算太完整 但那疯狂的进攻势头 看得孙国珍都有些扎舌 尤其是那被单独划分出来的 五千散兵 以孙国珍专业的眼光来看 这五千人压根没有被训练过 但就仅仅只是凭着个人的技术 以及五花八门的兵器 竟能咬着三个部族近一万人打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一万多人已经快被打崩了 那是 鸳鸯阵 我没看错吧 这些散兵中竟然还有人会用鸳鸯阵 就在孙国珍看得有些撑奇时 旁边一副将突然指着某处惊呼道 孙国珍顺眼看去 果然 在那散兵之中 有十三人表现得极为突出 在周围都是各打各的情况下 这十三人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小镇 攻守有度 进退有血 一看就是有着长时间配合的队伍 还真是鸳鸯阵 七级光的后人吗 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了 对于鸳鸯阵 孙国珍倒也有几分了解 自然是能够掩认出 没想到在这地方 竟然还能瞧见 这大名鼎鼎的鸳鸯阵 皮岛上这帮子人 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记下 回头找到毛文龙 看能不能把这十三人要来 辽东铁记 虽然是以骑兵为主 但也需步兵配合 若是能将七家俊在我手中复现 那陛下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另外 你再让我们的骑兵去 稍微照应下 别让他们受了伤 孙国珍的爱彩之心 立马就起来了 虽然不清楚 这十三人为何会来皮岛 但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必须要位以重任 尤其是在看见 东将军那强悍的作战能力后 孙国真的压力更大了 这辽东民面上 可是他们辽东军的底盘 岂能比不过一个外来货 是 末将这就去安排 那副将笑着点了点头 立刻安排了下去 不多时 一只百旗便出现在了 那十三人的周围 时不时帮他们 倾搅一下周围的残兵 河边的战斗 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险 惨烈的是厮杀下 已经是让达子的队伍 损失惨重 三万人已经阵亡一半多 反倒是毛文龙手中的兵力 越打越多 江面上的船只 一直在源源不断地 运送人手过来 而那些刚抵达战场的士兵 瞧着如此激烈的战场 全都是红着眼往前冲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似乎有什么不满 就这么拉扯到现在 那几位族长的心态 也终于是坚持不住了 再打下去 就算全拼杀光 也很难突破东将军的阵地 既如此 要不干脆投了吧 毛将军 我等愿意投降 还请放我等一条生路 我们愿意向大明皇帝赔罪 不多时 一名族长朝着毛文龙所在的方向喊道 此时的他们已经将兵力聚集在了一起 借助掩体艰难抵挡着 四周全是红了眼的东将军 他们是真怕了 然而 他们喊完后 毛文龙那边却是扣了扣耳朵 仿佛没有听见 甚至还把脸别了过去 这一幕看得那几位族长 是又惊又怒 狗日的 投了还打 大明朝的礼仪不要了是吧 怎么办 那毛文龙就是想全吞掉我们 还能怎么办 和他们拼了 关键是拼不过呀 而且 我还不想死 谁TM想死一样 关键是 那毛文龙不放我等 瞧着毛文龙不为所动 几名族长一边咒骂 一边咒紧了眉 他们都清楚 毛文龙此举 就是看中了他们脑袋上的悬赏 还有军功 不可能轻易放弃 难道他们真要命绝于此 就在他们倍感绝望时 和对岸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 不管是东将军 还是那些组长齐齐转过头看了眼 这一看 那几位组长脸上 立马浮现出了一丝希望 原来是戴扇带着他的正红旗 还有香红旗赶了过来 在得知那五万军队被堵后 黄太极也是急了 没有这五万人马 他拿什么去钓鱼 难不成真用自家主力 去和民蛮子的主力 硬碰硬不成 这不 黄太极即刻下令 让戴扇带着一万人马过来支援 然而等到戴扇好不容易赶到 看着和对面已经被围成饺子的自家人马 整个人也是骂了 舅 舅你马的头啊 先不说 毛文龙的主力已经尽数到场 光是远处那八千辽东铁骑 就看得戴扇头皮发麻 重骑兵 奶奶的腿 这要被缠上了 怕不是得被打成狗 于是乎 戴扇带着一万人马 在河边搂了一眼后 直接掉头 就走没有任何留恋 正准备朝着河对面说点什么的毛文龙 见状也愣住了 跑 跑了 操 老子费了这么大劲 才堵住你家的部队 船都开裂了好几艘 你就这么走了 好歹来救一下 这可都是你家的队友 然而 不管毛文龙如何吐槽 戴扇走得极为坚决 短短几分钟就没了任何踪影 就仿佛他从来没有来过一般 老大 他们投了 要全杀掉吗 还是说捆了 给陛下运回去 就在毛文龙胸口 憋着一股子气势 旁边副将指了指不远处 被围困的打子残兵 有些无奈地提醒到 那些部落组长 瞧着戴扇竟如此果断 心中最后的希望 就此破灭了 既如此 那干脆丢掉兵器 跪地请降 妈的 老子丢了兵器 你总不能把我等都屠杀了吧 历代屠服者可没几个好下场 投了 毛文龙皱着眉就看了过去 果然 那些被围困的打子 此时已经丢掉了兵器 跪地不再抵抗 这下倒是让周围的东将军 不知该如何处理 他们虽然性格彪悍 但毛文龙带兵并非没有规矩 至少他们作为正规军 没接到主帅命令前 是不能随便杀服的 之前这些打子还握着刀 可以当作听不见 但现在 人家都把刀丢了 那就有些不太好下手了 不过他们不好下手 不代表其他人 那几千名散兵 可不管这么多 当即 就有人红着眼抄刀子 想要继续杀 这些人本就不是东将军 有些人甚至来这都不是为了钱 单纯的只是想杀打子而已 投了就不杀 开什么玩笑 这些打子劫掠我等的时候 可曾考虑过投降不杀 啊 你们倒是想得不错 以为把刀一丢 本将军就拿你们没办法了 陛下有令 但凡打子人仍得而诛之 你们今日算是死定了 毛文龙骑着马悠悠地 跑到了这群打子 组成的临时阵地前 看着跪了一地的打子 面露不屑 虽然这些人并非后经主力 只是被裹挟着过来打掩护的 但既然敢来 那就要做好被锤的准备 毛将军 你虽为大将 但杀父与你并无好处 何不将我等 交于大明皇帝判决 此行事我等不妥 我们愿意 接受任何惩罚 听着毛文龙冰冷的话 那几位族长 只能是硬着头继续劝道 怎 你们不会以为 被押接到京城就能活吧 陛下的脾气 可是比本将军还暴躁 别说是你等这些外族 光是朝堂上这几个月 就死了近十万人 再者 卫将者需要为陛下分忧 而不是给陛下找麻烦 区区杀福而已 我毛文龙有何不敢 毛文龙虽然人有些混混 但并不代表他傻 这些人打的什么 算盘他一听便知 想把压力给到陛下 你们怕是 打错算盘了 那位爷连自己人都杀 岂会在乎你们这些外族 毛将军 等等 就在毛文龙准备下令 把这帮人砍头时 后方 孙国珍突然骑着马冲了过来 他本在远处看着 结果在桥剑打子投降后 毛文龙竟然拍马过去 立马猜到要出事 赶紧跑了过来 毛将军 现在朝堂上局势不明 陛下虽然杀法果断 但能不能容忍杀福的将军 谁也确定不了 他们若是后京的士兵 那自然是随便杀 关键他们都是周边不足的人 若杀了 怕是会引起那些不足的不满 现在光一个后京 就搅得大名不得安宁 要是树敌过多 唉 不如先上报陛下 若陛下无所谓 那再杀之也不迟 孙国珍是肯定不会给达子求情的 他只是担心 有人会借此来攻击毛文龙 在旁边看了半天 孙国珍已经明白了 这东将军 怕是除了毛文龙和陛下 其他的谁都管不住 一个是发钱的 一个是指挥他们赚钱的 后续辽东 肯定还会和后京多有摩擦 若是毛文龙能一直待在皮斗 这对于辽东来说 可是一大助力 他不想看见 毛文龙因为杀福一事 被撤了职 这就不劳孙将军操心了 若是陛下怪罪 本将军一力承担 再说了 这些达子 本就是畏微而不畏得 只有沙腾了 才能让他们认清现实 孙将军若是怕担责 尽管退远一些 接而这达子 本将军图定了 毛文龙听完 却是咧嘴笑了笑 压根不为所动 他已经是常年作战的老将了 心态早已冰冷 在他看来 能让达子听懂道理的办法 只有刀枪剑棍 说完 毛文龙便没有在搭理孙国珍 转头拔刀喊道 以杀指杀 以牙还牙 血债血长 船本将军将军 图了 把人头运往锦州 给陛下雷起两个大大的金冠 这几个组长 留其性命陷于陛下 毛文龙这一番话 就像是由锅进了水 瞬间炸了锅 那些达子面露惶恐 身子都忍不住有些发抖 而那些东将军的将士 却都是嘴角威脸 露出了一个个和善的笑容 你 孙国珍见毛文龙决心已定 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得 你这一嗓子倒是舒服了 连带着把我的人马 都喊得有些安耐不住 和这些达子有仇的 可不光只有你们东将军 这辽东军内 谁不是恨之入骨 罢了 你都不在乎 本将军还能退了不成 传令下去 若有仇者随意便是 我和毛将军一起担着了 谁还没个脾气 他孙国珍今天要是撤了 这八千辽东铁吉 还不知道如何看他 而他又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妈的 反正事情是你毛文龙挑起来的 干了 皇宫内 随着几只鸽子归巢 朱尤简也终于等到了第一手战报 太左 毛文龙这人聪明 没有去追击后金主力 而是乘船去了小灵河 配合孙国珍将那五万杂兵堵在了河边 还有流星座 此时也正朝着沈阳急行军而去 看样子 他们是打算在野外和达子主力碰上一碰 好一个开门红 这毛文龙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对局势判断极为准确 正常他就是天生打仗的料 就和那成咬金 长玉春是一类人 看着大大咧咧 实际上大致若愚 李晨飘在半空笑着说道 这一战打得确实漂亮 虽然后金主力跑了 但却堵住了那五万杂牌 也算是把后金手中所能调用的力量 再度削弱了一番 短时间内 后金要再想从周围戒掉人手 基本是不可能 大不大致 若愚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 要给他擦屁股了 沙福啊 我虽然不觉得有啥 但肯定会有人借此发挥 得想个办法 见太祖评价还挺高 朱油简摇了摇头 这才叹气道 沙福三万 有点麻烦了 你头疼啥 现在不是有报社 直接让报社加印一刊报纸 将毛文龙他们 大破敌军的消息传出去 至于沙福 那就以皇家的名义 先一步告诉天下 这是为辽东百姓讨回的公道 只要天下舆论在我们这 那些文官翻不起什么浪来 瞧着朱油简一脸头疼的表情 李晨白眼一番提醒了两句 现在朝廷可是有报社这个机构存在 虽然才刚刚组建 但已经可以发挥作用了 只要现一步控制舆论 那些文官就算想要找查 也无借力的点 报社 对对对 我怎么把这东西忘了 我这就让报社立刻发报 太祖的提醒 让朱油简愣了两秒 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他手中有报社 怕个锤子 先把这件事给定义成白的 那自然就不怕被黑了 赶紧去吧 等这一仗打完 就把这几位大将 都召回来见一面 熟落下感情 这些可都是朝廷的动量 李晨呵呵笑了笑 摸着下巴 这才又提醒了两句 这一批被封的大将中 有几人朱油简都没见过 这可不行 哪有皇帝任不全自家大将的 是 我知道了 朱油简也没反对 拱手答应了下来 他也是该和这些人 见上一面了 什么 毛文龙堵住了小林河 五万军队全没了 你是在和本汉开玩笑吧 辽阳城外 皇太极听着戴扇传来的消息 差点没从马背上摔下来 那可是周边部族 玩命凑出来的队伍 眼下竟然全折在大明境内 不用想 那些部族必然会恨死了 他皇太极 往后再想指挥他们 怕是很难了 亏大了呀 皇太极此时的脸色极为难看 想沙毛文龙没成功 反而给了名蛮子机会 这下算是彻底丢人了 爆 卢相声率领的三千骑兵 已经抵达沈阳城外 不足五十里的位置 后面烟尘滚滚 一事有大军逼近 就在皇太极其的手脚冰凉时 又是一条不好的消息传来 刘星座率领大军 直插沈阳而去 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 自家行军速度 已经落后了大半日 怕是 无法在名蛮子围城之前 进入沈阳 快 去请范先生过来 感到情况越发棘手的皇太极 左思右想后 只能是叫人去把范文成喊来 这事情的难解程度 已经超过了他的处理上限 得找专业人士问问 大汉 你找我 很快 范文成就被找了过来 见皇太极脸色铁青 他很识趣地跪在了地上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五万军队没了 被毛文龙堵在了小灵河 沈阳那边 刘星座已经抢先了一步 应该能赶在我们入城之前抵达 现在要如何处理 你帮本汉想想 皇太极揉着脑门 很是头疼地 把事情说了说 范文成听完 眼神瞬间眯了起来 虽然他们 为了围困毛文龙 走得有点远 但刘星座这来的速度 也确实有点吓人了 他是一点都不害怕吗 但凡稍微犹豫一些 都不可能敢在他们之前 抵达沈阳 还有毛文龙 老子就说 这后面为何一点动静没有 搞半天 竟然是去了小灵河 他奶奶的 局势有点不妙了呀 如果奴才没有猜错 刘星座应该是想寻求 和我们决战的机会 如果我们此时去救沈阳城 一旦被缠上短时间 很难脱身 到时候 毛文龙再从后面增援过来 情况就危险了 既如此 奴才现在也只有一个建议 范文成思索了好半天 这才吐了口气 快速说道 刘星座这一看 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要是再去沈阳 可就落了圈套 说 黄太极同样吸了口气 点点头 示意范文成直接讲 他也觉得 再去沈阳 怕是要出事 现在的后京 已经没有援军可以动用了 那奴才就直说了 大汉应当直接放弃沈阳 以目前 便一起过去接引 防止被卢相声的骑兵追击 而大军则直接转向 返回赫图阿拉 只要入了城 这些冥蛮子 是不敢随意进攻的 赫图阿拉是努尔哈赤 所建立的城堡 也是后京之前的都城 算是整个后京地界 除去沈阳以外 最为坚固的城镇 而且 此城位于后京的大后方 在前方 还一次排列有 辅顺 铁岭 清河 塞尔虎四座城市 明蛮子若敢攻过来 那就要面临 父辈受敌的窘况 放弃沈阳 那可是我们的都城 若再被焚毁一空 后京的脸面往哪放 虽然黄太极 已经有了猜测 但等到范文成 真正说出来时候 还是没忍住 一马鞭抽在了 范文成的背上 顿时抽的范文成 原地打了两个滚 操 老子给你提意见 你还抽老子 当真是蛮子 毫不知理 范文成咬着牙 强忍着火气 翻滚两圈 再次跪地磕头 请主子息怒 奴才这也是为了 大汉着想 当物资及时保存兵力 若是为了沈阳城 导致主力受损 那以后整个后京 将再无宁日 范文成苦口婆心地劝道 他可是把全部身家 压在了后京身上 若是后京被灭 他这一辈子 将再也洗不掉 汉奸的名头 他可不想带着这个头衔 去建祖上范仲淹 真没别的办法了 瞧着范文成 没有丝毫改口的意思 黄太极 这才有些颓废地 放下了鞭子 整个人都像是老了许多 别无他法 除非大汉 能够立刻说动灵丹汉 率领人马来源 否则正面对抗 我们的胜算并不大 自家是个什么情况 还需要我来提醒吗 想和大明听 就得拿得其放得下 争议时长短无用 灵丹汉 那混账的四万人马 正朝着那些部族所在的地方而去 不给本汉来一刀 都算是好的了 指望他 压根没希望 黄太急白了眼 脑门瞬间更疼了 虽然灵丹汉的部队 没有跟着流星座 但他们所针对的目标 却是那些依附于后金的 大小部族 眼下那些部族的精锐进出 又无后金大军保护 眼下怕是凶多吉少了 再加上他之前还把 灵丹汉给截了一顿 如何能说动得来 还请大汉早做决定 毛文龙的前军 已经越过了大陵河 正在朝辽河而来 再拖下去 想走都走不掉了 范文成当然知道 灵丹汉不可能来救援后金 之前夺梁的仇 人家可还没报 他这么说 也只是在提醒黄太极 再不走人 赫图阿拉都回不去了 不 不能就这么走了 必须要给明蛮子一个教训 这样 先按照你说的 给沈阳城发信息 让人都撤出来 只留一座空城 然后命令戴扇 率领郑红旗五千人前去接引 务必要将城中的勇士家属 全部带出来 我这边亲率大军 不知在辽阳与清河之间 上面有戴扇伪装的骑兵 掩人耳目 刘星座必然会结音扎债 小心应对 那就趁着这个时间 本汉亲自带领八旗 剩余全部主力 反攻毛文龙 这货刚刚在小灵河大战了一场 现在又死命追赶 想要和刘星座一起加击本汉 想必已经是很疲惫了 既如此 本汉就先灭了他 黄太极越说越激动 脸色都战红了不少 行 沈阳城老子不要了 但老子也要让等付出代价 啥 听见此话 范文成瞬间瞪着眼 一副你TM在逗我的表情 老子都说了 现在要保存实力 咋的 听不懂汉语是吧 这个时候和毛文龙去硬碰硬 你怕是脑子有什么大病 那货正愁追不上我的 你这是要千里送人头 大汉 不可 东将军乃是民蛮子手中 最为精锐的部队 与他们硬碰硬 很难占到便宜 一旦被拖住 刘星座必率大军来攻 到时候 我等会很被动的 范文成只感觉 这货怕不是疯了 一个劲得磕头喊道 然而黄太极 却是铁了心一般 挥了挥手 无需多说 毛文龙的东将军虽然强 但与我后金八旗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正面野战 毛文龙 绝非八旗勇士的对手 只要速度够快 一击后 便可快速沿着太子和撤走 本汉 也不是非杀毛文龙不可 只要能重创他们就行 堂堂后金八旗 岂能被打得像野狗一般 至于那流星座 一群连马都没有的玩意 本汉就在这站着 他能追得上 黄太极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东将军虽然是挺能打 但装备什么的并没有跟上 后金八旗主力多为骑兵 且全是中甲 正面野战 仅凭装备优势 就能让东将军啃不下来 而且 八旗子弟的作战士气 也并不弱于东将军 输是不可能输的 只要能乘机打残东将军 那至少算是找回了些面子 这 范文成还想说点什么 但黄太极已经懒得再搭理他 直接开始 让传令兵下发命令 见状 范文成也只能苦笑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虽然也相信 八旗士兵能打赢东将军 但问题在于时间 流星座手中是没有骑兵 但辽东铁骑加天雄军 可是有近一万骑 他们若是赶到 毛文龙是铁定拿不下来的 凭空消耗自己的力量罢了 然而范文成却不知道的是 事实上 黄太极此时的判断并无多大问题 常年打仗的黄太极 在对战力的评估上 压根不是他能够比的 此时的后京 虽然八旗主力来了三万不到 剩下的全是从各地补充进来的汉八旗 但靠着努尔哈赤留下的遗产 这些部队却拥有着比明军更为精锐的装备 这听起来有些荒诞 但却是事实 后京本来是以重部兵为主 打服了蒙古后获取到了大量的战马 最差都能做到一兵两到三旗 后来劫略辽东等地又抓走了大量的工匠 再加上打劫朝鲜等国 别看后京穷 但举国之力下 整个后京八旗却拥有着极为恐怖的这甲律 弓箭更是不断弓 据说连汉八旗的炮灰都能穿上棉甲 上马就是重旗 下马便是重战 再加上努尔哈赤调教出来的士气 这才是后京能纵横辽东的根本原因 而当毛文勒知道 黄太极竟然轻率主力反向攻他而来时 刚刚过江没多久 正在赶路的毛文龙脸色也是陡然一变 作为老对手 他太清楚后京达子野战的能力了 在大家都不怕死的情况下 装备决定了一切 而且东将军多为步兵 面对人人骑马的后京达子 当真是有点头疼 快 传本将军将领 全军往左三公里 就地结环行政 这群达子既然赶来 那就战 本将军倒要看看 这后京达子的八旗主力 有多难打 还有 通知孙国珍速速带兵支援 走是走不掉了 后京八旗 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 都是全员骑马 他们若是急迟而来 自家压根就撤不走 而且一旦后撤 反而给了达子骑兵冲锋的机会 既如此 那就只有节鎮硬抗了 由于要过河的原因 孙国珍的八千铁骑 此时应该还在江上飘着的 但他们登陆的地方 距离东将军此时的位置并不远 只要拖住了 等辽东铁骑一到 黄太极必然退去 所以现在的关键 就在于东将军 能不能抗住达子的攻势 呜 沉闷的号角声 迅速在大军中响起 上百名传令兵 来回穿梭 不断下发着命令 原本正在及时的大军 在毛文龙的命令下 迅速停下了脚步 传将军令 结环形防御阵 盾兵掌枪兵在前 火冲守在后 弓兵 弩兵 中央区集合 快 所谓环形防御 就是将部队结成一个圆形 外围是盾兵和长枪兵构建的防线 以盾为强 长枪从各盾牌中间的空隙伸出 如同刺猬一般 毛文龙此时手中还有四万多人 光是这第一圈的防线 就有整整六层 骑兵一旦冲入 只要阵形不崩 便可将其耗死于阵内 更不用说 毛文龙还在最前面的防线 安插了火冲手 一旦骑兵靠近 直接火冲伺候 至于中央区 则是成堆的弓弩手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对周围的骑兵 进行火力压制 这可以说是东将军 最为熟悉的一套阵法 毕竟他们常年 在后经地界捣乱 不管是小谷作战 还是正面对抗 最常用的就是这套阵法 半小时不到 大军已经就地布阵完毕 毛文龙亲自坐镇中央 与大军共存亡 此时 远处的天际线 已经可以看见飞扬的尘土 大地更是在不断颤抖 呼 来了 毛文龙站在高台上 看着天边那不断出现的旗帜 捏着佩刀 神情顿时肃然了起来 这应该算是东将军 第一次和后经主力 扯开了打 能不能打赢毛文龙 心里也没底 但他还是相信 东将军就算打不过 也绝对能让这些打子 付出惨痛的代价 哒哒哒 战鼓般的马蹄声 不断从前方传来 率先出现的 便是皇太极率领的郑白旗 再往后 便是同游汉王率领的 郑黄湘黄二旗 接着 戴扇的郑红旗 戴扇长子月托的湘红旗 芒古尔泰的郑蓝旗 阿敏的湘蓝旗 也尽数出现 近三万的重甲骑兵 最后停在了距离 毛文龙阵地较远的坡上 汉八旗则是在较近的距离 纷纷下马 他们是重装部队 虽是炮灰 却人人披甲手持利刃 下马后迅速结成了进攻方阵 对着毛文龙的阵地 虎视眈眈 八旗主力的压迫力 瞬间就上来了 哪怕是一只心大的毛文龙 看着达子那成批的重甲 也忍不住在心里 MMP了几句 这就是小国的好处 可以肆无忌惮地 将钱全部投入战争 那些重甲 可都是达子多年劫掠的战果 他娘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自家才是那穷达子 这次若是能打赢 他毛文龙 就算这张老脸 不要了 也得求陛下把甲给补齐 毛文龙的动作倒是挺快 怕是有斥候 一直在盯着我等 不过没啥用 一群连马都不会骑的人 注定跑不掉 瞧着斜下方 已经结证好的毛文龙 黄太极很是不屑地摇了摇头 何为野战 其动力才是王道 就算你们名蛮子大军 其初又如何 一群以步兵为主的军队 还想包夹老子 做梦 是时候让你们感受下 什么叫野战了 没想到我毛文龙 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去 传令下去 给本将军摆开了喊几嗓子 毛文龙拍了拍脸 思索片刻后 叫来一人低声嘱咐了两句 不多时 毛文龙的军阵之中 就响起了一浪比一浪高的喊声 黄太极 不要脸 取了个破鞋当好鞋 不知理 白眼狼 死了个儿子 泪两行 几句打油尸 既不押韵也不典雅 但杀伤力 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时间 整个战场 都是东将军那调侃的声浪 连带着八旗兵中不少人 都悄悄看向了自家大汉 托某位皇帝的福 上次黄太极带兵攻打京城失败后 那有关大悦儿的事情 就已经传遍了几大军营 大家虽然明面上不敢多讨论 但暗地里都在吃这个瓜 眼下 毛文龙竟然又把这事挑了起来 当真是一点面子 都不给黄太极留 果不其然 黄太极的脸色瞬间黑了下去 捏着缰绳的手都快磨出血了 狗日的毛文龙 你好歹也是个大将军 两军挣钱 你安敢如此如我 旁边 戴扇看着已经快气炸了的黄太极 不由得暗暗加油 这要真把黄太极骂死了 他铁定给毛文龙系上一攻 然而可惜 黄太极在深吸了好几口气后 最终还是压下了火 传令 让汉八极正面攻击 戴扇 你和你儿子率领郑红香红二旗 攻击其左路 多滚 你带本汉的郑黄香 黄二旗攻右路 本汉要在今日 为后金厨一大换 黄太极的语气很是森然 听到命令的几人 此时也不敢触眉头 拱拱手领命而去 不多时 伴随着命令传达 最前面的汉八旗 开始朝着东将军的阵地 发起进攻 呵 重步兵是吧 老子让你尝尝这个 毛文龙瞧着正面而来的汉八旗 以及正在朝两路包抄的重骑兵 不由地冷笑了几声 手一挥 朝着传令兵下了命令 让左右两个弓弩 射住两翼 中间三个弓弩 压制正面的汉八旗 把火炮亮出来 给本将军往死里招火 中央负责远程的弓弩手 共有一万人左右 都是军中善射者 此时这些人已经被毛文龙分成了五个方阵 左右负责压制骑兵 而中间六千人则是集中力量攻击汉八旗 毕竟比起重甲的达子主力 汉八旗的甲咒要差上不少 而在军阵外围 32门虎盾炮已经躲在盾牌后 整装待发 这是毛文龙出发时 从皮岛上带来的 本来是打算轰那五万杂牌用 结果没成想 那五万人被堵在了河边 所以毛文龙干脆在过河时 把这些还没用的炮全带上了 反正这虎盾炮也不重 40斤的重量随便拉着走 听到毛文龙的命令 中央的弓弩手们迅速拉开弓弦 无数箭语如同雨点般 朝着三个方向射去 正在快速靠近的汉八旗士兵 立刻举起了盾牌 他们也清楚身上的甲咒 难以抵挡着抛射的箭语 但 加上盾牌就不一样了 叮叮叮 随着一阵悦耳的铁器撞击声 第一轮射击完 汉八旗倒地四五十人 其余者皆是成绩再次大步往前 想要缩短距离 弓箭的射击范围是有死角的 只要冲到毛文龙的阵前 那箭语便无法再压制他们 骂的 皮还真厚 看着第一轮射击效果并不算好 毛文龙沉着脸 眉头紧皱 好在这情况 算是在他的预料之内 接下来 就要看火器的威力了 冲 汉八旗的进攻速度并不慢 举顿往前疯狂地 朝着毛文龙的军阵压来 左右两侧 后襟的重骑兵主力 也在不断迂回靠近 仗着甲后 疯狂朝着阵中放箭 东将军缺甲咒的烈势 此时便展现出来了 时不时就有人被利剑射穿 呵 区区东将军 没有了皮岛 也敢和本汉争锋 当真是笑话 远处 看着大军已然取得优势 黄太极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些 果然 后襟八旗在野战上 就是无敌的 毛文龙这伙 今日最好别落在他手上 要不然可得遭老罪了 豪格的仇 他黄太极可还记得的 轰轰轰轰 突然 远处一连串 如同惊雷般的声音 打断了黄太极的思绪 差点没把他吓得 从马上摔下来 顺着声音看去 黄太极原本还笑着的脸 立马僵住了 只见原本已经快逼近 毛文龙阵前的汉八旗 最前方那一批人 如同被割麦子一般 瞬间倒下了一片 初步判断 怕是有几百人之多 而在毛文龙的军阵前 原本连成一片的顿墙 此时已经露出了 几十个空位 而在那些空位后面 一门门黑乎乎的洞口 正指着汉八旗攻来的方向 虎蹲炮 只是第一眼 黄太极便认出了 这东西的来历 操 他娘的毛文龙 你压打仗 还带着这鬼东西 黄太极张着嘴 倒吸了几口冷气 他是真没想到 毛文龙手中 竟然还有这火气 难怪汉八旗 瞬间没了几百人 这虎蹲炮的火力 哪怕是重骑兵挨上一下 也得躺着 该死 这毛文龙 竟然带了虎蹲炮在身上 传令让汉八旗分为两组 从左右绕开火炮正面 再命令正黄香黄 正红香红四旗 从两侧施加压力 虎蹲炮的装填 并不快而且笨重 被给他持续输出的机会 再让阿敏 带着香蓝旗 支援正面的汉八旗 本汉要一波定胜负 虽然被这火炮给吓了一跳 但黄太极好歹也算是一号人物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并给出了解决办法 火炮而已 老子又不是没见过 既如此 那就不拖了 本来还想慢慢消耗一波 但现在 本汉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 不管是火炮还是火冲 近距离都是废物 只要正面压力给够 军阵必然出现空档 到时候 等挡不住骑兵的冲锋 那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得死 呜 呜 震耳的号角 翻飞的令旗 平原上 正猛攻毛文龙军阵的后金打子 很快便随着黄太极的军令 行动了起来 正面战场上 随着阿敏的香蓝旗到场 汉八旗的攻势 再一次提升 整个正面军团 稍微分成两波 绕开了正面火炮的射击脚步 然后便嗷嗷叫地 往前疯狂冲锋 而在军阵两侧 原本用于拉扯的骑兵 也调转了马蹄 如同两把尖刀 直插军阵而来 后金打子 虽然没有蒙古那般 擅长使用骑兵 但多年的训练下 也依旧展现出了 很高的军事素养 一左一右 几乎同时 四只重骑兵 便在军阵两处 冲开了一条口子 直接将外围的防御圈 给撕开了两个大口 而后 都不用等四周毛纹龙的将士 围杀过来 原本骑着马的达子 纷纷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化作重步兵攻了出去 在另骑的指挥下 如同剪刀的两把利刃 疯狂撕咬着防线 全员披甲 汗不畏死 达子的主力一上场 就给了东将军极大的压力 尤其是那该死的甲咒 简直给了这些达子 一意敌实的底气 妈的 真当我东将军 是软柿子不成 又是这种打法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 毛纹龙站在阵中看得透彻 此时 达子所使出的战术 便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玩法 以汉八旗为正面 吸引敌人注意 然而 再把主力以骑马的方式 快速激动到敌方侧翼 冲入阵内后 旧地下马化身重步兵 从左右往中间夹击 相当于 三个点的兵力 都在朝着一个位置聚集 再加上 他们有甲咒在身 刀剑什么的杀伤力 实在有限 一旦三线进攻 最先扛不住的 必然是被三路夹击的 那部分士兵 面对凶悍的达子 很多时候 都会不自觉地往后溃逃 而战场上一旦出现逃兵 那就距离整体大溃败不远了 一旦阵型散开 那这些达子 便会再度上马进行追杀 到那时 便是一边倒的大屠杀了 可以说 在火器 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情况下 在野外面对这种打法 唯一的办法 便是只能依靠将士的士气来硬抗 这就是个末盘 以双方将士为原料 看谁家的士气先崩 传我命令 让弓弩手拔剑迎敌 把骨锤给我 本将军亲自给大伙 肋骨助威 告诉将士们 给本将军顶住了 为了辽东百姓 为了大明江山 为了陛下 死战 毛文龙大喝一声 一边让旁边的传令兵 下发命令 一边走到了旁边用马车装着的巨骨之下 不过几秒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声 沉闷的鼓点不断在战场上回荡 正顶着巨大压力的东将军 听闻此鼓声 全都咬着牙嘶吼着 再度朝着各自敌人杀了上去 将军有令 为了辽东 为了大明 为了陛下 死战不退 将军有令 为了辽东 为了大明 为了陛下 死战不退 将军有令 为了辽东 为了大明 为了陛下 死战不退 此时 传令兵也带着毛文龙的命令 不断在各处喊着 就像是强心计一般 竟让有些崩盘的军阵 渐渐开始稳定起来 后方的公母手 也齐齐拔出佩刀支援正面 那五千散兵更是分散开来 如同猎豹般盯上了那些打子 辽东虽然苦寒 但绝不缺忠义之事 他们乃是东将军 是陛下清典的四项军团之一 是大明朝的精锐 岂可败与这群打子之首 世人皆说 东将军只会搞偷袭 那就让所有人看看 东将军的血性 这 怎么可能 为何没有溃逃 远处 黄太极原本不屑的脸上 此时已经挂满了震惊 这还是印象中 那只只知道偷袭搞小动作的东将军 从他的视角来看 在他家主力沿着左右 插入东将军阵中时 这场战斗就应该结束了 接下来便是敌人溃逃 以及一边倒的大屠杀 然而 眼下插势插进去了 优势也确实打了出来 目前整个东将军 已经被自家主力 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但偏偏 就是这么一支被压着打的军队 却没有哪怕一丝溃逃的迹象 那残破的军阵还在运转 士兵们更是如同疯了般 朝着前方进攻 他们难道看不住两边的战力差距 有假打没假 凭什么抗 不可能啊 大明军士 不都是胆小之安 这 皇太极脸色难看 捏着缰绳 有些稳不住了 虽然优势确实是在他们这边 但若不能将东将军的军心催垮 想要吃掉这支东将军 他怕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大汉 吃后来报 孙国珍正在紧急赶来的路上 我们是不是该撤了 就这一会 东将军怕是已经死伤三四千人 算得上是小胜了一把 没必要和他们死磕 旁边 范文成已经是急得满头大汉 再拖下去 等孙国珍的八千铁骑到场 那局势可就说不准了 而且 这边打得如此热闹 刘星座那边 必然能不收到消息 怕什么 孙国珍的重骑兵 赶路速度又不快 至于刘星座 那白杆军 还能长八条腿跑过来不成 本汉还就不信了 这东将军 能一直稳得住 哪知 黄太极却是摇着头 一点都不慌 后京八旗全员有马 自然有着绝对的主动权 再打一会 说不定 马上这东将军就崩了 而战场的另一边 刘星座已经接到了探子的来报 得知黄太极 竟然朝着毛文龙反攻而去 整个人都慌了两下 到底是努尔哈赤的儿子 用兵手段 比起他爹丝毫不差 这时看准了 自家缺少骑兵难以追击 这才肆无忌惮 不行 得立刻救援毛文龙 否则东将军一旦被攻破 那他们这一路人马 也就危险了 速速传令卢相声 还有马祥林 即刻支援毛文龙 务必要将他们救下 命令金银加快脚步 越过沈阳城 若是黄太极 只意吃掉毛文龙 那就在此地和他决战 虽然担心毛文龙的安危 但东将军毕竟不是拟捏的 若是黄太极真要吃下毛文龙 自身必然也会受损不小 那这就是个机会 本来就在赶路的白杆兵 接到军令后立刻往右偏转 也就是白杆军本就擅长山地作战 耐力很好 要不然如此行军 怕是早就摊地上了 卢相声那边的速度更快 带着天雄军二话不说 就先救援了过去 他手中可并非重骑机动能力很强 眼下毛文龙被围攻 他应该是第一支能支援到位的部队 虽然只有区区三千旗 但卢相声丝毫不怕 只要毛文龙能撑住他就不用担心 孤军深入被达子缠上 而他对于毛文龙 或者说是对辽东地区的士兵 非常有信心 达子的确有能力吃掉东将军 但那代价怕是黄太极承受不了 太子河边 大战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后经八旗轮发而上 到最后甚至是黄太极都亲自带着正白旗 以及精锐中的精锐白甲兵加入了战场 那可是后经最为精锐的力量 所谓白甲军又叫巴雅喇 由后经每个牛路的精锐人员组成 八旗的旗人从十五岁就开始考核 合格者为布甲 优秀者为马甲 然后再依据战场军功着升 斩杀一百级者可穿红甲 再在红甲中选取骑射双绝者为巴雅喇 也就是白甲兵 整个正白旗中也就不到三百百甲兵 但这三百人各个都是后经最能打的士兵 然而 哪怕是黄太极带着白甲兵上场 猛攻半个时辰有余 却还是没能攻破那摇摇欲坠的军阵 此时 毛文龙手中的环形阵早已残破不堪 好好的原形防御 没了三分之一个善面 最凶险的时候 阿敏的正兰旗都已经杀到了 距离中阵不到两百米的位置 然而毛文龙却是丝毫不退 将骨锤交于小将后 直接拔刀带着轻卫砍了上去 最终 黄太极受不了了 让人吹响了撤退用的牛角 不多时 原本还在围攻东将军的打子 纷纷以更快的速度撤了出来 原本满是骄傲的脸上 现在也不满了凝重和错愕 他们是真没想到 东将军竟然能抵挡到这种程度 而黄太极此时 却是脸色阴沉地 看了看手中士兵 东将军不用看 就这么一会起码是死伤过半 但问题在于 自家的损失也很惨重 汉八旗再次丢下了近八千具尸体 而作为主力的八旗子弟 也死伤三千多人 一万多的伤亡 换毛文龙两万多的伤亡 也就是说 这群东将军竟然打出了一比二的兑换比 这个比例 黄太极根本接受不了 东将军那是些什么 说好听点叫军队说难听点 那就是一群混混 他一直以为 只要正面作战 必能将其打得连滚带爬 哪知 今日发生的一切 给了他当头一棒 这群所谓的乌合之众 竟然能挡住八旗精锐 全力以赴下的猛攻 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四殿 不能再打下去了 这东将军有些邪乎 再打下去 损失我等承受不起 而且 对面的援军 应该也快要到了 紧挨着黄太极的戴扇 这时的神情同样不太好 他的郑红旗也损失不小 对于东将军 他原本也以为是嘴中肉 结果没成想 这一口下去 全是刺 他刚刚冲锋的时候 能够很真实地感受到 那东将军中 有着一抹极为特殊的气息 那是仇恨 不共戴天的那种 就是这种仇恨 让东将军硬是撑了下来 面对八旗主力的轮功 连一丝退散的迹象都没有出现 他们是真的有全冤战死的觉悟 想要打赢这种军队 不付出惨痛代价 是绝对不可能的 本汉不甘心啊 若放任此军回去休养 日后必将成为 我后金大敌 黄太极当然也清楚 现在不能再打下去了 沈阳距离辽阳本就不远 算算时间 刘星座的援军 应该很近了 再打下去 不会有好结果 但他也是真的不甘心 若是没有之前的京城一战 今日这毛文龙必将死于此地 他娘的京城一战 不光把香白旗全折了 还被那该死的白杆军 追杀死了不少精锐 虽然紧急从族中抽掉了人手进行补充 但毕竟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一步错 步步错 看来今日是拿不下这毛文龙了 黄太极 不要脸 取了个破鞋当好鞋 不知里 白眼狼 死了个儿子 累两行 就在黄太极准备率军撤退时 已经摇摇欲坠的东将军阵地内 再次想起了那恼人的打油尸 伴随着的 还有那冲天的豪气与笑声 不光如此 毛文龙竟然还让人把虎顿炮都扶了起来 朝着黄太极所在的方向 轰轰就是两轮 虽然距离太远打不中 但侮辱性拉满 混蛋 真当本汉灭杀不了的 黄太极瞬间感觉胸口一闷 差点没吐血出来 狗日的毛文龙 就这么想死是吧 若不是本汉不想让八七子弟死伤太多 你当真以为能挡得住 妈的 好气啊 大汉 小心 就在黄太极胸口急速起伏时 旁边的白甲兵突然举起了盾牌 将黄太极给围了起来 而后就是无数剑鱼破空的声音 何人射箭 听着剑鱼落在盾牌上的叮当声 黄太极皱眉问道 不过很快 他就看见了袭击他的人 远处山坡上 一群骑兵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了山头 他们手持强弩铁甲 为首的军旗上 一个巨大的炉字迎风飘动 天雄军到了 则 毛文龙被打得有点惨啊 兄弟们 准备干活了 给这些打子尝尝强弩的滋味 卢相声骑马力在最前方 看着下面战场的情况 嘴角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意 牛逼 毛文龙竟然真的在正面 挡住了八旗主力的进攻 难怪陛下会封这个混混为将军 当真是有两把刷子 既如此 老子这天雄军也不能被比下去了 说着便掏出强弩带队 朝着打子的侧翼冲了下去 不过卢相声可没有和这些 打子主力硬碰硬的打算 冲锋下来后 骑兵集体向左 随后纷纷举起强弩 朝着打子的骑兵疯狂开火 强弩 皇太极脸色大惊 二话不说 拉动缰绳就往后方撤去 天雄军手中的强弩 可不是明朝普遍的小弩 更像是宋志 拥有近三百米的射程 而且杀伤力极强 虽然后今人人擅射 但弓箭的有效射程 最多也就两百米 这还是极限距离 有效杀伤范围 其实也就一百米左右 过了则伤害大减 面对射程压制 天雄军完全可以 在他们旁边放风筝 而且这种手持的众母 虽然开河很慢 但对于仲甲 有着极强的破坏力 所以皇太极二话不说 直接准备闪人 他可没兴趣 让仲骑去追这些青骑 没意思 而且远处同样有着烟尘滚动 想必应该是那死对头 辽宁铁骑的动静 再不走 这些铁骑一旦入场 可就真有些麻烦了 他皇太极可以看不起东将军 但却无法忽视这八千铁骑 我们撤 今日放他们一马 皇太极深吸了口气 最后看了眼毛文龙所在的方向 这才冷哼一声 带队朝着远处撤走 毛将军 你没事吧 硬抗八旗主力 而不落下风 不愧是东将军 回头陛下必然会嘉奖于你的 等到卢相声和孙国珍率兵进入东将军阵地后 看着满地的尸体不由得有些唏嘘 牛逼牛逼 虽然被打的是有点惨 但士气不崩 阵盘不散 东将军此时已经可以成为铁打的军队了 唯一欠缺的应该就是武器和装备 若是装备跟上 这支军队必将无敌于天下 这不 找到正躺地上休息的毛文龙 卢相声笑着恭贺了两句 得了吧 战损笔打成了2比1 若非那皇太极心疼兵员 最终被换死的肯定是我 这达子野战当真霸道 回头本将军一定要向陛下 要点盔甲和兵器 尤其是兵器 这刀剑对达子用处不大 老子下次铁定一人带一根狼锤 必把他们的狗头给敲烂 躺地上的毛文龙半眯着眼摇着脑袋 他并不认为自家东将军是打赢了 若非有援军 再硬换下去东将军迟早完蛋 而这一战给他的最大提醒 就是手中武器太过拉胯了 对于那些铁罐头 当真是有心无力 有的兄弟以伤患伤 好不容易近身 却破不开防御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乱刀砍死 这种局面 下次绝不能再出现 他需要火器 中挪 还有专刻中步兵的盾器 比如锤子 狼牙棒之类的 已经可以了 整个大明朝敢与达子也战而不退的 找不出来几只 这次算达子走运 我等还未彻底准备好 等下次我们将陛下发下来的银子 都转为战利后 达子若再赶来 就都留下吧 孙国珍走过来 蹲坐在旁边拍了拍毛文龙的肩膀 他们手中都堆积了不少的银子没用 尤其是天雄军和辽东铁骑 陛下发来的 可是一两都还没划出去 若是辽东铁骑 此时已经扩充至三万满滇 区区厚金达子 赶来就得死 是啊 都没满边 就出来打仗了 若是等我天雄军五万名额全满 非得交交这群山沟里的野达子 什么才叫重步兵 卢相声也点点头附和道 天雄军算是和达子走的一条路线 全员骑马 但却以不战为主 行了行了 都别扯了 通知刘星座 把沈阳城截略后 就准备撤退吧 我东将军 此时只有不到两万人 而且已经是疲惫不堪 短时间已无再战之力 刚刚看这群达子 是沿着太子河往上而去 估计是回了赫图阿拉 这些达子机动力强 切不可孤君深入那后金腹地 躺地上的毛文龙 忍不住白了眼 说得好像东将军就满边了一样 懒得和这两人扯犊子 毛文龙想了想 这才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东将军此时的状况 已经不能再往前走 若是行军途中 再被骑兵偷袭 指不定就给折在这 好 我等也不走了 在这位女护航 防止那达子去而复返 我这就给刘星座传信 让他捎了沈阳城 卢相声两人听完也没意见 是该撤了 至于那些跑掉的达子以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收拾 爆 白杆军前军距离我大军 只有不到五公里 后方刘星座的经营已越过沈阳城 不过再过沈阳时 刘星座已派分出五千人入驻沈阳 远处 正在快速往东边前进的黄太极 此时正坐在马背上 听着斥候打探来的各路情报 虽然没有拿下毛文龙 但到底是为沈阳城内的人 拉扯出了撤离的时间 至于刘星座进驻沈阳城后 要做什么 黄太极已经懒得管了 无非就是再来一把火 反正沈阳城 现在还是一片废墟 烧就烧吧 爆 不好了 大汉 刘星座截住了陈飞 就在黄太极准备继续骑马 往东边走时 一道晴天霹雳 直接轰在了他的脑门之上 陈飞被抓了 破 黄太极顿时一口老血喷出 竟直直从马上摔了下来 四周人无不惊恐 赶忙围了上来 又是拍胸 又是顺气 尤其是戴扇 更是把巴掌弄得带疯 前后忙活了好半天 众人才算是把黄太极的气息 给稳定了下来 戴扇见状 这才有些信心地收起了手 妈的 还真抗打 不过这陈飞既然被劫 倒当真是有些意外了 混账流星座 本汉要活寡了他 总算是缓过来的黄太极 瞪着眼发出了一声怒吼 陈飞 也就是海兰猪 那可是他最喜爱的女人 陈这一字指的是北极星 后在古代又被戒指为帝王的居所 他为海兰猪所选称号为陈飞 可见他在黄太极星中的地位之重 传本汉将领 全军掉头 给本汉宰了流星座 这狗日的混账 若是海兰猪少了一根头发丝 本汉避免他刘家满门 陈飞被抓 黄太极的眼珠子都快炸了 皇宫可是有密到直通外界 如何能被抓 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无用 陈飞一旦落入流星座的手里 那最后必然会进那名蛮子皇帝的手 对于陈飞的美貌连他都爱得不行 那狗皇帝必然会将其收入后宫之中 操 那岂不是给本汉戴了帽子 此事绝不能忍 陛下 三思啊 流星座所率领的经营 有整整四万人 我大军长途奔波 又和那毛文龙也站了半天 早已疲乏 再打下去 怕是与我等不列 范文成在听见陈飞被抓第一反应 就是要糟 果然 皇太极清醒后 立马嚷嚷着 要弄死流星座 这你马 当真是要美人不要将杀了是吧 滚 本汉的女人被抓 若是本汉不去 谁能救她 再说 此时流星座的大军 已经被马祥林甩在了后面 只要我们绕开百杆军 直奔流星座而去 区区晶莹 还能和那东将军一样 死战不成 哪知皇太极直接飞起一脚 将范文成给踹飞了出去 阴沉着脸 思索几秒后 有了决断 没弄死毛文龙 本就让皇太极是一肚子气 现在陈飞被抓 更是让他气得火冒三十丈 而且 这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那所谓的晶莹 不过是群新兵弹子 老子弄不死东将军 还搞不定这晶莹了 若是连一群新兵弹子都打不过 他干脆直接退位养老算球 还争什么天下 暴怒的皇太极 没有任何耽误 他有些担心 连陈飞都被抓了 那大玉儿岂不是也危险 若是再失去大玉儿 那他可就成了孤家寡人 光是闭上眼 就能猜到那明蛮子皇帝 会如何羞辱他 全军列阵 杀 一时间 大队再次响起了 密密麻麻的马蹄声 距离不远的马祥林 本来都已经安营扎寨 准备休息了 毕竟毛文龙那边已解除危险 而且以白杆军的角力 也追不上那皇太极的主力部队 所以 马祥林打算先结营睡一觉 跑了一天 不是在支援的路上 就是在支援的路上 当真是恶心 这次回去 必须要搞点马匹了 然而还没等马祥林睡下 漫天的喊杀声 直接把他惊了起来 冲出帐外侧耳一听 马祥林立马分辨出 远处而来的 必是达子的主力 在这周遭 除了后金达子 没人能够聚集起 如此规模的骑兵 快 吹号雷鼓 银子送上门来了 赶紧的 速度 虽然不清楚 达子又在发什么疯 但既然赶来 那他马祥林就不带怕的 想夜袭白杆军 你当老子这军队 是指胡的不成 打不过毛文龙 想拿老子出气 那你今天是找错对手了 瞬间 整个白杆军内 闻风而动 无数老兵狂喜着 从营房冲了出来 提着特制的白杆长矛 便朝着阵地跑去 他们可不是以刀剑为主的东将军 那白杆长矛 可是秦良玉 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 而创制的特殊武器 不光采用结实的白木 做成长杆 还上配带刃的钩 下配坚硬的铁环 作战时 那铁钩可砍可拉 环则可做垂击武器使用 甚至必要时 数十杆长矛勾环相接 便可作为跃山攀墙的工具 悬崖峭壁瞬间可攀 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 可以说 白杆军压根就不怕这些铁罐头 赶紧来那 直接用铁环招呼就行 而且 他们所接应的地方 乃是一个小山地 骑兵很难发挥作用 若是想攻击 只能下马一战 而论山地战 他们白杆军敢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区区后金打子 来了就都别走了 马将军有令 若是打子来攻 直接放进来打 区区后金八旗赶来那边灭之 传令兵不断传递着 马祥林的命令 此时的马祥林 已经穿戴好了白甲 立于中军之中 俊俏的小脸上全是兴奋 来啊 快来打我 老子等你们好久了 然而 几分钟后 无数骑兵 从白杆军结音的前方 呼啸而过 就像是没看见他们一般 直冲沈阳城而去 带到最后一对骑兵 也已走远 马祥林脸上的兴奋 渐渐转为疑惑 最后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TMD 别跑啊 有本事跑马 没本事进攻是吧 都瞎了不成 老子结音在此 还打了火把 为何不来 马祥林那个气啊 什么意思 老子这么大一堆人立在这 你看都不看一眼的 还就这么走了 老子忙活半天就这 难道是想诱我等追击 旁边一副将 此时也皱着眉 很是疑惑 这达子在干啥 大晚上的跑马完不成 你看本将军像傻子吗 我等是步兵 用腿去追骑兵完 不对劲 这达子 好像是冲着沈阳城去的 但现在赶去沈阳城 怕不是晚了点吧 难道是想冲击金鹰 但意义何在 他们本就被毛文龙的东将军 拼得头破血流 现在大晚上不睡觉 又跑去找刘星座那边的麻烦 他皇太极的兵 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成 马祥林抱着枪摇了摇头 又敌 他又不傻子 不可能贸然追击 但现在去救援沈阳城 也来不及了呀 而且 刘星座四万人马 全在 真打起来 就算能打赢他皇太极 也不划算 图个啥 还去得这么着急 老婆被人拐了不成 而就在马祥林疑惑时 一传令兵 飞奔而至 报 刘将军急剑 请马将军即刻率兵救援 啊 救援 他刘星座 不是在沈阳城 烧房子玩吗 谁在打他 难道是林丹汉反了不成 马祥林赶紧接过密剑 看了看 而这一看 他的脸色立马变得古怪了起来 好家伙 这刘星座 还真是把人家 皇太极的老婆给拐了呀 海兰珠 难怪皇太极 一副疯了的样子 这可是他最喜欢的妃子 随即 马祥林的神情 也瞬间严肃了起来 难怪 刘星座会 派人来求援 这尼玛海兰珠在他手上 皇太极 还不得和他玩命 金银战力本就最弱 要是不赶紧救援 怕是得给刘星座收尸了 哪怕是马祥林 都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那就是 如果皇太极 不计代价的话 的确有能力兑换掉 此时四项军团中的 任何一支军队 包括他们百赶军 快 全军拔营支援精英 这海兰珠 绝不能让皇太极救走 到手的战利品 岂能吐出去 正好不知道 回去献什么给陛下 这海兰珠 号称科尔庆部落的第一美女 作为礼物送给陛下 倒是勉强够格了 搞清楚了 皇太极在急什么 马祥林瞬间来了精神 好好好 刘兴座立了大功啊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要赶紧支援 防止队友被暴怒的 皇太极 砍成八段 而他这一动 自然免不了叫上 其他队友 今夜注定是个 不眠之夜 马祥林在出发后 还派人给 卢相生他们发了消息 一听刘兴座 抓住了皇太极的 小老婆 几人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卢相生和孙国珍 连夜带着骑兵支援了过去 而毛文龙则是摇摇头 带着残兵 往太子河的出海口撤走 他已经通知船队 前来接引 刘兴座那边 他是没法帮忙了 距离有点远不说 他的整个队伍 已经疲乏到了极致 既如此 那他就先撤了 免得被人盯上 眼下他必须要先 保住东将军的火种 然后才能为以后 做打算 想来有白杆军他们在 刘兴座应该不会出事 没想到刘兴座 竟然能抓到 海兰猪这条大鱼 这家伙 当真是要把皇太极 气死的节奏 即刻返回皮岛 再挑出一千人 随本将军压界头颅 去往京城 毛文龙目送 卢相声等人离开后 大手一挥下了命令 这次东将军损失不小 但却也给了 毛文龙极大的信心 妈的 死鸭子 你最好别死太快了 等本将军 把陛下拨来的银子 都转换为战斗力后 必没有拧好果子吃 他娘的 怎么来得这么快 顶住 顶住 都给老子顶住了 沈阳城外不到十公里的位置 刘星座 看着将自家团团包围的 达子主力 整个人都妈了 他本来是让手下一部分 骑马的士兵 去周围截杀那些 逃出沈阳城的达子家眷 结果没成想 在外围发现了 海兰朱的车队 结果 因为散出去的人太少 导致这海兰朱 虽然是截住了 但却放跑了几人 这不 知道家里手下 抓住了海兰朱 刘星座二话不说 直接带着大军 就往沈阳城撤 他作为后金女婿 可太清楚 这女人对于黄太极来说 有多重要了 说句不好听的 大月儿被抓了 黄太极都不会太急 但这女人 黄太极是必然会和他玩命 所以 刘星座打算赶紧撤回到沈阳城 然后聚城而守 只要撑到百杆军道 那就妥当了 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知道现在的经营 打一群疯了的达子主力 不太现实 所以得递其锋芒 只要能进城 那就好办了 然而 金银作为步兵 压根没法在短时间内 撤回沈阳城 哪怕刘星座已经很努力 但依旧还是被堵在了沈阳城外 妈的 不就是抢了你个小老婆 至于吗 命都不要了是吧 此时 刘星座就一边指挥金银结阵营敌 一边无语地嘀咕道 来得也太快了 就差一点点 他便能撤回沈阳城 现在也只能被迫 和达子也战了 杀 掠夺粮草 斩杀刘星座 给本汉杀光他们 黄太极拦住刘星座后 二话不说 直接带兵冲杀了过来 作为大汉 他当然不能下令 让将士去抢回自己的老婆 丢人不说 也容易伤士气 毕竟老婆什么的 属于私事 让大家伙卖命 帮你抢老婆 凭啥 你老婆又不和我们帅 但如果是改为粮草和军功 那就是大家的事情了 刘星座所率领的金银 压戒着整个军团的粮草 这要是能抢下来 那可是大好事 而且这刚一冲锋 黄太极就明显感觉到 这金银战斗力 远不如东将军 只是 第一波他便率领大军 将刘星座部下的环形阵 给插入了大板 这什么概念 相当于直接将军阵的中军 都给一波冲烂了 要不是这金银人数众多 估计能杀一个队穿出去 就是可惜没看见 刘星座那混账 不知道躲去了哪边 但黄太极也懒得琢磨 直接下令 让全军下马 以敌人的阵法中心 为据点 反向朝着外面攻杀而去 而他则是带着一堆人 一个个帐篷检查了起来 他娘的 这黄太极 确实是拼命了 不行 就算打不过 也必须得给他点颜色 刘星座在发现 金银压根挡不住的瞬间 就躲入了后方军阵 看着达子如入无人之境 甚至还敢在军阵中间下马 这脸色 要有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就这 他出门的时候 可是给陛下吹了牛逼的 要真打成这样 怕是也没脸回去了 传本将军将练 所有人跟本将军一起大声喊起来 金钟报国 先祖庇护 唯我大名 日月永存 他知道 此时军阵中的将士 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战斗 被吓傻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难的一次 只要挺过了今日 那金银就还有得救 四周轻卫听见后 立刻附和着 大声喊了起来 声音很快便一传十时传百 很多正面路惊恐的将士 听见这四句话后 脸色齐齐一愣 这是陛下当日 在忠义词前喊出的 金银士兵无不知晓 而就是这么一回神 他们终于想起来 自己是在何地 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打仗 是在杀达子 然而现在 他们却是在被达子乱杀 如此战况 他们有何脸面 居面见京城父老 还想入忠义词 他们怕不是要成为 全天下的笑柄 金钟报国 先祖庇护 唯我大名 日月永存 声浪一声高过一声 很快 原本被打得四散溃逃的将士 开始慢慢停下了脚步 脸上的惊恐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前所未有的羞愧和愤怒 我们为什么要退 该逃的是达子 老子可是来赚钱赚军功的 如此回去 怕不是要被村里 支支点点到死 要知道他们 可是顶着十里八乡 各种羡慕的眼神 加入的精英 而现在 四项军团每一个 都打出了自己的作用 东将军更是一战成名 在野战上第一次打的达子 不敢再战 很多事 那就派一个对比 不行 绝对不行 绝对不能说 越来越多的巨战者 开始恢复神志 咬着牙 举着武器 嗷嗷地反向 朝着阵中杀了过去 而在外围 那些原本溃逃的士兵 也都停了脚 大都红着眼杀了回来 流星座看着 总算开始稳定的军阵 终于是长吐了一口气 这要是再让他们逃下去 可就要溃不成军了 好在 到底是稳住了 那么接下来 流星座冷笑一声 再次喊道 金银子弟全体听令 若是此战败退 本将军将退回陛下 所赐的所有荣誉 金银就此解散 金银所拥有的麒麟旗 也将从忠义词中移除 而等回去 便只能卸甲归田 一辈子 背着逃兵莫夫的名号 你们的子女 你们的家族 你们的村子 都将因为你们而蒙秀 这是大家最后的机会 不要让陛下失望 流星座的话 被传令兵快速传递到 军阵各地 原本就羞愧已的金银士兵 此时彻底慌了 什么 金银解散 移除忠义词 开什么国际玩笑 他们可都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 军想 功名 荣誉 若是金银针毁于他们之手 那他们 还有什么脸回家 留守京城的一万兄弟 又该如何看他们 难道告诉他们 自己等人出去打仗 把金银打没了 操 光是想想 都要炸了呀 金城爷们 最看重的 不就是个面 这面要丢地上 那还不如杀了他们算球 杀 杀 杀 不知是何人起头 震天的喊杀声 替代了之前的口号 就像是被彻底激活了一般 金银子弟 人人红眼 如同看着杀父仇人 恶狠狠地 瞧向了那阵中的达子 就是你们 想揣了金银的饭碗 此时的黄太极还在寻找海兰珠的路上 但找了半天连根毛都没找到 这不由得让火气更加上勇 此时听着外面震天的喊杀声 立马也炸了 永存你大眼 狗屁金银 给本汉涂光他们 就算是把金银先个底朝天 也得给本汉把爱飞找出来 急了 黄太极显然是急了 不过还在他还有最基础的判断力 所谓战力可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爆表的 人本能的恐惧是需要战场的磨练才能压制 区区金银 就算回过神来又如何 当刀架伸上后 疼痛会让等再次恐惧 杀 黄太极翻身上马 手中长刀一指决心 先找到流星座那混蛋再说 这海兰珠显然不在军帐中 具体去处只有他知道 找出来 撬开他的狗嘴 很快 在他的带领下 整个后京主力在流星座的军阵里 杀了个七进七出 然而 让黄太极无法理解的一幕出现了 他虽然每次都能杀的金银将士狼狈不堪 但很快 被冲散乱的将士便会再度爬起来 重新归入阵中 就算是有逃跑的 跑不出二十米 就又纷纷掉头回来 他娘的 见了鬼了 要跑就跑啊 跑一半还回来干啥 当打仗是过家家不成 黄太极幻想中的将金银冲散一事 现在看来算是彻底泡汤 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感觉 自家每冲杀一次 那金银的阵盘就更紧凑难缠一分 而且每次冲杀 他们的死伤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最关键的一点 他找不到流星座那混蛋啊 从七个方向冲杀了七次 狗日的硬是找不到流星座在哪 这混账玩意就躲在军阵中不断游走 压根不给他情杀的机会 显然他也知道 虽然金银此时被杀得乱跑 很不光彩 但如果他这个主将被抓 那好不容易崩尔不愧的军阵必然散架 到那时候 整个金银都得死在后金的铁骑之下 所以 流星座躲得很认真 就是绕着这皇太极的骑兵在走 大汉 不能再冲杀了 这金银的军阵压根散不掉 而且越战越勇 再打下去 我军必定要吃大亏 旁边 范文成忍不住再次开口 他算是开了眼了 你他娘的 搁着给流星座刷集吗 这金银不散 那想要弄死流星座 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全监金银 但问题在于 这金银的战斗力虽然不强 但架不住人多呀 而且 但装备是真他娘的好 光看着装备 绝对对得起这清军二字 几乎人人都是半个重步兵 尤其是那重组的神机营 人人手持三眼冲 打完了就当锄头屎 比TM锤子还好用 轮圆了砸就行 不少自家的金锐 都是被这三眼冲给砸晕在了地上 那本汉的爱飞就不管了 再冲杀一次 本汉已经看清 那流星座所在的位置 此时就在东北角 那里有十二根大旗 一直在绕着我军转移 流星座就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 只要能擒住他 这金银必然溃败 可惜 此时的皇太极 已经听不太进去了 感情被抓的 不是你家老婆 而且他刚刚一直在观察 算是大代猜出了 这流星座的绕圈规律 不管怎么说 他想要指挥大军 就必须要动用令旗和传令兵 只要用 就必然会留下踪影 全军 随本汉再杀一次 只取流星座的四轮车 抓住流星座者 赏白银一万两 本汉还将收他为义子 掌香白旗 一万两 旗主 这奖励一出 四周的达子们 纷纷震惊地看向了自家主帅 他们莫不是听错了 大汉今日竟然如此大方 比起一万两 那旗主之位 才是让大伙真正眼馋的 那可是一步登天啊 杀 本来还有些疲惫的达子们 此时全都来了精神 很快便再次随着 皇太极骑马绕圈 开始为冲锋序列 而军阵中 瞧着达子竟然还敢充盈 流星座的脸色 也同样闪过一丝狠辣 今日这一仗 不管怎么看金银都丢了大面子 流星座寻思着 若不找回点场子 他依旧没脸回去见陛下 想找本将军是吧 好啊 老子今天也不躲了 算算时间 马祥林应该快到了 只要能把达子 给重新引入军阵之中 再为之 说不定是个机会 流星座微眯着眼 不过几秒便已经下了决定 他娘的 赌了 就赌这金银将士 并非挠肿 呼 流星座长吐了一口气 伸手一直喊道 入中军 立帅齐 通知全军 劫还行政 旁边的副将们 听见这话 全都有些犹豫 不过 很快便纷纷咬牙 点头离去 主帅都发寒了 他们岂有退让的道理 大不了就是一死 只要能保住 金银的编制 那就算拼光 所有人又如何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不多时 就在皇太极在外围绕着军阵 跑圈寻找流星座方位时 震耳的鼓声 从军阵中央响起 一杆镶嵌着麒麟图案的墨色大旗 迎风树立 由于走得及 朱尤俭指来得及 制作一面旗帜 想了想 还是绣上了麒麟 并将其交给了流星座 不管怎么说 明面上这金银 乃是四项军团的老大 更是他手中的清军 朱尤俭对他们的期望 远在所有军团之上 嗯 混账 皇太极自然也被鼓声吸引了过去 一双樱幕 透过重重军阵 看见了那帅台上站着的流星座 同时看见的 还有那战车中被抓起来的海蓝珠 瞬间 皇太极的眼珠子就红了 奶奶的 难怪老子找半天没找到 原来在你车上 不跑路还敢正面装逼 本汉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给本汉弄死他 知道方勒为皇太极当即长刀一指 带着铁骑朝着军阵斜插而去 而军阵中 看着果然上钩的皇太极 流星座冷哼一声大喝道 结阵 鹰爹 给本将军困住这些打子 升官发财 就在今日了 四周 无数已经恢复过来的金银士兵 看着再度袭来的铁骑 眼神中早已没了最开始的恐惧 毕竟都已经被冲烂了七次 再恐惧也麻木了 既然已无恐惧 那剩下的唯有那滔天战役 还敢来试吧 真当金银士茅测了 杀 杀 两边的喊杀声再一次对撞在了一起 这一次 金银的阵盘已经变得极为牢固 虽然被冲杀死了七八千人 但剩下的三万多人 此时大都已无据意 皇太极所率领的主力 这次仅仅只是插入了三分之一 就被迫下马野战 不过这毕竟是打子的精锐 在面对四周蜂拥而来的金银士兵 依旧可以朝着军阵中央插入 这也是让流星座看得暗暗搓崖 装备有了 士气也起来了 但是差经验 实战经验缺乏太多 不过 拖住打子倒也足够 该死 这帮金银的嗑耀了不成 再度将前方一人砍死 皇太极阴沉着脸 看着四周神情难看 有点冲不动了 虽然此时 大军距离金银中央区 只有不到六百米 但前方却是密密麻麻的盾牌和长枪 别看他家多为重步兵 但所配置的进展武器 几乎都是以弯刀为主 此时的后金 还远没有十年后那么扩创 能凑出这么多重甲 已经相当不易 压根没有更多的铁矿 去锻造长柄武器 这也就导致了眼下的窘境 弯刀虽然好用 但面对成片的盾墙 却无太多的用处 除非是借助骑兵重开盾墙 才能有效杀伤后面的持盾者 就像他们之前冲进石那样 仗着皮后 直接无视你家的长矛和盾牌 然而现在 当失去了速度 只能靠着人往前拱石 弯刀在面对大盾石的窘境 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当然 对面名蛮子 也好不到哪去 靠着盾牌和长枪 也很难击杀身穿重甲的八旗子弟 双方顿时有点僵住了 但僵住这事 对于皇太极来讲 可不是好事 过来时 他就已经看见那白杆军的驻地 距离不说有多近 但也绝对不算远 妈的 来人喊话 告诉刘星座 交出海澜珠 本汉就此退去 否则就算拖到白杆军道 也必取他向上人头 眼看着局势越发胶着 皇太极捏着拳 叫来几人到前方喊话 传我家大汉令 交出王妃 然而等一命 否则 不死不休 本来还在疯狂厮杀的前线 听见声音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反正都互相杀不死 先看看自家大帅如何决定吧 正在中央观察情况的刘星座 听见声音后 顿时冷笑了一声 静直接命令四轮车 往前开了一百米左右 随即叫来几个巨盾挡在身前 饶我狗命 黄太极 你怕不是瞎了狗眼 现在是谁在掌控局势 看看你的周围 我这一万五千名盾战兵 已经家儿等困死在了这 有心情关心你那小老婆 还不如关心下你现在的情况 指不定 名满天下的后金八旗 今日就要埋葬于此了 杀我 当老子这三万多人都是木头不成 此时战场已经较为安静 黄太极自然是听见了流星座的声音 手一挥 让手下的人先停下动作 这才同样上千一截 流星座 你本来我后金女婿 我父亲努尔哈赤 待你不薄 为何判我 如此小人够当 你当真以为自己 能够在民蛮子那里风绝不成 不如重新归降于我 之前的事情本汉可以既往不救 宫心谁不会 你一个叛变之人 也好意思在这饶舌 放你娘的狗屁 要不是努尔哈赤 把我全家从辽东劫掠到沈阳 老子至于替他卖命 我本是汉人 岂会员等蛮夷为伍 倒是你们 若非先帝怜悯 所谓的后金 不过还是那山沟里的野猪皮 不知报恩与禽兽何意 骂人 老子叛逆 皇后金女婿 说起这个 刘星座就是一肚子火 若非为了家人他 怎么可能去帮那摩尔哈赤 都是你们这帮混账 搞出来的事情 死 黄太极也瞬间倒吸一口气 额头青筋抱起 野猪皮你大眼 两人这互相一喊话 算是彻底把话题给聊将了 憋了半天 黄太极强压着火冷声问道 多说无意 本汉就问你一句 放还是不放 你应该知道 真拼到底 你们不是对手 刘星座文言 微眯着眼 吃笑一声 稍微一示意 便让旁边的人 把那海兰猪给架了起来 想要人 那就自己来拿 金银没有脑肿 你最好今天真把我等灭杀于此地 否则要不了一年 带金银三大营彻底恢复之日 必要你们这群蛮子 死无葬身之地 威胁我 来来来 老子但凡耸一下以后 名字倒着写 真给你脸了 此时的金银 可还不是完全踢 最主要的神机营 压根就还没恢复过来 主要是陛下 让兵部检查装备后 把大部分的火器 连带着不少贪官 全给丢炉子里了 若金银此时 三大营都是满边 什么狗巴打子 只要破不开盾兵 都得死在神机营的手中 刘星座的话 质地有声 只把那皇太极 给对得哑口无言 反倒是那些金银士兵 此时全都挺起了胸 仿佛有着无数傲气 正从骨子里渗透而出 是了 他们可是金银 横扫天下的金银 从金银诞生的那一天起 他们就是为了猎杀打子 而生的 皇太极黑着脸 没有再说话 看着近在咫尺的海兰珠 他心里的纠结 如同拉面条一般 四五秒后 皇太极缓缓闭上了眼随 等到再次睁开时 眼神中的疯狂 已经彻底熄灭 他已经感觉到 地面的震动 有大军正在逼近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好 好 今日之如 本汉记下了 等本汉夺取天下那天 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金银是吧 那你们可得 把京都守好了 否则 本汉破城之日 必徒儿等满门 我们走 不能再打了 再打下去 白杆军一道 必败 黄太极最后深看了 海澜珠一眼 力声喝道 流星座听完 脸色陡然一变 往左一看 果然瞧见了远处 已隐约有人影晃动 马翔临到了 操 黄太极 你是不是男人 老婆都不要了是吧 全军听令 给本将军围住他们 金银最终 还是没能留住黄太极 看着远蹲而去的 打子大军 流星座气得直跺脚 他奶奶的 丢人啊 虽然金银 斩杀掉了五千多名打子 但却付出了 近一万八千人的代价 这还是黄太极疯了 不计代价 疯狂冲锋军阵 若是只在外围 温水煮青蛙 估计能杀掉两三千人 就算不错了 神机营 神机营 这次回去 老子一定要把神机营 恢复过来 否则面对着打子的重步兵 太天艳憋屈了 同样快气炸了的 还有马祥林 本来看见打子 被困于军阵中他 兴奋地差点没跳起来 结果 等到他带着人冲过来时 打子已经破阵去 只留下白杆军 一众人在原地干瞪眼 不少白杆军的将士 更是差点没骂出声来 会不会打仗 这你马 还能让人给跑啊 但话到嘴边 最终还是没能说出来 金银 确实已经尽力了 来了 不好意思 没拦住 好在到底是让达子 付出了一些代价 待到马祥林在军阵中 找到流星座时 正坐在地上喝酒的流星座 有些歉意地叹了口气 算了 本来我还在担心 金银会被击溃 现在看来还算不错 相信这一战后 金银必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一次 必能灭了这黄太极 马祥林还能说什么 只能是如此安慰到 白杆军 这次算是白忙活了 别说死人 连受伤的都没一个 当真是日了狗 他这次回去 也得搞点马了 要不然 真的被这达子 当傻子溜 也不知道 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 达子此次受创不小 短时间内 已无力清洗边境 而我们想要攻打后金 也还需多做准备 下一次吗 现在来看 怕是有得等了 不 恰恰相反 机会已经来了 就在刚刚 那送信的锦衣卫 见你被围跑到了我这 陛下有新命令到了 马祥林从腰间解开酒袋子 小喝了一口后 这才笑着说道 正常情况下 却是如此 但奈何我们的陛下 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达子想要休养 做梦 什么命令 一听有陛下的命令 刘星座瞬间站了起来 难道真要直接派兵攻打赫图阿拉 陛下有令 此次对达子的作战已经结束 若是达子北逃 那就暂时不用管 先把沈阳城烧了 然后将广宁西平两城站下 经营旧地驻扎于广宁 我则率领白干军驻扎于西平 同时 辽东军前出到小灵河 在小灵河以及大灵河四周 修建三十二座小型城堡 配合原本的堡垒凑齐五十个 每一堡垒驻扎五百人 最后则是让景州至山海关区域的百姓 全部内签安置 以后这山海关外 就是彻底的战场了 达子将无法从此地 再获取到任何的物资 马祥林快速将朱友简的命令 说了一遍 刘星座听完 立马从怀中掏出地图进行查看 这一看 立马就懂了 改被动为主动 军队前出巨敌 这是要把战场 开到后金的地盘上 好啊 如此形式 后金再想扣门山海关 怕是没有可能了 对于陛下的安排 刘星座没有任何意见 不出意料 作为新前线的广宁西平二城 必将成为后金的眼中钉 那对于缺乏经验的经营来说 这可是天然的练兵场 你这三万 我这两万 后方堡垒群 还有两万五 再加上山海关内的三万铁骑 以及毛文龙手中的东将军 现在后金面临的是近十五万的大军 我要是皇太极 现在就投了 越打下去 他越没胜算 马祥林则是掰着手指头 快速算着 达子 呵 蹦打不了几年了 带到这四项军团 全都恢复战力那一日 随便一支 就能灭杀了他们 行 那我们即刻攻打两城 先在此处把钉子安下 绝不能给达子 任何恢复的机会 十五万 确实 越往后拖着打子 就越难打 不过也没啥办法 他们本就是一群小垃圾 之前能骚扰大明朝 那是因为大明自身朝廷出了问题 现在陛下乾坤独断 已经彻底掌握了军政财物 又是一杀法果断的君主 岂会再放任他们 如此嚣张 仅仅只是两仗 虽然大明朝的军队 都没占到便宜 但换下来始终是大明朝传了 这就是国力的差距 不用功 那两城的人 趁着我等直取沈阳时 早就跑了 现在就是两座空城而已 回去的路上取了就是 我得先让将士休息一下了 这一天天的人没杀着鞋 倒是跑烂了两双 马祥林摆摆手 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打个锤子 早TM跑没赢了 算了算了 睡觉去 说着就拍拍屁股 从地上爬了起来 刚走了没两步 这才又转过头提醒道 对了 陛下的意思是 这沈阳城必须要好好烧一遍 不可再让其拥有城防的能力 明日我等费点劲 把城墙给他压拆了 还有就是 那皇太极睡觉用的木板子 记得给他劈了 装好了 给陛下送去 拆成墙吗 刘星座摸了摸下巴 没有意见 就算陛下不说 他也会动手拆一些 免得回头又被打子占了 只是听见这最后一句 刘星座不由地摇了摇头 还惦记着那木把 他都快忘了 放心 明日我亲自去劈 保管给劈成烧柴 算了 既然是陛下想要的 那就弄呗 反正也费不了几个劲 嗯 那就先这样 刘将军也早点休息吧 马祥林见刘星座答应了下来 这才公公手走了 他还得赶回去安抚一下 白干军的将士 睡觉 我睡个锤子 还是先整理好金银的问题 回去告知张元帅吧 也不知张维贤要知道 金银被打子穿了个七进七出 会是什么表情 应该 不会 太生气吧 嗯 应该不会 黄太极走了 一路向北没有回头 穿假睡的马祥林 看着第二日的太阳 忍不住又轻叹了一声 到底是白忙活了 罢了罢了 搞定沈阳城后 赶紧撤走回朝吧 陛下可还在等他们 整整两日 沈阳城内的火 就没有停过 刘星座带着金银 将已经变为空城的沈阳 再次化为灰烬 这次可比上一次 做得更加彻底 不光彻底推平了 黄太极的寝宫 连带着将四周城墙 全给拆出了 几十米长的漏洞 外围的护城河 也已被填平 整个城内 可以说是找不出 一根立着的柱子 完整的瓦片 就以这情况来说 达子若是想要恢复 沈阳城的城防 起码需要半年时间 第三日 北上的军团 这才开始撤出沈阳 卢相声率领骑兵 重新走蒙古地界 返回大同 孙国珍带领辽东铁机 沿着锦江防线 撤回山海关 而金银与白杆军 则是按照陛下所说 占领了广宁西平二城 两城互为基角 背后还有辽东防线 作为支援 以目前后金达子的状况 短时间内 连一点心思都动不了 而等到他们忙活完手中的事情 返回京城时 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太左 这狗日的倭寇 竟然敢乘机袭击我沿海城镇 当真是嚣张至极 偏殿中 这几日心情极好的朱油简 此时却是脸色阴沉的不行 虽然两路大军 在北边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但在沿海地段 倭寇又TM来了 就在大明主力 据找黄太极的麻烦时 倭寇一万余人 乘船袭击了福建等沿海城市 抢完就跑 就突出一个恶线 等到周边守军赶到时 只看见漫天的火焰 还有百姓的尸体 朱油简接到情报后 气得直接掀了桌子 这还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不光如此 北方陕西地界 随着时间进入三月 已经有了大汗的征兆 锦衣卫上报 不出意外 今年陕西是要颗粒无收了 瞬间 朱油简的压力 再次被拉满 开始了呀 一旁坐着的李承 听见朱油简说的后 不由摇了摇头 从元年开始 接下来的十七年 整个大明朝 都将不得安生 年年有灾 可不是开玩笑的 只是让李承 有些奇怪的是 这倭寇为何来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倭寇经过家境 龙清二朝 已经被绞得差不多 历史上 有关明朝倭寇的记载 也基本指于天启年间 没听说过 崇祯年闹倭寇的 难道是因为历史 走向变了 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吗 大明朝最大的敌人 总算是来了 天在一起 做好准备吧 接下来的十七年 会非常难熬 至于蝴寇 先搞清楚 他们是怎么来的 如果咱没记错 此时的蝴国内部 已经趋于稳定 应该不会有这种 形成规模的蝴寇出现 这里面怕是有问题 蝴寇的出现 一直和蝴国内部有关 而且 这一来就是上万人 怎么看都不对劲 是太祖 要派兵镇守海边吗 朱尤简脸色难看 揉着脑门问道 蝴寇这鬼东西 他只在书上看过 但也清楚 这些玩意有多难缠 和牛皮选一样 打了就跑你还拿他 没啥办法 镇守无用 大明边疆过于辽阔 哪能看得过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蝴国给灭了 解决不了麻烦 那就解决搞出 这个麻烦的人 防备蝴寇 怎么防 边关这么长 哪能都照看过来 就算能那得耗费多少钱 可是我们暂时 没法攻打蝴国 总不能放任他们 继续在边关捣乱吧 那死的 可都是大明百姓 朱尤简眉头微皱 有些不解 太祖应该清楚 大明朝现在是 无力攻打蝴国的 简单 让专业的人 来做专业的事 想要阻止蝴寇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他们 还没登陆之前 就将其拦住 听闻福建周遭 有个海盗头子 叫郑之龙 此人倒是可以移用 不过这是 让咱再琢磨琢磨 你先去招待好 那几位大将军 蝴寇的是不用慌 李晨摆摆手 示意朱尤简 不用着急 撑过这一两年 有的是办法弄死他们 当然了 肯定也不能让他们 如此轻易地截略 得找个人来给他们添赌 海贼王郑之龙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此人有些复杂 李晨得琢磨下 要如何用他 好 那我先去看看 那几位将军 就不打扰太祖您了 郑之龙 朱尤简对此人 并不怎么熟悉 但既然太祖都这么说了 那他倒也心安了不少 连后金达子都被太祖 折腾得头破血流 区区窝寇 还真算不了什么大事 等太祖安排就行 离开偏殿 朱尤简大步去了 另一处殿门内 刚进去他便看见 刘星座等人 已经此等候着了 瞧着朱尤简进来 纷纷单膝跪地 朝着朱尤简请安 见过陛下 起来吧 大半 四座 朱尤简坐在主位上 看了众人一眼 这才抬手示意王承恩将椅子搬来 这里并非大殿 倒是不用过于拘束 等到众人落座 朱尤简这才笑着说道 各位爱卿此次联手 击溃后金达子 可谓是大功一剑 也让朕彻底相信 所谓的后金八旗 不过是吹出来的罢了 在大明将士面前 尚不得台面 朱尤简的话 让下方一群人 互相看了看 坐在最边上的卢相声 沉音片刻后站了出来 陛下 只是击溃而已 并没有彻底将后金瓦解 此次出击 暴露了我大明军队诸多问题 但请陛下放心 下次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虽然朱尤简是在表扬他们 但作为此次大战的几大将军 他们却并没有多开心 大明主力其出 也才只是逼退了达子 实在算不得什么大胜 卢爱卿此话可就错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说能夺回广宁西平二城 便已经将攻守逆转 达子至此 无法再逼近边关 更无法截略阵的边疆百姓 长此以往 后金败退 只是迟早的事情 瞧着卢相声 还有些谦虚 朱尤简摇着头 干脆地说着 此战太祖 已经给他详细分析过 不管死伤如何 战略目的 毕竟是达到了 达到了 那就是胜利 而且 太祖还提出了一个 让他有些意外的想法 那就是用达子 来练兵 朱尤简也没想到 太祖竟然会有这个想法 不过想了想 这倒是挺不错 对于达子 朱尤简此时 早已没有了任何拘异 现在的大明朝 都能将其按在地上打 待到大明 再恢复个两三年 乱杀不是问题 即如此 为何不废物利用 让他们再发挥一点余热 四项军团后续 都需要招收大量的新兵 而唯有战争和鲜血方 可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谢陛下 对于朱尤简说的 众人都是松了口气 此战到底算不算胜 主要还是看朱尤简的想法 现在看来 陛下对此战的结果 应该是满意的 那就好 谢阵作甚 是阵应该谢谢你们 此次你们 让皇太极第一次尝到了 野战失利的滋味 对于大明来说这一点 相当重要 后经过万不可敌的说法 已经被你们彻底打破 阵不光要好好谢你们 还要讲啥等 再将你们的事迹 通过报射 传遍大明江山 这一战 虽然让皇太极跑了 但对于朱尤简来说 已经是大转特转 按照太祖的布置 此时的攻守已经转换 广宁二城的回归 更是代表着大明朝 将在未来主动出击 如此好事 自然是要大赏 陛下 臣请罪 金银野战不敌 放走了皇太极的主力 还请陛下责罚 朱尤简的话 自然是让大伙都挺开心 不管是毛文龙 还是如相生他们 辛苦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这一刻 名阳天下 威震八方 不过他们之中 却是有两人脸色 很是难看 张维贤 此时已经是坐立不安 在拿到金银战报的那一刻 张维贤好学没晕过去 堂堂金银 竟然被达子杀了得 七进七出 这尼玛 当真是在玩蛇皮 好在最终军阵 没有被彻底打烂 否则他是真没脸见陛下了 而现在 陛下要嘉奖四项军团他 自然没有意见 但他并不觉得 金银有这个资格 若是金银在墙上一些 指不定都把皇太极 给留了下来 这不 张维贤二话不说 直接出列跪了下去 他实在是没脸 拿陛下的奖赏 瞧着张维贤一脸的苦涩 周围几人也不知道 说啥好了 此次出战 金银确实是 大家伙中最拉胯的 这点没法狡辩 但硬要说 金银打得有多糟糕 那也未必 虽然是被杀了得 七进七出 但整个军阵却是没有乱 一群新兵 面对暴怒的打子 能打成这个样 说实话 已经很不错了 陛下 此乃我之过 是臣的问题 还请陛下治罪 刘星座此时 也从旁边站出 同样跪下 他作为带兵练兵之人 金银打成这样 他肯定跑不掉 正准备再说点什么的 朱油简 看着跪地的二人 忍不住扣了扣脸 说实话 对于金银朱油简 肯定是有点失望 毕竟他对金银的 期望太高了 但他也清楚 想要指望金银 在短时间内 赶超东将军 这本就不现实 好了 两位爱卿 朕并无怪罪金银的意思 一帮新兵 能打成这样 已很是不易 而且 金银的剑制并未完整 最重要的神机营 都未满边 此战表现不佳 倒是能够理解 朕也相信 待到下次有机会时 金银必能抱此次之辱 难道两位爱卿 对自己不自信吗 朱油简笑着 递了的台阶过来 他相信 金银肯定是能恢复到 成祖时期那般强大 无非是时间问题 而现在 大明朝堂争争日上 四项军团 全是赶战之兵 朕现在并不缺时间 陛下厚恩 臣替金银将士 叩谢陛下了 请陛下放心 若是下次面敌 还打成这样 不用陛下多说 臣立刻将麒麟旗 从中一词中移出 听着朱油简 那很是信任的声音 张维贤捏着 拳重重刻了个头 作为武将 他不会说什么 华丽的句子 只能是立下军令状 表示自己的决心 好好 那朕就等着 等着金银 重现当年荣光的那一日 朱油简 轻点了下头 鼓励道 随后 示意王承恩将两人搀扶起来 等到张维贤两人重新坐回位置 他这才招手 让旁边的人 将早已准备好的东西带了进来 各位 准备领旗吧 前日出征太急 来不及秀 现在正给你们补上 以后 这便是你们四项军团的军旗 可要妥善保管 除去已经发放的麒麟旗 这四个托盘中 各放置着一张折叠好的军旗 待四周侍从 将其一一打开后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神兽的身影 清晰可见 每一只都秀得栩栩如生 仿佛要扑出来盘 这可是朱油简让宫里御用的秀娘 花费大精力秀出 各种材料 全是上上之选 谢陛下 四项军团的四位将军 齐齐瞪大了眼 眼神中流出了无限的激动 终于 来了 在返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看着金银的麒麟旗羡慕得不行 这可是代表着军队在朝堂上的地位 更是代表着他们这些将军一辈子的荣耀 四人纷纷战出 单膝跪地后极为庄重地接过了军旗 哈哈 好 那后金达子有所谓的八旗子弟 现在 朕也有自己的四项军团了 区区达子 朕有何聚致 大半 炫 朱有俭看着眼前这一幕 不由的心中 升起了一抹 从未有过的豪气 有这些将士在 朕绝不会再是那亡国之君 那个什么狗屁皇太极 朕已经在老歪脖子树上 给你留了一个大大的VIP位 给朕等着 等朕大军出关的那一天 就是你上位之师 这位置 朕会一直给你留着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赏毛文龙 刘星座 马祥林 卢相声 每人白银五千两 赏京城豪宅一座 赏美式十人 赏毛袍一剑 赏四项军团所有军事 白银五两 赏牛羊酒水若干 王承恩听见声 赶紧端着早就准备好的圣旨 走了出来 双手一拉 大声宣读道 毛袍 豪宅 美式 所谓人生巅峰 不过如此了 毛文龙几人 全都兴奋地浑身微抖 纷纷磕头谢恩 这一幕也是让旁边的张维贤 暗暗兴奋 他虽然没有封赏 但作为国公 他也早就看不上这些东西 现在他所求的 无非就一条 那就是让五熏一脉 彻底恢复过来 这些人可都是 未来五熏集团的种子 一番赏赐后 朱尤俭 这才又和他们闲聊了起来 这些都是目前大明朝 最重要的将领 大部分时间 都要外地镇守边疆 这次回朝 太祖也是让他赶紧 和这些人多拉拉加长 陛下 此次后经损失不小 短时间内 怕是无力再继续骚扰大明 要不干脆一鼓作气 把赫图阿拉也给烧了 聊了一会 马祥林还是没忍住提议道 这次出去白杆军 当真是憋屈 所以 马祥林合计着 要不再往北打打 不急 跟他们耍耍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优势 那就千万不能浪 按照计划来 各大军团先将人手凑齐 尤其是辽东的三万铁骑 务必要加速成型 东将军 白杆军也需要各自组建一支 不低于五千人的骑兵 要不然 你们去了后经地界 还是得被人溜着玩 朱尤俭见马祥林 一副很想打架的模样 顿时笑了 他当然也想把达子一口气灭了 奈何国里不太允许 大军开拔一次 钱粮消耗实在是夸张 尤其是这次精锐全出 几乎是将之前八大晋商 遗留的粮食 给吃了一半还多不少 接下来又是天灾不断 朱尤俭必须要保证 手上有足够的粮食 应付才行 是 陛下 马祥林文言 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打仗最重要的一条 不就是痛打落水狗 现在后经示弱 就更应该派遣军队 不断地攻击消耗对方 拖下去可不是什么好选择 行了 别愁眉苦脸的 接下来朕要说的 便是针对达子的后续计划 虽然暂时没经历一波干死他们 但消耗是不能停下来的 从即日起 出去毛文龙的皮岛方向 广宁城内将再开设一个悬赏点 刘星座 你来负责此事 回头毛文龙你去京城的大马路上 摆开了给朕发钱 你不是把那些散兵都带了回来 给朕一分不少的 当着大家面结清了 相信肯定会吸引到很多勇士 到时候两个点 两个方向 不光可以消耗后经的有生力量 也是天然的选兵场 按照太祖所说 朱友简将接下来的安排告诉了他们 骚扰是肯定不能停的 大明啥都缺 就是不缺想赚钱的人 就让这些达子好好感受下 来自中原莽夫的爱吧 是 陈灵指 刘星座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这没什么问题 只要陛下的钱够 光是悬赏 就能耗死那后经打子 嗯 不光是散兵 你们几个军团中 除了距离太远的天雄军 其余军队的士兵 也都可以去接悬赏 但得做好分配 不可耽误了边疆防御 朱友简点点头 这才又补充了一句 练兵才是接下来的关键 尤其是经营 实在是太缺乏战斗经验了 四周将领文言立马笑了起来 这可是好事 可能唯一有些郁闷的 就是卢相声 天雄军是负责防御蒙古的 根本不可能跑到后经地界 去赚钱 陛下 有一人臣打算献给您 要不陛下 现在就见一见 聊到这 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刘星做见状 这才笑着站了出来 拱手说着 说完还露出了一个男人 都懂的表情 人 朱尤简愣了愣 立马懂了 海兰朱是吧 则 黄太极的爱妃 你们说阵应该如何处理 在得知刘星座抓住海兰朱后 他还特地问了下太祖 从太祖口中 得知这女子 深受黄太极的喜爱 现在此女子在她手里 具体要怎么处置 还真有点拿不准 打入教方司 马祥林第一个开口 很干脆地说出了意见 外族女子 不杀已是大恩 还能收入后宫不成 教方司 就是她最好的归属 或许可以用她和黄太极 谈谈条件 比如换点站马什么的 卢相声思索两秒 这才说出了她的看法 丢教方司 才值几个钱 还不如让黄太极大出血一次 黄太极不会同意的 那货冷血得很 江山和美人 她更在乎江山 你要站马 那是再要她的命 刘星座却是摇摇头 并不认可卢相声说的 她太了解黄太极这个人了 刻薄寡恩 冷血如实 既然她那日在军阵中 放弃了营救海兰朱 那就说明她选择了天下 朱尤俭在旁边默默听着 一时也有点拿不太准 半想才挥了挥手说道 你们先退下吧 把人带来 让朕好好想想 算了 既然想不通 那就问太祖去 看看太祖对此有何说法 不多时 朱尤俭就回到了偏殿中 又过了一会 王承恩压着一女子走了进来 黄爷 人带来了 大半走上前 轻声说了一句 正看着书朱尤俭 不由地抬头 看了下方的女子一眼 只是第一眼 朱尤俭就不由地 微皱了下眉 这便是所谓的 科尔新家族第一美女 朱尤俭有些疑惑 诚然 海兰朱确实挺漂亮 和大部分草原女子不同 她更多的是 有着中原女子的田径优雅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黄太极爱她如此深的原因 草原中 想找到这种性格的妹子 确实不容易 但问题在于 她的这种姿态 在中原内压根吃不开 尤其是在美女如云的大明皇宫中 她也就是个上等姿色 太祖 这海兰朱 当真是蒙古第一美女 这 有点失望 朱尤俭承认 她是针对海兰朱的样貌 有不小期待 那黄太极如此冷的一个人 能为她失去理智 冒险硬刚经营 起码应该是个祸国殃民的女子 男人嘛 不就这点爱好 奈何 这看了看后 比她想的要差上不少 她这样貌 在蒙古地界内 当得起角色二字 只是你眼光太高罢了 不说你那黄嫂张烟 光是你的周皇后 便是八重选秀 从各地几千名美人中 选出来的角色 她拿什么笔 你看不上很正常 李晨倒是很淡定地解释道 这海兰朱确实不丑 但奈何老朱家的媳妇 各个都是角色 几千万人中选出来的美女 要是还比不过区区 某部族中的女子 那中原还叫什么中原 见过皇帝陛下 此时 下方的海兰朱 见朱油简 一直盯着她 没有说话 不由的心里也有些慌乱 只能是按照记忆中的礼仪 朝着朱油简行了一礼 这态度 倒是让朱油简有些意外 还以为这草原上来的妹子 脾气都很暴来着 太祖 你看要怎么处理 发配教方司 朱油简眉头微挑 并没有出声 而是继续在心里和太祖聊着 同样正看着的李晨 这事也皱了皱眉 这妹子对于皇太吉来说 可是知己 若是打发到教方司 多少有点浪费了 你先和她聊聊 我琢磨下 李晨一时也有点拿不准 只能是先让朱油简聊着 她再琢磨一会 呃 见太祖这么说 朱油简也只能照做 看着海澜珠 这才开口道 堂堂科尔庆家族 现在已经落魄到 要向后金服手的状况了吗 你 你妹妹 你姑姑 三人伺候一个皇太吉 当真是 有点丢黄金家族的脸 要是成吉思汗知道 自己的子孙如此无能 怕是能弃活过来吧 对于海澜珠 以及他的家族 朱油简早已了解清楚 科尔庆部落的始祖 叫哈萨尔是野素该的次子 而哈萨尔正是成吉思汗的二弟 可以说 他们这一支是根正苗红的黄金家族后裔 结果现在 却落到要讨好后金女真的地步 当真是丢人 林丹汉所求无度 压榨蒙古诸部 科尔庆家族也只是为了生存 海澜珠 见朱油简说起他家的事情 不由的脸色有些难看 科尔庆部这些年 确实是太过舔着后金女真了 但这毕竟是家里的事 他也不想听见有人对自驾式张嘴 呵 是吗 既然是强者为尊 那你是如何看待大明的 现在 你作为朕的俘虏 又有何打算 朱油简听完并没有多说什么 弱肉强识 这很正常 他倒是有些好奇 这妹子眼下在想什么 看法 草原诸部 无不羡慕中原的富有 我对于大明 当然是向往 至于陛下 草原上强者可以决定一切 若是陛下不嫌弃 我 可以侍奉陛下左右 侍奉 朱油简眼睛顿时一瞪 你不会是想听那白眼狼报仇吧 朕可是听说 黄太极带你不薄 你的地位 也仅仅只在那大悦儿之下 这话说完 海兰猪微微一低头 很干脆地摇了摇脑袋 草原规矩 弱肉强食 你打赢了黄太极 若是陛下不嫌 我自然是强者的 这话海兰猪说得很是淡定 而且 瞧着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旁边 李晨微眯着眼 扣了扣脸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怎么感觉这妹子有点 主动 事实上 李晨也没感觉错 不管是草原诸步 还是后金达子 对于关内的生活 那都是相当的向往 自然的 也就包括他们的子女 若是能有机会入宫 对于这些女子来说 压根就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草原上还要担心 哪天被掠去 而且吃喝用度 也根本无法对比 更不用说 这次大名是正儿八经 在战斗中打赢了黄太极 那按照草原女子的脾性 自然是听强者的 想得倒挺好 堂堂大名皇宫 其实你 想进就能进的 满意女子 还有过两个丈夫 也呸 就在片殿内 气氛有些微妙时 外面陡然传来一阵 清冷的女声 只见周皇后大步走了进来 脸色有些难看 而在她的后面 张燕也跟着走了进来 黄嫂好 朱友简见张燕也来了 立马打了个招呼 随后才有些无奈地 看着自家皇后 你怎么来了 朕不是说过 这片殿乃重地 不可随意进入 看周皇后这脸色 朱友简就知道 她肯定是知道了 海兰朱入宫的消息 顿时头更大了 天见可怜 她可没有丝毫 那海兰朱入后宫的想法 作为一国皇帝 她要啥妹子找不到 她又不是三国的曹梦德 压根就不好这一口 陛下 不是我多嘴 此女若是完毕之身 本宫尚且还能忍受 但她已结婚两次 岂可入宫 而且还和那皇太妻关系 很是亲近 若是让她入后宫 岂不是隐忙入室 周皇后却压根 不管朱友简 一边盯着海兰朱 一边语气不善地说道 她的好姐姐张燕的遭遇她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年纪轻轻 就失去了朱友孝 再加上 现在朝廷本就动荡不安 岂能在天变数进来 海兰朱此时也被进来的 两女给吓到了 悄悄打亮几眼后 不由得脸色一暗 光是那周皇后的容颜 就已经堪称世间罕见 更不用说 后面站着的那位冷脸女子 只是第一眼 她便有了极大的挫败感 这环她出生后 头一次有这种感觉 谁告诉你 朕要将其纳入后宫了 朕只是在考虑 要如何安排 朱友简苦笑着摆摆手 赶忙解释道 安排 周皇后有些不幸地 看了朱友简一眼 随即冷哼道 帝国女子 杀了或者打入教方司 有什么好犹豫的 这话周皇后说的 有些杀气腾腾 旁边正吃瓜的李晨健壮 顿时嘖嘖了两声 没记错的话 这周皇后 平日可没这么大的杀气 看来是真担心朱友简的安全 怕是那日 张燕杀太医的事情 给了她极大的触动 别 我什么都可以做 别把我打入教方司 一听教方司三个字 海兰猪的脸色瞬间惨白 虽是草原人 但她也听过教方司的打名 若是进去 还不如死了算了 告诉她 两个选择 第一 入教方司 当然以草原女子的脾性 她估计是接受不了 第二 给毛文龙当小倩 李晨知道该她说话了 轻摇了下头 这才将决定告诉了朱友简 啥 给毛文龙当小倩 朱友简嘴角一抽 有些无语 这 虽然毛文龙挺不讲究的 但她能看上 毛文龙是个聪明人 肯定能懂 重点不在于小倩 而是在于给她毛文龙当小倩 这对皇太极来说 可是奇耻大辱 说不定就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李晨瞧着朱友简 脸色有些纠结 笑着解释道 东将军镇手劈倒 把海澜珠放在皮岛上 李晨就不信 她皇太极没有一点反应 好了 海澜珠是吧 你也看见了 朕的皇后不喜欢你 再说了 你也确实没资格 入这大明皇宫 所以 朕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教方司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一刀裹绝了自己 第二是给毛文龙当小倩 毛将军劳苦功高 本来你是配不上的 但朕希望能够和 科尔庆家族 结个好的善缘 所以 便宜你了 朱友简听完太祖所说的 这才上前两步 将选择告知了海澜珠 默默听完的海澜珠 脸色有些发苦 他虽然性格比较柔软 但也誓死不会去那教方司 所以 眼下就只有一个选择了 去伺候毛文龙 对于此人 他可是熟悉得很 毕竟在沈阳城内时 皇太极隔三差五 就要骂上他一顿 显然 这位大明朝的皇帝 并没有打什么好的心思 他若去了皮岛 黄太极指不定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陛下 你若是想教好科尔庆家族 为何不将我送回去 科尔庆家族 必然会记住陛下的恩惠 海澜珠咬了咬牙 低着头问道 如果是朱友简 他自然是能看上 毕竟和黄太极比起来 朱友简可是有着整个大明朝 作为其私人封地 而且以草原人的思维逻辑 这些百姓也都是朱友简的奴隶 黄太极虽然是很不错 但和朱友简比起来 还是差太多了 可惜 朱友简看不上他 既如此 海澜珠肯定是希望能够 被送回科尔庆家族 要不然真去了皮岛 只能是被当作棋子利用 而一般情况下 棋子的下场都不会有多好 你怕是搞错了一件事情 朕确实是想卖科尔庆部落一个面子 为以后可能存在的贸易往来 做个铺垫 但这并不代表 朕需要去考虑科尔庆家族的想法 就算朕把你杀了 科尔庆部落 难道海赶和大明朝为敌不成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能让你伺候毛文龙将军 已经是朕格外开恩 要不然依着朕的脾气 你现在已经在叫方思了 朱友简看着脸色 很是纠结的海澜珠 挥了挥手 不想再多说 而且打心里说 以他的身份 还真有些配不上毛文龙 不出意外 毛文龙以后 必然是能入林烟阁的 而且 世袭的爵位 也肯定跑不掉 能入他府 不比在辽东地区 吹冷风来的痛快 听着朱友简这话 海澜珠也知道 眼前这人已经下了决定 不由得心中空荡荡的 本以为以他的美貌再差 也能入皇宫享福 哪知最后 却成了易将军的小妾 当真是造化弄人 既然不说话 朕就当你同意了 大半 带下去好好清洗后 送给毛将军 再将此事散播出去 务必要让那皇太极知道 等了一会见 海澜珠没有说话 朱友简摇着头 直接让王承恩 带他下去 不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 既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除非他真想进那教方司 王承恩点点头 走过来将一言不发的 海澜珠带了下去 等到偏电已无几人 周皇后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下来 朝着朱友简湿了一里 陛下 是臣妾多嘴了 他也是聪慧之人 自然能看出 朱友简对那海澜珠 并无感觉 立马知道 是他理解错了 嗯 此事不用再多说 朕知道是你担心朕 但不可有下次 更是不准再擅闯这片殿 还把黄嫂带来压阵 真把朕当成了昏君不成 朱友简板着脸 对着周皇后教训了两句 现在这片殿 可是比他朱友简的命 都重要无数倍 虽然他信任皇后 但也怕太祖的事情 莫名其妙传了出去 是 臣妾知错了 周皇后低着头 很是老实地点了点头 别看他在海澜珠面前 威风得很 但在朱友简 这就是个柔弱的小女子 旁边张燕看着这一幕 眼神微微有些动荡 半想 才轻叹了口气着 朝朱友简行了一礼 既已无事 本宫就先回去休息了 说完便转身走人 周皇后见张燕走了 立马吐了吐舌头 也跟了上去 不过在出门时 又转头朝着 朱友简喊道 臣妾今晚熬了鸡汤 皇上可要来喝 要不然臣妾一人可吃不完 还有 记得早点来睡 臣妾看陛下 可是乏累得很 鸡汤 朱友简闻言 无奈地笑了笑 行 晚点朕就过去 赶紧出去吧 以后不可随意擅闯进来 对于周皇后 朱友简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嘴上说两句 毕竟他肚子里 可还有个太子在 他这个当爹的 当真是重话 都不敢说两句 则 狗粮吃了一嘴 飘在半空 看着这一幕的李晨 翻着白眼 无语地嘟囔着 估计张烟和他是同样的感觉 狗嘴塞嘴的感觉 可不好受 啊 太祖你说啥 目送周皇后走远 朱友简这才转过头 咧着一口白牙问道 夫妻和睦 国家越发安稳 更不用说 马上就有儿子了 这日子 当真是越过越有盼头 咱啥都没说 看你笑成这样 今天的奏折批完没 朝堂上的奸臣杀光了 皇太急死了 天灾结束了 窝国被你灭了 大明万国来朝了 李晨板着脸把一个个问题丢了出来 这下 朱友简原本的笑脸顿时僵硬住了 太祖这是怎么了 突然发火干啥 我这不就是笑了笑 呃 都没 朱友简硬着头皮咳嗽了一声 那还站在这干啥 去坐呀 啥都没干成 还有心情喝鸡汤 不把今天的折子 批完不准喝 还早点睡 你这个年龄 怎么睡得着的 李晨二话不说 又是一顿输出 被莫名喷了一顿的朱友简 脸色有些尴尬 赶紧拱手答应道 是是是 我这就去 说完 两脚一抹油 溜出了偏电 等到跑远了 这才拍着胸口 轻吐了两口气 朕这是招谁惹谁了 罢了 先忙试去 朱友简抓了抓头 神情有些无奈 不过他也不敢 和太祖叫板 只能是背着手 朝着办公的地方走去 忙就忙吧 早点把皇太疾灭了 让太祖高兴高兴 辽东 赫图阿拉城 皇太疾坐在地面上 神情有些空洞 他这状态 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 仿佛被掏空了般 大汉 你不可再如此下去了 眼下厚惊 还需要你的指引 请一定要振作起来 屋内 范文成从门口走了进来 瞧着皇太疾 依旧是一副 要死不活的样子 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不就是没了的老婆 有啥好心疼的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如此心态 如何能稳定天下 滚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冰冷的一个字 皇太疾压根就不想搭理他 虽然他在最后下了决定 没有继续强冲军阵 但放弃海兰珠 还是给了他巨大的打击 世人都知他皇太疾是 刻薄寡恩之人 却不知刻薄之人 若是真心爱上某个女人 那比谁都要在意得多 海兰珠 就是他的半边天 但现在 天塌了 现在的皇太极是 越想越来气 当日他就不该走 大汉 奴才滚不了 看着大汉如此颓废 奴才如刀割心一般 还请大汉能够振作起来 范文成深吸了口气 跪地继续劝道 滚 他今日若是不能把皇太极 给弄清醒过来 这后经怕是要出大问题了 那戴善虽然有才能 但比起皇太极 还是差了很多 他范文成 若是想重振 祖上范仲淹的辉煌 此人必不可少 明君贤臣相辅相成 他范文成缺的 不就是皇太极这样的民主 滚 然而 他这一番话说完 等到的 却依旧只是一声怒喝 皇太极黑着脸 满脸 要杀人的表情 则 见皇太极如此脸色 范文成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再说下去 这货不会直接抄刀子吧 要不 改日再来 但现在后经国内所事堆积如山 没有皇太极的命令 很多事情根本办不下去 就在范文成左右为难时 门外 戴善走了进来 瞧着皇太极 还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 不由得有些鄙视 你进来干啥 本汉说了 不想见人 滚出去 皇太极听见动静 抬头看了眼 语气顿时不善了起来 戴善想谋取他捍卫这事 谁都知道 但之前 皇太极一直没有把这个大哥放在眼里 然而现在 几次的指挥失误 已经让他在军中声望下了不少 此时的皇太极 自然无法像以前那样 再无视戴善的威胁 海澜珠已经没了 他绝不能再失去捍卫 八弟 大哥今天来 就只是想告诉你个消息 海澜珠的事 已经打听到了 八弟想听吗 对于皇太极的语气 戴善并不在意 他今天来 就是想看一下 能不能直接气死这伙 一听有海澜珠的消息 皇太极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 眼神中杀气弥漫 是不是那狗皇帝 将其收入后宫了 本汉就知道 那狗皇帝 绝对不会放过海澜珠这等角色 啊 戴善愣了下 忍不住嘴角微抽 你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那名蛮子皇帝会看上海澜珠 虽然他也觉得 海澜珠长得很漂亮 但奈何这女子 之前已经嫁过一次 也就皇太极和他对上了眼 要不然 就他这身份 怕是在草原上 也很难找到好的归宿 连相对不讲究的草原 都尚且如此 那规矩繁琐的明朝皇帝 岂会让一个嫁过两次的女子 入后宫 八弟 你那宝贝海澜珠 并未入后宫 戴善摇摇头说道 正火大着的皇太极一听这话 顿时愣住了 没入后宫 那明蛮子的小皇帝 竟然能忍住如此角色 死 不太可能吧 难道是入了教方司 或者 杀了 皇太极突然又想到了一个 极为可怕的可能 教方司 难道是被打入教方司了 也没有 那小皇帝下令 将海澜珠送给毛文龙为妾 已于三日前 送入毛文龙的府邸 据说那日毛文龙 还宴请了八方宾客 搞得极为热闹 戴善摇摇头 笑着将消息讲了出来 这下 皇太极就像是被雷劈过一般 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邓卓眼 满脸不敢相信 海澜珠被赏给了毛文龙 这 这怎么可能 不 这不可能 该死的 竟然敢如此如我 破 皇太极的脸色 从疑惑渐渐变得愤怒 再到争鸣 最终仰头化作一声怒吼 猛地喷出漱口老血 毛文龙 为何会是毛文龙 这简直 比如了那小皇帝的后宫 更让他接受不了 朱有简再怎么 那也是皇帝 入他的后宫皇太极 还能稍微胜点面子 但毛文龙是个什么玩意 狗日的 这货源就是一流氓头子 把海兰猪赏赐给这种人 皇太极只感觉 血压蹭蹭蹭地就上来了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他羞辱我呀 鲜血连喷漱口后 皇太极眼睛一翻 直接倒了下去 范文成健壮 吓了一大跳 赶忙上前抓住肩膀 摇晃了两下 大汉 大汉你醒醒 快 传御医 一旁的戴扇健壮 脸色顿时大喜 这效果有点好啊 他就是想来试试 没想到 竟然真的将皇太极 给气晕了过去 呵 好好照顾你主子 若是没气了 随时来通知我 听着外面 响起的各种脚步声 戴扇扭了扭脖子 朝着范文成 说了两句后 快步朝着后门走去 再不走 他怕被皇太极的儿子 给堵门了 今日目的已达到 先溜再说 就算这次没死 回头再多收集点 有关海兰猪的消息 不愁欺不死他 然而 戴扇还是低估了 皇太极的承受能力 三日后 当皇太极走出房门时 脸上已再无半分 颓废的深情 有的只是滔天的仇恨 而他下的第一个命令 便是让人传信出去 要求朱友简 将张燕送入后京 否则 他将联合蒙古诸部 和大明朝 不死不休 碰 偏殿内 接到消息的朱友简 瞬间炸了 朕的皇嫂 其实你能贪图的 你哪家的蛤蟆 敢张这嘴 二话不说 立刻让人通过报纸 向达子发出通告 要求皇太极 将大宇尔送入大明朝 入教方司 以祭奠那些死亡的 大明百姓 若是不同意 那就等着朕 率领大军亲自讨伐吧 放狠话 谁不会 你要我皇嫂 老子叫你的大玉儿 科尔庆不是送了 你姑子女三人 你最好祈祷 剩下两人 别落入我手里 要不然 老子全送给毛文龙 不把你压气 炸了算 郑白和太祖 学了这么久 皇太极这头 对于朱友简说的 直接选择了无事 他压根没指望 朱友简 会将张燕给送过来 这么做的目的 也仅仅只是为了体现 他对于大明 绝不屈服的态度 现在后今内部有些动荡 他的态度 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时 他绝不能让内部人 看出任何软弱的感觉 赫图阿拉的某个 所谓宫殿内 四面露封的房间内 挤满了整整十几人 在不到二十坪的空间中 围着一盆火 不停搓手跺脚 皇太极则是侧躺在地面上 下方垫着厚厚的野猪皮 范爱卿 将我们现在的情况 好好说一下吧 眼下后经国事有些艰难 正是靴儿等出力的时候 后续应该怎么做 也劳烦爱卿给点建议 建议 动得有点受不了的范文成 文言白了一眼 若是你听我的 此时后经压根不会受损如此严重 不光把周边部族 凑出来的五万大军 葬送了出去 还丢了广宁西平二城 大汉 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保存实力 不可再倾其战断 眼下沈阳被毁 广宁西平被冥蛮子占领 辽河往西之地 尽数丢失 想要再进攻冥蛮子 无疑是难上加难 范文成咬着牙将目前的局势 给重申了一遍 刚说完 一旁阿敏没忍住 飞起一脚 将他踹倒在地 嘴里怒道 若不是 你这奴才提的建议 我等岂会落入此等情况 要我说 干脆先把此人杀了几起 话音刚落上方 就飞过来 一马鞭重重丢在阿敏的身上 阿敏转头一看 就瞧见黄太极正火大的瞧着他 范爱卿乃是后金的栋梁 你最好放尊重点 他只是出计谋的人 做出决定的是本汉 要按你这么说 岂不是应该把本汉也推出去砍了 黄太极被刺激后 倒是已经缓过神来 作为后金霸主 黄太极知道 此时绝不能窝里斗 虽然这次打得有些难受 但整个过程下来 其实问题并不算大 主要是 他们都没能想到 那明朝小皇帝 竟然赶不顾毛文龙的安全 玩了这么一手 被逼无奈下 这才一步错步不错 硬要说的话 他的问题更大 而且 维护范文成 也是为了他自己着想 这后金内部 并无太多谋事 范文成已经算是 他手中最顶尖的存在 要是没了范文成 那他就只能靠阿敏这种肌肉脑袋 去和大明朝玩 哪怕是打到死都进不去关内 没事没事 这次是奴才没有谋划好 奴才甘愿受罚 范文成被揣的嘴角都一邪了 但还是很忠心地磕头道 他可不敢把黄太极的话给当真 只有越卑微 他才越安全 好了 此事打住 范爱卿 你是我们这对大明朝最熟悉的 你说 接下来那小皇帝会不会成金猛攻我等 黄太极摆摆手不想再讨论这事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那就别再去纠结 世上没有后悔要 不太可能 虽然臣有些心惊于那小皇帝的果断 但明朝内部的问题 根本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 这次大军齐出 对于明蛮子来说 怕是负担也不小 短时间内再想发动攻势的可能很小 范文成抹了抹嘴 思索片刻后 直接摇头 以他对大明朝的各种了解 此时的他们应该也到极限了 再者 我们现在已经撤退到贺图阿拉 明蛮子若是想继续攻击我等 就必须要先过辽河 再过魂河 而且从地图上看 魂河和太子河正好形成了一个大口袋 釜顺 沈阳 清河 辽阳 贺图阿拉 几座城市 就像几个城门 随时可以将这口袋给关注 所我是明蛮子 必然不会强攻 而是借助广宁和西平二城 朝着辽阳施压 拿下辽阳后 才有可能对贺图阿拉 造成实质性威胁 因为此地乃是魂河和太子河的交汇处 尽可攻退可守 所以 接下来 我们一定要保证 辽阳不丢 范文成说着 还从衣服里掏出一份地图 摊开了奖给皇太极听 辽阳吗 皇太极听完 眉头一抬 倒是和他想得差不多 大哥 就劳烦你带着郑红香 红二旗 去镇守辽阳 此地绝不可有事 我会派香白旗 入住清河 为你们提供支援 既如此 那就把戴扇赶过去 省得这狗日的一天到晚 在这气老子 后边的戴扇听完 嘴角顿时劈了两下 八弟 你放心就是 等哥哥找到机会 一定去劈倒 把海澜珠给你抢回来 操 皇太极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一阵MMP 你他娘的没完了是吧 非要把老子气死了你才开心 后今谁在C 你心里没点B数 那就不用了 海澜珠的事情 本汉会慢慢和那名蛮子清算 你只需守好辽阳就行 范爱卿 你继续说 深吸了两口气 皇太极懒得再搭理这混账大哥 转头示意范文成继续 跪地上的范文成 揉了下膝盖 这才继续说道 只要守住了这三条河 短时间 名蛮子必然打不过来 既如此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先恢复实力 目前后经国内 共有人口32万 若是再次补充兵员 应该可以勉强将八旗重新填满 但这是我们最后的力量 只可防守 不可再轻易出击 否则要再被埋伏一次 那可就危险了 现在大汉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去和蒙古诸部签订契约 让喀拉庆 查哈尔 可尔庆等部抽调人手 以蒙古骑兵 组建蒙巴旗 奴才算过 以现在几大部落的实力 每一旗设五千人并不算难 这边又多出了四万人马 如此 防守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蒙巴旗 黄太极听完范文成说的 眼神中金光一闪 这倒是不错的想法 林丹汉剥削无道 草原诸部早已四分五裂 若是能借助蒙古诸部 先弄死林丹汉 那后劲的活动空间 可就瞬间大上了许多 这法子好 只需要许下重力 完全可以先把林丹汉撬下来 没有了林丹汉这草原 可就是我等的盘中餐了 到时候 不管是从什么方向 都能轻易威胁到明瞒子的帝都 黄太极坐直了些 满意地表扬了两句 到底是读过两本书的 局势分析得很透彻 若是能控制蒙古 那后劲必然实力大增 大汉 图谋蒙古不可太极 需要一到两年时间运作 先联合与后劲交好的 诸部组成联盟 才是当务之急 唯有如此 方可威慑那名蛮子 不敢北上 范文成见黄太极 很是赞同 立马就像是狗得了骨头一般 极为高兴 虽然这主子暴躁了些 但至少能听得近句话 属实是大明郡 不由得范文成佑 有些同情起了 明朝官场上的那些同行 一天天的 怕是觉都睡不安稳 经过两天的会议 黄太极终于确定了 接下来的计划 说白了就一个字 拖 虽然黄太极清楚 以国家体量来看 越拖下去 对后经越不利 但此时已别无他法 再说了 大明朝击中难返 想要彻底恢复过来 怕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 后经只需要赶在 大明朝恢复之前 吞并蒙古 那就还有得完 毕竟蒙古诸部加起来 有近两百万的人口 若能控制 后经就能获得 不下于二十万的后备兵员 考虑到林丹汉 肯定不会束手就擒 所以 黄太极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三年内搞定蒙古 然后再用半年到一年时间 重编队伍 最后挥师南下 直取京城 他就不信了 那明朝小皇帝 能够在三年内 就解决掉大明朝的所有问题 这大明朝已经到了末期 搞不好 等几年 自己就没了 无非是多等几年 老子等得起 而就在黄太极 继续幻想着未来时 京城内 一栋奢华的五层建筑 终于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此建筑占地面积极广 光是第一层有 就有近八百平左右 整体成塔形看着极为壮观 这栋建筑从开工的那一天 就吸引了京城无数人的目光 毕竟这一开工 就雇佣了近三千名工匠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修皇城 此时建筑的整体结构已经全部搭建完毕 大器的正门处 由朱尤俭亲自提笔写的牌匾也已挂了上去 大明皇家银行六个流金大字 在阳光下反射着淡淡的金光 皇宫内 此时的宋海等人正紧张地站在偏殿中 瞧着面前的朱尤俭 神情很是恭敬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们总感觉这朱尤俭身上的威势越来越大了 陛下 大明皇家银行的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目前共设有京都总部一处 两金十三城 共十五座大城的大分部也已经建设完毕 我等还在其余三十六城七十二线中挑选好了合适的店面 不日便可装修完毕 现在全国的票号已经禁归陛下掌控 银行仪式可以启动了 宋海将目前银行运作的情况和朱尤俭汇报了一遍 为了加快速度 他们这酒家可谓是劳心劳力 费寝忘食了 先是将手中所有票号店铺归总并录入锦衣卫档案 然后将原本票号中的所有银子还与客户并清账 最后才是改门面准备重新开始 整个步骤下来一直到上周才算基本完成 眼下所有票号已经全部接入了锦衣卫的监管系统 总部的建设工作也已完工 而他们也从各地抽掉了所有的银钱 放于京都城外 只需要陛下一声令下 他们就可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将银钱存于总部库房 好 干得漂亮 总算是搞定了 朱尤俭 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端座上方的朱尤俭听完脸色同样有些激动 再三确认各地店面已经铺设好后 这才又看向了朱尤俭 作为第一任皇家银行的总行长 朱尤俭在和太祖学完龙门账法后 已经开始带着户部调波来的账房先生进行培训 光是这第一批就从户部手里抽掉了近两百人 差点没把郭允后气得骂娘 为了筹齐这批人 郭允后不得不从各地调人回来填入银行 就算如此也才勉强筹齐这第一批 郭允后已经放话了 再想要自己培训去 陈已经开始着手对其中75人进行培训 按照陛下所说 第一批将先开放京城总部和其余十四座城的大分行 等到整个体系运转无误后 才会开放位于小城内的门面 到了第三批才会铺设到县城中 锦衣卫 东厂所形成的监管队伍也都准备妥当 陈会在这个月开始为两场培养查账人才 朱玉剑上前一步快速汇报了下工作 龙门账法并不算难 以他的聪慧很快便宜学会 这不再学会的当天 朱尤俭就把他丢到了宋海那边 让他开始负责这项工作 太祖 你看怎么说 要启动吗 朱尤俭脸上的兴奋已经压抑不住 捏着拳在心里问道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李晨 听完众人的汇报后也点了点头 开吧 反正第一批只覆盖两斤十三成 就算出了差错也能快速调整 有了太祖的同意 朱尤俭这才深吸了口气 猛地站了起来 既如此 那阵就将最后的安排和各位说清楚 第一 从即日起 凡是银行职员享受国家最优待遇 比如账房先生 每人年薪三百两 同时享受养联营的福利 只要干到退休没有贪污 也能拥有丰厚的退休保障金 当然同样的 如此丰厚的待遇 若是还敢乱来 查到直接一三足 锦衣卫和东厂的监管部门会设立奖励机制 查到一人贪污 即可赏白银五十两 并可以推荐直系家属中清白之人 顶替其位置 查到账房就给账房的位置 查到行长就给行长的位置 但若是敢坐假乱杀 同样一三足 而等酒家 以店面和渠道入股一成 每年的分红 朕不会少给你们 同时 朕也会许给你们监管权 若是查到监管部门中有人贪污 可随时持官印 进京找朕 当然 若是你们和监管部门 亦或者各地银行 联手搞贪污 朕不光会杀那人的三足 还会罚掉你们 每家今年的全部利润 另外 朕还会通告天下 所有人都可行监督治权 不管是百姓 还是贩夫走卒 举报贪污者 皆可获得奖赏 并顶替其位置 若是举报等酒家 一旦查识后 他便可以直接成为 你们中间新的参与者 朱有简一番话说下来 不管是宋海 还是朱玉剑 全都额头冒汗 好狠 这交叉监管之法 几乎堵住了大部分的漏洞 可以想象 一旦银行的福利待遇放出 必然会引起 全天下无数人的眼红 到时候 不管是银行 还是监管部门 亦或者他们酒家 都会被所有人给监管者 普通人想要进银行 拿到那每年三百两的工资 商贩想要将他们酒家 取而代之 成为新皇商 而他们内部 也很难铁板一块 锦衣卫和东厂的人 也想查出贪污 扶持自己的后代入其中 如此重重矛盾下 谁敢再贪当真是活腻了 臣等领命 请陛下放心 我等绝不会行那贪污之事 宋海吞了吞口水 直接跪地表态 这可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 不过这样也好 只要他们自己不乱玩 陛下此举 那也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 嗯 而等清楚就好 证据天下财富 是要为百姓谋福 谁要是敢在这上面动心子 来一个 震吊死一个 大半 把东西拿上来吧 朱油剪剑敲打得差不多了 这才让王承恩将另一样东西拿出 很快 王承恩就带着一个小托盘 到了众人面前 当把盖着的红布揭开时 里面的东西 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只见那托盘中 赫然放着九种颜色不一的纸片 这些纸片最大的 也不过八掌大小 看起来极为精致 此乃刚刚印刷出来的纸币 乃是用密法制作成 可遇水不容 其面额共分为半两 一两 五两 十两 二十两 五十两 一百两 一千两 一万两九种面额 最大的一万两上 印刷的乃是太祖皇帝的真容 一千两上的 则是成祖皇帝 其余面额 除去半两是真的头像以外 其他的暂时只有繁琐的花纹 没有头像 各位可随意拿起来看看 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 太祖那边 也终于是带着王承恩将变色油墨的配方 给搞了出来 结合独家的造纸术 所形成的最终成果 简直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按照太祖的要求 这些纸币并没有设计得很大 但其繁琐程度却已远超历代 纸币 看着眼前这一张张造型精美的纸币 宋海等人瞬间来了精神 关于纸币的制作 这件事是由皇家一手承包 所以 到现在他们都不清楚 这纸币的制作到底如何了 眼下终于可以一睹真容 当即纷纷伸手 将其拿起仔细看了起来 这刚入手 宋海就察觉到了很多新奇的地方 这纸币的重量 貌似有点出乎意料的重 而且入手后冰凉 完全没有传统纸张的感觉 更像是某种柔软的金属 这感觉让宋海很是诧异 根本想不通 为何一张纸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这点 纸张的绚丽程度也超出了他的预计 就这么小小一张纸上刻有各种繁琐的花纹和图案 他手上拿的是面额最大的一万两面额 这中间的太祖画像无疑是最为显眼的 那画工一看就是出自大家 简直出神入画 除此之外 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便是 整个货币在四周的光线下 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颜色 这一发现 简直亮瞎了他的眼 他还特定拿着这纸币 换了好几个方向 确定这纸币的颜色是根据光线的不同时时变化 虽然颜色只有三五种 但在古代 这已经是堪比神迹的存在 这 纸币竟然能变色 我的天 简直是艺术品啊 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巧夺天工 不光是宋海被吓得不轻 周围其他几家的家主 也全都待在了原地不断揉着眼睛 好半天才发出一声声惊叹的赞美 如此记忆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各位爱卿感觉如何 这纸币可还能入你们的眼 瞧着下面九人 全都快看傻了 朱油简不由得咧嘴一笑 他上周第一次见到成品时 也吓了一跳 压根没想到 这油墨竟然能做出这种效果 陛下 此物当真是巧夺天工 这 完全可以当物品出售了 宋海深了口气 小心将纸币放回去后 拱手说道 这能叫货币 都可以传家了好吧 尤其是这万额的纸币 竟然还有太祖的头像 尼玛 供起来都不为过呀 那倒是不用 这是货币不是物简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第一板纸币 就先这么定下了 出售 朱油简笑着摇摇头 他也动过这个想法 不过却被太祖骂了个狗血淋头 此物最重要的 就是特殊的造纸法 以及变色油墨 若是当商品出售 一旦大规模制作 就很难再保证其秘密性 回陛下 陈愿意第一个兑换这些纸币 尤其是这万两的面额 请务必让陈多兑换一些 宋海当然没意见 立刻表态 愿意做这第一个兑换的 这话一出 四周还在欣赏纸币的其他家主 也迅速回过神来 纷纷脸色不善地看着宋海 那万两大钞不用想 肯定是极度稀有的 毕竟一般人根本用不上这等额度 这兑换回去 完全可以当传家宝一般留着 如此绚丽的纸币 比起白银 不知道珍贵了多少 陛下 我等也要 就是就是 陈愿意将五十万现银全换了 如此宝贝不换点回去 当真是可惜 我也要 在场的谁还没两个臭钱 立马表示 他们也想优先兑换 朱友简健壮 脸上更是效益满满 朕第一批将发行总价值五千万两的纸币 其中万两大钞只有五百张 千两大钞五千张 其余的都将以白两以下为主 各位若是想要 尽管去银行兑换便是 朱友简大手一挥 爽快地答应了 说起来 他本是想将自己的头像印在白两纸币上 但后来 想了想争论流通度 最多的必然是半两和一两 所以 朱友简临时改变了想法 把自己改到了半两上 不出意外 未来几百年内 印有他头像的半两小钱 必将流传于世 那他也算是历史流明了 是 多谢陛下 宋海众人见朱友简 答应给他们兑换 瞬间喜笑颜开 太好了 数量如此稀少 说不得还能涨价一波 这完全可以当作是投资 头顶 李晨看着脸色兴奋的宋海等人 不由地摸了摸下巴 这些老狐狸不会是想炒币吧 靠 细想一下 这万两大钞 貌似还真有炒币的空间 想到这李晨 也是有些好笑的摇摇头 算了 炒就炒吧 反正这东西 未来是硬通货 而且商人有钱 就算他想阻止 也不可能拦得住 只要不影响到百姓 随他们去了救市 纸币的事情 没人反对 银行的开业时间 也定于4月初一 首先开业的 便是位于京城的 大明皇家银行总部 等到总部运转没问题后 才会在八九月 慢慢开设到其他城市 宋海预计将在年底前 就能完成第一阶段 两金十三成的整体搭建 眼看着开业在即 这几日 京城百姓就看见了神奇的一幕 宋海等人 集结了整整2360万两白银 从城门的位置 一车一车地 往银行仓库拉 而且这些银子压根不避讳 所有箱子全都敞着 盖在京城马路上 招摇过市 几乎所有百姓都看见了 这些白银 运入银行的地下大库 对于这银行 京城的百姓们 早在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其存在的意义 但大部分人 对于这个东西 还是抱有敬畏 毕竟红五年发行的宝钞 都成什么鬼样子了 哪怕报社的报纸 天天在对其宣传 表示将采用银本位 将发行的货币数量 和存银数量进行绑定 但大部分百姓 压根就不懂这个 很多人 还是更喜欢沉甸甸的银子 然而现在 看着那些大商人 一车一车的银子 往银行里拉 又有些百姓 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疑惑 商人逐利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若是银行有风险 他们必然不会如此支持 难道这银行 当真不一样 其实 比起纸币带来的便捷性 大部分百姓更看重的 还是皇上所说的 存款给钱这一点 大部分人手中 本就没二两银子 不管是纸币 还是银两 区别都不大 反倒是存钱给利息 这时更容易打动他们 谁也不介意 这手中的银钱 能够钱生钱 一时间 很多没兴趣的百姓 都在考虑要不要 将钱存入银行 而到了4月1日 今日一早 银行总部门口 就响起了 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几时穿大红鞭炮 不断乍响 惊起了四周 无数飞鸟 等到鞭炮放过 一个宫里的太监 慎重地 将一面明黄色龙旗 插在了皇家银行的门口 随后又掏出圣旨 朝着百姓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大明皇家银行 今日正式营业 朕以皇家名义 于今日发行 崇祯宝币 此举乃是未变天下之力 凡持宝币者 可在大明境内 任意一家银行 随意支取等额的白银 所有赶部兑换者 亦或贪末者 正宜其三足 轻辞 等到圣旨宣读完 原本关闭的银行大门 这才缓缓开启 随着一阵沉闷的声响 能够容纳几十人进出的 十二扇大门 全部打开 四周很多正看西的百姓们 这时也都忍不住 朝着银行内走去 不过刚走进没多少 就被锦衣卫给拦住了 考虑到今日 必有很多百姓来参观 田尔庚早就下令 让锦衣卫过去献流 只要全进去 指不定出什么乱子 不多时 第一批五十名百姓 就被放入了大厅中 踩着脚下的石木地板 看着辉煌大气的原型空间 这些百姓 全都有些畏畏缩缩 欢迎光临皇家银行 存款请去左侧 兑换请去右侧 若是参观 你们有三分钟的游览时间 就在他们缩着脖子 好奇打量四周时 二十名打扮漂亮的小姐姐 迎接了出来 这些都是猪油简 从宫中挑选的宫女 本就擅长服务的他们 自然是很切合这一行 更不用说 猪油简给了他们 极高的福利待遇 经过短短十几天培训 他们便已经掌握了 全部的服务须知 此时 他们就已经按照培训 朝着这五十名百姓 笑着走了过来 引导他们 去专门的柜台办理相关业务 我去 我看错了吗 这就是宝币 矮的天 这是琉璃吗 还会变色 眼睛要晃瞎了 这五十人中 除了不少是来看热闹的 也有十几人 准备兑换些纸币出来 他们大都是军队内的人 对于猪油简 那是各种信任 当然了 他们换的也不多 基本都是半两一两 全当支持了 结果 当着宝币交换到他们手上时 差点没亮下他们的眼 这也太华丽了 尤其是那半两宝币上 更是有着重真的头像 差点吓得他们 没把这钱丢地上 好在四周的侍女再三保证 这就是纸币 不会有任何麻烦后 他们才颤颤巍巍地收了起来 那动作更是小心得不行 生怕磕着了 等到他们办好兑换离开银行 不多时 就被外面看热闹的百姓们 围起来询问情况 这一下 就有些兑换了货币的人 忍不住将手中纸币亮了出来 看着那在阳光下 反射着不规则颜色的纸币 四周那倒吸冷气的声音 就没停下来过 你管这叫纸币 据说 当日整个京城内温度 都上升了好几度 原因就是因为 冷气都被大火吸完了 一直到正午 银行门口排队的人群 非但没少 反而更多 很多接到消息的百姓 但凡手中有点余钱的 几乎都想兑换一张半两的 重真宝币带回家 这可是合法持有皇帝画像 谁不想要 更不用说 诸有减在民间 那越发恐怖的威望 区区半两而已 京城爷们 谁还没点闲钱 皇爷 大喜 宋海来报 今日大明皇家银行 兑换白银 整整430万两 其中万两大钞 已经被抢购一空 半两小钞 也已全部兑换 宋海希望能够立刻 再补一批半两小钞进来 整个京城内想要的人 都还在银行门口蹲着的 偏电中 随着王大半 一阵风地冲了进来 原本还有些紧张的 朱有减在听见 宋海传回的消息后 顿时大笑了两声 好好好 仅仅一日 就入白银400万 而他所付出的 不过是一些 花花绿绿的票子 这拒签能力 实在是过于恐怖 对了 成祖爷的票子 没人要吗 连着笑了好几声 朱有俭这才压着喜色 有些疑惑地问道 怎么没听见千元大钞的情况 这 好像成祖爷的票子 有点兑换不动 有能力的 貌似都冲着万元大钞去了 剩下的 也都集中在 百元级以下小额度宝币 王大半的脸色 这时也有点尴尬 也不能说没人换 只是和半两 以及万两的火爆程度比起来 实在是差得有点远 则 岂能如此怠慢成祖爷 传令下去 让宋海他们 再兑换点千两大钞 朱有俭一听这话 顿时白了一眼 这些商人 就只知道挑西有的对事吧 我家成祖爷不要面子的 过分了呀 连着好几日 这银行门口的人群 就没散过 尤其是那半两纸币 几乎出来就被清空 甚至还出现了 有人拿一两银子 兑换半两纸币的情况 对此 朱有俭还特地问了下 太祖要不要制止 毕竟纸币的作用 是便于流通 而不是当个稀有物件 里程则是让朱有俭安心 物以稀为贵 等半两纸币持续发售 慢慢地也就降回去了 不过这还是让朱有俭 开心了许久 从锦衣卫的观察来看 很多百姓宁愿换两张半两 也不愿意换一张一两 问就是想要他崇祯的画像 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也算是一种肯定了 各位 我都说了 暂时皇商 这头没有位置 若是后续有 宋某一定通知 还请不要再来折腾宋某了 我真的很忙 就在朱有俭 对自己身受百姓 爱戴着事 沾沾自喜时 京城新宋家大院内 宋海正一脸头疼地 看着眼前这二三十人 这里面有平日交好的商友 也有那些世家大族 他们来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通过宋海 联系上宫妹的陛下 打的都是这银行的注意 宋当家 你都推脱了好久 我等可都是诚心 想和陛下做生意 你好歹去通知一声 见宋海又在推 在场的商人 全都有些妈了 瞧你这小气的样子 生怕我们撬了 你这皇商的位置是吧 各位各位 不是宋某不帮 都是商道上的 大家知根知底 宋某我之前 虽然和八大晋商 做过粮食买卖 但宋某 我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 和那达子毫无关系 你们敢吗 陛下不是瞎子 这银行又关系到 整个大明朝百姓的生活 若是宋某我将你们 举荐进去 到时候陛下问我 为何要推和达子 有关系的商贩加入 这罪名 我可担待不起 所以各位还是请回吧 若是陛下有需要 自会通知你们 宋海揉着脸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人当真是对自己 一点逼数都没有 那位陛下可不是好相处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宋海没兴趣 平添事端 这 宋老哥 再想想办法 就是 我们愿意给陛下赔钱认罪 只求能有个入室的机会 我也是被那八家给坑了呀 谁知道 他们会如此大胆 对对对对 把八家当真是坑爹 一听这话 周围的当家们纷纷叫了起来 那表情一个比一个冤枉 坑 听着周围这话 宋海白眼一番 差点没骂娘 当真是说瞎话不脸红 就这批话 你们要去中一字的广场上说 都能把那八家的家主 给弃活过来 这样吧 陛下那边 我肯定是不敢去的 那片店 你们是不知道 我走进去就感觉浑身发凉 不过 我可以把你们的请求 告诉总行长 他是皇家的人 若是他愿意这事 或许还有的说 看着客厅这一群死赖着不走的 宋海思索再三后 最终还是松了口 要不然 这群逼脸不要的东西 能在他家打地铺 至于朱玉剑搭不搭理 那就和他没关系了 好好好 还请宋兄多多美言几句 对 我这有一颗上好的珍珠 今日和宋兄有缘 送你了 比人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这是刚兑换的十张千两纸币 还请宋兄替我赠给唐王柿子 我这也有五张劳烦了 见宋海总于是松了口 这些商人似乎生怕宋海反悔一般 快速从兜里 掏出了各种准备好的礼物 其中 纸币的比例还挺大 显然这些人精 也已经看清 陛下想要推广银行的决心 这不就直接投其所好了 则 行吧 下午 我去总乡一趟 把这些交给总行长 至于能不能行宋某 不敢保证 请回吧 宋海长叹一声 做了个请的手势 等到好不容易把这些商人 都给送了出去 看着桌上那一堆东西 宋海择了一声后 让下人过来 将其打包好 顺带他也清点了下 光是这一堆礼物 总价值 就来到了五十万两左右 当真是下了血本 罢了 让总行长头疼去吧 他就是个股东 不参合这些 当日晚上 正在偏店吃饭的猪油简 就看着猪玉剑 带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 小叔爷来了 你这来就来 还带什么礼物 这么客气 大半 家父碗筷 猪油简这几日 心情很好 看着猪玉剑来了 立马招呼着 猪玉剑见状抓了抓头 这才走过去 将一堆东西摆在了桌上 嗯 珍珠翡翠玛瑙 还有这么多纸别 干啥呀 你这是发财了 要和朕分享不成 看着这一堆的东西 猪油简愣了愣 有些好奇地扒拉了两下 这一看 立马瞧见里面的宝贝 还不算少 呃 陛下 这是有些商人找到宋海 托他送给臣的 臣瞧着烫手 就给陛下送来了 你看要怎么处理 处理 猪油简听完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有商人 忍不住开始走关系了 还真是够有钱的 这一小堆 就价值五十万了吧 他们想要什么 皇商身份 将一颗淡金色的珍珠 捏在手里看了好一会 猪油简才笑着问道 陈估计是想要入室的机会 他们眼红的 应该是宋海等人手中的官印 毕竟宋海九人 也算是愉悦龙门了 猪玉剑摇摇头想了下 说出了他的看法 银行的利润虽然挺高 但酒家分后也就那样 这里面的不缺俱商 所图的应该还是官位 官位 则 这玩意 岂能随便给 他们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朕岂会收钱卖官 猪油简嘴角一抽 只感觉自己 好像有点被羞辱到 正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他娘的 都在想屁吃 旁边朕玉剑看了自家陛下一眼 不由得在心里嘀咕着 宋海等人和拿钱 买官有区别 要不是你把朝堂上的大臣 杀得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看有没有人找你麻烦 要不还是问问太祖 看他什么意见 这些人都持有大量的先银 若是能够让他们支持银行的发展 那肯定是好事 朕玉剑虽然也觉得 把官位直接给他们不太好 这物以稀为贵 若是给的太多 那就不值钱了 但 作为银行的总行长 他又很眼馋这些人手中的银子 一时间也有些僵住 不过没关系 作为聪明人朕玉剑 才懒得死磕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搞不懂的 找太祖不就行了 说到这 朕玉剑才发现 今日偏店中 竟然没瞧见太祖的身影 不由地看向了旁边的朕玉剑 太祖人呢 太祖在楼上坐着的 这几日 太祖一直神情都不太好 有些心事重重的 朕玉剑瞧着朕玉剑的眼神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伸手指了指头顶 房顶 心事重重 朕玉剑歪着头 很是疑惑 虽然他接触太祖的时间很短 但也能感觉到 太祖是属于极度自信的性格 之前那么困难的局面 太祖都不带怕的 还能有什么事 能让他心事重重 我去看看 朕玉剑捏了捏拳 一边说 一边走了出去 这刚出去 就在偏店旁 发现了一具早就搭好的梯子 看来朕玉剑已经上去过了 缓缓吐了口气 朕玉剑这才沿着梯子爬了上去 果然在上面瞧见了正躺砖瓦上 抬头望天的太祖 太祖 这儿风大 要不还是下去吧 朕玉剑凑了过去 有些不知道说什么 好半天才凑出这两句 刚说完 太祖的脑袋就转了过来 眼神仿佛看傻子盘 咋地 还能给咱吹伞架了不成 倒是你 上来干啥 这上面可不稳当 李晨自然是听见朕玉剑上来的动静 原本以为他还能说出啥来 结果就这 呃 见太祖这么说 朕玉剑尴尬地挠挠头 主要是下面遇见了点问题 想请太祖分析下 李晨听完 眉头顿时挑了挑 是 什么是 银行炸了 你怎么也学得和朕玉剑一样 动不动就问咱 脑子长来不是摆设 要多用才行 你和朕玉剑不同 他有咱看着可以偷懒 但你以后 可是要去窝国统治一方土地的人 去了那边 可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李晨轻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道 朕玉剑这小子 确实很聪明 学什么都快 以后去了窝国 必然会是一贤民的君王 这也从侧面证明 朕老八的基因 当真是不错 是太祖 不过这是 我琢磨一天了 还是拿不定主意 朕玉剑心中微暖 但还是拱拱手说道 这件事牵扯到了黄泉 哪是他能够决定的 嗯 行 那就下去看看吧 一天天的 就不知道萧婷慧 李晨文言顿时白眼一番 思考过了 这 这听着 这听着 怎么这么不可信 罢了罢了 下去看看吧 被朱玉剑这么一倒腾 李晨也没了继续躺着的心情 从房上飘了下去 刚进屋 李晨就看见朱油剑正 轻点着桌上的财物 那眼神贼亮贼亮的 嗨嗨 哪来的东西 难道是孝敬咱的 李晨打量了一下桌上的物件 这才摸着下巴问道 正看着开心的朱油剑 听见声音 吓得差点把手中瓷器丢地上 转头见识太祖 这才赶忙起身行李 太祖 你吓死我了 你走路怎么没生呢 嗯 李晨瞪着眼看了眼 朱油剑又看了看自己这身子 额头顿时落下三条黑线 咱要能走路有声 第一个就踹你两脚 说吧 什么事 赶紧说完 咱还有东西要琢磨 朱油剑这时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赶忙咳嗽一声 把话题转移开 指着桌上的东西说道 是这样的太祖 几分钟后 等到朱油剑将事情说完 坐在椅子上的李晨 也已经微眯起了眼 果然 那些商贩忍不住了 好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难怪朱油剑这小子 想不出办法 这哪是冲着他来的 这是冲着你来的 好半天 李晨这才轻哼一声说道 旁边朱油剑 立马露出憨笑 确实 这压根就不是冲着他来的 太祖 这些人可是有着大量现银 若是能把他们拉过来 保底银行能入账上千万两 但若是继续分发官职 这就又显得太廉价了 又不能只发几人剩下的不发 容易引起矛盾 朱油剑他那口气 将遇见的难点和太祖讲了出来 就他来看 这两者貌似不可兼得 这倒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 行 咱知道了 没事 这是咱有解决办法 李晨又思索了一会 突然嘴角露笑说道 前几日随着皇家银行开业 死了许久的系统 终于又爆金币了 依旧是两个 李晨一次打开后 整个人脸色巨变 那两本厚度不一的书本上 赫然写着 矿盐制作秘法 以及琉璃烧制大拳 麻蛋的 这不就是号称穿越者必备的 三大技能奇二吗 制炎 琉璃 肥皂 瞬间李晨就嗅到了 其中巨大的商机 尤其是制炎法 这可是关系到国家民生的戾气 再加上之前的炼铁法 以及心事重粮 炎铁梁这三兄弟 算是凑齐了 这不 在得到这两个小册子后 李晨一连几天觉都没睡好 满脑子都是如何利用这两样 来获取最大利益 眼下听见朱尤俭他们说 这些商贩都在追求那皇商称号 立马的 一个大致可行的方案 就出现在了李晨的脑子里 愿闻其详 瞧着太祖果然有办法 朱尤俭两人直接咧嘴笑了起来 果然 没有什么事情能难住太祖 呵 笑得真难看 在说解决办法之前 咱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这是 矿炎炼制法 能够将有毒的矿炎 炼成无毒的雪花炎 其效果会比你现在吃的青炎更加好 是真正的白如雪 细如沙 李晨瞧着咧着大牙的两人 眼神很是嫌弃 从兜里掏了掏 将制炎的方法拿了出来 炎 虽然不知道 太祖为何会扯到这东西上面 但听完太祖的介绍后 两人脸色也瞬间严肃了起来 比青炎还好 还是从矿炎中提取出来的 死 这是什么技法 当真吓人 太祖 这 提取难度如何 成本如何 朱尤简毕竟已经跟着学了这么久 很快就问出了关键 死法的真实性他丝毫不怀疑 只要是太祖拿出来的 那就必然妥妥的 他唯一需要关心的便是这炼制成本 很低 而且炼制效率极高 这可是绝对的大买卖 李晨压低了声音 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如果李晨没记错的话 这种提春技术不光针对矿炎 现有的所有炎种都可以进行提炼 这放在古代 简直就是聚宝盆一般的存在 毕竟炎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 太祖 你说吧 要怎么做 朱尤简的眼神 此时已经变成了元宝模样 拍着桌子急切到 不用想 这必然又是一大笔收入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还记得咱之前说的 炎铁梁这三样是必须要收为国有 这不光是收入 也是掌控 但强行收回 必定会触犯大部分商人的利益 一个处理不好这些人 肯定会苟急跳墙 所以 这几天 咱一直在琢磨 要如何将这三项给稳定地收回来 李晨吐了口气 示意朱尤简 别太激动 这件事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明末 又不是明初 天下格局已经定型 除非是打烂了从来 要不然 想要在现有状况下操刀 只能是一点点慢慢折腾 盐铁利润很大 那些商人不会轻易交出的 朱尤简听完 也很是赞同地点点头 谁也不想把吃进嘴里的买卖给吐出来 尤其是那些是钱如命的商人 太祖 那你想出什么办法没 实在不行 直接派兵凭了算球 反正那些商人家底都不干净 一旁的朱尤简 不由皱起了眉 能有什么麻烦的 他现在手里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那些商人要是不想体面 那就帮他们体面 你是皇帝 不是土匪 再说了 天下商人有多少你知道吗 还能都杀了不成 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 那商人就是流通的血液 负责把身体运转所需的各种物资 给运输到位 没了他们 这天下商品的周转 你打算一人挑了 听见朱尤简那匪气十足的话 李晨差点没伸手 给他脑门一巴掌 老子教你半天 就是教你这么治国的 呃 见自家太祖瞪着眼 朱尤简善笑着摸了摸头 难道他说的不对 罢了 咱接下来说的有点复杂 都好好听着 这会是一个持续好几年的计划 成功率大概有八成 李晨抹了八脸 懒得和朱尤简多废话 微微坐直了些 神情严肃不少 朱尤简两人见状 立马收敛了神情 全都竖起了耳朵 现在银行已经成立 九大黄商也都确定了下来 既如此 那就可以用这九人去敲动整个行业 首先 盐铁梁三项得分开解决 粮食关系到农户 而盐铁则是商户 受众群体不同 自然不能一概而论 本来按照咱的想法 是要先解决农户的问题 毕竟历代造反者皆为农民 而且后面17年天灾不断 他们的日子只会更加难过 若是吃不上饭 那就唯有造反这一条出路 说到这 李承停顿了下 见两人都听进去了 这才接着说道 但现在 咱想法变了 农民造反 无非就是吃不上饭 而现在 有了新粮种后 暂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 咱私来想去 还是要先解决商贩这一头 只要能把盐铁先收拢回来 那国库必然充实 就算天灾不断 朝廷也有钱赈灾买粮 得先保证军饷和国库 才能再去考虑的农户 这个事也是李承近日才想明白 国家的一切都离不开钱 有钱什么都好解决 若是后面没有那么多天灾 李承倒是可以先去解决农户的问题 但现在 还是先搞钱吧 这虽然会让农户再苦一段时间 但至少能够保证 眼下大明朝制破马车 还能往前开 李承现在要做的 就是以最快速度 将大明朝藏于民间的银钱给调出来 这些钱又大都掌握在商户手中 唯有搞定了他们 大明朝的经济才能彻底流通起来 要不然 这银子全在地下埋着 到时候 手中有钱 就算这天灾不断 李承亦可从南洋大批量采购食物 太祖一番话 啼湖灌顶 的确 先搞定了商贩 才能搞定钱 只要有钱 那再多的天灾也不怕了 朱玉剑细细思索一会 好不容易才想明白太祖的意思 立马的 那崇拜之情奔涌而出 不愧是太祖 看问题的角度极为刁钻 但凡是换个帝王 估计都得优先去解决农户的麻烦 然而一旦如此 朝廷就需要用大量的钱 去补贴农业 而农业所能产生的利益 又并不高 很容易就会出现收支不平衡 到时候 皇家手中没钱 农户的钱又被商贩给赚走了 商户的税率又低 导致皇家收不上来多少 这不就成了死循环 一旦国库空虚 那边关壳就危险了 所以 先解决商贩上的事 确实是正确的 对对 太祖说的对 朱有俭其实还有点迷惑 不过这并不妨碍拍马屁 反正太祖说的都对 所以 接下来第一步 就是先搞定那些商贩 现在咱们手中有盐铁的最新技术 要不了多久 这盐铁产能必然会大增 到时候 市场的价格 肯定会被咱们给打下来 这就是咱手头的筹码 以此为条件 和这些商贩谈谈 李晨见两人 好像都听懂了 这才神情满意地 继续往下说 盐铁两项的操作空间很大 只要搞得好 不怕那些商人不上钩 那咱现在就说说 这盐铁二项要怎么搞 盐铁其实也可以看作 是两种买卖 盐为名声 铁为军工 先说盐 那些商人不是很眼馋 这皇家给的皇商称号 既然这样 那就简单了 朱玉健 等着矿盐提炼出来后 你就以银行的名义 去把天下的几大盐商 都叫来开个会 给他们看看 这新出产的血盐 再告诉他们 产量和造价 这些人自然就明白 其中的意思 只要知道盐价必崩 那后面就好谈了 你只需告诉他们 只要把手中的 就盐引还给朝廷 便可优先获得 血盐的采购资格 但还需同意几个条件 第一便是这盐税 皇家为他们提供上好的血盐 但他们需缴纳15%的采购税 第二 皇家会开放对南洋的贸易通道 让他们能够将血盐卖到外地 但买卖的金额 皇家会抽取20%的税收 第三 盐价由皇家设定 后续猪油简你 需要在大明朝内的各个城市 开设便民商铺 他们所卖食盐 不得超过便民商铺的5% 缓缓伸出三根手指 李晨笑着说出了 这血盐的置换条件 他之前本想让魏忠贤去搞定盐税 但奈何事情太多 阻力太大 最终是没搞出什么好的成果 但现在 边关那后金打子 已经被揍傻掉 也是时候和这些盐商巨负摊牌了 三个条件一出 终于见首先皱起了眉 这条件可谈不上有多优越 首先是15%的采购税 然后是20%的交易税 如此高的税额 那些商贩能够同意 太祖 这税会不会太高了 想了一会 朱玉剑忍不住问道 一旁的猪油简 也暗暗有些扎舌 这税率不是一般的吓人 高 是之前咱给他们订得太低了 李晨白眼一番 干脆地摆摆手 大明朝的商税简直是资本家的天堂 早就应该改改 不用担心税率太高 刚刚只是他们想要采购的条件 接下来咱要说的就是皇家能给他们的东西 首先便是血盐的采购资格 这血盐未来必然会成为大明朝的特产 皇家会下诏令 除持有血盐贩卖资格者 谁也不准私自将其贩卖到周边国家 第二 凡出口的血盐 皇家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 以保证他们能赚取足够的利润 第三 皇家会对持有盐英者 发布独家采购任务 他们可以从南洋株地采购粮食 返回大明 皇家会按照市场价进行收购 第四 凡纳税达到5000万两的商户 可获得朱油简亲笔提名的 荣誉商家称号 对外行商可挂名黄色小旗 目前暂时只开放12个名额 而且 但凡有此称号的商家 可优先获得后续其他专属特产的贩卖权 比如各种铁器 茶 绸缎 瓷器等等 第五 再告诉他们 皇家以后必然会在下西洋 开辟新的贸易航项 只要纳税达到一定程度 皆可随传前往 他们在海上的利益将由皇家保障 这便是李承给那些商人开出的最新优待 等到他巴巴巴地说完 朱油简和朱玉剑全都已经听傻了 卧槽 这条件当真是一环接着一环 朱玉剑在心里盘算了下 如果他是商贩 估计也忍不住这等诱惑 独家专卖权 太祖卖的 这可是独家专卖权 而且还能顺道解决粮食的问题 用国内马上不值钱的血盐 去换取别家的粮食 而且 从中还刺激了贸易 商人赚了钱 皇家也收上来了税 简直是一举多得 太祖此法当真是厉害 简直把那些商人给算得死死的 朱玉剑很是佩服地拱了拱手 学到了 当真是学到了 那肯定 太祖就是最牛的 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朱油简 也赶忙点了个赞 他脑子笨得慢慢琢磨 但只要是夸太祖 他就肯定参合一嘴 嗯 包括血盐的资格也可以卖钱 以一年为期限 前期资格为五十万两一份 购买者拥有优先续约权 另外告诉他们 咱只支持纸币交易 咱要用这些商品 把四周诸国的银子都转过来 李晨只是笑了笑 又提醒了一嘴 他就是要以这天下钱粮 度大明之威 奶奶的 老子就不信了 这狗老天 还能真能灭了咱大明 那太祖 言得事情妥了 这铁要如何弄 最后一句话 朱油简听懂了 赚天下财富吗 好好好 很好 我喜欢 单单一向盐 就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他是真好奇 太祖能在铁上 能搞出何等玩法 铁呀 那玩的可就更多了 这可是能做几百年的买卖 等徐光起那边的高炉搞定后 铁的产量必然也会暴增 不过前期的铁 需要供应军队的装备迭代 以及铁路的搭建 就算蒸汽机搞不出来 也可以用马车拉动车厢在铁轨上滑行 对了 差点忘了 你赶紧通知徐光起 把现在正启动着的关路修建计划扩充下 原本中央的道路不再用作铺设轨道 而是用于马匹通行 在道路左侧 重新开辟新的轨道 宽度给到15米 走双向 之前是咱疏忽了 忘了要搞双轨 不过也没什么 中间也不会浪费就是 扩建 朱尤俭听见赶忙点头 这个简单 反正是跟着大道走 再拓宽些就好 是太阻 我等一下立刻通知过去 不过这开销又大了不少啊 李晨见朱尤俭有些心疼 脸色有些无奈 这小子还是有些抠嗽 行了 铁路上能赚钱的方法也不少 这些都是基建省不得 鲁迅说过 要致富先修路 现在重新回到铁上 刚刚咱说到产能增加 那就可以 将一部分军制品外包出去 让商人参与进来 比如刀枪剑棍 由皇家为他们提供便宜的原料 然后再由他们招人打造后 卖于皇家 这其中的利润不会太多 但也不会太少 可以让他们多赚点 但要收取30%的税 而且需要重点监管 需在城外重新搭建一小城 专门用于冷兵器的批量生产 而且 商人参与生产的数量 不能超过总额的30% 大部分还是得咱们自己来 让他们参与的主要原因 是让他们在帮忙供货的同时 学会如何打造劣质的兵器 这样 咱就可以在铁的供应上来后 卖给他们出口的额度 让他们能够将这些劣质冷兵器 以极高的价格 贩卖到周边国家 这其中赚的钱 咱家不收税 但要以技术入股的方式 抽取7成的利润 并且 咱后续还会进一步开放 民用铁器的限制 像铁锅之类的物件 以后都可以大量出口了 只是要记住了 这些东西都需要进行限制 质量上必须比我们自家用的 差六成以上才行 想想看 到时候这些铁器 会从周边源源不断地 换来马匹 牛 羊 食物 以及各种奇珍异保 大明朝的商业 必将突飞猛进 里程的话 让朱油碱两人 全都兴奋了许多 不过朱油碱 还是有些担忧 太祖 若是把铁器卖给那些外族 会不会对大明产生威胁 毕竟这铁岩可一直都是竞品 竞品 里程文言却是哈哈一笑 咱当然知道 岩铁的重要性 但小子 你忘了一件事 那就是 这时代已经彻底变了 未来是火气的天下 区区冷兵器而已 就算给了他们 又能如何 用我们即将淘汰的装备 去换他们家积攒的财富 这买卖划算得很 对于朱油碱的担心 里程丝毫不在意 这可是明末 火气发展已经成形 等到那些蛮夷 花费了好几年时间 全员披甲时 大明怕是已经将火枪火炮 发展到他们望而生畏的地步了 更何况 这些劣质铁器 会以极高的价格出售 基本能把他们的家底 都给掏空过来 到时候手中无钱 他们想要发展火器 都没那个资格 太祖 火枪火炮 未来真的会替代刀枪 朱油碱当然知道 太祖是在说什么 只是这火器 真能如此牛逼 把你的疑惑去掉 百分百的事情 火器才是未来的主旋律 冷兵器什么的 已经落伍了 所以不用担心 铁器流入周边国家 会引发什么问题 只要他们买 咱们就敢卖 里程这话说的斩钉截铁 游牧民族 是什么时候 退出历史舞台的 不就是在火器大爆发的时代 彻底失去了衣仗 骑术 剑术 在火器面前 统统都是屁 太祖 如此的话 收入肉眼可见 而且银行还能持续入账大量的银子 一旦储备银变多 就可以继续发放纸币 并扩大贷款业务 这 一条龙了 朱玉剑掰着手指算了算 越算越心惊 这要真按太祖说的如期展开 整个大明朝的商贸 得发展到何等程度 最重要的是 皇家所需要付出的 并没有多少 无非就是名额 以及提供产品 知道就好 这是链锁反应 一旦开展到大后期 整个大明朝的商贩 近八成 都将投身到对外贸易 这也是对后续尔等 去外界开疆拓土 提前布局 最重要的是 只要他们接受这一条件 就可以让曹化纯 即刻启动商税的收取 现在这城管府 已经铺设到了两斤十三成 今年会扩大到所有的城市 三年内覆盖全国 只要城管府覆盖的地方 商税的改革 也将一并推动过去 到那时候 这些大商人 只要还想和我们皇家做生意 就只能捏着鼻子 全当看不见 而一旦他们不反对 下面那些小商贩 也就邪火了 商税要是能正常收上来 别说现在 这区区十几万人马 就算扩充到 五十万大明朝一样养得起 李承点点头 继续往下说道 他的目标 除了是要将商人拉拢过来 还有就是要收取这商税 只有商税上来了 大明朝才有足够的能力 去反补农户 不管如何发展 这农户始终是社会的基础 太祖 那这个计划要如何执行 先言后提案 见太祖已经把这前期的计划 全盘拖出 朱玉剑揉了揉脑门 梅宇间满是兴奋 计划已经很详细了 而且可行度非常高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呗 对 先言后铁 铁的产量需要时间来提升 而且得从这些商人中 挑选表现好的发放资格 等到这盐铁都搞定 咱就可以推行贪丁入母的政策了 一举将土地兼并的事 给彻底解决 李承做这么做 其实就是为了最后的贪丁入母 这件事 他早就想干了 但一直不太敢 唯有将军队掌握 然后将商人绑定在皇家的战车上 才能去触碰这堪称古代禁忌的事情 那些大地主不像商人 大都是靠地吃饭 普通的拉拢手段根本没用 对付他们 唯有一条路 那就是动刀子 配合的给活路 不配合的直接查 查出有问题 那就杀 一路杀过去 杀得人头滚滚着土地 才能重新回到农户手中 这也是为什么李承要把这事放在后面 你要杀人 别人不可能站着 让你杀 现在强行推动 必然会引起动荡 但等过几年 商人 官员 士兵 全都站在皇家这一边时 区区大地主 还能翻天不成 贪丁入母家土地国有化 唯有如此 才能彻底抑制土地兼并 才能打破 皇朝三百年魔咒 贪丁入母 那是什么东西 听着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朱有俭听着这有些奇怪的词 瞪着眼有些好奇 这词一听就很高大上 估计又是什么牛逼的国策 那个不用管 暂时用不上 你只需要知道那国策会杀的人头 滚滚就行 现在还是先搞定这言的事情 赶紧从南洋运送粮食过来 务必要将各地大仓全部填满 李承吐了口气 没有多去解释 有一点 他还没有告诉朱有俭他们 大明朝如此发展商贸 周围诸国为了交易 必然会全力发展对应产品 比如南洋那边 肯定会疯狂地种地换取利润 一旦所有人都去种地了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家种地我屯枪 你家就是我粮仓 草原那边同样如此 经济战不同于军事作战 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又和两人闲聊了一回 李承就把他们打发去忙事了 这言的事情一定要加快速度 又不是什么难度很高的东西 发钱了发钱了 快去皇家银行那边 好多钱 给谁发呀 那是将士的赏钱 我们又领不到 领不到并不妨碍 我去看热闹 走走走 去看一看 四月初 随着银行这边越发的热闹 这日 又是一条消息 吸引了无数京城百姓的注意力 就在银行边上 兵部正在那里 对此次入京的将士 发放赏钱 这一看 就是为了刺激大家 踊跃去找皇太极的麻烦 为了这件事 李承特地让四项军团 各抽掉一千人 作为代表来帝都领赏 这不 经过几日的准备 张维贤今日便带着一帮子人 在银行旁的空地上 大马惊刀地坐了下来 身边是一箱箱堆满了响银的箱子 对于军饷 李承并未让朱有简 直接发放纸币 现在民间对纸币的信任程度并不高 还是发银子比较妥当 若是他们自己愿意 自然会去旁边银行进行兑换 赵大狗 杀敌六人领白银三十两 东将军出战奖赏无量 共计白银三十五两 李二胡 杀敌四人领白银二十两 东将军出战奖赏无量 共计白银二十五两 齐大光 杀敌二十三人领白银一百一十五两 东将军出战奖赏无量 共计一百二十两 齐方 杀敌二十七人领白银一百三十五两 东将军出战奖赏无量 共计一百四十两 齐如龙 杀敌三十人领白银一百五十两 东将军出战奖赏无量 共计一百五十五两 领赏处最显眼的无疑是东将军众人 光这些人往此地一战 便仿佛有无数杀器弥漫在四周 连带着温度都下降了少许 作为此次大战 收获最疯的军队 东将军打得惨烈 但却最为耀眼 先是在小林河死战后 金五万杂派不退 并将其全部击杀 然后又在野外硬抗八旗主力 而不落下风 现在整个大明朝的百姓 谁不值着东将军的赫赫威名 尤其是听着那诱人的奖赏 四周羡慕的眼神都快凝成一团了 毕竟和其他几军比起来 这东将军的奖赏 算得上是独一档 尤其是这挑出来的一千人 就没低于二十两的 更不用说这几个姓七的 人均一百多 你们这是跑去进货了 这就是七纪光的后人 有点意思 看起来是真杀了不少 半空中 郑贤的没事干的李晨 也瞧见了这一幕 关于这十三人的事 毛文龙已经在折子里写了 七纪光传人的出现 无疑是让李晨的心情变得更加不错 正好后面要去打窝国 这七纪光的人就冒了出来 当真是瞌睡来了 就有人送枕头 好好培养 说不定还真能重现七家军的辉煌 空地上 整个现营发放 持续了近三个时辰 一直到太阳西斜才结束 不出意外 明日开始 必然有很多人 想要去找皇太极聊聊天 当然 几家欢喜几家愁 东将军这边多是开心 而金银的士兵们则全都跨着一张脸 虽然朱友简没有追究 他们被打子乱穿的事 但也没刻意去隐瞒 报社的报纸 早就已经将此次战况 全部告知百姓 赢是赢了 但金银的脸也彻底丢了出去 要不是流星座抓住了海兰猪 他们怕是真的连头都要抬不起来 刚刚在那排队的时候 四周百姓对他们 可一直在指指点点 金银打成这样也有钱拿 当真是丢我们金城爷们的脸 谁叫他们是清军 陛下爱惜得很 我要是他们都没脸拿这钱 那么好的福利待遇 结果差点被杀烂掉 还是东将军厉害啊 硬刚打子不落下风 厉害的不应该是百杆军 那些杆子连碰都不敢碰一下 扑 你可别说百杆军了 刚刚那帮子人一个个黑着脸 像是谁欠了他们钱一样 诸如此类的话 一直在他们边上不停地传来传去 偏偏他们还没法反驳 只能是憋着火拿了钱就走 李承看着这一幕也没什么反应 任何一支铁军都不是凭空吹出来的 金银想要恢复 经受失败和屈辱那是必然的过程 只希望下一次他们能够找准机会 洗刷耻辱吧 一连几日 整个京城内都在热议着 辽东打子的赏钱 而随着新的公告出现 看着陛下又在广宁设立了新的悬赏点 京都周遭的诸多汉子们 大多已经忍不下去了 此时春节已过 再不过去 怕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打子就那么点人 先到先得呀 又过了几日 随着崇祯元年的第一场科举正式举行 才总算是压住了些热度 朝野上下 也是将目光看向了此次大考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全国各地前来赶考的人 有近两万三千人 这还是那些世家弟子抵制不来的结果 显然 世家口中陛下无德的言论 并没有影响到 寒门弟子入室的决心 寒窗苦读十几年 就为了今朝 你说不去 老子就不去 家里那么多口子人 你帮我养着 当然了 他们心里也并非一点忐忑都没有 毕竟 这位崇祯爷登基后 对于读书人的态度 是肉眼可见的糟糕 尤其是那周延如搞完事情后 更是气得陛下把王阳明先生都给发配塞外 入室为官是否真的是个好选择 他们心里也没底 不过很快 他们就感受到了来自当今圣上的爱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今 诸多寒门子弟前来参考 朕听闻许多考生家中贫寒 特地为你们准备了白银五两 以及吃喝住宿的地方 凡考生可去忠义词内的祥瑞 那可老歪脖子 数钱上一株香 然后就可领取现银 并凭借考生证明兑换防号 朕已经包下了京城诸多客栈 亦应吃住游镇负责 而等尽管好生休息 为接下来的考试养精蓄锐 令 朕在皇宫门前贴了一张新的告示 上面有目前朝廷所空缺的职位 以及各部门的新福利待遇 希望等能够努力考试 争取金榜提名 钦辞 几个太监拿着圣旨敲锣打鼓的满大街宣读 一听陛下给他们发了钱 还包下了住宿和吃喝 不少寒门考生对朱有俭的好感 瞬间上升了一大截 古代想要赶考 那可是个大事 尤其是他们这些寒门子弟 几乎是要将家里的钱款全掏光 才能来一次京城 更有很多穷的连饭店都住不起 只能是坐在路边果一而眠 眼下有钱拿那还等什么 赶紧去就对了 此时的终一词前 田耳庚亲自压着银子 再次候着 看着不断前来烧香的考生 田耳庚轻哼一声 这才朝着众人开口道 都好好瞧瞧 这就是吊死大明朝 诸多贪官汉奸的地方 陛下今日 让我再次给你们发钱 一是为了大明的设计 二来也是干 等一个警醒 希望你们拿了钱 都能好好当官 别进了朝廷没几个月 就被我给抓着把柄送来吊死 这祥瑞的吊位 可是很紧张的 现在诏域里 都还有人排着队等着上吊 烧完香就过来领钱吧 让我好好看看 你们这些未来的肥料长啥样 田耳庚这话说的 差点没把周围的烤生给欺诈了 奶奶的 老子还没当上官你 就在这周我等了 还肥料 肥你大爷 是不是在你们场位眼里 我们这些读书人 就都是贪官的料 侮辱谁啊 今日要不是看在这五两银子的份上 你看我喷不喷你就完事了 而田耳庚 瞧着四周那一双双喷火的眼神 很是不懈地扣着鼻子 生气 生气就对了 希望你们都能记住这老外脖子说 别到时候管不住手再来后悔 外面热闹异常 皇宫内 已经飘回去的李晨找到了朱友简 让他去将毛文龙折子里所提到的几人叫来 好好安排一下 现在大明朝的财政已经好转了起来 除去边关的军队也应该重新训练新的军队用于内部机动 就比如沿海 对于倭寇这个东西 该防还是要防 而且也要提防可能出现的地方农民起义 别看现在大明朝有了新的两种 军队和钱财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实际上 朱友简对整个大明朝的控制力依旧只局限于北边 对于南方复节之地的掌控程度还是不行 唯有等到锦衣卫和城管府以及银行等铺设开后 才能慢慢收拢回对南边的实际掌控 所以在这之前 朱友简必须要做好应对 因为南边世家地主的欺压导致可能出现的起义军 大明朝现在明面上是在变好 但内部依旧一堆的毛病 别到时候 全国的军队都去找黄太吉谈人生了 结果导致内部出事后无部队可用 不多时 便有小官就带着几人来到了偏殿门口 见人都带到了 正忙活着的朱友简 这才坐直了身子 示意王承恩把人带进来 船 七大光 七峰 七如龙 曹文照 曹便交入殿 随着王承恩一声传令 五人依次入了偏殿 见朱友简正坐在上方 立马单膝跪地请安 草明见过陛下 看着下方跪地的五人 朱友简抬头细细观察了片刻 这五人一眼便能看出是军中的汉子 长得是五大三粗 站门口都能辟邪的那种 起来吧 大半 四座 观察了好几秒 朱友简这才抬手示意他们起来 并让人搬来凳子 五人见状 有些忐忑地坐在了椅子上 他们都有些猛 不清楚这皇上叫他们进宫是为何 七大光 听说你是七级光的后人 毛文龙说 你在战场上用出了七家军的鸳鸯阵 杀敌不少 可是真的 朱友简放下书想了想 先是点名了七大光 这七家军在太祖嘴里评价颇高 他自然也极为上心 回陛下 草明是七将军第三子的后代 我等十三人都是齐后人 本来我们是想炼城后 投奔军旅 结果听闻陛下发布了悬赏 便去了皮岛 七大光赶忙上前解释了一下他的身份 他们这十三人都是七级光的直系后代 当年先祖失去后 七家便没落了 但先祖所留下的兵书尚在 七大光便是在家里自学时 掌握了这鸳鸯阵 他和其他家族子弟不同 对于先祖那是相当的钦佩 也希望能和先祖一样带兵打仗 于是他便在家族里找了十三个 同样从小习武的堂兄堂弟 组成了眼下的小班底 太祖还真是七级光的后人 捡到宝了 朱有俭听完七大光说的 立马在心里喊道 真是七家 好好好事啊 能自学到这个程度 看来七级光后继有人啊 既如此便给他十全看看 能走到哪一步吧 他们那鸳鸯正号称倭寇克星 后面必有大用 正听着的李晨 见状直接说道 既然确定了身份 那便给他十全 待到后续攻打窝国时 可让他们作为主力 朱有俭得到了太祖的答复后 脸上也露出了几分笑意 没想到天下文明的七家军 竟然还有传承 而等后续可有什么想法 说来朕听听 想法 七大光脸色一愣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搭话 他们还能有啥想法 无非就是杀敌赚取功勋 要是可能的话 他也想当了将军 但这貌似不太好 直接说吧 陛下 我们都想和毛将军一样 成为朝廷大将 旁边 见七大光迟迟没有说话 年纪上小的戚风 有些急了 大哥这是在干啥 陛下问你话呀 你发什么蛋 忍了忍没能忍住 开口道 闭嘴 陛下面前 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还在琢磨 要怎么回答的七大光 被吓了一跳 赶忙回头 瞪了自家堂弟一眼 倒是上面的朱油简健壮 哈哈一笑 七大光 你家堂弟都比你有胆气 太祖说过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朕没记错的话 你家祖上 不就是太祖爷身边的清兵 算起来 你们七家 那也算是我大明朝的武勋一脉 朕今日便问你 想不想重铸七家军的荣光 别和朕打马虎眼 说实话 朱油简倒是不生气 经历了这么多 他是真心觉得 和这些武将聊着 要省心很多 这些人大都是在 不像那些文官 一个个都筛子成精了 浑身八百个心眼 多看一眼都累得很 想 草民做梦都想 七大光见朱油简并不生气 反而如此问道 立马又单跪在地上 脸色有些激动地点了点头 他当然想 他们七家只是衰败了 又不是死绝了 堂堂七家军 不应该被埋没于历史 好 这就对了 既如此 朕就给你这个机会 朕记得当年七将军 是官拜四品 那朕就封你为 郑四品的上旗都尉 给你两万的招兵名额 让你重铸七家军 不过 现在四项军团已满 而且这四个军团 都有着赫赫战功在身 朕暂时没法给你们 一等军团的待遇 只能是给到二等 想要入一等军团 那就只能靠 你们自己努力了 若你们真能恢复 当年七家军的赫赫威名 朕可以在这承诺 功名爵位应有尽有 所以 七大光 可敢干上一把 见七大光回答得干脆 朱尤简也懒得 再和他开玩笑 直接开出了条件 两万 郑四品 七大光瞬间待在了原地 瞪着眼一脸不敢相信 旁边七封瞧着大哥又呆住了 嘴角微抽两下后 一把按住自家大哥的头 谢陛下 七大光这才回过神来 赶忙谢恩 陛下放心 草民一定会重现 当年七家军的威名 听着这话 朱尤简摆了摆手 朕是个务实的人 不吃大饼 想要谢朕 就拿战绩来说话 朕也不怕告诉你 封你四品 是看在七家军 还有七级光的面子上 才破例提拔这一次 可别让朕失望了 岂不就是四品 这当真是做了火箭 七大光一听 身上压力瞬间拉满 他知道 这是沾了自家仙辈的光 若是不能拿出点成绩 这七家军的名头 也会彻底断送在他手中 旁边 一直默默看着的曹文照 和曹变娇 脸色那叫一个羡慕 奶奶的 七级光的后人啊 这待遇也太好了 可惜他们的仙辈都比较平凡 没法负责后代 想要打拼就只能靠自己了 似乎是瞧见了曹文照 淑子梁羡羡慕的眼神 朱尤俭这又转头看得过去 曹文照 杀敌七十六人 曹变娇 杀敌一百三十七人 难怪毛文龙说想把你俩留在东将军培养 确实够猛的 朕看过你们的档案了 你们叔侄俩不是在辽东军内任职吗 怎么跑去了东将军那头 对于曹文照和曹变娇 朱尤俭已经听太祖讲过这两人的光辉事迹 两个山西的大汉 曹文照在辽东军内有个贤职 按太祖说的 这两人都是明末时期极为出名的将领 历史上也都是死鱼和打子的对战中 其勇猛足以统帅一军 现在一剑果不其然 曹文照还好 和旁白的七大光 他们都是典型的武将体型 但那曹变娇多少就有点变态了 身高大概有一米九左右 哪怕是坐在那就感觉像是个小山包 浑身肌肉扎起 胳膊更是比他大腿都要粗 听闻此人膳使长枪 剑术更是绝佳 在东将军那帮沙才里面 都算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尤其是和打子作战时 一把长枪杀的四周打子 无法近身 碰到就死 在他的战功表上 就有十二个人头 是那打子的白甲兵 如果说七家这十三人 靠的是正法 那这位爷 就是妥妥的个人战力了 回陛下 那时辽东军并未被派遣出战 臣不愿意在军中浪费时间 便带着我这侄子去了东将军 结果没想到 这刚去后京打子的地界上 杀了几个人就被叫了回来 再然后 就是随着毛将军 一路杀出 追击打子 曹文照上前一步 有些拘谨地解释道 这是说出来 可是坏了规矩 毕竟再闲散 也是有官职 哪有随便离开的道理 好在 他说完后 眼前这位年轻的陛下 似乎并没有怪罪的意思 曹变骄 好名字啊 大明有你等汉将 乃是郑之福 如此人才 就当如骄龙入海 掀起风浪 你们二人都是将才 既如此 郑便给你们几个选择 第一 加入东将军 成为毛文龙的左膀右臂 第二 加入辽东铁骑 郑会让你们率领五千铁骑 第三 曹文照入兵部担任职位 曹变骄担任郑的贴身护卫 第四 郑要在京城内 训练一支新的禁军 名为朱家军 正好还缺两个教头 你们自己选吧 四个选择有三个都是太祖给出来的 只有第三个是他朱尤俭自己家的 毕竟作为皇帝 身边还是得有几个功夫绝顶之人 下方 曹文照听完后脸色顿时一喜 这四个条件可都不错 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第三个选择 武将的归属就是战场 尤其是现在大明朝四处用兵 正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时候 待在兵部像什么样子 那大元帅张国公是已经没法往上走了 但他们可都还有着极大的空间 敢问陛下 朱家军编制多少 可有出赛的机会 曹文照想了好一会 这才咬牙拱手问道 他这人直来直去 不喜欢绕弯子 既然陛下也是豁达之人 那就摊开了说吧 编制五万 练好了 自然是要出去 不见血的军队 能叫军队 看看金银就知道了 这才多少年就拉成了这个模样 朱尤简也没隐瞒 干脆地说道 哇 听着是相当多 但都要练 而且难度还不小 陈愿意担任教头 曹文照眉头紧锁 一时间有些拿不准 他个人倒是无妨 主要是变交着侄子 潜力巨大 完全有冲击爵位的潜力 当叔父的 自然要为他的前程考虑 但还没等曹文照想好 一直没吭声的曹变交 突然开了口 直接要下了第四个位置 变交 你 曹文照转过头 差点没给他一巴掌 你这是被旁边的戚风传染了 老子都还没决定 你急什么 还选第四个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就敢选 朱家军 那里面可都是太祖的血脉 这支军队不用想 一旦组建 必然是超越那四项军团的存在 到那时候 要是练不好 出去打不过打子 你如何给陛下交代 可想好 朕也不瞒着 这朱家军事大明朝 目前待遇最好的军团 没有之一 除了膳食军饷 大明朝最先进的盔甲刀具火器火炮 都会优先供应 若是练不出来 朕可是要找你的麻烦 见曹变交选择了第四个 朱尤简忍不住提醒道 在他看来 最好的选项 无疑是第二个 五千种骑兵 这可不是小数目 陛下 我这侄子还小不懂规矩 要不 叔父 我已经想好了 就选第四个 侄子不比那些大将军差 曹文照听完朱尤简的提醒 也急了 这他娘的是背锅位啊 不行 绝对不行 就在曹文照准备开口回绝时 曹变交却是开口打断了他的话 眼神很是坚毅 他就要这五万人 死 曹文照发誓 要不是在陛下面前 他高低给着侄子一脚 你才多大 就觉得自己比毛文龙 如相声他们都牛逼了 说是统领五万人 到时候练不出来 有你哭的时候 为何 你就不怕练不出 要知道 朕之前可是问过毛文龙 那混账一听这事 直接就装醉酒倒地上了 踢都踢不行 朱友简笑着摸了摸下巴 看着一脸自信的曹变交 不由地调侃道 陛下 臣若练不出 甘愿受罚 臣自幼多受叔父照顾 熟读兵法苦练记忆 为的就是要当着天下文明的大将军 就如同那获去病一般 若是连五万人马都练不出来 臣也没脸为陛下笑力了 听着朱友简的调侃 曹变交却是丝毫不退 干净利落地表达了态度 旁边 曹文照已经服额 不知道说什么好 年少轻狂啊 向朕 朕也相信能凭着天下之乱 既然你有当获去病的想法 那朕只当如汉武帝般给你这个机会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能向那获去病般横扫关外 朕再给你画个饼 你要是能把黄太极的妃子大院抓来 朕直接封你爵位 七大光 你们也一样 朕已经和毛文龙说了 要把那黄太极的女人都送给他 朱友简看着自信的曹变交 不由得猛拍了下桌子 不愧是被太祖看中的人 有脾气 朕喜欢 既然这样 那就给你这个机会 旁白一直没说话的李晨 此时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朱友简怕不是飘了 都想着和汉武帝肩并肩了 真就是我这个太祖 给你的勇气呗 大院 听见这名字 众人自然不陌生 只是 这为何都要送给毛文龙 难道毛将军 还好这一口 没看出来啊 是 陈等一定努力 保证不让毛将军多等 肯定帮他把大院给抢回来 下面的戚风 立马笑着附和道 这话说完 他就瞧见自家老哥 身无可恋地白了他一眼 你可真是个人才 还真以为毛文龙 喜欢打子那边的女人 嘿 行 那朕就先替毛将军 谢谢你们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明日朕就会让兵部 起草文件 后面就要看你们自己了 朱有俭笑着点点头 便打算先聊到这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后面等空了 再慢慢聊 练兵也是需要时间的 等到五人眼神冒光地离开 朱有俭这才轻吐了口气 掰着手指算了起来 太祖 算上这边给出去的人马 目前四项军团的总名额 加起来是13万 再加上金银10万 七家军2万 朱家军5万 27万了 这每年开销 可一点不小 开销 李晨怂怂肩 倒是一脸的淡定 才27万而已 按照李晨所想 全国应该维持 最低50万的部队 后续还得扩大才行 想要控制全球 这点人马可不够 慢慢来吧 欲促而不达 最低50万 朱有俭嘴角微抽 不敢再说话 半想才吐了口气 从旁边抽了一份折子 全世界什么的 太遥远了 还是先搞定眼前吧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月 四月中旬 随着科举正式开始 四项军团的老大们 也陆续返回到了各自驻军的地方 七大光也已经拿到兵部批文 正式从户部领了银子 开始组建七家军 只是让七大光 有些没想到的事 他这刚开始准备招人 就得到了唐王朱玉剑的鼎力支持 不光个人捐赠了20万两 以作资助 还给他开方便之门 让其能够在唐王的地盘上 随意招兵 嘴里更是各种鼓励 让他加油练 往死里练习 那积极的态度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七家军 是他唐王的私兵 说实话 七大光原本是有点不敢拿这钱 他怕回头 被卷入脑人的政治漩涡中 思来想去 最后只能进攻 先将此事先上报 结果朱有俭不光没生气 反倒让他拿着就行 而且还让他和朱玉剑多接触接触 虽然不懂朱有俭是啥意思 但既然陛下都不介意 那他自然也就安心了 白送来的钱 不要是傻子 又过了几日 就在科举正常推进的时候 京城的各大城门口 迎来了一批新的百姓 他们这些人有些特殊 几乎人人都携带着族谱 进入京城后 便全都朝着皇宫门前的 巨大空地聚集而去 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了好多天 京城内有传言 这些人都是太祖朱元璋 散落在各地的血脉 他们此次携祖谱入京 便是响应之前陛下 传遍天下的那份黄宝 朕 崇祯朱有俭 眼下国事艰难 达子黏黏扣官 搅得名不聊生 朕亦召集天下宗卿 创建一支 只由朱家子弟 组成的朱家军 凡朱家子弟 皆可携带信物和祖谱前来 朕为你们准备了功名 爵位 还有你们想要的一切 想要吗 想要就来京城 来找朕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 这份黄榜 被分成了无数份 贴满了大明朝 不管是王府 还是已经落魄的小宗 无数朱家子弟 在看见这份黄榜后 全都感觉有一团烈火燃了起来 建功立业 重塑祖上辉煌 这可是不知道 多少人做梦都想的事情 于是乎 遍布天下的朱家子弟 可以说是闻风而动 更有一些王府 直接一口气 抽掉上百人集体入京 爷爷 我们到了 这就是京城啊 好大 今日 城门又走进来 爷孙两人 看着眼前这具大城门 那年轻小伙 脸色有些兴奋 这便是京城啊 大名帝多 别看了 京城吧 哎 也不知道 这次回来是对还是错 毕竟我们这一脉祖上 那老人家 却是脸色有些复杂的 看着四周 心情根本好不了一点 见自家老爷子如此担忧 那年轻人 轻笑着拍了拍胸脯 放心吧 爷爷 当今陛下乃是真龙 必然不会计较前人因果 再说了 虽然我们这一脉 被宣宗爷下令 永不得入京 但当今陛下的黄榜 可是说了 但凡诸家弟子 皆可入京参军 反正不管如何 我都必须要来试一试 要不然 我们这一脉 怕是永不能见天日 这还少年说得极为认真 老爷子听完只是摇头 最终没有多说什么 他当然也希望能够 让自家这一脉 重现天日 但 哎 罢了罢了 只能是希望 当今陛下 能够不计前嫌吧 不多时 皇宫门前 此时的广场处 早已被戒严 上百名穿着各衣的人 正排着队等待勘宴 太祖第十五子 辽王朱职 第四子嫡系后代 过 人宗第六子 金献王朱张刚 第七子嫡系后代 过 献宗第十二子 金简王朱又顺第三子 述出 过 前面 一张巨大的木桌上 十几本巨大的书册 被整齐地堆放在一块 那便是大明皇家 保存的大族谱 而分散于各地的支脉 则有一本自己的小宗族谱 外加能够表明 皇室身份的诸家信物 虽然诸家特能生 但只要是能拿出这两样的 基本都有根可寻 况且 他们中很多人 虽然家道中落 但并不代表 无法登上大族谱 但凡有新的后代出生 都会第一时间上报到小宗内 然后由小宗统一上报到皇家中 此时那青年带着老爷子 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听着前面那一个个名字 脸色越发紧张了起来 他们和眼前这些人 有些不同 他们已经没有小宗 更无族谱可查 唯一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 就只有怀中那御刺之物 终于 等到前面那人 也成功勘验成功后 那青年这才整理了一下衣服 咬着牙上前两步 哪一只的 可有族谱信物 负责勘验的 乃是宫内一老太监 专门负责修缮皇家族谱多年 瞧了这青年 一眼干脆地问道 哪知这话刚说完 那青年竟直接跪了下去 这可把那宦官给吓得不轻 虽然这些诸家子弟 很多都已落魄 但只要是在大祖谱上 能查到齐名的 那便是皇室宗亲 他一个宦官 可不敢接这里 顿时 那宦官直接跳了起来 语气有些尖锐 这位爷 你这是何意 然而那青年 却根本没搭理他 而是直接朝着宫门的方向 狠狠磕了三个头 这才从兜里 掏出一块玉佩 高举与钱 罪人之后 猪油龙 今日应陛下皇榜 前来参军 嗯 这动静 立马引起了周围 无数双眼睛的注意 包括那老太监 也是脸色微宁 罪人之后 不由地接过了那枚玉佩 查看了起来 只第一眼老太监就能确定 这玉佩的确是皇家之物 而且还是年代极早的信物 随后 老太监将玉佩翻了过来 瞬间 老太监的神情骤然大变 只见那玉佩中间赫然刻着高绪二字 不光如此 在玉佩左下方还刻有两行小字 朱殿 徐妙云 你是 汉王朱高绪的后代 那老太监哆嗦着 有些震惊地问道 什么 朱高绪 周围那些看热闹的朱家子弟 文言也都愣住了 随后全都一脸诧异地看了过来 那位爷 还有后代 是 我这一脉的仙祖 是汉王爷的 私生子 根据我家自立的祖谱记载 张皇后保下了我等 最后 宣宗将仙祖驱逐出了京城 并罚永世不得入京 并不得录入大祖谱之上 等我们仙祖出京后 张皇后将这块代表着我们 血脉出出的信物 偷偷送与仙祖 朱油龙点点头 捏着拳解释道 私生子的身份 再历代都不受待见 更不用说 他这一脉 还犯下了那种大错 这 不可能吧 有啥不可能的 张皇后可是贤后 说不定还真会如此 就算是真的 他这一脉 也还有脸来皇城 汉王啊 哎 无法评价 听完朱油龙说的 四周议论声顿时更大了 汉王朱高绪的私生子 啊 这也能被称为朱家子弟 连族谱都上不了 虽然有信物 但终归只是一群无根之人 怎么了 皇宫门前 岂能如此喧闹 就在那老宦官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正从外王里走的 田耳庚溜达了过来 他是被此地喧闹吸引来的 刚过来就瞧见 跪地的朱油龙 以及周围那诡异的眼神 是这样的 那老宦官瞧见 田耳庚来了 立马凑过去 把情况和田耳庚说了说 田耳庚一听也傻眼了 傻 汉王后代 哪个汉王 朱高绪 死 他现在恨不得掉头就走 奶奶的过来瞎凑什么热闹 指挥师大人 你和陛下熟悉 要不你进宫问下如何 然而那老宦官 哪能让他跑了 一把抓住后提议道 田耳庚听见 差点没把刀 给这老货砍了 不过看了看 四周越居越多的人 田耳庚最终 还是无法让朱油龙 继续在这跪着 奶奶的 这叫什么事 罢了 倒是有几分胆气 你把汉王的档案调出 我去找陛下问问吧 还要把玉佩也给我 田耳庚抹了八脸 半想才咬牙下了命令 顺带把朱油龙给扶了起来 那老宦官见状 立马将玉佩塞到了田耳庚手里 看着玉佩后面 刻写的那几个字 田耳庚的脸色更黑了 只能是小心握着大步 朝着宫内走去 不多时 天殿 正在披折子的朱油简 就瞧见了田耳庚送来的东西 左右翻看了一会后 脸色有些无语 族谱上可有相关的记载 朱油简揉了揉脑门 半想才开口问道 有 根据那老宦官说 族谱上是找不到此人名字的 但是 在皇室秘当中 却能找到记载 张皇后确实是秘密 保下了汉王的一名私生子 并将汉王信物交给了他们 但也仅仅只是有这一点记载 田耳庚将一份老宦官找来的小册子 给到了朱油简 朱油简戏看了会 果然是有其记载 不过也就仅仅两句话 太祖 你看这 既然有记载 那这人的身份 应该不会有啥问题了 只是 要用吗 毕竟他是汉王的后代 没想到朱高旭竟然还有后人 那就用呗 说起来 这本就是朱老四搞出来的破事 一句世子多病 把朱高旭忽悠瘸了 还让朱瞻基背上了杀术的恶名 李承早就在一旁听着了 信物的真实度应该不会有问题 在古代 这种信物可都是各家的命根 基本不存在作假的可能 而且 谁疯了闲的没事 在大明朝跑去认朱高旭当祖宗 行吧 那就用 需要特殊关照吗 听得出 太祖对于朱高旭似乎还挺喜欢 既然如此 要不 关照下 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李承对于朱高旭并无太多的恶感 想法还挺佩服 说句不太好听的 若非朱高旭几次拼命相救 朱老四能不能拿下这天下都是个大问题 可以说 朱高旭是彻底继承了朱棣的勇武 甚至还倾出于蓝 至于造反 更多的像是对朱老四的不满和宣泄 朱高旭应该很清楚 自己根本玩不过太子朱高赤 但他就是不服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这人有点轴 因为朱老四的许诺 他什么名枪案件都替朱老四挡了 也因为朱老四的不厚道 非得用命去证明自己不比朱高赤差 属实是点可惜 特殊照顾不用 你只需告诉朱油龙 只要他能干出成绩 那就将他这一脉重新录入大祖谱中 让其祖上都能够落叶归根 相信堂堂朱高旭的后代还敢应照而来 肯定是有二两本事的 大祖谱吗 朱油简摸了摸下巴 没有意见 太祖都发话了 九族之内谁敢有问题 既然是汉王后代 准其进入 告诉他 只要能干出一番成绩 朕亲自让他这一脉重回祖谱 下方 正等着的田耳庚听见后立刻领命而去 很快便在宫门处 找到了正等着的朱油龙 将陛下的意思告诉他后 这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直接哭着跪在了地上 狠狠朝着宫门又是三个响头 他执意前来 不就是为了让他这一脉重回祖谱 陛下如此说 自然是已经猜到了他的用意 不用想都知道 作为宣宗一脉的后人 朱油简做出这种违背祖宗的决定 会顶着多大压力 这无疑是再造之恩了 没得说 以后他朱油龙这条命 就是陛下的了 上阵杀敌 绝不退缩 朱油龙的出现 到底还是在朝堂上 引起了一点点震动 但也就仅仅是一点点而已 经过几轮大逃杀 朝堂上喜欢乱张嘴的玉石阎官 基本都已经无了 现在的这些阎官们 除了一些敏感问题 其他一概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况且 这本就是皇家内部的事 他朱油简不怕下去后 朱瞻鸡用大嘴巴子抽他 那就随他去吧 比起这个 文官们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即将结束的科举 现在整个朝堂上 可是缺人缺得紧 周围那些混账 为了林阎阁的位置 都快卷上天了 尤其是那温体人 据说这狗日的一天 就睡五个小时 一把年纪了 也不怕 累死在这朝堂上 陛下 上次大战后的抚恤 以及奖赏 已经全部发放完毕 目前户部 上于钱款 1847万两 不过马上就要六月 需要拨付半年一次的军饷 四项军团 每人每月二两银子 需要支出军饷220万两 经营十万人 每人每月是五两银子 需支出三百万两 陈建议 按照军队目前总人数来发放 这样可以减缓一下财政压力 这日 朝堂上 郭允厚正抱着折子 朝着朱友简会抱着 之前朱友简下发的命令 是让户部按照军队满员 发放军饷 但现在一场大战打完 几大军团都各有损耗 像是毛文龙的东将军 被打得就剩两万多人 自然 郭允厚就开始琢磨着 要不先按照实际人头发 郭大人 军队乃是国防之重 若是不按满额发放军饷 难道要毛文龙他们用石头子 招揽兵员吗 上面 朱友简一听这话 立马不乐意了 啥意思 军队打完了 不补充人进去了是吧 皇上 你听老臣说完 除去四项军团外加经营 陛下还命令公布打造甲州 四项军团 包括经营士兵的装备 全都是按照高规格制作 光是在这上面互布 就需要为每人支出三十两左右 近三十万的精锐 光这一项就高达八百五十两 再加上 卫所上有兵员一百万 每人每月又是二两银子 光是半年支出 便要一千二百万两 更不用说朝廷官员的俸禄 以及皇室宗亲的供养 户部的钱真快不够了 郭允后当然知道 这么说会引起朱油简的不满 但奈何现在钱确实不够 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 什么玩意 一千二百万两 那些卫所十个空了九个 没走的也都是老弱病残 他们哪来的脸 和四项军团的士兵拿一样多的钱 前面几个听着还算正常 但听到那一千二百万两的时候 朱油简绷不住了 一百万 TMD 这一百万拖出去 能不能打赢打子 一万人都是个问题 养着好看不成 张维贤 这卫所必须才 一千二百万两 朕要有这钱 还不如继续扩大四项军团 二话不说 朱油简立马把张维贤给叫了出来 才 必须才 这银子可都是他一分一毫 从贪官手里砍出来的 岂能如此浪费 陛下 为所之兵虽不堪重用 但还需他们镇守各大城镇 若是裁撤 各地无兵力镇守 怕是会出乱子 要不 匠心如何 张维贤听见那一千二百万两时 也感觉脑子一愣 好家伙 难怪大明朝的军饷 一直发不齐 这TM能齐都有鬼了 但贸然裁撤 为所影响也不小 再怎么 这各地城镇也是需要人镇守的 匠心 朱油简听见此话 脸色依旧不满 和太祖待久了 他的心态也早就发生了变化 大明朝不养废物 这些玩意可都是在西大明朝的血 但张维贤说的也不无道理 贸然猜测 怕是会引发内部动荡 一时间 朱油简沉默了 威蜜卓言想了半天 这才大手一挥说道 都在这等着 今天镇馆饭 容震好好琢磨琢磨 你们趁这个时间也好好想想 这卫所如何改革 寻思半天 朱油简依旧没什么头绪 最终他放弃了 罢了 直接摇人吧 他就不是琢磨这种事的料 说完也不顾下面众臣子疑惑的目光 直接背着手朝着殿外走去 哎 张国公 这件事你得想想办法 卫所那边开销太大了 别说陛下 我都受不了 必须要改 朱油简这一走 下面走不了的大臣们 忍不住聊了起来 郭允后更是朝着张维贤拱了拱手 让他想个办法 我能有啥办法 卫所是用来镇守各大城镇的 贸然猜测 内部出了问题 谁去镇压 就算卫所在弥烂 摆在那也是个威慑 张国公双手一摊 表示解决不了 现在全国的精锐 都在边关和皇太极聊天 要是再把卫所拆了 鬼知道南边会出什么问题 则 那要不先缓缓甲咒的生产 哪有二十几万人 全都按禁军规格穿戴的 太祖成祖时期 也没这么阔处啊 见张国公眉法 郭允后皱着眉 又看向了徐光启 自从公布被这位爷接手后 他听得最多的 就是打前两个字 说实话 要不是陛下对徐光启过于偏爱 他早就不伺候了 娘的 当户部是给你家开的 郭大人 你就别打四项军团的主意了 陛下是不可能同意的 而且要传到毛将军他们的耳朵里 下次他们回朝觐见 说不得就会在暗地里给你两脚 徐光启文言 却是笑了笑 这老小子 当真是穷疯了 连四项军团的订单都想砍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户部现在 就这么点银子 距离收付税 还有老长一段时间 我这还过不过了 郭允后深邪了口气 有些头疼地揉着脑门 作为一个想进林烟阁的人 郭允后头一次这么反感 自己是在户部任职 他奶奶的 当真是憋死个人 行了 看陛下怎么说吧 实在不行 就在找陛下借点 反正 你们户部 已经欠了陛下三千万两了 债多了不愁 张维贤见郭允后 一副想死的模样 摇着头 拍了拍他的肩膀 户部没钱 不代表陛下那边没钱 没记错的话 陛下的钱包里 应该还有四千多万两 不管怎么说 都肯定是够了 唉 也只能如此了 实在没法 我也只能再找陛下 借三千五百万两就救急 找陛下借钱吗 郭允后脸色一黑 多少有点不情愿 但最终 还是只能长叹一口气 罢了 整个国家都是陛下的 借点应该无妨 相信陛下 也不是那小气的人 就是希望陛下 不要因此怀疑他的能力就行 太祖 事情就是这样 这卫索半年之初 就高达一千二百万两 简直是在吸血 我想才了 但张维贤说 不好弄 偏店内 快步跑进来的朱尤俭 左右瞧着没看见太祖 赶忙上前摇了摇画像 总算是把正琢磨式的太祖 给叫了出来 等到朱尤俭说完 里晨不由地也皱起了眉 卫索呀 这东西确实不太好弄 让咱想想 一千二百万两 确实太多了 才是必须要要财的 但也得顾全大局 坐在椅子上 李晨摸着下巴 迅速琢磨了起来 这卫索本就是为了 镇守天下而设立 但由于制度不完善 再加上大明朝的财政 越发糟糕 到了现在 基本已经费了八成 所谓的百万之兵 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 毕竟现在朝堂应该都还欠着他们不少钱 这一琢磨 就是小半个时辰 寻思了半天 李晨这才有了一个大致可行的方案 这样 卫索必须要改 但也得留下一部分 正好趁着这次发钱 把卫索的事情一并解决了 说着 李晨就飘到了一旁的地图边上 指着上面大明朝的国土 快速说道 你这样 以五军都卫府为核心 重建五大战区 原本的左军都卫府改为东区都卫府 由孙承宗领衔 让他从周边卫索中筛选士兵冲入辽东军 考虑到辽东铁器为一等军团 需严格控制人选 那就再给他五万名额成立辽东守备军 此军为二等军团 每人每月的军饷给二两银子就够 元后军都卫府改为北区都卫府 由卢向生领衔 同样的 让其从卫索中筛选可用之人 组建地方守备军 待遇同上 中军都卫府名号不变 让张维贤领着 同上 右军都卫府改为西区都卫府 前军都卫府改为南区都卫府 可以把红城筹叫来担任一地 至于另一个位置 让兵部选一个就行 这样各地皆有五万守备军 共计二十五万 每人每月二两银子 一年所好便降到了六百万 基本是够用了 至于那些被筛掉的老弱病残 每人派发二十两 并解除他们世袭的为所职位 这些人肯定愿意走 毕竟为所是个牢笼 你这陛下又欠钱不发 能走早走了 但可以给他们留一个举荐的名额 若是族中后代想要从军 可凭借名额优先进入守备军 对了 四项军团的待遇要提高了 地方守备军都拿二两银子 作为一等军团 把军饷开到每人每月五两 和经营一样 这样下来 就算加上四项军团 军费开销也能压缩在 每年两千八百万两左右 不到三千万 里程的方法说起来并不麻烦 那就是 若中取墙就地组建 这样便可以用最快速度 完成对卫所的改革 一年近三千万 呼 压力还是有点大 现在大明朝一年的赋税 也才五百万两不到 难啊 朱尤俭听完算了算 心里还是有些担忧 军队这玩意当真是烧钱 这么人 大明朝真的能养得起 别担心 光是京城一地的城管费 就有五十万两一月 等到两京十三地全部搞定 那就是七百五十万两一月 当然其他地区肯定没有京城这么繁华 但平均下来五百万一月 是有肯定有的 那一年光商税 就能收上来六千万两 养这些人 绰绰有余 所以 商税一定要看见 告诉曹化纯 务必加快城管府的铺设速度 还有就是快点搞定盐铁这两个东西 然后拉拢商人 减少商税收取时会遇见的矛盾 这便是今年 咱们必须要搞定的事 要不然 你那小金库迟早得空 李晨当然知道 这一年三千万的开销 有些夸张 所以这商税 必须要在今年搞定 组建地方守备军 也是为了收取商税时 有些混账苟急跳墙 反正李晨就相信一件事 先把刀磨砺了 再去解决问题 好 我知道了 希望那些商人地主 能有点眼力尽 要不然 就只能一城一城地杀过去了 朱有俭自然是听明白了 太祖的意思 先例后兵 要是他们不愿意体面 那就帮他们体面 知道了就滚蛋吧 咱还得琢磨点其他事 见朱有俭已经明白 李晨挥挥手 是以他可以滚蛋了 这几天 李晨一直在琢磨 要如何继续针对达子 大明朝是要发育不假 但也不能放任达子在那边苟延残喘 虽然有悬赏在 但李晨还是觉得不够 得再给皇太几天点麻烦才行 瞧着太祖 还有事要琢磨 朱有俭笑着拱拱手 脚步轻松地离开了偏殿 等到他回到大殿时 还没等屁股坐稳 郭允厚就上前一步跪地说道 陛下 如今国库空虚 臣希望陛下能再借户布一些银子 不知可行否 朱有俭 呼 他娘的 虽然这钱肯定是要花 但也不带这么要的 先打住 听朕把事说完再讨论 懒得搭理郭允厚 朱有俭轻吐了口气后 快速将太祖的安排说了一遍 下方 原本就头疼的郭允厚 一听陛下又要组建25万大军 差点没气晕过去 奶奶的 老子刚刚白说了是吧 还提高四项军团的待遇 怎么提 把老子卖了不成 户布没钱 没钱 陛下 此法倒是不错 只是这样一来 每半年的开销就高达1500万两 户布能撑住吗 实在不行 这守备军减半应该也够用了 张维贤倒是觉得 陛下这个法子不错 只是开销还是大了点 稍微一琢磨便提议再砍一半 行了 大明朝再穷也不缺这300万 等城管扶起来 养这点兵还是能行的 就这么定了 让红城仇去南区统领地方守备军 西区那边张国公可有合适的人选 砍一半 朱尤俭想了想最终还是没同意 这守备军可是关系到后续收伤税的事 不能马虎 再说了 区区300万两 实在不行他去南京那头再砍几个 不就有了 再不行 砍几个藩王 也能先撑住 这 袁崇焕如何 张维贤摸了摸下巴 想了一会 这才吐出一人 谁 袁崇焕 朱尤俭听见这三字 恼人瞬间大了不少 这位也 怕是不过了太祖那一关吧 不过 这位毕竟取得了宁远大姐 宁锦大姐 能力肯定是有的 则 这样 让他入宫一见 朱尤俭想了想 决定还是得见见 张维贤的面子多少是要给的 而且 袁崇焕现在还有功勋在身 不见多少有点 说不过去 那就看一下吧 正好他对这位也是好奇的紧 毕竟太祖对他的评价很是矛盾 陛下 钱 一旁憋着的郭允厚 这时又忍不住开口提醒道 原虫换什么的 他压根不在乎 他现在就想要钱 脆脆脆 一天到晚的催命啊 堂堂户部 辟钱没有就知道要 当真是丢人 朕会从库里 先抽掉一千万两 算是朕借的 田二哥 老规姐 给朕盯紧啊 谁敢在这钱上乱来 朕砍你脑袋 朱尤俭听见声 转头盯着郭允厚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半想才像是泄了气的球一般 无奈地叹了口气 给吧 还能怎么办 他反正是不指望郭允厚能还得上了 只期望这钱能正常运作下去 郭允厚欲言又止 很想再让陛下多掏一千万两出来 但看着朱尤俭 那副 你敢张嘴 老子就砍你的神情 最终还是算了 罢了 有这一千万两倒是能撑到秋收 等回头年末发军饷的时候 再找陛下要吧 韭菜得要慢慢割 等到散潮 几日后 张维贤就带着袁大都督来到了偏店前 听闻袁重唤到了 朱尤俭立马让人泡了好茶接袋 李晨也从画像中飘出 隐身于旁静静看着 对于袁重唤 李晨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此人是有一些能力在 但并不多 历史上 他敢杀了毛文龙 就能瞧出其战略眼光 根本不行 而且 有着党争的苗头 对权力的把控欲很强 另外 这货还倒卖私粮 李晨怀疑他和东陵党有不小的瓜葛 末将袁重唤 叩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袁重唤进了偏店 二话不说 就对着朱尤俭行了大礼 态度上倒是没得挑 朱尤俭点点头 便让他起身坐下 袁爱卿 兵部的想法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南区都尉府的五万守备军 需要有人去组建训练 张国公的意思 是想让你前去 不知袁将军意下如何 南边 袁重唤眉头微皱 思索片刻后 拱手道 陛下 臣希望去辽东杀敌报国 还请陛下允许 去南边能干啥 袁重唤从被叫进来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想好了 以他的功绩 想去辽东陛下 必然应于 只要做出一番功绩 随便就能将孙承宗给搞下来 辽东 如今辽东 由孙承宗 孙国珍 孙传廷三人负责 外加毛文龙的东将军 此时已无多少位置 可公元爱卿挑选 还是去南边吧 把那边的守备军整合好 镇进你一宫 听见袁成焕想要去辽东 朱尤俭不由地劝说道 辽东的框架 可是太祖搭建的 三孙外加毛文龙 足够将辽东防线打造的 和铁桶没区别 这个时候 再让袁成焕去 指不定得出乱子 陛下 辽东防线是当年 末将和孙将军一手操办的 末将去辽东 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出五年 末将必然能够平定辽东 建筑有简还是不同意 袁成焕也是有点急了 他可不想去南边 区区守备军的老大当着 有啥意思 只有那辽东铁骑 才配得上他袁成焕 五年 末将听见这词 脸色有些抽抽 小心看了眼旁边的太祖 果然 太祖那脸色 也瞬间黑了不少 到底还是来了 五年平聊 袁爱卿莫非是在开玩笑 如今达子虽然经历了 两场大败 但依旧能够自保 再加上东蒙谷那边 诸多不足投靠了后金 真要打起来 必然来源 末将摸了摸鼻子 没有急着拒绝 而是好奇地 和袁成焕聊了起来 他也很想知道 历史上这位爷是如何忽悠的 然而他的话落在 袁成焕眼里 却变了位 有机会 不怕你问 就怕你没兴趣 为了重掌辽东 他可是认真准备了这份计策 相信肯定可以 一举打动朱有简 陛下 此计谋首先便是 以辽人手辽土 这一点 陛下已经开始做了 不得不说 陛下的眼光 当真是独到 只要这一步走出 辽东防守的后勤压力 就会骤减 但这还不够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屯田自己 减少运输物资的成本 想要平定辽东 有时候并不需要打出去 只需要拖住就能赢 末将以为 只需在辽东 以本地人组建军队 在外加屯田之法 凭借边关之力 拖个三年 后经九宫不下 必然自乱 到那时 我们靠着屯田的方法 边关粮食 必然已经充沛 只需十万大军 定能够将辽东平复 袁成焕说着 还一边在观察 朱有俭的神情 他这法子虽然有点耸 但却非常稳 而且还可以为朝廷 省下大量的粮草开支 算是以最小的代价 去换取辽东 只是朱有俭在听完后 一直没有说话 脸色也瘫着 看不出喜怒 袁成焕无奈 只能是接着往下说 另外 陛下可以从边关卖粮 给蒙古诸布 以粮草为耳 诱惑那些草原人 放弃厚金 转头大明 只要能把蒙古 给拉拢过来 那厚金就更蹦到不了几天了 说到这 他的五年计划 算是已经全盘拖出 朱有俭在听完后 认真寻思了一会 有一说一 确实挺有煽动性 若是朝廷前两不够 他或许还真会用此法 但是现在 呵 防守 那厚金打子 都已经被打到老家去了 正需要防守 等今年伤税一上来 明年就是那皇太极的死期 太祖 你怎么看 不过朱有俭并没有急着回话 而是先从心里问了下太祖 怎么看 用眼睛看 听起来是不错 但问题一大堆 而且现在大明的重点 已经不在于平辽 而是练兵 守着不出 他是想把辽宁铁籍的士兵们 给急死不成 听完袁成焕的五年平辽 李晨的评价 只有四个字 空中楼阁 所谓的辽东养辽人 就那地要是没有土豆番薯 拿什么养 到最后 不还是要朝廷拨付钱粮 另外 还没算上兵器什么的 历史上 朱有俭不就是信了这鬼话 结果 把大明朝的家底都填了进去 到头来 也没见省下多少 那还是安排他去南边吗 朱有俭也觉得 太祖这话说得很对 他已经不是几个月前的自己了 跟着太祖这么久 他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现在大明朝都已经掀起了一股从军热 无数人磨刀祸祸的 想要砍了皇太极的狗头 这个时候守着不打 那岂不是端着冷水浇资格 不了 既然他这么想去 那就让他去辽东配合孙成宗 就负责洗风口等地的防守吧 他不是提出要给东蒙古卖粮 一并同意了 让锦衣卫暗中跟着 看看这人背后 是否有东陵党的人 咱不相信他一个边关大将 会不知道 这粮食一旦流入东蒙古 必然会转手到后金手中 说得好听 是为了引诱东蒙古转头大明 但咱总觉得 他的目的是要帮有些混账打开渠道 放条尔下去 说不定就能钓起一条大鱼 李晨摸着下巴 冷笑着摇了摇头 看袁成焕这么想去辽东 李晨总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历史上多有记载 说此人在辽东地区 大量走私粮草 正好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查查吧 东陵党 已经有些日子 没听见这次的朱友简 瞬间捏紧了拳 操 恶心 这袁成焕 不会真的和那东陵党有瓜葛吧 细想一下 貌似这人之所以被闲置在家里 不就是因为天启年间 被魏忠贤底针对了 而魏忠贤针对的人 则 好 既然袁爱卿这么想去辽东 那朕就封你为辽东副总兵 由你去辅佐孙成宗 至于粮草仪式 朕也准了 不过有一点 朕现在暂时不需要放手 你只需配合孙成宗 管好辽东军即可 这样 你去镇守洗风口那边 顺便开通护士 朱友简沉默许久 这才将太祖的安排讲了出来 他心里当然不希望这袁成焕 和东陵党有关 毕竟这位也算是功勋不小 是 请陛下放心 末将一定会好好练兵 瞧着朱友简总算同意了他的请求 袁成焕脸色顿时一喜 虽然没有全部采用 但也采用了一半 看来他在这朝堂上 威望还是挺足的 这就够了 只要能回到辽东 他相信自己迟早能重掌辽东军 又朝着袁成焕鼓励了两句 等到将他送出后 朱友简脸色一冷 朝着王承恩招了招手 通知田尔庚 让他盯紧袁成焕 这人可能和东陵党有关 一定要查清楚 流入蒙古的粮食数量 王承恩点了点头 立马退了出去 他在旁白可是看得真切 那太祖的脸色可不太好看 这袁成焕瞧着风光 实际上怕是难逃一劫了 太祖 不会出问题吧 袁成焕此人 似乎执着于权力 要是耽误了辽东军的恢复 怕是得不偿失 带到王承恩也走了出去 朱友简这才转头 朝着太祖询问道 钓鱼归钓鱼 辽东军的恢复可不能耽误了 毕竟这关系倒今是安全 放心 袁成焕玩不过孙成宗的 这样吧 你把上方宝剑也赐给孙成宗 让他歌舞里挂着 袁成焕只要是聪明人 就必然不敢在明面 找孙成宗的麻烦 只要你这个当皇帝的信任他 给孙成宗一点时间 辽东军必然能够恢复过来 李成笑着呵呵了两声 比起这位袁大忽悠 孙成宗才是这儿八斤的帅才 也就是历史上 明末朝堂支撑不了他的计划 要换成宋朝的财政 这位大佬能把堡垒 一路修到后金的脸上去拉屎 就后金那拉跨的攻坚能力 压根拿这些堡垒 没一点办法 一旦无法劫掠 以后金的财政 再多拉扯几年 自己就没了 行 我这就让人去送件 希望这位和东陵党没有关系吧 要不然 我也只能送他上路 朱有俭听完也没意见 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只要不耽误辽东军的恢复就行 其他的都是小事 几日后 袁成焕拿着兵部批文 正式启程前往辽东 至于南区都尉府的人选 在询问了太祖后 朱有俭让三贵的舅舅祖大寿 赞领职位 这位虽然在历史上 最终投了清朝 但在李成看来 倒是情有可原 毕竟他在关外还组织兵马与后京对抗 崇祯四年乍降 在得不到朝廷的支援下 坚持到了崇祯十四年 打得弹尽良绝才投了 虽然没有卢相声他们那么有骨气 但至少可用 担任一地的守备军长官 还是够格的 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李成 此时 辽东军中还有吴桑贵这样的人 才可以挖掘 但想了一会 李成并没打算强行提拔 主要是 现在大明朝已经不缺将领了 就让这位传奇人物自然发育吧 关于吴桑贵 李成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详情一半出于无奈 另一半也和朱友简的骚操作有关 不得不说 细看下来 其实明朝这一堆名将 大多还是忠心于朝廷 奈何 朱友简这傻小子 不争气啊 一副好牌打得稀碎 将军 元城换来了 辽东永平城内 刚刚赶到此地上任的孙成宗屁股还没坐热 就接到了兵部的命令 说是陛下把他的老搭档元城换掉了过来 充当副手 这倒是让孙成宗有些意外 不过他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 整个辽东防线需要看着的地方太多 光靠他们三孙还真有点顾不过来 元城换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对辽东非常熟悉 有他帮忙 恢复辽东军实力必然能更快一筹 让他进来吧 坐在主位上的孙成宗挥了挥手 很快 元城换就被带进房间 见过将军 元城换抱拳朝着孙成宗行了一礼 孙成宗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才笑着问道 陛下 让你去南区统领五万人马 为何不去 那边富饶且无战事 何必又跑回这辽东受苦 南边 元城换摇摇头 轻吐了口气 将军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这人安分不下来 再说了 这天下除了将军你 就属我对这辽东防线最为了解 李英过来帮忙 这话说的倒是没什么问题 孙成宗默默听完 放下了手中书册 盯着元城换看了许久 一直看的元城换 都有些心虚了 才转过头 如此自然最好 不过本将军也得提醒你 在这位陛下 手里干活 须得坦诚 这位也好相处 也不好相处 有些人合适 该断的就要断了 要不然 本将军也就不了你 孙成宗刚说完 元城换的脸色 就微变了两下 这是再点他啊 这自然 末将别的优点没有 就是坦诚 必然不会辜负陛下的期望 说着 元城换还拍了拍胸口的假咒 一副我很老实的神情 孙成宗眉头挑动了两下 沉樱片刻才甩出一令牌 希望你真听进去了 这是令牌 折你带三千人入住洗风口 并收拢那边的卫所士兵 一个月内将人数扩充到五千人 至于你和陛下说的其他安排 你自己看着办 后勤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 该说的他已经说了 再说就没意思了 元城换拿起令牌 笑着拱拱手 是 末将灵灵 陛下 此次科举的外围考试已经结束 各地试卷已经筛选完毕 还请陛下尽快请点 这日早朝 刚刚坐下的朱优简还没来记得开口 就瞧见礼部尚书黄锦站了出来 嘴一张就是催他赶紧点人 科举结束了吗 朱优简有些意外 他最近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都快忘了这科举还在进行着 好 那就三日后电视 其余考生 由你进行筛选 尽快冲入各部门 以最快速度将各部门所缺的人员补齐 对于这次科举 朱优简并不算多重视 他现在对于那些只知道四书五经的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次开考 也只是为了往朝廷里 冲入点人手 等到此次科举过后 接下来可就要大改革了 是 陈灵指 黄锦拱手答应了一声 这才退了回去 他也清楚 如今陛下对这些文人不太感冒 就今年这批 怕是谁也不会受到重用 好了 还有什么事要报的 一并说上来 要是没事 散会 朱优简手一挥 又看向了大殿上的其他人 下方 温体人见没人说话 这才站得出来 从袖子里抽出一折子 陛下 陕西已两月无雨 天空赤红 土地干裂 若再不落雨 恐今年颗粒无收 听见这事 朱优简的脸色 立马严肃了起来 他脑子里一直记着 太祖所说的那些话 明末最大的敌人 从来都不是达子 而是朝堂和天灾 这是正义知晓 郭允后 哲尼立刻从河南等地 调拨粮食 存入陕西大仓 另外 陕西今年赋税全勉 由户部统一发放重粮 正不希望饿死一个人 要是陕西出现大规模饥荒 正要你脑袋 朱优简想都不带想的 立刻朝着 郭允后下了命令 站在后面的郭允后 很干脆地接下了任务 这本就是户部的事 躲是躲不掉的 不过他压力也有点大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下方早已糜烂 赈灾又是贪污的最好机会 肯定会有人把手插入进来 而更让郭允后害怕的是 陛下竟然没有让锦衣卫全程盯着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怕是又在钓鱼啊 陛下 你所安排的水泥马路 已经朝着大同和辽东而去 两条路成贡 召集了名符十万 每月工钱开销需三十万两 再加上每人每天伙食 平均二十文钱 以及其他费用 差不多一月便需花费四十万左右 预计两条路将在八月份 全部修建完毕 另外 根据陈实际考察 建议将铁路单独修建 后续这大道上 人员流动必然极大 容易出现危险 只需要在各大城镇 设立站点就可以了 震灾的事情刚说完 徐光琪这时候也站了出来 朝着朱友简提议的 炼铁法他已经了然于胸 并开始在城外组建大型的炼铁工厂 最多六月就能正式开工 至于陛下所说的蒸汽机 他现在还处于研究状态 但也已经摸到了门路 为了不辜负陛下对他的期望 他可是将宋印星等人全部招揽了过来 现在的工部 在他的改动下 已经变成了个巨大的研究中心 其重点项目就是火器 炼铁 以及蒸汽机 他不敢保证蒸汽机一定能搞出来 但就算搞不定 也可以按照陛下说的 用马匹进行拉动 而铁路修建 需要耗费大量的铁 一旦定了 就不能轻易改动 所以 在他多次考量后 还是决定提议 将铁路单独修建 免得后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单独修建 这 你容正想想 明日给你答复 听着徐光琪的建议 朱友简扣了扣脸 有些尴尬 他压根就不懂什么铁路火车 自然无法分辨 这建议的好坏 不过他不没懂没事 有人懂 等回头问问太祖就行 好 希望陛下能稍微快点 臣已经下令开始除草填平等准备工作 这是托不得 徐光琪拱拱手 表示没有意见 你是甲方 你说了算 反正他就是提个建议罢了 好好 朕绝不拖着 另外 徐爱卿可得认真养着身体 千万别累着了 大半 让太医院派两个太医去公布 务必照顾好徐爱卿 还有他赵来之人的身体 镇宫中的药材 可随意取用 另外 徐爱卿要缺什么 尽管和镇说便是 只要是镇有的 都给你 哪怕掏空镇的那堂 也一定满足爱卿你的需求 朱友简笑着答应道 想了想 又朝着王承恩吩咐了两句 这话说完 不管是郭允厚 还是温体人 全都一脸羡慕地看着徐光起 他奶奶的 如此好的待遇 当真是羡慕死的人 尤其是郭允厚 听着陛下的话 差点没把后牙草给咬碎了 老子找你要点钱 就各种推托 当真就区别对待呗 谢陛下 下方 察觉到后背有些灼热的徐光起 赶忙跪地谢恩 如此厚恩 当真是让他压力山大 不过他也下了决定 哪怕拼了这条命 也要把陛下所要的东西造出来 是为之急者死 朱尤简 就是他徐光起的知急 嗯 各位爱情可还有事 将朝堂上的神情 尽收眼底 朱尤简嘴角微撇 羡慕 羡慕那就好好干活 一个个的 屁用没有 还想要钱 等了一会 没有再看见 有人站出的朱尤简 这才宣布退朝散会 回到偏殿 见没有瞧见太祖 朱尤简问了下才知道 原来太祖跑去检查 朱尤简的工作 去了 据说是 炎已知出 听见这事 朱尤简也有些坐不住了 严铁两件事 关系到整个 大明朝后续 所有的计划 若是不能将商人 拉入自家阵营 那就唯有举刀 这一条路方 能将商税 给全部收上来 但那样的话 怕是要杀得天昏地暗了 来回转悠了好几圈 本来想去看看的朱尤简 最终还是坐了下来 有太祖在那边看着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等太祖回来了 问问即可 大半 今日朕就在偏殿住下了 你去准备点吃食 另外去看看 徐光启负责的梁众一事 未来十七年天灾不断 今年朕必须要将这梁众 推广到全天下 坐在位子上 朱尤简揉着脑门 朝着王承恩吩咐道 他现在身上的担子 也很重 不光手上握着水泥场 还要负责 他这个皇帝的安全 朱尤简本来想让他轻松点 但奈何能信的人太少 只能是让他多劳苦些 另一边 城外某黄庄中 李晨正蹲在地上 细细查看那刚提出来的细盐 太祖 如此血盐 当真是天佑大明 相信那些商人应该知道 该怎么选择 这是将军了 旁边 朱尤简语器很是激动 真搞出来了 还是从旷盐中提取出来的 嗯 筹码有了 遇见 接下来就要准备做局 你怕吗 李晨看着这满地的血盐 笑着起身问道 从一开始 李晨就没有把那打子当回事 大明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没钱 而没钱的原因在于朝堂 在于腐败 在于乡绅和地主 唯有解决了他们 大明朝才能真正地站起来 现在筹码已经有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搅动这天地局势 本来这件事应该让朱尤简来做 但奈何朱尤简需要管的是太多 而且脑子也差了点 很多时候并不能做到随机应变 并且他也不好随意出宫 所以 李晨决定让朱尤简来布置这个局 我是朱家子弟 为国效力 岂有推托的道理 再说 如此大事真能做成 我也必然能留名历史 朱尤简听见太祖的询问 摇摇头很是淡定 他也知道这局一旦开始布置 必然会引来不小的危险 商人中的老顽固 肯定会使他为眼中钉 但那又如何 堂堂大明皇帝 都敢用自己为诱饵 铲除周炎如 那他又岂能被比下去 真想好了 现在反悔 咱还可以重新选人 一旦入局 可就很难退出了 李晨盯着朱尤简 半想才又重复问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嘿 太祖说来不怕你笑话 我这人一直都有个 谋士的梦想 我最喜欢的 便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明知汉氏南富 依旧选择出山 以身入局 虽然我没有诸葛亮那般才智 但也愿助太祖一臂之力 朱尤简拱拱手 眼神极为坚决 甚至是有点兴奋 他喜欢读书 更喜欢谋练 能操盘太祖这盘棋 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好 谋士以身入局 举其胜天半子 你已经有了顶级谋士的心切 此事必成 瞧着毫不畏惧的朱尉简 李晨很是满意 老朱家的后代 除了某个混账玩意 这骨头都挺硬的 明日便启动计划吧 走 今日闲来无事 陪咱去街上转转 以后 你可就有的忙了 李晨没有再说什么 既然朱尉简都已经有了觉悟 那就交给他 有自己在后面盯着 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 好 那我就陪太祖转转 说来也是 我都来京城许久 还没有好好领略着京都的繁华 今日正好多看线 朱尉简愣了两秒 回过神 这才笑着答应道 不多时 京城路边的某面摊里 正蹲在椅子上 吃着面条的朱尉简 拍着肚皮 打了个宝格 呃 饱了 太祖 这蹲着吃 真是涨得厉害 不过这味道当真不错 旁边飘着的李晨 闻言黑黑笑了两声 吃饱了就再转转 他倒是也想吃点 奈何着身体不允许 等到重新回到街上 朱尉简看着路边 溜带的几条小狗 不由地看了一回 太祖 我没什么想问的 当然了 要是太祖要愿意 可送我点提醒的话 我可是听说 太祖你 经常把陛下 给对得哑口无言 现在的陛下虽然还有点多疑 但至少已经是明君之相了 问题 他倒没啥想问的 天下的事从来都没有定数 旁边的李晨听见后 不由地摸了摸下巴 心存怀疑 虽然不是很好的体验 但至少不像身心不疑那般荒唐 既然这样 咱就送你两句话 我们所听见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观点 不是事实 我们所看见的 一切都只是一个视角 不是真相 怀疑能让你走得更多 更远 坚持能让你走到最后 李晨的声音并不大 但话里的意思 却是让朱玉剑倒吸一口气 这话 太深了 深到他一时间竟然品不完 记住就行 一个老头子的建议罢了 这话题太深沉 换一个 听说青楼那边有新人 走 带咱去看看 这话题 李晨不想再多聊 反正该说的 他也说了 相信以朱玉剑的聪慧程度 肯定能理解的 呃 不太好吧 我要带你去那种地方 回头陛下非得骂我不可 啥 青楼 朱玉剑瞪着眼 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 没事 他又不敢骂我 走走走 就当是体察民情了 这青楼可是那睡大户 去看看情况合理合法 朱玉剑 无所谓 他还敢管我的事不成 听说那新来的样貌 灌绝这一条街 虽然还很小 但其舞蹈乐器 却非常出色 而且写的一首好诗 朱玉剑 罢了 太祖要去就去吧 回头陛下问起来 就说是太祖坚持的 皇宫呢 已经等了许久的朱玉剑 看着窗外夜色神情 有些疑惑 人呢 大晚上的还不回宫 都干啥去了 不知道我一个人 在偏店很冷吗 皇爷 这是下面的人送上来的 就在朱玉剑 很是疑惑时 王承恩带着一小纸条 走了过来 朱玉剑接过看了眼 脸色顿时黑了一片 他娘的 朱玉剑那小子 竟然陪着太祖在逛街 还带着太祖去逛青楼 最后还赏了某个 叫柳如式的弹琴丫头 白银五百两 好好好 老子在这辛苦披折子 你们倒好 出去听去 竟然不带我 过分了呀 当真是过分了 朱玉剑的拳头 不由得捏紧了少许 娘的 想当年 她也是这京城有名的 放荡王爷 结果现在 被困皇城的她 已经记不清 上次出宫是什么时候了 想到这朱玉剑 不由得又在心里 埋怨了自家哥哥两句 你说 你要小心点多好 结果现在好了 你躺地里啥事 都不用管 苦了你这可爱的弟弟 不但要收拾这大名的烂摊子 还要被太祖念叨 现在更过分 出门都不带我了 靠 不等啊 摆嫁去皇后呢 哪有他们潇洒 让朕在这吹冷风的道理 次日 从后宫中舒坦回来的朱油剑 这才去偏店见了太祖一面 先是把朱油剑那小子 埋怨了一顿 然后才将徐光奇的建议给说了出来 行 那就按他说的来吧 不过单独修可以 站点一定要设好 而且要尽量挨着驿站 这样后续就可以让驿站的人 对铁路进行巡逻 李承思索片刻后 没啥意见 他本来的想法是靠着路边修 这样就不太会有人打铁轨的主意 但想来想去 这铁路离大道太近也确实不太好 那就拉远点修 但也不可太远 否则还得专门安排人巡逻 是 太祖 那我这就通知徐光奇更改方案 朱油剑见太祖答应 立马笑着点了点头 只要太祖觉得没问题 他这都妥当 嗯 去吧 咱这边也要开始行动了 这几日 你自己多关注点朝堂 李承摆摆手 示意朱油剑可以滚去上朝了 他最近要忙着和朱遇见 搞定商人那边的事情 没空搭理他 反正现在后金打子 暂时也打不进来 只是稳定朝堂的话 哪怕只有朱油剑自己应该 也没啥问题 好 太祖你加油 那我就先去上朝了 朱油剑文言 脸上更是笑得像一朵花 只要这是能成 商人不闹事 那这伤税的事情 基本也就成了 大明朝未来可期啊 而此时后金方向 丢了小老婆的黄太极 也正式开始了新一轮行动 他发誓 一定要让民蛮子 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 尤其是毛文龙 这狗日的死定了 我说的 谁也救不了 好在不管如何 今年这个冬天 算是熬了过来 按照范文成给出的提议 黄太极已经正式联系了蒙古那边 准备联合蒙古 成立军事联盟 科尔庆等部落应邀而来 已经在赫图阿拉住下 今日便是开会的日子 各位 如今名满子是大 大家都需要为后面的日子 多做考虑了 我黄太极是什么人 想必在座的各位都清楚 跟着我黄太极混 不光可以牵制林丹汉那个傻子 还能截略名大户 补贴自身 相反 要是投了林丹汉 那混账干的事 你们也都看见了 就在上个月 林丹汉率领五万铁机 截略了我后金珠布 回去的路上 各位应该也被打劫了一顿吧 大家都是草原上的英雄 岂能和这种疯子共事 何不与本汉组成联盟 先灭了林丹汉 再干死那名蛮子 在一间由科尔庆首领 提供的金杖内 黄太极挥舞着手臂 很是兴奋地大声说道 此次交流 连卡拉庆那边的人都来了 显然大家对他的提议 都很有兴趣 林丹汉确实该死 这混账一直想要灭了我等 既然他已经忘了黄金家族的荣誉 那就留他不得了 卡拉庆的首领塔布囊 听完黄太极说的后 点点头很给面子的附和道 虽然现在后金损失不小 但对于蒙古珠布来说 还是太过强大了 尤其是在努尔哈赤 和黄太极的经营下 已经成功联姻了好几家部族 现在的蒙古珠布 又无法聚集在一杆大旗下 而所谓的黄金家族 其当家的又是林丹汉那个混账 拒不起来的蒙古人 根本不是后金的对手 所以选择就成了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而这个选择题也一点不难做 就和黄太极说的那样 和后金合作 有酒喝有肉吃 但要是和林丹汉合作 去捍卫那所谓的黄金家族荣誉 呵 指不定打架的时候 那林丹汉就会从后面给他们一刀 所以与其被被刺 还不如让那混账去死 对 留他不得 草原是诸位的草原 而不是他林丹汉的草原 这样 既然大家愿意来 就肯定是对联盟有想法 那就让我家军师和你们聊聊未来 范先生 出来讲两句吧 黄太极见有人附和 脸色更是好看了不少 就林丹汉那傻子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眼高手低 刚愎自用 你不死谁死 只要能将蒙古诸布全部收入囊中 那后金的实力必然再上一层楼 正吃着羊肉的范文成 听见黄太极叫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拍屁股 这才一副儒雅的模样 走到了中间 合纵连横就在今日 各位 目前的局势 大家心里都清楚 林丹汉那混账 已经忘了黄金家族的荣誉 和明蛮子勾搭在了一起 以现在明蛮子 对我等的仇视程度来看 若是真让明蛮子 再恢复几年 怕是又要成化离庭了 若不想等死 就只能主动出击 先灭掉林丹汉这个隐患 让草原和后金 成为铁板的一块 唯有如此 才能抗衡明蛮子的攻势 我已经和大汉商量好 只要大家愿意加盟 今年内避免林丹汉 十年内夺下明蛮子 半壁江山 范文成这话 听着有些提倾 但下面众人却大都不信 能灭了林丹汉 就恶弥陀佛了 还想弄死大明 他们这次来 也只是想抱团取暖 防止被大明和林丹汉 各个击破 能保住这一母三分就行 至于打进关内 则 梦里啥都有 虽然众人都有些鄙夷 这柄话的一点都不实际 但考虑到 现在还需要后金的力量 来统一蒙古诸部 大家最终 还是纷纷捏着鼻子赞同道 啊对对对 灭了林丹汉 打进关内 听君一席话 当真是茅色顿开 如此妙计 简直是在世诸葛 黄太极自然是能听出 这些人话里的不以为然 但他也不在乎 虽然灭掉明蛮子 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但弄死林丹汉 却毫无压力 只要搞死了林丹汉 黄太极相信 以他的能力 绝对能找到机会 打入关内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结盟 然后以最快速度出兵 争讨林丹汉 瞧着大家都不反对 黄太极大手一挥 干脆地说道 他也已经看林丹汉不爽很久了 狗日的 喜欢趁火打劫是吧 老子这次就让你知道 明蛮子的狗 可不是这么好当的 这次必要让他把抢的东西 都给老子吐出来 黄太极的速度非常快 仅仅三日 就完成了所谓的结盟 并将猛八旗的组建 给安排了下去 不出意外 按照每期五千人的编制 他现在手中又多出了 四万能战制兵 要是再加上各大盟友手中 所保留的士兵 这一波联盟 起码为后京带来了近八万兵力 后京原本有些颓废的战力 瞬间就又拉回来了一大捡 黄太极感觉自己此时 不光能灭了林丹汉 说不定还能将朝鲜 给一并灭掉 等到将各位盟友送走 坐在大仗内的黄太极 摸了摸下巴 这才又叫来范文成 前几日 本汉接到密信 名蛮子那边的朋友 准备重开洗风口附近的走私路线 以护士为掩护 继续为我后京提供便利 本汉已经回信告诉他们 虽然现在后京并无多少财物 但等到将林丹汉弄死后 就能支付他们足够的经营 你派人去护士盯着点 那边的盟友拿到粮食后 就第一时间运回来 此次 本汉一定要灭了这林丹汉 走私 谁啊 胆子还挺大的 竟然还敢走私粮草出来 大汉 能信吗 上次八大经商被抓 可是害我们亏了不少 这 范文成听完后 本能地觉得有些不靠谱 现在明蛮子那头查得言 谁还能轻易走私粮草过来 这次又不给钱 算是赦账 怕什么 再说了 本汉在明蛮子那边的朋友 可多得很 除了商人 很多世家也与我交好 他们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 黄太极摸着胡子 一副你尽管放心的表情 又不给钱 被发现了 自家也没损失 尽管去就是 好 奴才知道了 这就去安排 瞧着黄太极如此自信 范文成也只能拱手答应着 护士 难道是有人打通军方渠道了 要真是如此 那可当真是好事一件 毕竟现在兵马有了 缺的就是这粮草 短短两日 黄太极的动作 就传到了林丹汉的耳朵里 一听黄太极这狗日的 想要拿他开刀 原本心情不错的林丹汉 瞬间这冷汉就下来了 草原其他诛不他不怕 唯独怕的 就是这黄太极 该死的 这是想灭了老子的节奏 快 速速通知如相声 就说 有人要打老子 让他立刻通报明朝小皇帝 想都不带想的 林丹汉直接叫人 去找卢相声传信 奶奶的 就你会摇人是吧 老子屁股后面 可是有天雄军撑腰 谁怕谁啊 很快 接到消息 卢相声看着情报 脸色也微微一变 一个混乱的草原 对于大明来说 肯定是好事 但若是整合到一块 那威胁可就太大了 林丹汉不能死 至少不能现在就死 速速飞鸽传信 朱友简接到传信 已经是第二日了 虽然他对林丹汉这人 没啥好看 但毕竟是盟友 要是他死了 草原上可就真的 以后经为尊了 这不 在发现情况紧急后 朱友简立刻让大半 去把太祖叫来 想要问问他 对于此事的看法 到底还是来了 搞不定大明 就先搞蒙古 这样既有了后背兵员 也能拿到不少的粮草 则 有点麻烦了 李承看完信件后 脸色也立马严肃了起来 历史上 蒙古诸部也是在这几年 被后经彻底整合 这对于大明朝来说 还真不算什么好事 尤其是刚刚夺回的 广宁西平二城 很有可能会陷入险境 太祖 要我说直接踹他们屁股 不就行了 让毛文龙从下面出击 阳攻清河 再让金银和百杆军 东出逼近辽阳 两面夹击 必然能够逼得他们大军回防 朱友简见太祖没说话 想了想指着地图分析了起来 前面两次击溃打紫 所采用的都是偷家战术 这不 朱友简感觉机会又来了 你真把黄太极当傻子不成 连这被偷两次 傻逼都知道不防了 而且从地图上看 斧顺 萨尔虎 赫图阿拉 清河 辽阳 这五城刚好能够借助江河 形成一个口袋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 都得想办法过河 对面又都是骑兵 机动能力极强 若是强攻 很有可能这黄太极 就会放弃林丹汉 转头攻我 到那时候 任何一支队伍落单 都有可能被全歼 听完朱友简说的 李晨直接翻了个白眼 从西平这边出去 要先过辽河 再过魂河 才能摸到后金腹底 金银和白杆军 又是步兵为主 万一被基于半渡那 可是会出大事 而且 黄太极必然会留主力 不防在这五座城市 短时间想要拿下 基本不可能 一旦达子大军回援 危险的只能是自驾 这 是我考虑疏忽了 朱友简听着太祖的解释 脸色有些尴尬 好像还真是 从地图上看 这五成都不好打 这时间挑得还真挺好 除了白杆军 金银和东将军 都还没有补充满员 哪怕是天雄军 也一样人员不足 黄太极这是算准了 就算天雄军出关帮忙 也不一定打得过 李晨没有心情 继续吐槽朱友简 看着地图 脑子里不断推演着各种可能 但不管怎么看 只要出击 基本都会吃亏 呼 看来只能是不救了 不能因为一个灵丹汉 就打乱了 这好不容易不下的局 片殿中 朱友简不敢打扰思考的太祖 只能是默默等着 好半天才听见太祖悠悠地开口道 啊 不救 这 要是让后金一统蒙古 那后面 朱友简一听 太祖竟然想要卖队友 神情瞬间呆了 那可是大明朝牵制后金最重要的盟友 如此放掉 会不会出大事 哼 就算后金统一了 又如何 还能骑马翻过长城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拖 等四项军团彻底满园并完成训练 等盔甲 等战马 等火枪火炮 大规模猎庄 以我大明的国力 别说后金把蒙古统一了 就算是把朝鲜给一并吞掉 那也还是个小垃圾 随手可灭 再说了 那林丹汉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次大战 他那五万人马 和假人一样 看都看不见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当爹的心狠了 李晨瞧着有些紧张的朱友简 冷笑一声后 挥了挥手 林丹汉不过是一棋子 岂能因为一棋子 乱了整盘棋 你要记住了 打仗不可能面面俱当 咱们能做的 就是去选择 对咱们自己最有利的路去走 其他的 无所谓 区区林丹汉灭了 也就灭了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狗 他但凡像朝鲜那般 对大明毕恭毕敬 李晨说不得 还会想办法救一下 现在 赫 爱咋咋 朱友简见太祖 铁了心不打算出手 也只能是点头答应 一日后 卢相声看着发来的飞鸽 脸色很是精彩 陛下这就要开始卖队友了吗 他倒是觉得这林丹汉 可以再利用一下 毕竟这周围 能给后经添堵的人 已经不多了 将军 我们当真不救吗 旁边一副将剑 卢相声 脸色很是微妙 忍不住开口问道 卢相声听见后白了眼 干脆地摆了摆手 陛下亲自下的命令 你还敢抗制不成 再说了 陛下这是 压根没把皇太极放在眼里 陛下显然是看出 哪怕让其整合了草原诸布 对于如今的大明朝来说 也已经无所谓了 林丹汉什么的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本来就不是什么豪鸟 虽然对于朱友简的命令 有些意外 但卢相声很快就想通了 确实 以现在大明朝的恢复速度 等一年后 四项军团全员满额 区区后经 就算多出这些人马 又能如何 近三十万精锐 要是不能把皇太极给打成子 那他们这些将决 也不用当了 干脆点 直接就地一埋 免得走出去丢人 又过了几日 一直在等消息 林丹汉瞧着卢相声那边 压根没有出兵的迹象 终于是坐不住了 不断派人前去催促 希望大明能够尽快支援 然而 派去的人马走了几趟 得到的回复就那么几句 我等还没收到命令 请再等等 再等等 应该要不了多久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现在先别急 命令传过来 也是需要时间的 还等 TMD皇太极 都快把刀架 老子脖子上了 你们家性格 是被打去吃了不成 林丹汉又不是傻子 接连被剧便知道 他八成是被卖了 这狗日的大明朝 压根就不准备救他 发现这一情况后 林丹汉额头上的冷汉 就没停过 他不理解 为何那明朝小皇帝 敢卖他 两家不是 亲力无间的盟友吗 纯王齿寒的道理 难道他朱有俭不懂 林丹汉百思不得其解 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疑惑了 既然大明朝不打算救他 那就只能靠自己 默默把对朱有俭的埋怨藏入心里 林丹汉也只能通知全族备战 朱有俭并不清楚 资格已经被埋怨上 此时的他正站在某军营门口 朝着内部的教场偷偷看着 这里是朱家军的临时训练场地 距离京城大概有十公里 此时 偌大的教场内 已经集结起来的朱家子弟 正经历着人生中最为难熬的一段时间 为了让朱家军能够快速形成战斗力 太祖那边特地拿出了一份全新的练兵之法 队练 军资 体能 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这四样是他们首先要学的 虽然朱有俭看不太懂 那列队站在空地上到底有什么效果 但既然是太祖安排 那他也懒得动脑子 让曹辩教书职照着安排便是 太祖 这真的能量好吗 瞧着教场里 那一个个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朱家子弟 朱有俭不由得有些担忧 太祖制定的训练强度可一点不小 他很担心里面的族人没办法坚持下来 队列和军支都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服从性 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听到命令后 能毫不犹豫地执行 体能则是后续作战的基础 否则甲昼一代直接趴窝 那还要他们何用 至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则是从现在起培养他们的国家情怀 你要知道 一支军队是否强大 其实并不是看装备 而是看信念 唯有信念坚定的军队 才算是有了灵魂 旁边同样看着的李晨摇摇头解释道 这些训练之法 是他抄袭大学时期的军训 以及往日所看的很多视频 虽然无法完全复原 众花家军队的训练之法 但只需要搞清楚 这么练的目的 一样可以朝着相同的方向安排 嗯 太祖说的是 军队是得有灵魂 不过 为何那所谓的政治教育上 第一条便是要忠于人民 难道不是应该忠于皇家吗 朱友姐摸了摸下巴 寻思一会后 这才又问道 那所谓的政治课 他早已知晓其内容 什么八戎八尺 什么不拿群众一阵一陷 听起来都非常有深意 朝廷是建立在人民之上 你这个皇位同样也是 很多皇帝都认为皇权大于一切 但在咱看来 百姓才是根基 所谓皇帝 所谓朝堂 不过都是为了百姓在服务 百姓组成了家 而家组成了国 你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 百姓给予的 所以将百姓放在第一位 也就是将所有的所有 都放在了第一位 皇权和朝廷 李承笑了笑轻摇着头 没有百姓 何来的国家 这是一切的基础 但凡苛待百姓的皇朝 最终都逃不过一句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众花家皇朝的生死 其实一直都是由百姓在决定 太祖放心 我绝不会苛待百姓 也一定会将那些乡绅地主 全部干掉 让所有百姓都有地众 都有饭吃 朱友简默默将太祖所说的话 记在了心里 随即拍着胸表着态 这倒是和仁宗朱高赤的理念非常像 百姓为众 君臣为亲 你把百姓放在心里 他们就会把你举过头顶 行了 少说多做 走 去看看伙食如何 这朱家军 可是未来战斗的主力 后续所有练兵之法的推广 都需要他们去验证 说得也差不多了 李承看了朱友简一眼 这才指了指远处 他倒是不担心 朱友简会对这理念产生排斥 毕竟老朱家就是乞丐贫苦出生 好 去看看 正好我也饿了 朱友简清楚 太祖是不想再聊这事 拍着肚皮 笑呵呵地答应着 他也挺好奇 这待遇比经营还好的朱家军 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 快快快 赶紧跑起来 再跑半圈就开饭 此时 叫场内 曹变娇正跟着最后一组士兵 绕圈跑着 和那些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 朱家子弟比起来 曹变娇的状态 明显是要好上不少 十五圈下来 也仅仅只是冒汗 听着曹变娇喊的 正跑着的朱家子弟们 齐齐翻了个白眼 他娘的 从第十圈开始 这压就已经把最后半圈这四个字 重复了好几遍 半圈之后 又半圈 你压得没完了是吧 几分钟后 随着这半圈跑完 在无数人鄙夷的眼神中 曹变娇总算是停下了脚 原地休息五分钟 别坐下 休息完就可以去吃饭了 瞧瞧你们这样子 区区十里地都跑不下来 还敢来参军 要我说 扛不住地趁早滚蛋 要不然上了战场也得死 插着腰 曹变娇瞧着东倒西歪的众人 一阵摇头 这些大名的宗家子弟 大部分连装户人家的小子都比不了 区区十里都坚持不下来 还打仗 打个锤子 周围如同死鱼一般的诸家子弟们 听见这话 基本已经免疫了 他们这体能确实不够 也不怪曹变娇如此吐槽 至于退出 算了吧 他们中大部分人 都是被各地小宗家派来的 身上都肩负着重整家族的使命 可以恋残了 可以上战场死了 但绝不能退缩 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尤其是 这周围还有不少同宗出来的兄弟 男人不就好个面 亲戚朋友都没有退 他要是退了 丢的可就是各自小宗先祖的脸 回去还不得被族长给棍子抽腿 所以 哪怕再苦再累 他们也要咬牙坚持下来 差不多了 都滚去吃饭吧 吃完再慢走一炷香的时间 然后休息一时辰 下午继续上政治课 瞧着没人搭理 曹变娇撇了撇嘴 这才让他们滚去食堂吃饭 瞬间 面前如同死鱼一般的众人 撒鸭子就走 他们全都饿得不行了 其他先训练完的大队已经开吃 那饭箱早就飘得满操场都是 变娇 过来 就在曹变娇也准备去吃饭时 后面曹文赵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 转头一看 曹变娇就看见了普通人打扮的朱油简 以及旁边的王承恩 我去 陛下来了 曹变娇脸色一惊赶忙跑了过去 陛下 你怎么来了 来也不提前说 我好让人去酒楼打点饭菜过来 朱油简文言笑着摇摇头 震惊日来 主要是来看看这朱家军的训练情况 顺便尝一尝这朱家军的伙食 带路吧 去食堂 啊 曹变娇摸了摸头 有些疑惑 你这是山珍海味 吃多了 跑军队里来体验生活 虽然朱家军的伙食开得很好 但他可不认为能比得过皇家御厨 不过 既然朱油简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前面带路 往食堂走去 很快 就到了一个半露天的坝子里 前面是有几个大木屋子 搭建的超大型厨房 此时 厨房外面的木桌上 摆满了几个直径大的离谱的盆 里面全是各种吃食 刚走近 朱油简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 你们俩走旁边去 震自己来 既然是考察 那就得把样子做足 来的时候 朱油简就已经换上了训练服 让曹变娇两人去 一边待着后 这才带着王承恩 排到了队伍后面 不多时 就已经轮到了他们 来 端好碗筷 负责掌勺的是一名大肚子厨师 瞧着朱油简走过来 立马递了个大碗 然后抄起勺子 就开始往里面加米饭 等加了一半 这才从食盆里 将菜一一覆盖到了上面 朱油简看了看 有朱油炒的青菜叶子 两块像是东坡肉的大号猪肉块 外加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面饼 主打的就是一个碳水加碳水 最后那厨师 还将烧肉的肉汁淋了一大勺 此时 那和脸差不多的大碗里 已经堆了个满满当当 不光如此 在旁边还能再加一碗 用骨头熬制的肉汤 这汤不限量 主要是怕人噎着 这份量 还真是厚实 太祖觉得如何 朱油简看着手中 那沉甸甸的饭碗 不由地在心里问道 旁边飘着的里程细看了会后 很是满意 这伙食比起四项军团 高出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应该能弥补上这些人 在训练时的消耗了 差不多吧 这也是为啥 必须要改革军队的原因 就这么个吃法 一个人相当于 把之前五个人的参标 给吞了进去 四项军团外加经营和朱家军 虽然只有三十万人上下 但这伙食开销 已经是朝着百万军团的费用去了 有肉有菜 还有汤 就这标准 放出去能羡慕死 不知道多少人 虽然开销很大 但里程并不觉得心疼 精兵就是要复养 要是肚里没二两油 再好的武器 那也拿不起来啊 是啊 这么个吃法 我当真是心疼 希望能练出来吧 都是朱家子弟 我也不想亏待的他们 朱油简盯着那两块大肉 不由地叹了口气 而他旁边 一名正吃着的人 见朱油简光看不吃 忍不住凑过来问道 怎么 没胃口 这在外面 可还吃不了这么好 赶紧到进度里 可别浪费了 啊 朱油简看着突然搭讪的这人 赶忙摆摆手 他可没嫌弃这饭菜 不远处 那几个王爷俯出来的 不也吃得满嘴流油 没 只是感慨 饭菜太好了 你是哪家的 为何也来参军了 见朱油简不是没有胃口 那人才笑着又猛刨了两口 看了看四周后压低声音说道 说来不怕笑话 我祖上是参与过造反的赵王 不过我只是赵王府的述出 这次来是想为我自己争一点功名 那人很是平淡地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一听是赵王 朱油简不由地就想到了那位 歪着头悄悄问道 哦 那你应该很熟悉朱油简吧 我听说 他在军中出名了 朱油简 一听这名字 那人立马嘖嘖两声 何止是出名 之前有小宗的人认为他不配姓朱 晚上自由活动的时候 跑去找他的麻烦来着 结果好家伙 他一个人就用木棍子 把那十几个全料递上了 后来副教头去和他切磋了下 据说交手三十回合 才被副教头干翻 不愧是汉王的种 牛逼大发了 朱油简默默听着 脸色也同样有些吃惊 一个人打十几个 还能和曹变交 交手三十回合 则 有点意思 确实挺厉害 说不定 还真能恢复汉王的地位 毕竟汉王也算是 大明朝有数的猛将了 朱油简笑着感叹道 那人一听这话 忍不住耸了耸肩 谁知道 要是陛下担心 他行那汉王之举 就算再勇猛 怕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唉 不过这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了 我倒是希望他能升官发财 那样的话 就说明陛下他并不在意 我等这些人的出生 连汉王的后人都敢用 我这赵王之后 就更不用说了 朱油简 朕岂是那种 无容人之能的人 都TM都过去几代的事了 朕要是害怕 那才成了笑话 对了 看你这样 应该出生也不差吧 哪家的 说不定我们祖上关系还不错 以后能互相照顾下 见朱油简不说话了 那人笑了笑 一边吃一边 继续打听着 他看朱油简这白白嫩嫩的 不太像是落魄的分支 使不定就是 哪家王爷府出来的人 呃 我是唐王府的 不过 我也是偏知 祖上关系可能不错 确实挺不错的 都熟透了 朱油简可不好说 他是朱瞻鸡的嫡系后代 只能是略带含糊着 把自己放入了唐王家 唐王府 那你岂不是和唐王世子 朱油简很熟悉 听说那家伙入了宫 还当了那皇家银行的总行长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一听是唐王府的 那人立马瞪着眼 一副稀罕的模样 唐王府啊 那一家子 现在可是在各小宗面前 出了大风头 听说朱油简被委以重任 甚至是被当作储君在培养 这话虽然听着是有些扯淡 但也不难看出 陛下对朱玉简那是相当重视 羡慕啊 嘿 没事 大家都有机会 陛下这不也让我们都参了绝 以如今大明朝的情况 只要敢拼杀陛下那边 必不会吝啬赏赐 朱油简见这人一副羡慕的样子 笑着安慰了两句 羡慕 羡慕就对了 你们要不羡慕回头 还真不好收回你们家的土地和待遇 妈 对了 有个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那朱玉简到底是走了什么门路 才入的宫墙 呃 不是我问 是我有一兄弟 也想替陛下分忧解难 听见朱油简说的 那人摆摆手长吐了一口气 呼的 又凑过来挤着眼问道 顺带着 还塞了二两银子 到朱油简的手中 这 朱油简抽了抽嘴 陈阴片刻才咳嗽一声 悄悄说道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人 其实 我们家是把自己给卖了 说是用府上的地位 去换取海外十拳封王的机会 那朱玉简现在就是在为后面出海做准备 一旦去了海外 就不用再受限于 藩王不得出城的规矩 只要是在封地内 想干啥干啥 那可比在城里当珠 要有意思得多 朱油简这话 让那人顿时瞪大了眼 卧槽 这是我二两银子能买来的消息 十拳封王 陛下竟然要封十拳封王 难怪 难怪唐王府最近一直在集结钱财 前段时间还给那新成立的七家军捐钱 搞半天 这都是在为后面出海做准备 消息可保真 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那人激动完 脸色又有些疑惑 朱油简嘿嘿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绝对保真 要不然你以为朱油简进宫干啥去了 那是陛下在叫他帝王之术 我听家里人说 陛下可是把自己的治国之法 全交给了朱油简 奈何他聪慧程度不够 只好先去银行历练一番 等到大明朝打下窝国后 那便是我们家新的封殿 死 那人听完又是倒着吸了一口冷气 半想才拱手道 谢了兄弟 这请我记下了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吩咐 瞧着朱油简不像是在扯淡 那人抓了抓头皮 这才很是认真的道谢 这可是个大消息 既然要封海外十全王爷 那就肯定不止窝国一个地方 陛下显然是要以唐王为诱饵 将所有的王爷都全部打包丢出去 那这样的话 周边几十个国家 可能都是后面大明所需要攻略的目标 如此 谁能在这场游戏中占据主动 谁就能获得更好的封地 难怪要组建朱家俊 这是要挑人的节奏 要是真如他想的这般 只要是干出一番攻击他这赵王一脉 说不定还真的能重新崛起 顺带捞个十全王爷玩玩 没事 这消息本来也瞒不了多久 你也早做打算吧 毕竟你也算是程祖爷的后代 比大部分人都更有机会 硬要往上推 哪怕是输出 那也是太祖嫡系的输出 地位在这摆着的 好了 我吃饭去了 回头见 朱尤俭说到 这便不打算继续往下讲了 这小子一看就聪明 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 赵王是朱棣的嫡出后代 而朱棣又是太祖一脉的嫡出 地位上可是相当高的 好好干 未来可期 等到朱尤俭把自己吃撑了 又叮嘱曹变焦加油训练后 这才又坐着马车 去了另一头的山谷 他今天出来 可不光是要看看着朱家军的训练情况 还得去山谷里 瞥一眼徐光启的科研项目 按照太祖的意思 这流水线生产需要很大的地皮 所以干脆 朱尤俭就让徐光启 在京城外围重新选了个地方 把公布的工匠以及设备 全部运了过去 这样既方便管理 也能更好地保护机密 据说那边已经聚集了近四千名工匠 每日打铁锻造的声音就没断过 他现在要去看的 就是徐光启刚刚搞出来的火器 不多时 朱尤俭就出现在了 那秘密山谷的大门口 瞧着是陛下的车架 门口的锦衣卫压根不敢阻拦 立刻让开了道路 接到消息的徐光启赶忙出来迎接 看他那灰头土脸的样子 估计是刚从工厂里干完活 臣 徐光启 见过陛下 朱尤俭的不请自来 让徐光启有些意外 同时还有点紧张 倒不是他贪污了银两 主要还是 这小城里堆了不少的火药 要是出了问题 他可担待不起 徐爱清免礼 朕听说你把火器搞定了 这不就立马赶过来 想要看看 如何 给朕演示一番瞧瞧 朱尤俭笑着把徐光启给扶了起来 随后便有些兴奋地问道 公布花了这么多钱 总算是到了建成校的时候 这个自然 只是陛下不可再深入 库房里有不少火药 一旦出问题 我等死了无事 要是伤到了陛下 那可就是罪过了 徐光启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他本来也打算抽时间 把火器带去京城 给陛下瞧瞧 这倒是提醒咱了 火药这东西 必须要妥善保管 尤其是需要 和工厂这边分开存放 这些工匠 包括徐光启在内 可都是大明的魁宝 要是再来个天启大爆炸 你翻遍大明朝 可都找不出第二个徐光启 火药 一直没说话的李晨 突然拍了下脑门 靠 忘了吩咐下去 要分开存储这东西了 古代的火药保存技术 有大问题 他可不想 东西没等到 徐光启先上了天 想到这李晨 也是赶紧传音 给了朱油简 爱卿 火药这东西 必须要分开保存 整个小城内 只准存有研究用的 少量火药 就算是制作弹药 也必须和火药库 分开一定的距离 朕宁愿麻烦点 也不想听见 走火爆炸的消息 朱油简愣了下 立马反应了过来 是啊 这鬼东西 必须要分开存 当年天启大爆炸 他可是经历过的 当真是惨绝人寰 这 重新设立火药库 会不会太浪费了些 公布英 把所有的研究费用都 爱卿 这是命令 多花点钱而已 没钱 就去找郭允厚药 他刚拿了振一千万两 不就是干这些用的 这件事 必须立刻安排下去 振希望再一周 不 三天内 听见火药库远离小城的消息 徐光启呆了呆 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朱油简给打断了 无奈 只能是拱手答应了下来 是 陈琳指 瞧着徐光启答应 朱油简这才满意地背起了手 走吧 带朕看看你弄的火气 整个大明朝的军队 可都在等着 不能再拖了 徐光启没有再说什么 叫来一马车 就带着朱油简去到了城外的靶场 在那里已经摆有测试用的火气 还没等走近 朱油简就已经隐约听见了火炮的轰铃声 这更是让朱油简相当的期待 也就一炷香的时间 等到朱油简进入到靶场 徐光启立马拿来了一把崭新的鸟冲 陛下 这便是陈刚打造好的新款火气 由于时间关系 只能来得及小改 主要是将枪管改为 由炼铁法锻造出来的豪铁 在使用寿命上有了不小的提升 听着徐光启的介绍 朱油简接过这把鸟冲细看了下 这的确是要比之前的精细不少 放一枪看看 来回看了一会 朱油简这才把鸟冲还给了徐光启 质量好不好 还是得看实际用才知道 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行 那陛下 你稍微离远点 徐光启也不含糊 让朱油简站远了些 然后便走到前面桌子前 开始做着发射的准备 和三岩火冲不同 鸟冲的装填步骤明显要复杂很多 只见徐光启先是往枪口倒入适量的火药 接着装药 压火 装弹 装门药 装火绳 倒腾半天 总算是完成准备 要射击时 再打开火门盖 点燃火绳 最后扣动扳机 等了半天 朱油简终于听见砰的一声 伴随着硝烟 前方一百米的人形 只把顿时被打出数个小洞 其威力和准度都非常不错 太祖 你觉得如何 这精度可以啊 朱油简看着子弹成功上把 嘴角瞬间拉出一丝笑意 不由得在心里询问太祖的看法 垃圾 然而 回答他的却只有冰冷的两个字 啊 朱油简愣了愣 有些不解 这不是挺好 白米都能有如此准度 可比之前的炸糖货要好上许多了 不是说徐光启做得不好 而是这火生枪本身太过于垃圾 就这一堆步骤 好学没给咱看困了 难怪现在主流的是三岩火冲这种只能打三十步的垃圾 走 看到火炮吧 李晨见朱油简很是疑惑 无奈地摆摆手 火绳枪什么的太过于拉胯了 就算徐光启做了优化也不会有志的提升 想要实用还是得搞新一代火冲 就这步骤还真没三岩好用 毕竟那东西还可以当棒车用 徐爱卿再试试火炮 见太祖兴致缺缺 朱油简不敢耽误 赶忙示意徐光启继续 不多时 徐光启就让人运来了一门大口径的火炮 这火炮刚一出现 原本还有些皱眉的太祖瞬间飘了过去 围绕着这门火炮转悠了好几圈 眼神渐渐亮了不少 陛下 这是臣根据弗朗基火炮改劲来 口径被增加到了四寸 每一门共配有五发子炮 能够在四坛纸的时间内全部打完 臣这就给陛下演示 说着徐光启便迅速操作了起来 比起之前的鸟冲 这弗朗基的步骤明显要简单许多 不多时就听见一声闷响 哄 一发炮弹已经狠狠打在了预定区域内 徐光启的动作非常迅速 发射完毕后便将炮管后面的子炮取出 然后立刻重新装填了一发 已经塞满火药的子炮进去 再次塞入影线 点燃 哄 又是一声闷响 炮弹再度飞出 接着便是重复之前的动作 取出打空的子炮 再放入新的子炮连续射击 短短四坛纸的时间 五发子炮全部打空 而且都命中了预定的区域 好 这比那火神枪靠谱多了 不愧是后装的滑塘炮 射速够快还稳定 而且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 空气流动容易 且炮管较薄 这散热的速度也是非常不错 再加上子炮容量确定 也不会出现 装要过多导致炮管炸糖 好好 这完全可以用了 看着这一幕 李晨的脸色总算是好了许多 虽然鸟虫拉快的没脸看 但这火炮却已经是能入李晨的眼 射速快 散热快 还有定量设计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由于后装的原因 导致气密性不够影响了射程 但就算再近 这玩意也有300到500米的攻击距离 用于城防或野战 完全够了 问问他 这火炮的造价还有制作时间 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大明朝接下来要装备的主力火炮了 李晨吐了口气 这才是以朱友简去问问情况 不愧是明墨火器的代表 弗朗基火炮的各项性能的确挺强 虽然比不过后面顶顶大名的红衣大炮 但要论实用性 红衣大炮还真不一定比得上这玩意 毕竟红衣大炮太重了 可以用于城防 却不好用于野战 以目前大明的情况 以后战斗 基本都是以野战为主 那轻便的弗朗基火炮 肯定是李晨的首选 徐爱琴 这炮造价多少 制作时间要多久 可能大规模生产 朱友简尖太祖一脸兴奋 也是赶忙朝着徐光启问道 回陛下 这火炮由于改进了工艺 大概需要230辆一门 再加上陈给每一门炮都多加了紫炮数量 并升级了运载用的小车 实际造价应该快到280辆一门 至于大规模生产 目前工厂正在加紧提高金铁的产量 大概一个月能制造500门 徐光启拱了拱手 很快就给了价格 这造价可比之前的辅朗基火炮 要贵出三分之一左右 但安全性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80辆一门 要是把子炮配置到一门10发 那就是300辆 嗯 倒是还行 就是这一个月500门的产量太低了 一年才能制作6000门 总造价还不到200万 这样让徐光启加快生产 并将其分类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眼前这个口径再大点 加到5寸 150毫米口径 攒给他每门400辆预算 主要用于城防 先定3000门 今年内务必交到边关 第二种改的稍微小点 口径定到3寸 攒给他每门300辆的预算 这种中等口径的火炮 将作为军队的主要火力支援 除去辽东铁骑这种 以骑兵为主的军团 像东将军每1万人配置500门 这么算的话 四项军团加金营大致需要1万门 尽量在今年内配置一半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三种 再把口径继续改小 改到1寸 要求两三人就能拆开抱着 进行快速机动 这种小炮攒给他每门100辆的预算 要求每10人就能分到最低两具 不过这可以慢点来 两年内配齐就行 还有以上三种口径全部配置10个紫炮 李晨巴拉巴拉不断说着 一旁的朱友简赶紧一边听一边 将话转述给了徐光启 听着陛下这一堆要求 徐光启掰着手指头迅速算了算 大口径的要120万 中等口径300万 小口径600万 好家伙 这直接就干到1000万去了 陛下 会不会太多了点 这可是整整1000多万两 就算小口径的生产给了有两年时间 平均下来每年也是500万的支出 徐光启作为公布老大 自然很开心能够接到这个大单 但他也担心如此激进 会不会拖垮大明朝的经济 他可是知道 现在大明朝光每年的军费开销 就已经来到了3000万 要是还往上加 郭允厚怕是得撞死在大堂上 钱的是你不用担心 这钱赚来不花 留着当赔款用不成 放心吧 朕心里有数 朱尤俭强作欢笑 一副大气的模样 但心里却是已经忐忑了起来 他娘的又是1000万 这太祖花钱的能力实在是太夸张了 那好吧 陈一定不付重托 既然甲方都没问题 徐光启自然是没了意见 拱着手便答应了下来 只要钱到位 公布必然能够搞定 朱尤俭叹了口气 白白手又参观了一下公布刚刚搭建好的炼铁厂 看着那高炉不断产出赤红色的铁水 饶式见惯了大场面的朱尤俭 也不由得紧了紧脚趾 大规模炼铁啊 果然壮观 等到回了京城 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了 坐在偏殿的椅子上 朱尤俭一边揉着腿 一边看向了太祖 太祖 之前我不好问 那火炮真的要如此搭配吗 会不会太多了点 毕竟火要什么的也要花钱 这是他憋了一路早就想问了 那大口径的就不说了 小口径的美食人配两句是什么鬼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 火气时代 火炮为王 谁的火炮更强 打得更远 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动 别舍不得这点钱 就这配置压根算不了什么 瞧着朱尤俭很是心疼的模样 李承耸耸间安慰了两句 那小口径的 其实就和迫击炮没啥区别 在没有机枪的时代 作为班族火力非常适合 至于中口径的 一个五万人的军团 配置两千五百门也还好 这佛朗基火炮再怎么改 也都属于小炮 和后世的榴弹炮肯定没法比 只能是靠数量来弥补质量上的差距 就当是每个军团 多出了一个炮兵团来 是 那鸟冲还需要研究吗 我看太祖好像并不太喜欢的样子 说实话 我也觉得那东西多少有点拉垮 朱尤俭还能说什么 只能是点头答应了两声 他算是发现了 自家太祖好像对这种大口径的火气 情有独钟 不过他还真有点期待一年后 边关的达子瞧着四项军团 会是个什么表情 应该会很开心吧 只是这火炮的是定了 火冲怎么搞 到底还要不要 那火绳枪不行 实战就是一坨屎 咱要是没记错的话 火绳枪的升级版应该是碎发枪 但那东西 咱依旧看不太上 哪怕是采用了定装的碎发枪 其射击效率还是太低 这样吧 回头咱让王承恩画一张 德莱赛机针枪的简易图 你让徐光起研究下 看能不能搞出来 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对于火冲 李晨现在也一个头两个大 不管是火绳枪 还是碎发枪 问题其实都一样 装填太慢 实用性太差 别说是野外阵地战 就是守城用着 都不太方便 哪怕有三段式射击这种办法 但李晨还是更倾向于 直接研制机针枪 反正现在时间还早 欧美那边普遍用的 也还是火绳和碎发 慢慢来就行 四日 郭允后在朝堂上 听完徐光起的单子后 差点没心哽过去 骂得淡的 他发誓 如果不是林燕阁的诱惑 他早不干了 这户部尚书 谁爱来谁来 陛下 臣虽然不知道 你为何如此心急地 想要灭杀掉那些鸭子 但欲速则不达 有时候适当放缓点脚步 或许会更加稳妥 臣知道陛下手上有钱 但那毕竟是一锤子买卖来的 该省还是要省 郭允后站在朝堂中间 苦口婆心地劝道 不能再让陛下 这么任性下去了 再这么搞 大家迟早得喝西北风 这些朕都知道 朕也清楚 今日的花销是大了点 但朕保证 绝对不会出现 资金断流的情况 废话 又不是你要上吊 老子当然解 听着这话 朱油简不油地白了一眼 再说了 这是太祖要求的 他还能拒绝不成 事到如今 他也只祈祷 太祖能顺利 从那些商贩手里 收拢一批钱上来了 想到这朱油简 忍不住看向了宫外 今日一早 太祖就出门去了 朱玉剑那边 说是严商都已经到了 希望能一切顺利吧 宋兄 一段时间不见 都混成黄商了 可以啊 就是啊 宋兄 你这发了财 可是把兄弟们都给忘了 罚一杯 一会必须罚一杯 京城内 某奢华酒楼中 宋海正陪着 十几人吃喝着 这些都是竞商 只是和之前 被杀的那酒家不同 他们都是大同级的 基本都是以范延起家 其势力遍布两怀 这次 他也是通过 皇家银行的名义 把他们给叫了过来 好好 一会罚一会罚 还是先说正事吧 宋海已经喝了一大壶酒 好在他酒力不错 还没醉 但看着周围 又有人想给他灌酒 赶忙摆手说道 一听要谈正事 这些严商们的眼神中 纷纷露出了一抹金光 说实话 他们是真的羡慕宋海 虽然票号的生意没了 但却搭上了皇家这条线 而且 从现在皇家银行的规模来看 光是躺着 每年都能有大笔钱入账 比起他们 当真是舒坦得多 这次接到宋海的邀请 他们思索片刻后 也是全都来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 很清楚 宋海此时已经不能再算是伤 而是正儿八经的官 不管宋海是打的什么主意 和他交好准没错就是 好 那就先谈正事 不知宋兄把我等召集 事有何吩咐 只要是我们能帮忙的 一定帮 左侧 一位老者率先开了口 他叫赵大马 是大同赵家的掌舵者 也算是现在这大明朝 最大的几家言商之一 据说身家深不可测 大家都是聪明人 应该能猜到 找你们的不是我 你 去把总行长请来 就说人都到齐了 请他过来和大伙谈谈 宋海黑黑笑了笑 朝着这老爷子行了一礼 这才干脆地说道 听见这话 四周几人并没什么意外 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猜到了 这也是 为何他们纷纷赶来 不敢耽误的原因 还真是皇家找我们 到底什么事啊 我可没给达子走私过东西 但猜到归猜到 现在确认是 皇家找他们后 一群人还是不由得额头冒汗 一胖子没忍不住 低声嘟囔着 倒不是他们怂 主要是之前那几家死得太惨了 几万人啊 就这么全死光了 你要是和达子有关系 就不是本王找你了 哪知这人刚小声说完 门外就传来一男子声音 朱玉剑从门口走了进来 环顾四周后抱拳笑道 小子唐王世子朱玉剑 见过各位大商人了 朱玉剑 皇家商行的总行长 传说中被陛下当成储君的人 瞧着进来的竟然真的是朱玉剑 瞬间 屋内的众人也赶忙起身行礼 见过唐王世子 好了好了 不用多脸 我这人喜欢交朋友 既然来了 那都是贵客 请坐吧 朱玉剑摆摆手 说着便坐上了主位 下方众人互相看了看 这才扭捏地重新坐了回去 乔那样子 好像是生怕呼吸声太大 就被朱玉剑砍了一般 各位 我这人喜欢开门见山 而且 银行的事情很多 本王也没空多待 那本王就直说了 朱玉剑将四周眼神收入眼底 倾笑一声后 准备直插主题 一直在旁边隐身着的李晨 见状则是摇了摇头 看得出 哪怕朱玉剑这小子 跟了他许久 但心里还是看不起这些商贩 对此 李晨也没办法 这是古代的传统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改过来的 不过这样也好 对于商人 李晨也一直抱着用归用 必须要防着的理念 这些狗东西 为了利润 可是真敢赌上九族 还请唐王试下 赵大马咳嗽了一声 很是恭敬地问道 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好了 大出血的准备 在他看来 皇家找到他们 无非就是看中了钱 如果能破财免灾 那自然再好不过 是吧 其实也不难 对于各位来说 也算是一门好消息 相信宋海的情况 你们都看见了 和我们皇家合作 好处多多 而今日便是有一桩买卖 想要和各位商讨 看了眼那赵家的老者 朱玉剑朗声说道 买卖 一群言商又是互相看了看 眼神中很是疑惑 不知是什么买卖 我等都是言商 这其他的事可能不太懂 赵大马眼神一鸣 有些试探地问了问 他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果然 话音刚落 就瞧着朱玉剑 对他露出了一排大板牙 本王知道 等都是言商 自然这要做的生意 也和言有关 操 还真是 赵大马差点没骂出声来 一想到宋海的情况 赵大马那还能不明白 这皇家商行 是想要将眼影收回 这是要撬他们的根基啊 现在皇家做事 都这么肆无忌惮了吗 卖出去的眼影说收回就收回 这 不知皇家想要如何 是打算收回眼影 赵大马倒吸了一口气 彻底冷静不下去了 很是干脆地问道 他们这些言商 可都是靠着眼影在赚钱 若是没了这东西 那相当于没了根基 是 也不是 眼影是肯定要收回来的 但却并非是 你们想的那种 本公子说了 是要和你们做生意 朱玉剑 见大伙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笑着摆了摆手 这话说完 倒是让周围等人更加疑惑 这叫什么话 要杀要挂 直说便是 见大家伙都看着自己 满脸不解 朱玉剑朝着门外招了招手 很快就有人提着一木盒走了进来 并将盒子放在了桌上 各位 先看看吧 看完再聊 朱玉剑笑呵呵地 做了个请的手势 嗯 啥东西 赵大马等人 眉头皱得更深了 不过 既然朱玉剑叫他们打开这盒子 离得最近的几人不敢耽误 小心地将木盒盖子给取了下来 并探头往里看了看 而这一看 瞬间那几人的身子 就僵在了原地 眼神中的疑惑 渐渐化为震惊 这是 盐 怎么可能 在座的都是盐商 自然能认出 盒子中那晶体般的物件是什么 但 但这也太白了吧 怎么了 老夫看看 赵大马见童祥全都愣住了 不由地也凑了过来 往里一看后 整个人也同样待在原地 这TM是盐 你们没看错 这便是皇家新提炼出来的雪花盐 雪白 无杂物 无意味 而且能够大规模产出 其成本也非常低 就平常百姓所吃的盐 大概是100斤一两银子 而这雪花盐100斤的成本 也就半两不到 各位都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吧 朱玉剑瞧着大火都被吓着了 这才慢悠悠地说着 其实这成本还是他往高了在说 按照目前生产的情况来看 若是持续扩大规模 大概能将成本压到100斤零 二两左右 也就是200文 但产出的质量 却是比最好的供严 都要强上十几倍 听着朱玉剑说的 还在震惊中的赵大马 额头上顿时冷汗连连 他不由地伸出手指 从石河里沾了一点 放进嘴细细品尝片刻后 脸上苦涩的神情更重了 好盐啊 如此好盐 还能将价格压到这种程度 朱玉剑的意思很明确了 若是不合作 皇家一旦大规模贩卖此盐 那在座的所有人都得破产 至于盐影 拿不到这雪花盐 要这盐影有何用 买来砸手里不成 呼 我 我愿意将盐影归还朝廷 还请陛下 能够给赵家一条活络 几秒不到 想通一切的赵大马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如果是普通人 掌握了这等技术 他们还能想点办法 但现在掌握技术的是皇家 那他们当真 是一点其他的想法都没有 总不能逼皇家 把技术公开出来吧 以当今陛下穷疯了的性格 敢说怕不是就得去 终于一次排队了 思来想去 也就只有老师交出 眼影这一条路可走 既然皇家派人来谈 那就说明 还有合作的机会 赵大马跪了 跪得非常彻底 不光是他 周围其他盐商 在琢磨完后 也齐刷刷跪在了地上 他们都清楚 若是不抱住皇家的大腿 他们全得破产 这是赤裸裸的阳谋 太祖 他们都已经服气了 我现在就和他们聊 瞧着这十几人 都还算实相 朱玉剑嘴角微翘 忍不住在心里问道 一旁默默看着的李晨 点了点头 这些商人还算聪明 知道挡不住 便裹断头了 行 就按咱说的来 这次必须要让他们出点血 得到了太祖的同意 朱玉剑立马坐直了些 都起来坐着吧 下面我说 你们听 觉得合适的就留下来 觉得不合适的 尽管离开便是 我们老朱家做生意 讲究一个公平公正 绝不强求 公平公正 赵大马等人听见 差点没翻白眼 你就差把刀架 我们脖子上了 这也叫不强求 他们倒是想不合作 关键是不合作 你那破言一旦面试 大家都得完蛋 而且现在锦衣卫 还在满大明朝 查那九大经商的同党 这要不合作 回去那锦衣卫 怕不是就要上门 请喝茶了 到时候 抄家砍头一条龙 他们就算不服 也只能去找阎王爷聊聊 虽然很鄙视 朱玉剑这种说 屁话的行为 但赵大马等人 却丝毫不敢 流露出任何不满 事事事 皇家的信誉 我等肯定是信得过 那就席儿公听了 小心地坐了回去 赵大马善笑着拱了拱手 朱玉剑对他们 这口是心非的话 倒也不介意 倾壳了一声 直接说道 盐铁乃国之根本 而等之前阻扰东厂 收取盐税的事 陛下可以暂时不去追究 但这两样是必须要回到 朝廷的掌控 陛下的意思很简单 你们这13家盐商 几乎垄断了大明朝 95%的食盐 所以 陛下希望你们 能够将盐引归还朝廷 并补上一笔逃税的罚款 如果能做到 那后续皇家 所改革的食盐贸易里 便可以为你们留上一份位置 归还盐引 罚款 听见这要求时 赵大马等人 本能地皱起了眉 而当听见新的食盐贸易 能给他们留个位置后 却纷纷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难道皇家愿意发放 这雪花盐的贩卖资格 要真是这样 匹集太来啊 我赵家愿意归还盐引 只是不知 这罚款需要多少 作为领头的 赵大马立马表态道 就算没最后这句话 他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每家500万 算是你们偷税的惩罚 这对于儿等千万身家来说 应该并不算什么吧 只要交了这罚款 陛下便不再追究 之前你们偷税的事情 只要往后按规矩纳税 锦衣卫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500万 就这 赵大马本来都做好了 大出血的准备 结果才500万 我愿意交罚款 我 我也愿意 500万 好 好 我没问题 还没等赵大马说什么 周围反应过来的 严商们 奇迹开口 争先恐后地说道 就500万 说好的 不准反悔 啊 一群傻子 还真以为这是500万 就能平了 太祖 要我说 就应该一人 罚他们一千万两 这也太轻了 瞧着下面一群 严商喜笑颜开的表情 朱玉剑忍不住抱怨了两句 旁边的李晨听见后 笑着呵呵了两声 韭菜这东西 得一查一查地来 你要是把他们都扒干净了 谁来替皇家卖货 要知道 商业这东西 是要本钱的 得给他们留点本 这样才能赚礼 李晨何尝不知道 这些人富有得很 罚500万 只是个警告 对他们来说 不算太重 但也绝不算轻了 而且 一旦认罚 那就意味着 他们承认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事 那相当于是让朝廷 抓住了小辫子 后续 但凡敢乱来 直接就能翻脸抄家 朱玉剑轻吐了口气 也没反驳 点点头 这才朝着赵大马 他们继续说道 既然大家都认罚 那就限你们一个月内运来 现在 我们再继续聊聊言的事 先说说陛下的要求 第一条 从即日起 大明皇家银行 将独立出一个部门 其名为大明皇家商行 此商行的目的是 为了统筹 银铁油米等物资 方便全国调价 第二条 从即日起 凡皇家商行内的商家 必须以保币进行交易 第三条 凡皇家商行内的商家 将按照盈利规模 收取商税 此商税为阶梯递增 100辆以下的商人 只收取5%的商税 100辆至500辆的收取10% 500辆至1000辆的收取15% 1000辆至5000辆 收取20% 5000辆至1万辆 收取25% 1万辆至10万辆 收取30% 10万辆以上 收取35% 百万辆以上 收取40% 第四条 凡皇家商行的商人 不得在大明朝内 对特定物资 哄抬物价 第五条 凡皇家商行的商人 有义务配合朝堂政策 不得随意出售物资 给敌对势力 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这越说 四周延商的脸色 就越难看 就这商税 简直是在扒他们的皮 不用想 再做的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40%的重税 如果只是这样 也就罢了 关键是 不准乱台价的话 他们如何赚钱 当今陛下的政策 一看就是要会名 既然会名 又如何保证 他们能赚钱 一时间 包间内的气氛有些冷 朱玉剑等了一会 剑没人说话 不由地笑了笑 我知道你们都很疑惑 这么搞好像 是要让你们白打工 那不妨再听听 陛下能给出的条件吧 同样还是几条 第一 凡大明皇家商行的商人 能够以极低的价格 拿到货品 就比如实言 假设皇家在大明朝内部 卖的价格是100斤一两 那么 作为皇家商行的商人 你们就能便能以 100斤半两的价格拿货 第二 凡皇家商行的商人 能够享用专门的 对外贸易市场 我知道各位肯定在想 就算是有一半的 利润那比起现在 依旧没法比 这想法没错 因为陛下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不准 你们继续在大明内 哄抬物价 祸害百姓 所以 陛下给你们找了几个 不错的卖货点 让你们祸害别人去 首先便是大同方向 针对蒙古的所有市场 将合并到大同一处 岩不在作为管制物品 可以随意卖给草原诸布 然后便是朝鲜 毛文龙的皮岛 也将开设市场 专门用于和朝鲜交易 其次便是云南地区 将开设针对南洋的贸易市场 还有天津方向 会开设针对远洋贸易的港口 郑和下西洋都知道吧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那条海上丝绸之路 马上就要冲起了 同样 陆地上的丝绸之路 陛下也会全力将其打开 到时候 光这两条路能产生的利益 你们自己琢磨吧 陛下为什么要收取你们重税 为的就是打开通道迎接百国 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三条 更是重点中的重点 陛下收取大额伤税后 便会以最快速度 开启对南洋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 而皇家商行的商人 将会得到大明朝官方的认可 你们不光可以 从皇家这里拿到雪花盐 还能去江南制造局 下单制作贡品及首饰 可以景德镇采购贡品及瓷器 还可以拿到专门用于皇家的 布匹茶叶 这些全都是皇家商行 内部商人的福利 你们打着皇家的旗号赚钱 皇家用你们的税钱 为你们打造护航用的舰船军队 让你们可以卖得更远赚得更多 细想一下 这何尝不是一种投资 最后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只要是纳税总额达到5000万两的 陛下许诺将军队用的制式武器 交由他们贩卖 兵器 甲昼 公弩 统统可以卖 名额暂时只有12个 现在宋海他们已经开始纳税 所以你们要是有这个想法 那就得搞快点了 呃 在最后提醒你们一句 这新眼影的价格 目前暂定为300万一年 而且不限制数量 朱玉剑费了一点时间 总算是把太祖的想法全盘拖出 而等到他说完 肉眼可见的赵大马等人 全都瞪着眼 仿佛听到了什么恐怖的消息 妈的 开海 陛下要开海 而且还能卖货给那些异族 这样算的话 虽然在国内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一旦对外出售 死 算不过来 这利润真的算不过来 嘿嘿 总行长 这是一千万两 其中三百万用来购买盐影 剩下的全部用来预购雪花盐的配额 实不相瞒 我已经提前组建了商队 准备去南洋走一趟 就等着货物了 毕竟现在产量才刚刚起来 先到先得 还没等赵大马他们回过神来 一直没说话的宋海师 诗然地走了出来 从兜里掏出了价值 一千万两的重真宝币 操 你一个搞飘好的懂卖颜吗 小王爷 别听他的 这颜影可一定要先卖给我们 区区商税而已 那是为国家做贡献 是我们的荣幸 什么东西 赵大马看着眼前的宋海 差点没一拐杖打过去 你要点脸行不 小王爷是约我等颜商谈事 你TM是颜商吗 就往上凑 他奶奶的就这睡 他交定了 阎王都拦不住 我说的 谁挡了老头子的路 老头子 我跟谁结 他不想换了 我看你 你也不想换了 你也不想换了 我看你 你也不想换了